身为007社处的七梨是一个画师 下班路上居然用积攒的1600元石 抽到了七个八神虫子 阿布八虫绳子 来不及高兴 居然突然被一个变形泥头车送入异世界 当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粉毛小狐狸 而对面是一个留着大麻花辫 脸色绝望 失落 漂亮却又有点吐气的少女 为什么我会照出零星普通狐狸啊 第一张 小哥 该转生了 某动漫工作室里 将最后一张画稿上完色 望着窗外的万家灯火 七里看了下电脑上的时间 已经快十二点了呀 加班 加班 天天加班 除夕还加班 将笔记本电脑关机 装紧背包 七里检查了下工位 确定没有遗漏的东西后 拉下电闸 离开了工作室 今天是除夕夜 零下班的时候 头秃大肚子 肥头大肚的领导 独留他一个人加班 虽然当时他很想将电脑搬起来 砸到领导油光成亮的脸上 但是为了来之不易的工作 下队的房租 为了可以给原神课金 他忍了下来 反正他孤身一人 在哪过除夕不是一样 街道上 往日哪怕夜里 一点都有射出出没的街道 今天只有他一个人 形单影只地走着 新年的钟声响起 七里给双手哈了口气 从裤兜中掏出手机 原神 启动 今天是八神虫子 复刻卡池的最后一天 七里囤了半个月的原石 就为跨过晦气的一年 再新的一年 看看自己有没有好运气 能将八重神子取回家 常言道 山高狐狸 八重是我姐 没有人会拒绝一只谢谢的狐狸 求卢老爷 七七 莫娜远离 求卢老爷 七七 莫娜别来 双手和时候 七里看着好不容易存下来的 一千六百元石 现在 他已经在卡池中 积累了七十一抽 可以触发小保底 运气好 可以抽到一只八重神子 运气不好 那么就是七七 卢老爷 莫娜 秦团长 而他 去年整整一年 全靠吃保底抽角色 但是 人不可能一直倒霉吧 点击十连 金光滑过手机屏幕 抽卡不跳过 蒙德迪如克 七里果断地点击了跳过 蹭 蹭 蹭 手机屏幕上 陡然出现了七个粉红的娘们 十连七七 直接满命 七里瞪大了双眼 心是激动的 手是颤抖的 谁都知道 十连七金是什么概念 这相当于普通市民 花十万 买同一柱双色球 还中奖了的概率 当七里将十连七金的画面截屏 发到各个飙车群里时 他却没有发现 路边停放的大卡车 突然开始变形 嘿 小哥 七里茫然地抬起头 左右寻找声音的来源 谁 小哥 你该转胜异世界了 在七里意识消散前 最后的印象是 一只硕大的金属拳头 向着面门而来 接着就陷入婴儿般的睡眠 机器人扯过车上 因为变形而掉落的帆布 擦了擦拳头 拿起一个对讲机 全名觉醒世界贵宾一位 切 居然十连七金 这么好的运气 你不转生谁转 说完 机器人又咔咔咔 变回卡车的模样 散落在七里 刚刚站立的位置的衣服 和电脑包 证明那里有个人突然失踪了 蓝星凝成 凝成中学的操场上 此时人声鼎沸 操场上的学生们 整齐排着队 操场外 学生的家长们 瞧手以盼地看着 现场穿着制服的官方人员 正在维持着秩序 几个老师正安抚着 将紧张刻在脸上的学生们 台子很大 大概一米高 六米正方 中心围绕着一个半人高的玉柱 雕刻着奇异的法阵 玉柱的顶端 放置着一颗透明的圆球 片刻 一个领导模样的 中年男人站到高台上 一手拿着大喇叭 一手拿着文稿 尊敬的各位来宾 各位家长 各位同学 无数年前 蓝星突然发生巨变 地震 海啸 陨石不断 课本上说 那是全民觉醒的开端 新的日历 也从天灾结束开始计算 现在是新历 9527年 这近万年的时光中 世界依旧发生着变化 开始时 动植物发生一变 常见的鸡能发出穿透人耳膜 绞碎脑浆的声波攻击 狗狗化胃会吐火 喷毒的三头犬 猫猫则化为了行动训捷 一爪子能割裂整栋楼的训猫 连农田的里的稻米 都能吐出会爆炸的果实 面对数不清的魔兽 变异植物 人类用尽了办法 大炮洗地 核武 但那些生物 犹如雨后春笋 怎么也消灭不干净 同时 世界各处陆续出现空间门 而每个空间门里 都是一个世界 有大有小 小的空间相当于一个城市 大的至今 没人知道有多大 这些空间很危险 也很不稳定 随时都有崩塌的危险 但里面充斥着危险与机遇 有提升人各方面能力的果实 肉类 也可能有一口浓潭 能淹没一个城市的一生兽 不过 人们可以通过空间门拨纹的颜色 知道这些空间内的威胁 对阴郁寿施 从低到高的九个等级 空间门的颜色为红 粉 橙 黄 绿 青 蓝 紫 黑 有传言有人见过彩虹色的空间门 但没有人能够证实 所以坊间无人在意 史称 石才会打人了年代 而这些变异的生物 植物也获得了正式的名字 一生兽 后来 人们建立了堡垒城市 掌握了契约与召唤的力量 建立了力量等级 拥有了对抗一生兽的力量 每个人在16岁那年学完基础知识 体内的灵能核心成熟后 通过国家免费的觉醒仪式进行觉醒 成功觉醒召唤 第一支契约灵后 正式觉醒为御寿施 如果没能觉醒 那么就没有然后了 只能沦为社会的底层 听起来很残酷 但这就是事实 面对外界的一生兽 没有力量的人类 只能躲在堡垒城市的高墙里面 然而 在失去所有作物 肉类来源的城市里 普通人必须拼命工作赚钱 从市场购买 国家发放的植物 契约领寓师批量培养的粮食 才能生存 所以 觉醒一世 又被称为二胎 第二次投胎 只有成为预寿师 在召唤出拥有各种能力的契约生物后 可以拥有对抗野外的 变异生物的力量 也可以进入空间门 探索物产丰富 但胸向百出的秘境 获得更宝贵的资源 这些资源 不光可以提升自己 也可以养活家人 这也是为什么 学生紧张的原因 许久 高台上的领导讲话 终于到了尾声 下面 我光荣地宣布 觉醒一世 正式开始 一个小脸绷紧 长相烧壳的女生 在老师的引领下 正一脸紧张的僵手 放置在圆球上 不过一秒 圆球散发出微弱的蓝色荧光 脚下的法阵 也开始闪耀蓝色光芒 大约半分钟后 蓝光散去 一只蓝色的小史莱姆 出现在台子上 蹦蹦跳跳 趴唧趴唧的很是可爱 旁边负责记录的老师 交流了一下 根据觉醒球的感应天赋 是C级没错 契约灵是一星元素生物 水史莱姆 虽然战斗力不行 但它以后 可以去水厂工作 挺不错的 蓝星上的人类 经过接近万年的发展 详细记录了每个 可召唤的契约灵 并按照潜力 能力等属性综合后 分为七个等级 灵星 一星五星 以及X星 其中灵星是杂鱼契约灵 五星契约灵 完全成长后 就是毁天灭地的存在 而X星 则是尚未记录的 新契约灵 最终有一个老师宣布 韩纳 一星元素 细契约灵 天赋C级 听到自己是C级天赋 韩纳开心地眯起眼睛 蹦蹦跳跳地 从台子上跑了下去 在围观的家长中 找到父母 预售师哪怕只有C级天赋 哪怕只是 召唤到一星契约灵 都可以改变一生 爱博 抱歉 你没有觉醒成功 老师 我刚刚只是紧张 请再给我一个机会 台上 一个学生绝望地祈求着 手不甘地放在球上 但觉醒球 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最终眼泪夺况而出 在官方人员上台前 自己走下觉醒台 下面的学生 有同情 有忐忑 福迪墨 灵星动物系契约灵 天赋一级 第二章 三无契约灵 尹真吐了口气 看着往日的同学们 一个个宛如接受命运的审判 一般走上觉醒台 他的父母 是S级天赋的八级御寿师 曾经是宁城的顶尖站里 带队开拓过 三个紫色秘境 但是 在他三岁那年 他们失踪了 至今有无音讯 幸好 他们给他留了一笔不菲的遗产 也有对他视如己出的阿姨 不然 处子无罪 怀必其罪 年幼的他别说 守住那份遗产 能不能活着 长大都是问题 柳四燕 五星元素 细契约灵 天赋S级 又一个女生检测完毕 引得全场惊呼 女生抱着一只冰白的五星元素 契约灵兵奈斯走 下掘醒台 并得意地 对应真台的台下巴 天赋只是决定了 御寿师成长的上限 而能跟随御寿师成长的契约灵 则是御寿师的下限 最简单的比方 一个契约灵 是低星小若基的七级御寿师 绝对打不过高星契约灵的六级御寿师 而柳四燕抱着的冰系元素生物 最高纪录 可以成长为王者级 这就是她得意的本钱 对应御寿师的等级 一生兽 同样分为黑铁 青铜 白银 黄金 薄金 钻石 王者 地 神话 引真哼了一声 没有理会柳四燕的挑衅 在她觉醒的结果出来前 任何反击都是没有意义的 甚至沦为笑话 走上觉醒台 引真按照老师的指引 将洁白的小手搭在觉醒球上 闭上眼睛 千万 千万要成功 我不想让云仪失望 我想知道 父母到底去了哪里 家长群中 胸口佩戴着五级御寿师徽章的云仪 也一脸紧张地看着 引真是她姐姐的遗孤 自从姐夫和姐姐失踪后 她就一直照顾着引真 引真也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从小学习刻苦 每次考试都要拿到第一名 有次得了第二 还哭了好久 平时也会帮忙做家务 就算她出任务 也从来不给她惹麻烦 她明白 引真温顺懂事的背后 是要强的性格 是想要找到父母的坚强内心 她不敢想象 这么一个好孩子 如果没有觉醒 那将是怎么天崩地裂的场景 幸好 随着引真将手放在觉醒球上 觉醒球和法阵 同时绽放出紫色的光芒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光芒越来越盛 空气也不停有紫色雷电划过 十秒 二十秒 四十秒 此时 众人已经看不到 台上那个娇小的身影 离觉醒台镜的人 被刺目的光芒照射着 不游用 双手捂住眼睛 身上的毛发 因为雷电 根根竖起 个个成了爆炸头 这光芒 难道是SSS级天赋 不 不 天赋只是觉醒球的光 而现在召唤阵的光 也同样强 这是什么契约灵 难道是雷鸟 或者雷暴龙 台边的几个老师 震惊着 云仪期待着 现在不管怎么说 自家这侄女 已经可以断定 是一个高天赋的契约师 就看到底是什么 契约灵被召唤 能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觉醒台上雷霆 越来越多 闭咔直响 为了安全 老师们 已经从叫醒台上下来 拉着还在排队的学生 转移到安全的范围 两分钟后 觉醒台上光芒散去 影真的怀里 抱着一只粉色的小狐狸 小狐狸 毛茸茸的 额头眉心 有樱花式的白色印记 团着四肢 抱着尾巴 揽在少女的臂弯中 闭着眼睛 好像在睡觉 众人傻眼 那么大动静 结果就召唤出一只零星 普通狐狸契约灵 众所周知 普通品种的狐狸契约灵 都是要攻击没攻击 要防御没防御 要灵能没灵能的 三无契约灵 曾经有一个先辈 投入几乎能将一星 史莱姆拉到王者级的资源 也不过是将狐狸 拉到黄金级 依旧没有改变 狐狸的三无属性 导致后来的人 只要召唤到狐狸契约灵 全都选择放弃培养 等到升到二级御寿师的时候 重新召唤 培养第二只契约灵 几个老师 看向尹真的眼神 带着些同情 虽然尹真的 狐狸契约灵长的 和有记录的并不一样 但依旧改变不了 它是普通狐狸的事实 返回觉醒台 根据觉醒球的光芒强度 判定 尹真 灵星动物系契约灵 天赋SS级 一个老师宣读完 安慰闷闷不乐的尹真 没事 第一只虽然废了 但以你的天赋 很快就能突破到二级御寿师 到时候再重新培养 尹真点点头 虽然因为召唤到了三无七约灵 而闷闷不乐 但至少 它觉醒成功了 不会变成普通人 而且天赋 还达到了万里无一的SS级 就像老师说的 有着SS级的天赋 它突破二级御寿师 也只是时间问题 七里颠啊颠 小狐狸睁开眼 映入眼帘的是 充满少女气息的房间 粉色的墙壁 可爱的装饰 此时的她 她在一床透着 幽香的被褥上 她晃了晃脑袋 怎么回事 我刚刚不是在路上吗 先十连满命 八重绳子 然后在群里炫耀 再然后 路边的渣土车 变身打了我一拳 穿越了 重生了 不对劲 十分有九分的不对劲 刚想起身 她猛然感觉不对劲 不对 我视线中 怎么有粉色的狗一样的鼻子 为什么我居然有尾巴 为什么我的手 变成了爪子 一连串的疑问 在凄厉的脑海中 疯狂涌动 恰好视线扫过梳妆台 看到上面有个镜子 于是蓄力 蹬腿 直接跳了上去 看到镜子中自己的瞬间 所有的疑问 得到了解答 她变成了一只小狐狸 一只粉色的小狐狸 一只拥有清澈 而又愚蠢的眼神的狐狸 等等 这不是八重绳子的狐狸形态吗 作为八重绳子的XP党 自然刷过不少八重绳子的视频 其中就有雷电 针抱着粉色小狐狸的画面 上半身粉粉 下半身粉变白的毛皮 后垂的耳朵 眉心的樱花标志 和现在的她一模一样 啊这 别人穿越 重生至少还是人 怎么到她 不光性别变了 怎么连物种都变了呀 七里尖叫 扭曲 阴暗爬行 哦哦哦 第一 第三章 你就是我的master吗 正在满桌子打滚的七里愣住了 她看过无数网文 自然知道 每个穿越者都会有一个名叫系统的玩意 现在系统的出现 堪堪抚平一点受伤的内心 每周签到系统已开启 小主每周可以签到一次 通过签到可以获得各种奖励 小主是否签到 签到 本周签到已完成 恭喜获得百年寿灵 下一次签到时间为168小时后 系统话音刚落 七里就感觉身上暖洋洋的 身体慢慢变大 从小奶狗变成了大狼狗大小 尾巴根部痒痒的 好像有什么东西长出来了一样 过了一会儿 七里蹲坐起来 转头一看 果然多了条粉色的尾巴 传说中 狐狸无需修炼 每过百年多一尾 所以 获得的百岁寿灵 是指直接大了一百岁吗 也就是说 这样的奖励再来四次 它就能成为八重神子那样的五尾天狐 再来八次 就能成为狐声的顶峰 九尾狐 兴奋 搓手手 童子哥 咱还有什么福利吗 请教我姐 福利没有 不过 你可以呼出面板 查看你和你的预售师的状态 好了 下面出了签道 别叫我 童子姐说完 就没了声音 任凭七里怎么呼喊 都没反应 就感觉 感觉童子姐好像有点怕她 不管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 现在她在什么地方 童子姐讲的预售师 又是什么玩意 在什么都不明的情况下 七里跳下化妆台 蹦到床路上 眯眼假妹的同时 呼出面板 一个虚拟面板 出现在她眼前 上面有两个人的资料 一个是粉色的狐狸 也就是她自己 另一个 则是一个面容冷艳的小女孩 姓名 七里 种族 狐狸 星级 五星 属性 雷 等级 青铜初七 技能 狐狸实罪 吞噬怀有恶意的灵魂 熔炼成可以操控的狐狸 呃 居然就一个技能吗 还是被动技能 也就是说 她现在空有二位狐狸的身体 并没有主动攻击的能力 可惜 姓名 影真 种族 人类 御兽天赋 SS级 御兽等级 E级初七 七月灵 七里 性格 认真 傲娇 善良 努力 傲娇的御兽师啊 天赋不错 居然有SS级 可惜 傲娇已经退环境了 现在大家只喜欢绿茶 七里晃了晃脑袋 刚才查看面板的时候 她的脑海里 同时觉醒了不少新知识 比如 该怎么缩小体型 收起尾巴 比如 该怎么使用狐狸 辨别善恶的力量 同时 她也能听到 外面两个人的谈话 小珍 阿姨明天要去一趟上京 估计下个月才能回来 冰箱里有我提前买好的零食 不要舍不得吃 争取在毕业前晋级青铜 这样你也可以召唤第二只契约灵 嗯 云姨 你一定要早点回来 七里能感觉到 两人的感情很深厚 彼此都散发着善意 让人很安心 看样子 不用担心 有人想吃野生狐狸了 两酒 脚步声游远极近 七里知道 名叫尹真的女孩要进来了 赶紧收起 新长出来的第二条尾巴 继续装睡 她感觉到女孩进来后 视线一直在自己的身上 一声叹息 一只手抚摸着她的脑壳 真是贪睡的小狐狸 我给你取个名字吧 阿里怎么样 七里搭下来的眼皮抽了抽 咱现在是美貌与智慧兼具的 七里大人 怎么可能是峡谷里的 那只臭狐狸 算了 现在咱只会嗷嗷嗷地叫 等进阶白金 成为五尾天狐能化为人形的时候 再纠正这个小丫头 不过这丫头摸得挺舒服的 好像自己天然就和她亲近一样 或许是因为自己是她的七月灵吧 虽然你没有陪我战斗的能力 我也会好好养着你的 真羡慕柳思烟 开始就能召唤到五星兵奈斯 可以到秘境中探索 获得提升灵能的机会 不过 云仪给我准备了很多 可以提升灵能的零食 我也能提升 你知道吗 父母失踪后 只有云仪一直对我这么好 所以 从小我就立志成为优秀的御寿师 将来保护她 尹真蹲在床边 和装睡的小狐狸 说了很多很多的心里话 她从没想过眼前的小狐狸 和别人召唤的小狐狸不一样 如果她这时候 使用所有御寿师 必须掌握的召唤附体技能 就感受小狐狸的威能 可惜 尹真只当七里 是能讲悄悄话的数动 然而 七里当她是画牢 没一会就真睡着了 在醒来的时候 是被恶醒的 外面的天已经黑了 透过窗户 可以看到两轮明亮的月亮 一轮惨白 一轮血红 真是奇怪的世界 房间里只剩尹真床头 还亮着一盏台灯 灯光下面 还有两个碗放在地上 一个碗里是水 另一个碗里 是肉和蔬菜 拌在一起的沙拉 看着明显 是为自己准备的食物 如果小狐狸 有表情的话 那么现在七里的脸是黑的 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呀 算了 填饱肚子要紧 虽然不如油豆腐好吃 但沙拉丝毫不比 大饭店的口味差 尤其是不知道 是什么动物的肉 口感堪比和牛 美味到爆 等等 为什么我会觉得 油豆腐比肉还好吃 七里想不明白 也不想再想 吃饱喝足后 七里感觉体内 可操控的灵力多了一点 看样子 他们说的灵能 其实就是灵力 只是叫法不一样而已 看样子少女投喂的食物 就是他们口中的零食 又蹦到床上 爬到饮针的枕头旁 看着熟睡的少女 少女很漂亮 一头乌黑的长发披散着 双眸紧闭 右眼角 还有一颗泪质 很像少女版的雷电影啊 所以 这就是老子的master吗 没有偷窥 少女隐私的心思 七里钻进少女的被窝 团成一团 继续睡觉 第二天 尹真的生物中准时响起 睁开双眼的第一件事 就是寻找那只粉粉的小狐狸 虽然是三无 零星契约灵 但毕竟是她的第一只契约灵 她心里已经将小狐狸 当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伙伴 看到被窝中团着的小团子时 她笑了 这小家伙 居然不知道 什么时候躲到了被窝里 也不怕自己 翻个身把她压死 穿好校服 现在 她虽然觉醒了 但学校的课程 并没有结束 觉醒欲受尸的人 还要继续学习 学习辨认一生兽的种类 了解他们的特点 以及如何消灭他们 而未觉醒的普通人 除非理科天赋特别好的 继续学习理科课程 拼搏做科研者的机会 其他人则 可以去当社畜了 第四章 这个世界 有点危险 客厅里 云仪已经做好了早饭 正端着两个餐盘 从厨房出来 尹真小心地打开房门 不去吵到 还在睡觉的小狐狸 出门关上门后 好香的鸡蛋饼 嗯 用的红级秘境火焰机的鸡蛋 将装着蛋饼的餐盘 放到桌子上 云仪抽了纸巾擦了擦手 快去洗脸 你的小狐狸 收到契约空间了 尹真快步走到卫生间 打开水龙头洗脸 漱口 没有 他还在睡觉 云仪闻言皱了皱眉 这么懒的小家伙 怎么一直睡觉 尹真洗漱完毕 将其妖的散乱头发 用红绳系成高马尾 坐到椅子上 拿起筷子夹 已经刷上辣酱的鸡蛋饼 算了 让他睡吧 反正醒来又没用 一直睡 还能节省粮食 知道自家侄女 是彻底喜欢上了 那只小狐狸 云仪淡淡一笑 那你把他收进契约空间不更省 契约空间里 他不但不会呃 还会睡得更香 同时也能修炼 屋内的气力抖了抖耳朵 小丫头醒的时候 他就醒了 只不过小丫头 当着他面换衣服 他只好继续装睡而已 哪怕他现在 跨越了性别 跨越了物种 但昨天 他还是一个 接受过文明教育的现代青年 知道该看的看 不该看的别看 再说了 飞机场有什么好看的 胡桃都比他大 当听到小丫头的小姨说 要把自己收到契约空间时 七离潜意识里 仿佛想象到了 一片漆黑的空间 本能的抗拒 进去那个地方 小丫头最好别想 把我关进去 不然我非得让她知道 湖里有几颗牙 哎 为什么就穿越了呀 我还没试过 满命绳子怎么 痛 实在是太痛了 就在七离继续伤春悲秋的时候 饮针已经吃完了早饭 收拾好餐桌后 做了份蔬菜拌肉沙拉 早上他发现 昨晚特意给小狐狸留的晚饭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吃完了 于是他又做了一份 将食物和水放到七离面前的时候 七离正梳着毛 嗯 这是生物的本能 阿里尼 醒了 来吃早饭 我一会儿要去上学咯 晚上再回来陪你玩 你到时候 别又睡着了 还有 你在家 好好待着别乱跑 外面的人可 喜欢吃狐狸肉了 知道了没 要不是七离能听懂 饮针话里的关心 真心一爪子拍他脸上 自己又特貌 不是三岁小孩 冲饮针翻了个白眼 如果狐狸 可以翻白眼的情况下 等到饮针和云仪离开后 七离将碗中的沙拉吞咽干净 又喝了口水 灵能加了一点 但比昨晚少了不少 看样子零食 虽然会增强零能 但会有个递减的过程 可能这就是世界的规则吧 不然将所有零食 集中交给一个人 那岂不是可以人造神明 现在是七离的探索时间 他昨天就发现 小丫头的房间里 有很多书籍 他现在需要知道自己 处在什么样的一个世界 这对未来的计划 很重要 如果安全 他就当躺平的小狐狸 彻底雨零零七的日子 说白白 如果危险 因为他能感觉到 到他与饮针之间的契约 如果饮针出了意外 那么他也会game over 所以他以后还要保护饮针 吃力地打开一本书 很好 书上居然都是汉字 如果是其他语言 那他就尴尬了 这是一本历史书 书上的内容很多 主要讲述的是 这个世界的历史 看完整本书 随着了解的越来越多 七离的眉头越皱越深 如果不是人类掌握了 契约契约灵 并可以操控契约 灵附体进行战斗的能力 他毫不怀疑 人类早在几千年前 就已经灭绝 所以 这是一个危险的世界啊 接下来 我要讲的是 一生兽哥布林 这种一生兽 具有一定的智力 擅长集体出没 多出现于红色秘境 当发现他们的时候 不要想着清除他们后 能获得什么战利品 男生们要做好战死的准备 而女生 我建议你们 多吃一点避孕药 然后作战的时候 首先做到的 就是不要慌乱 有远程能力地 优先击杀首领 然后用大范围攻击 清除杂兵 讲台上老师 滔滔不绝地 传授着书本上学不到的经验 尹真认真的听讲着 汲取这些无数仙辈 用血换来的经验 下课后 尹真整理着笔记 小真 这周末 要不要组队 去探索宁甲秘境 说话的是尹真在学校里 为数不多的朋友苏晴 这次觉醒 苏晴觉醒了A级天赋 七月灵 是一只四星铁甲熊 战斗时 可以充当肉盾顶在前方 可以说是每个队伍 都需要的角色 不了 我想突破二级预售事后 再探索秘境 尹真摇了摇头 拒绝了苏晴的好意 好吧 哎 你运气也太差了 怎么第一只七月灵 就是三无 苏晴拍了拍影 真的肩膀 安慰道 不过你天赋高 应该很快就能突破 召唤第二只七月灵的时候 招个好七月灵 比如凤凰和麒麟之类的 但愿 所有人都知道 召唤七月灵是不可控的 一级预售师 比如柳思燕这种运气好的 一次就招到 可以清净资源培养的 五星七月灵 也有命备的九级预灵师 招到灵星兰迎草 硬骨兔这种 既不能吃 又不能打 连狐狸都不如的废物 所以 并没有人嘲笑 尹真这个倒霉蛋 幸运 谁知道今天嘲笑了 明天会不会被打脸 没见何尹真不对付的柳思燕 都没站出来嘲笑吗 听到苏晴和尹真的对话 就和尹真隔了过道的柳思燕 站了起来 然后 迈着大长腿两步 走到尹真的客桌旁 撩了撩耳病的发丝 看着小脸紧绷的尹真 嘴角勾起一丝意义不明的笑 像嘲讽 又像关心 我也希望你能召唤强力的契约灵 不然毕业大笔的时候 我一个人会很寂寞的 作为整个学校里 唯一的S级天赋者 还召唤到了强力冰元素生物 宾奈斯 家境丰厚的柳思燕 有说这话的本钱 这话很装 也很挑衅 女人 都是容不得挑衅的生物 尹真哼了一声 毕业大笔 在明年的7月 还有11个月的时间 这段时间 她再怎么也能突破到三级预售诗 有能够召唤 两只7月0的机会 乾坤未定 你可寂寞不了 柳思燕冲着 尹真摇了摇手指 那可说不好哟 我现在 就可以将所有 可以获得的资源 砸在宾奈斯身上 专心培养她 而你呢 还要等多久 说完柳思燕 扭动着小蛮腰 离开了教室 第五章 这只狐狸会看书 尹真头也未抬 继续写笔记 今天要记的东西有很多 不光是尚杰克老师讲的 如何应对哥布林 还有召唤附体技能的使用 苏秦见她这样 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关心地拍了拍 尹真的肩膀 返回自己的座位 傍晚 一放学 尹真就匆匆收拾书包 沿着回家的路小步跑着 今天就给小狐狸 喂了顿早饭 也不知道她饿了没 带着关心 往日要走十分钟的路 今天就花了六分钟 将钥匙插入大门 刚一旋转 屋内还在看书的漆离 就听到了 不过她并没有慌张 而是继续看着书 一个小狐狸会看书怎么了 这不是正常事吗 正常个屁 当尹真看到一只狐狸 趴在书桌上 一只爪子撑着下巴 一只爪子翻着书页 尾巴不停甩动的时候 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都要崩了 课本上从来没有说过 动物七月零会看书啊 这道题太难了 阿里 你在看书吗 虽然有万分之一的 可能是小狐狸翻书完 尹真还是抑制住了颤抖的声音问 七离点了点头 看到七离有回应 尹真惊喜地 将七离从书桌上抱起 脸上写满了认真 与七离对视 所以我说的话 你能听懂是不是 七离继续点头 尹真的脸上顿时充满了笑容 大大的眼睛笑成了一对月眼 可爱得不得了 小狐狸有没有战斗能力先不管了 就冲着可以与他沟通的能力 都值得他如此高兴 那我叫你阿里 你介不介意 介意 很特么介意 七离坚定地点头 那我该叫你什么名字呢 尹真歪了歪了小脑袋 哦哦 七离 你叫嗷嗷 七离果断闭上了嘴 挣脱尹真的掐抱 然后跳到桌子上 伸出一根利爪 在纸上 划出自己的名字 尹真饶有兴致地看着 然后拿起纸 勉勉强强分辨出 那一团划痕 七离 好像男生的名字啊 可你不是母狐狸吗 说着 尹真又一把将七离抱起 上下仔细检查了一下 看 你都没淡淡 被戳痛内心的七离 瞬间实话 随即呲牙 想要咬尹真的手 我特么知道自己现在是母狐狸 不用你提醒 但是 在她真打算咬的时候 心里出现一阵悸动 提醒她 不能伤害尹真 哼了一声 只好假装要尹真的手 同时 看着不断嗷嗷叫 还呲牙咧嘴的七离 尹真也通过契约 感应到小狐狸生气了 连忙道歉 七离这才哼了一声 跳到床上团成一团 其实吧 七离也并没有多生气 自打明白自己穿越后 她就看开了 不就是变母狐狸吗 总比变蚊子 细胞强 而且 自己变的狐狸 还和八重神子的品种一样 好看的脸 反正 前世自己孤身一人 连女朋友都没有 虽然不是孤儿院出生 但也在初中时 因意外失去了家人 所以妈 变母狐狸 就变母狐狸了 又聊了一会儿 单纯是尹真说 七离听 尹真说的 都是小女孩的心事 七离 你知道妈妈 今天一直和我不对付的柳思嫣 在学校的时候 又笑话我了 哼 不就让她在班级里 当万年老二吗 说什么 不想轻松拿到毕业大笔的第一名 其实我知道 她是在鼓励我 至于原因 我觉得 她是怕失去我这个对手吧 七离 你真的只是零星契约灵吗 可书上说 五星契约灵 都做不到和预寿师完全交流 唉 为什么你就是 知狐狸呢 哪怕是一星疾风狼 我都能带着你去秘境探险 不像现在 我们只能花钱 七离邪灭了尹真一眼 要不是没有感觉到所谓的恶意灵魂 无法凝聚狐灵 不然非得展示 一下自己的能力 让尹真知道 她七离不是萌物 不过 她觉得这个世界的人可能搞错了 狐狸 或者说部分狐狸的等级 应该不止零星 如果按传说中 狐狸每百年才多一条尾巴来讲 也怪不了这个世界的人 毕竟预寿师需要极占力 没有那时间 也没有那寿命等 狐狸九百年变成九尾狐 尹真在七离面前又念叨了一会儿 看到小狐狸的眼皮又搭了下来 就去厨房加热了一份冰箱里 提前准备的零食 然后本来想继续给七离做沙拉的 想了想 还是多热了一份零食 并且还主动把七离抱到了餐桌上 一起共用晚餐 这人 就怪好的 李李 这可是 善于制作一生寿食材的零食师做的零食 别看只是两盘肯塔牛牛排 这可是 要花十万才能买得到的 你知道十万块钱是什么概念吗 那些钱换成普通食物的话 可以维持五口之家三年的生活 尹真吃着美味的牛排 没有在外人面前大小姐般拘谨的模样 小嘴巴拉巴拉个不停 这些零食虽然贵 但他父母给他留下了六百万华国币 和价值千万的稀有材料 所以 他有点心疼 但又没那么心疼 七离吞咽着 被尹真切好的肯塔牛牛肉 这个肉比之前半沙拉的肉更好吃 而且吃完明显感觉到 有丝丝能量在胃中爆发 然后再汇入肚子里的内单 也就是这个世界成为灵能核心的地方 呼 不愧是零食师制作的零食 感觉好像要突破一级中期了 尹真感受着身体里充沛的灵能 欣慰地拍了拍肚子 满足地说道 休息了一会儿 尹真将碗筷放到厨房洗碗池里冲洗干净 然后坐到沙发上抱着小狐狸看电视 电视上没有电视剧 没有综艺 只有各地的广播 比如 哪里哪里发现了新的可产量秘境 官方已经和冒险队 正对秘境中的一生兽进行清理 比如 某某大师和某某大师 在哪里联手击败 从空间门中跑出来的亡者及生物 比如 国外某国又有一个堡垒城市 遭受亡者及一生兽攻击而沦陷 因居民撤离不及时 死伤惨重 第六章 狐狸实罪 看了回电视 发现并没有上镜的新闻 在这个世界 没有新闻才是最好的消息 尹真关了电视 切离 洗澡了 小狐狸会拒绝吗 他不会拒绝 都是母狐狸了 还怕什么 尹真抱着小狐狸 在浴缸里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 洗干净后 还贴心地用吹风机 将正在疯狂抖动甩水的 七里的毛发吹干 耶 很静 温暖的被窝里 七里被小可爱尹真紧紧地抱着 因为白天看了一天的书 他也有点困了 就任由 尹真抱在怀里 尹真穿着粉色的睡衣 怀抱很暖和 除了平了点 哪里都好 讲真的 尹真真的很可爱 虽然平时看起来是个冷冷的大小姐 但背后怎么看 都是惹人恋爱的小傲娇 尤其是他的长相 真的猛戳到七里的心里 毕竟谁能拒绝少女平凶版的雷电将军呢 虽然可以以宠物的身份 在少女的脸上亲一下 但是吧 他可是正人君子来着 巴基 甜甜的 狐狸的话能信 再说了 他又不是君子 都当他宠物了 亲一口不过分吧 正当七里准备躺好继续睡觉的时候 突然从窗户外 感觉到了一股恶意 而且越来越近 尹真的家在这栋楼的第十九层 排除对方会飞的可能 那么就是 有人正顺着外面的外墙在向上爬 此时离他直线距离 大概五十米左右 也是对面现在应该在正下方一楼的位置 而能让他感觉到恶意 对方明显是要干坏事 这是他第一次感觉到恶意 不能确定 是不是针对尹真的 七里觉得是 因为刚刚听尹真说 父母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遗产 在这个人人步履为奸的世界 保护者云仪还不在身边 那位成长的尹真 无疑是大肥羊 不对 七里很快摇了摇头 按尹真说的 云仪很疼爱尹真这个侄女 如果是真的 那云仪不可能什么手段都不留 就把尹真单独放在家中 不行 还是得叫醒尹真 万一云仪是个铁憨憨 那就完蛋了 他不敢赌 也赌不起 于是伸出爪子 疯狂推尹真的肩膀 哦哦哦 莉莉啊 怎么了 尹真睁开眼 看到七里焦急的样子 急忙问道 哦哦 七里对着窗外挥舞着爪子 疯狂熬着 只恨自己还不能说话 也许是契约的关系 尹真猜到了什么 没心紧锁 你的意思是有危险 七里点头 然后就看到尹真丝毫没有怀疑的 掀开枕头下面的床垫 从下面抽出一把现弹枪 然后又从桌床头柜的抽屉里 掏出几颗子弹 边下床 边熟练的装弹上膛 七里 六 尹真 机操 尹真拿起书桌上正充电的手机 发了条短信 然后拿着众生平等枪 打开了卧室的门 斜靠门后 注视着大门 只要大门外一有动静 他就会毫不犹豫地 送对方去见上帝 十分钟后 门口依旧没有动静 他低头看了眼小狐狸 小狐狸也盯着门口 一副要炸毛的样子 他听到了 外面的楼梯 传来三个人的脚步声 脚步很轻 但依旧逃不过狐狸敏锐的耳朵 那股恶意也越来越近 果然是冲着引真来的 脚步声劲了 十米 九米 两米 到门口了 隔壁邻居家的门 好像开了 吼 突然一声售吼 然后就是三个男人的尖叫声 液体飞溅和身体 砸在地上的声音 一个带着善意的人 站到了门口 然后就响起了敲门声 珍珍 你没事吧 是个男人的声音 有点沙哑 但很沉稳 王叔 我没事 说话间 引真走到门口打开了门 一股血腥味 随着房门打开 传到淒厉的鼻子里 就很难受 屋外站着一个穿着黄色睡衣 还戴着睡帽的中年大帅笔 大帅笔嘴上叼着根烟 看着楼道里 如同烂泥一样的三具死尸 痴笑一声 阿云早上刚走 这些人晚上就来 哼 宁城的治安队 越来越差劲了 珍珍 你怎么知道有人来了 是李李 引真放下枪 抱起正在张嘴吞噬三个灵魂的小狐狸 是李李 告诉我有危险的 大帅笔的眼神正了正 收到引真的短信是十分钟前 按照时间推算 那三个人在楼下 就被引真的契约灵感觉到了 不对劲 五十米左右的距离 除是侦察测的契约灵 或者高等级契约灵 不然不可能被检测到危险 所以 这只狐狸的能力是侦察嘛 但从未听说 灵星狐狸契约灵 有这种能力啊 你这契约灵我感觉有点不对 居然有侦测技能 我回头 找时间查一下 他的能力你暂时 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 嗯 引真认真的点头 好了 你先睡觉吧 明天还得上学 这三个人我去处理 麻烦 我刚梦到和阿云约会 大帅笔深吸了口烟 吐出烟雾后挠了挠头 帮引真降门关上 很显然 后面的画面 不适合引真看了 回到房间 引真熟练地将子弹退堂 又将枪放回枕头下面 堂到床上后 将契离抱在怀里 一顿轻轻 谢谢你 小莉莉 而契离等到引真睡着后 开始了下一步 狐狸实罪 顾名思义 就是吞噬罪恶的灵魂 进化后 成为可以被操控的 没有灵质的狐狸 不要以为狐狸精都是吸人精气 霍乱潮钢的小壁池 其实最初的狐狸可是祥瑞 大羽的老婆屠山士 就是九尾狐 耗费不少灵能 将三个灵魂进化后 三个灵魂变成三只 比契离更小的紫色 带着电狐的透明狐狸 躲到了他的尾巴里 看着已经睡着的引真 七离开始尝试操控狐狸 三只狐狸可以穿过墙壁 就很强大 可操控范围 和他可感知的范围差不多 都是50米 狐狸的物理攻击力几乎没有 全靠自己赋予他们的灵能 用雷电攻击敌人 也可以让狐狸自爆 因为没有合适的测试对象 所以还不知道 两个攻击方式的具体威力有多强 不过对此 七离还是很开心的 现在总算有攻击能力了 如果刚才有三个可以操控的狐狸 哪还用得着寒形引真 直接让狐狸下楼 就能三个人垫的裤衩子都不剩 第七章 召唤附体 已经彻底抹出三人痕迹的大帅笔王鹤 站在自家窗口 看着外面空中飞来飞去 留下一道道紫色电光的紫色狐狸 不禁满头黑线 身为七级御寿师的王鹤 无论势力 还是感官 都比平常人强了无数倍 所以 那三个身形迅影的狐狸 他看的是一清二楚 刚扫三个人 就出现了三个狐狸 那只粉毛小狐狸 真就一点都不掩藏他自己的能力 王鹤低笑一声 吐出烟圈 拥有极强的感应能力 还能吸收死者灵魂 便成为极所用的元素傀儡 看样子 珍珍那个小丫头召唤的 并不是灵星契约灵 而是从未出现过的 X星未知星品种啊 不过小珍珍的契约灵强势好事 这样阿云也能放心下来 接受我的表白了吧 一夜无话 昨夜的事情 并没有在影真的心中 掀起丝丝波澜 因为这种事情太多了 每当云一出门 总有胆大包天的人 想要溜进楼里 对他欲行不轨 隔壁的王鹤与云一是好朋友 云一只要有事离开 就会让王鹤过来 帮忙保护他 当然 他也看得出来 王鹤对云一有好感 不然也不会对云一逢求必应 甚至还买了云一家对门的房子 热好早饭 敲门声响起 尹珍打开门 门外 是几乎一夜未睡的王鹤 王说早 要不要一起吃早餐 王鹤竟嗚嗅了嗅鼻子 是零食的味道 然后看了眼 正蹲在餐桌上 正优雅地进食的小狐狸 摇了摇头 我吃过了 你 你们吃吧 坐到椅子上 王鹤道 昨晚那三个人的身份 我调查清楚 一个是门口小区的保安 两个是刘明 估计昨天看阿云走了 知道你一个人在家 正好你的契约灵 还是零星狐狸 就起了歹意 具体情况 我已经和治安队那边说过了 你不用担心 说着 王鹤深深地看了一眼妻黎 妻黎察觉到 他的目光只是翻了个白眼 头也没抬 继续吃肉肉 昨天夜里 为了凝聚三个狐狸 可是耗费了他不少灵能 早就肚子饿了 尹真乖巧地点点头 谢谢你 王说 谢啥 阿云哪天答应我的求婚 我可就是你小姨夫了 王鹤揉了揉尹真的脑袋 一脸的宠溺 摸完头后 王鹤侧头看了眼妻黎 继续对尹真说道 珍珍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昨晚拜托朋友 查了有史以来 所有有记录的狐狸种契约灵 粉色的狐狸契约灵 独此一只 结合你觉醒时 召唤镇上的雷电 所以我肯定 你的契约灵并不是灵星 可能是四星 甚至五星 我想了一夜 我们这栋楼 一共十九层 每层都有人住 人来人往的 他却能精准地提醒 你有危险 所以 小莉莉并不只有感应能力 而是能直接感应恶意识吧 两人同时将目光锁定 已经吃完肉肉 正在舔爪子的七离 想要从七离那 得到准确的答复 这大帅比厉害啊 居然分析得头头是道 要不是七离感觉得到 王鹤对尹真 抱有很大的善意 并且 古善意就比云仪诧异丢丢 七离绝对要炸毛 点了点狐狸脑袋 算是承认了 狐狸自古就是锐兽 趋吉避凶 几乎是 刻入身体的本能 夜里天上飞的 那三只小狐狸 也是你的技能吧 王鹤没有直接 问那三个狐狸 是不是七离 用那三个人的灵魂 创造的 七离毕竟是尹真的契约灵 有的事情 最好只有尹真知道 比较好 七离继续点头 都被看到了 也没必要反驳 于是召唤出三个狐狸 三只身上 环绕着雷电的 紫色狐狸出现后 老老实实地 漂浮在餐桌上空 等待七离的指令 我就知道 我的小狸狸 不是普通狐狸 尹真一把将七离抱起 紧紧地搂着 兴奋之情 异于言表 他昨天只是感觉 七离有点不简单 当三只狐狸出现后 他就相信王鹤刚才的话了 七离绝对不是零星 三无七约灵 王鹤有点无奈地服额 沟通啊 学校老师没教过你 要多与七约灵沟通 知道他们的能力吗 不然召唤附体的时候 你连他的技能都不知道 怎么去战斗 尹真不好意思地 吐了吐舌头 至于为什么没有七离 认真沟通过 不就是因为 主观将七离 认成了零星狐狸 只当宠物养了吗 现在 确定七离不是普通狐狸 尹真就迫不及待地 想要尝试 每个御寿师战斗时 必用的召唤附体技能 小莉莉 我试试召唤附体技能 你要配合好我哦 被抱着的七离 也有点好奇 于是点点头 得到肯定的答复 尹真左手向前 语气很是认真的念了起来 小莉莉 以你御寿师的身份 请求你 帮我战斗 召唤附体 随着尹真的念诵 她的脚下出现一道 散发着可以遮蔽身影的 刺眼粉色光芒的五星盲阵 同时 她的身上出现一股犀利 将气离身体 吸到她的身体里 这种感觉有点不舒服 但很快 随着光芒的衰弱 她的视角变了 同时她也能感觉到 自己与尹真有了联系 心意在此刻相同 而站在对面的王鹤 则张大了嘴巴 天啊 小莉的召唤附体模式 也太漂亮了 附体模式的尹真 似乎变了个样子 一头柔顺的粉色长发 在发尾竖起 脑后 带着半圆金色头饰 后锤道几乎可以隐藏 在头发里的胡耳 左耳挂着镶嵌着 紫色宝石的耳坠 右耳的耳坠上 镶嵌着蕴含雷电 标志的水晶球 不时闪过雷电 一身白色为主 粉色为辅 露出光滑白皙肩背的巫女服 一双浑圆笔质的大长腿 光滑细嫩 脚上一双木质高跟鞋 小脸更加艳丽 搭配紫色的瞳孔 俏皮中有点可爱 可爱中 又带着那么一点换 两条粉色尾巴 在身后甩呀甩 对着正好能看到 自己的卫生间 镜子一看 七离呆住了 我去 八神虫子 不 八虫绳子 现在的她和尹真 与原神中的 谢狐狸八虫绳子 从衣服到脸 都完全一模一样 嗯 除了身后的两条尾巴 与指在乎 外表的七离不同 尹真此刻 感觉浑身充满了抛瓦 第八章 小丫头突破了 心情激荡 明明都已经准备 好好突破二级御寿师 召唤第二只七月灵了 却没想到 小狐狸这么强 感受着体内澎湃的灵能 以及被增负的五感 尹真很想说什么 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而那三只狐狸 在她变身后 就自主地悬浮在她的身旁 时刻做好守护与攻击的准备 她也能感觉得到 三只狐狸蕴含的实力 不比柳丝烟的兵奈斯差 换言之 她不靠本身的力量 光靠三只狐狸 就能打得柳丝烟叫妈妈 王鹤回过神 现在她无比肯定 七离绝对是五星七月灵 普通七月灵 可没这能力 无比认真的说道 小真 我个人给你一个建议 千万不要对外暴露狸狸的能力 反正外界都认为 狸狸是零星七月灵 这样以后 无论什么人想对你不利 狸狸都会成为你手里 最出其不意的底牌 尹真也觉得 王鹤说的有道理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 她要晋升二级御寿师后 赌第二次召唤七月灵 正是掩藏黎厉最好的时机 我也这么觉得 哎呀 居然七点了 无意间扫射到墙上的时钟 尹真连忙解除附体 恢复成小女生的模样 跑回房间收拾书包 慢点 不要急 迟到几分钟 老师不会说什么 不能 今天第一节课 要讲的是 怎么培养雷系七月灵 这节课很重要 说话间 尹真已经背上了书包 黎厉 你自己在家看书哦 晚上回来做晚饭 狠狠地亲了小狐狸一口 尹真就和王鹤走出房门 并将门带上 看着女孩走进电梯 王鹤眯了眯眼睛 如果她刚刚没有听错 小珍居然让黎厉在家看书 七月灵居然会看书 阿云 你这侄女的七月灵 有大问题啊 算了 不想了 反正是自家侄女 还是想想 怎么帮黎厉提升实力吧 黎厉是雷元素动物系 那就需要雷系的物资与材料 看小珍召唤附体的模样 应该属于炮台法师 正好昨天看到交易大厅 有人卖雷系技能时 今天尹真的心情很好 无论在哪嘴角都带着笑 加上人本来就漂亮无比 看待了学校一片痴男悦女 但是笑归笑 尹真依旧对其他人 保持着生人物尽的态度 除了好友苏晴 对他人是爱搭不理 对应属性的食物 可以补充和增强七月灵的灵能 但每个预售师都要注意 七月灵的等级 不能超过预售师一个大等级 不然有失去对七月灵的掌控的风险 下面我讲 如何培养好一个七月灵 每个七月灵都有他自己的天赋能力 有善于攻击的 有善于防御的 也有三无的 讲台上 老师详细地教着 只是不小心Q了一下尹真的小狐狸 发现听到自己 讲到三无时 所有同学都看向了尹真 连忙咳了声 拉回学生的注意力 而尹真并没有反驳 他的小狐狸可不是三无 老师继续讲着课 但或多或少会有短板 那我们该怎么修补七月灵的短板 那就要看预售师的财力 物力与运气 比如苏勤同学的四星岩系铁甲熊 属于天生防御力强 又有一定物力攻击力的七月灵 如果苏勤同学 现在想提升铁甲熊的攻击力 那就需要寻找或购买攻击项的土系技能时 而每个七月灵 因为天赋与资质原因 技能也不是越多越好 这点书中有说 小狐狸的短板是什么呢 召唤附体后 尹真最大的感觉就是 七离空有庞大的灵能 但攻击方式太少了 所以 小狐狸需要能够倾泻灵能的强大技能 至于防御 最好的防御就是攻击 这是定理 时间一天天过去 转眼一个星期过去 第二次迁到时间到了 夜半 尹真已经睡着 七离悄悄跳下床 像人一样蹲在地上 双爪不停搓着 第一次获得了百年寿灵 第二次会获得什么呢 元神 阿波 系统启动 恭喜灵皮小主迁到成功 获得油豆腐星号1000 无任何功效 但是是狐狸喜欢吃的 获得灵能药剂星号1 可让人获得大量灵能 获得神之眼除空间星号2 单个容量50立方 依于耳饰融合 获得所有奖励已存入神之眼中 下次签到时间为168小时之后 七离突然感觉两只耳朵一尘 和引针合体时出现的两个耳饰 挂在了耳朵上 两个神之眼一样的耳饰 带都不用自己带 这系统该死贴心 至于神之眼的真假 不说原神中八重神子 带着两个神之眼 可能是假的 毕竟八重神子是雷神眷属 并不需要神之眼 就能驱动元素里 就说 这里可是一世界 又没有天空倒 真的也没用 至于神之眼储物空间 七离只是稍微感应一下 就能如同壁史 油豆腐和灵能药剂 都存放在左耳的神之眼里 心念一动 一盘热乎乎的油豆腐 就出现在了面前 煎炸过的豆腐 吸满了美味的酱汁 好香 但是闻一下 就让七离的狐狸 嘴角流下不争气的眼泪 被窝里的影针 嗅了嗅鼻子 扎吧扎吧嘴 以为梦到了美味的食物 继续呼呼睡着 饱餐一顿 七离将餐盘扔到 幼儿的空间里 又跳上床 刚刚还抽到一瓶灵能药剂 这个药剂 还被系统特意标明 是给人用的 她是人吗 曾经是 但现在是狐狸 那就只能给影针 这个小丫头用了 算是弥补这些天蹭的零食吧 吃力地用两只爪子和嘴 配合打开药剂的瓶口 缓缓倒入影针 微张的樱桃小嘴里 七离死死地看着影针的反应 发现影针只是砸把嘴 就把药剂喝完 没什么反应后 将药剂瓶收入诱饵空间 等有机会和餐盘一起扔掉 看了下面板 影针已经从一级中期 直接升级到二级前期 明天小丫头发现 自己突破二级预售师了 肯定会以为见到鬼了吧 七离想象着明天早上 影针惊喜若狂的样子 咧嘴钻进被窝 紧贴着小丫头平坦的胸口 缩成一团 第九章 哈尾收遇 第二天一早 果不其然 七离被一阵欢呼大叫声吵醒 睁开狐狸眼 穿着粉色睡衣的影针 如同着魔了一般 不敢置信地喃喃自语 居然突破了 居然睡一觉就突破了 明明昨天还是 一级预售师中期 今天就二级了 说着 看到七离醒了 就一把举起她 轻轻 抱抱 举高高 一点都不考虑小狐狸的感受 也就是影针是女孩子 不然能隔应死期里 将来她能变成人形 如果影针还这么亲她 话说 之前看的一生兽百科全书上说 这个世界有一种名叫肾鹤的鸟 这种鸟最善风百合书 将来一定要见一只杀一只 亲着亲着 影针突然发现了不对 小狐狸的耳朵上 居然带着两个精致的耳饰 就怪好看的 咦 莉莉 你耳朵上 怎么会有耳饰 话说 和之前附体时的耳饰一样爱 妻莉并不想说话 并朝影针熬了一声 影针也没有介意 毕竟妻莉身上的满是未知的秘密 而且 她还沉浸在突破的喜悦中 就没有多问 开开心心地换衣服 洗漱 做早饭 吃饭的时候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是王鹤 王鹤一进门 就察觉到影针体内的灵能更强了 小针你二级了 嗯 一夜之间突然就二级了 挺快 我还以为你下个月才能突破呢 不过想象你 双S的天赋 也很正常 王鹤说着 将一个木盒放到餐桌上 然后打开 露出里面被布裹着的紫色水晶 这是司空鸟的狂雷击技能石 效果是 可以凝聚一颗可以爆炸的雷球 距离越近 威力越大 很适合你和黎黎 影针一愣 要知道 技能石可是很贵重的东西 随便一个都价值几十万 好的技能 甚至可以在拍卖行 拍出过亿的价格 司空鸟身为钻石级异能兽中的佼佼者 他的技能价值 自然不用多说 最少也得两百万 而现在王鹤的意思 是想把技能石直接给他 不 王叔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你都叫我输了 给你你就拿着 输又不缺这一点 再说了 说不定以后 你还得叫我小姨父呢 齐离算是看出来了 这个王鹤 因为一直追求不到云仪 想从影针这里曲线救国呢 就是不知道 云仪对王鹤有没有意思 不然就冲着价值两百万的技能石 费洋洋来了 都得给王鹤磕一个 再三推测几次 影针见王鹤 没有拿回去的意思 只好接受王鹤的好意 看影针收下 王鹤心满意足地点点头 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 抽出一根 点燃 技能石知道怎么用吧 知道 老师教过 直接喂给莉莉吃下就可以 蛤 那碗也能吃 来 小莉莉 吃下它 你就有新技能了 影针将大拇指大小的紫色水晶 放到七里面前 而七里则满头问号 不过 看影针和王鹤 也不像逗她的样子 于是尝试性地 将水晶咬到嘴里 嘎嘣 一声 水晶就像饼干一样 一口就碎了 一阵电流走遍全身 她的脑海里 出现了一只浑身是电流的巨鸟 口中吐出闪电球的画面 同时 她也知道 该怎么照出闪电球 张嘴 哈 瞬间身上布满紫色雷电 一颗紫色雷球 在嘴前凝聚 劈喀直响 话说 这姿势 好像他们尾收玉啊 王鹤看到七里成功吸取技能 有心测试一下闪电球的威力 于是召唤出 她手下最弱的两只契约灵 一只羊 一只和人一样站立的羊 那羊居然还有肌肉 还有一只鼻涕虫一样的蓝色史莱姆 不过这个史莱姆个子很大 一阵延伸 将七里和壮羊羊都包裹了起来 真真 这是我的壮羊羊 和软绵绵 壮羊是薄金级 软绵绵是钻石级 你让狸狸攻击我的壮羊羊 我看一下狸狸的攻击强度 壮羊羊摆出防御的姿态 紧盯着七里 引针朝七里点点头 七里没有犹豫 她感觉到 雷球已经充满了灵能 如果再拖着 雷球就要自己爆炸了 瞄准 发射 雷球速度快成一条线 直接撞在壮羊羊交叉的手臂上 砰的一声巨响 雷球在壮羊羊面前 炸开 爆出刺眼的紫色雷光 肆意的电流消失 众人才看到壮羊羊的现状 壮羊羊一步没退 但结实了手臂 却被炸得乌漆漠黑 渗出丝丝血丝 王鹤看到此景 深深抽了口烟 马蛋 小真的这个七月灵 是什么怪物啊 壮羊羊可是薄金级七月灵啊 虽然不是防御系七月灵 但防御在薄金级的七月灵中 也是能抗能打的那批 结果被一只青铜级七月灵打伤了 要知道 黎黎和壮羊羊可是差了整整三级啊 他都不敢想象 如果七离和壮羊羊是同一阶 壮羊羊会不会被一个嘴炮给秒了 他甚至可以想象 以后小珍遇到对手时 先用几个七月灵正面对抗 然后七离这个看上去 人畜无害的小狐狸 躲在一边悄悄地蓄力狂雷击 好吗 同级谁能是小珍的对手 震惊完 王鹤将已经烧到烟嘴的烟头 扔到垃圾桶 将两只七月灵收回七月空间 辛苦了 壮羊羊和软绵绵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那真是三无七月灵 你还是无敌的 不过还是那句话 千万要隐藏好小李里 哪怕最好的朋友都不要告诉 这么恐怖的攻击力 如果针对的不是七月灵 而是玉兽师本身 想想多可怕 记住了没 尹真还在错愕中 盲目地点头 那种强大的攻击 居然是小狐狸发出来的 这怎么敢想啊 我记住了 王鹤拍了拍尹真瘦弱的肩膀 说实话 连他都羡慕小珍 天赋高 还召唤出七离这样的强力七月灵 两者相伴 未来成为神话都不是梦想 而越是了解 他越知道 尹真的将来必定是坎坷的 天才 只有成长起来的天才 才是天才 有些人 是不会允许 宁城有尹真和小狐狸 这妖牛逼的存在的 第十章 出城 接下来 尹真要考虑的 就是第二次召唤的事 玉兽师进行召唤仪式 不光要在召唤阵内进行 还要用零食给召唤阵充能 第一次觉醒台上的召唤阵 是由官方为了人类的延续 而免费提供的零和 学生们才能觉醒召唤 但第二次 就要靠个人了 毕竟 官方不可能养学生一辈子 所以这就是之前苏秦他们 邀请尹真去秘境的原因 只有一生兽的体内 才有零和 随着玉兽师等级的提高 召唤阵的等级 也需要更高级的召唤阵 零和也自然需要高级的零食 像尹真自己 现在他想进行第二次召唤 那么就只有去学校的二级召唤阵 缴纳一定的费用 再放上至少十颗青铜 及一生兽的零食 给召唤阵充能 才能进行第二次召唤仪式 尹真的父母 虽然留了不少东西 但大都是六级 七级的材料 所以零和还得靠他自己获取 本来是想买的 但是建设了小狐狸的能力后 他决定后天放假 单独去探索秘境 星期日 秋天已到 早晨的天气微微有点凉 吃完早饭 尹真将长发盘起 扎成丸子头 穿了件修身的兜帽风衣 在客厅的桌子上 将需要携带的物品 装进背包 三日亮的应急食物和水 急救包 求救信号弹 是探索秘境必备的三件物品 然后是一把长约一米的合金刀 这是王赫送他的官方制式军刀 注入灵能后 据说轻松破开黄金及一生兽的防御 面对薄金及一生兽 也能破开弱点 至于为什么不带喷子 喷子对人还行 但对一生兽 那就有点力不从心 毕竟子弹是有限的 最重要的一生兽 除非官方组织大规模轻角 不然光凭个人携带的子弹量 怕不是刚进去 就要喊黑模拟穷 最重要的一点 枪械子弹会破坏一生兽身上的资源 尤其是珍贵的灵盒 如果被子弹击中 就会直接爆炸 所以个人探索秘境 最好的武器还是原始的冷丁器 莉莉 今天我们要去秘境了 凄理抬头 蹲坐在桌子上 熬了一嗓子 一个粉色威胁度的秘境而已 看小丫头紧张的 他一个伪授欲 阿布 狂雷鸡连薄金级的壮羊羊都能弄伤 何况粉色秘境里的小卡拉米 以他的灵能储备 那种狂雷鸡 他能一口气放一百次 才会灵能枯竭 再说了 他还有三只狐狸可以驱使 动手打架 都不需要美貌与智慧并存的他出手 自信 看小狐狸自信的模样 尹真也没有了出他秘境的紧张 是啊 他有这么强大的契约灵 紧张什么 这几天 他查阅了想要去的宁蚁一号秘境的所有资料 也从王赫纳学会了不少探索知识 宁蚁一号秘境 是出现在二十年前的秘境 里面范围大概有四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前市半个省大小 目前 宁蚁一号秘境 已经被宁城官方完全探索完毕 里面是平原山丘地形 主要一生兽为柔骨兔 利爪鹰 豪猪 还有少部分躲过青角的胳膊铃等 对玉兽师的威胁程度很低 秘境里除了平原区域 专门用来培养预售师的狩猎区域 王赫今天有事出门了 尹真将不愿意进契约空间的小狐狸 装进背包里 拉链流出一个缝 然后戴上口罩和风衣上的兜帽 走出家门 这是七里自被召唤以来 第一次出尹真家的家门 中间尹真上了一辆公交车 车上人很多 但尹真的运气很好 刚上车就有人下车 站到了一个座位 七里透过背包流出的空隙 观察着外界 街道上的汽车 高耸的楼房都与前世无二 不过这楼房的密度也太高了吧 尹真家的小区还好 楼与楼的间距还有60米左右 七里看到有的小区 楼与楼的间距连5米都不到 他丝毫不怀疑 就他自己都能轻松跳过去 公交车上的人聊着天 要么是聊秘境探险 要么是聊日子的艰辛 公交车缓缓行驶着 有人上车 有人下车 临近一面高约60米的城墙时 车上只有和尹真一样 要么手拿长刀短剑 要么扛着各式武器的人 实力有强有弱 看样子都是准备去秘境的 底站宁F乘号入口站到了 请下车 底站宁乘F号入口站到了 请下车 尹真抱着包起身下车 刚下车就从城墙上 传来几十声巨响 砰 砰 砰 抬头看去 天上是无数炮弹炸开的黑烟 三只正飞向城内的巨鹰 被城墙上架设的防空炮打成了筛子 笔直地跌落下来 背包里的七里也想看看 啥玩意 闹这么大动静 尹真感觉到了背包里的骚动 解释道 是城防军的防空炮 刚有三只白银级的钢羽鹰 想飞城里觅食 至于钢羽鹰想觅的食物 那就不用说了 现在城里除了预售师控制的 植物系契约灵长得的食物 就什么都没有 城门口登记的官方和武装人员 对此习以为常 头都不抬 继续登记着所有除成人的资料 闻到尹真 尹真在机器上刷了身份证 穿着制服的官方人员问 去哪 宁以一号秘境 个人还是组队 个人 预计返程时间 尹真掏出手机 看了下日期和时间 27号下午4点 官方人员点点头 一一记录在电脑里 你是第一次出城 27号下午4点后 如果你没返程 我们会通知你的家属 通往宁以一号秘境的车 在29号车台 下一个 这就是现在的世界吗 背包中的七里 安静地听着尹真和官方人员的交流 莫名感觉 尹真像急了前世行期 保外就医的人 去哪都要登记 就插脚上戴个电子镣铐了 不过这样也合理 说明这个世界的官方 还能维持着秩序 没有彻底崩溃 不然哪天预售师死在外面了 都没人知道 第 十一章出入秘境 和平墙自建城起 距今已经屹立了近万年 绵延数百里坚固城墙 将整个宁城围成了一个圈 保护着宁城里 一代又一代的人 城墙上巨大的爪印 和无数坑洞 证明了外界依旧充满威胁 城门外面 还有一个军营 里面有堡垒 坦克 预售师 他们严密地组成了一道防线 守护着城墙后的近千万人 尹真默默沿着道路走着 路边是一个个站台 每个站台里 都停着一辆长约20米 高5米 顶部装着两部机关炮的 履带式全装甲运输车 他看过资料 这种运输车 是整个华国城市之间 主要的联络运输载具 这种运输车的 通过性很强 采用零合作动力 外表的装甲很坚固 可以抵抗薄金级易生兽的攻击 就算遇到钻石级易生兽 也能坚持一个小时 而且 车上一般还会配备两名预售师 可以说是很安全的载具了 就是搭乘价格贵了一丢丢 从城门做到宁以一号 密近40公里的距离 单乘车票就5000华国币 都够一户人家两个月的生活费了 尹真没有心疼车票前 虽然宁城周边的野生易生兽被清理过 但鬼知道 天上和地底 会不会又窜出什么鬼东西 就算随便窜个白银级的易生兽 也不是 才刚二级预售师的他能解决的 别为了省5000块钱 把小命给丢了 尹真交完钱 从运输车的侧门上车 车的空间不算太狭隘 一共60个座位 此时已经坐了30来号人 基本都是准备去密近探险的预售师 他还看到了几个去年就已经毕业的前辈 几个前辈天赋不是太高 不然也不会毕业一年了 还要组队去宁以一号这样的粉色 威胁密近 尹真没有和对方打招呼的意思 毕竟就算在学校 也没和对方说过话 而且 他可是带着小狐狸去密近的 他可不想小狐狸的秘密 被不相干的人看见 摆出独行者的模样 漠不作声地寻了个空位 不时将白嫩的小手伸进背包里 抚摸小狐狸的头 而妻离只是无聊地团着 并且感受四周 看有没有恶意 大约一个小时后 又陆陆续续上来二十几人 车厢几乎满园 一个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 走进侧门 并将门关上 一阵嗡鸣声后 金属履带 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运输车开始前进 座位边上 有一个可以推拉的金属窗户 因为是第一次出城 虽然在书本和电脑上 看过城外的景象 但尹真还是很好奇 于是将窗户打开 隔着厚厚的玻璃 看向窗外 小狐狸也在背包里扭动着身体 提醒尹真他也想看看 尹真感受到了七黎的心思 于是将包包得更高了些 能让七黎透过拉链缝隙 看到窗外 窗外并没有想象中的青山绿水 只有遍地窗移 有炮弹的弹坑 有燃烧弹轰炸后的痕迹 有无数倒塌的树木 还有无数巨大的野兽骸骨 前作也在看窗外的人 也许是一路没人说话 看到尹真也在看窗外 就说出他知道的事情 想要找个谈办 这是上个月军队轰炸的 听说上面想要扩建宁城 就将宁城周边三十公里 清理了一遍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如果是真的就好了 宁城是该扩建了 奶奶的 就那么大点地方 住了九百五十万人 尹真没有搭话的意思 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 男人看尹真没有回应 只好不甘地撇撇嘴 去和另一个人聊骚 运输车的车速不算很快 乘车体验也不是很舒服 途中 车顶的机炮响了几声 但契离和尹真 都没有看到一声兽 看样子 要么距离远 要么一声兽是会飞的品种 渐渐地周边的景色变了 道路的两边 是炮击后的隔离带 远处却是一片青山绿水 看着美丽 里面却充满危险 期间 七里感觉到了恶意 那不是针对某个人的 而是针对整辆运输车的恶意 估计是想要攻击 运输车的一声兽 但是车顶机炮响了两声后 恶意就消失了 七里还想吸收灵魂来着 驶入一处防守严密的基地 基地里整齐停放着 十几辆坦克 装甲车 还有几辆运输车 工人正将其他人 从荡漾着粉色光芒的 透明传送门中 推出来的物资 搬运到运输车上 传送门旁边 同样有登记人员 按照基地内的公告 尹真和其他预售师 一一排队登记 然后进入传送门 传送的过程 没有什么感觉 就仿佛是演艺帧 周边的环境就变了 出来时 还是一个基地 里面全是忙忙碌碌的工人 和鹤枪实弹的军人 基地的出口 还要重新登记一次 这让七离不禁暗暗感叹 哪怕前世口罩时期 回一趟家 也就这样了吧 尹真登记完 发现旁边居然还有 官方开的物资店 里面卖各种战术服 武器 应急食物 水 药品等物 他没什么缺的 只是花500块钱 买了一份秘境的地图 就走出基地 他的时间很贵 27号下午4点前 就要返回城内 也就是说 时间是后天的下午 满打满算 能在秘境中待两天 花两天的时间 获得十分零和 这任务简单也不简单 按照地图标识 狩猎区在东北方50公里外 所以 他要赶时间了 收起地图 将背包背好 只见影针 背着长刀和背包 撒鸭子跑了起来 速度很快 快到宛如急驰的电动车一样 啊这 小丫头博尔特附体了 背包里的七离 瞪大滴溜溜的狐狸眼 看着拉链缝隙外 飞速后退的风景 有一肚子草响吐 持续跑了一个小时 影针才慢了下来 周围的地形 也不再是平原 而是树木茂密的山林 一处石头旁 影针准备休息一会儿 打开背包拉链 莉莉 出来吧 到这里你就不用藏了 说着 等七离从背包里跳出来后 打开一瓶水喝了起来 七离哼了一声 傻子 也有感应能力 如果周边有人 也能感觉得到 影针仿佛听到了 七离的吐槽拍了拍脑门 哎呀 我忘了 白白背你这么远 第十二章 豪猪 莉莉 你要不要喝水 说着 影针将一瓶打开的矿泉水 递到七离嘴边 七离刚准备摇头 就突然感应到恶意 本能地对树林深处的方向 做出攻击姿态 影针见状 连水都来不及盖 直接扔到地上后 立马抽出腰间的长刀 警惕地看向树林 七离感觉着 那股恶意只有一股 不是很近 但明显在针对他和小丫头 召唤出三只狐林 去吧 皮卡丘们 七离爪子一挥 三只狐林 带着紫色的电弧冲进树林 只是一个呼吸间 树林里就传出野猪的嚎叫 并且越来越近 这时候 一人一胡看清楚了 那是一只浑身长满尖刺的野猪 野猪通体发黄 明显是青铜级的豪猪 此时 豪猪正不断对三只狐林 射出尖刺 但三只狐林走位极其灵活 不光让豪猪的攻击全都落空 还左一爪子 右一爪子 附带雷电的攻击 让豪猪身上胶一块 黑一块 惨叫连连 看拿三只狐林没有办法 绝望之下的豪猪目光越发凶狠 于是将目标锁定为元凶尹尊 准备用猪秃拱死他 尹尊 喵喵喵 看着飞边来的豪猪 气力张开狐狸嘴巴 哈 紫色雷球在嘴里汇聚变大 噼里啪拉着 最后放出 雷球一瞬间划破空气 笔直地塞入豪猪的嘴里 正在奔跑的豪猪愣住了 感受到体内即将爆炸的雷球 豪猪最后的想法是 我居然被一只狐狸的嘴炮干死了 话说 那只小狐狸真漂亮啊 他嘴里的雷球钻到我的嘴里 我们这算间接接吻了吧 居然有那么一丝幸福呢 碰 雷球在豪猪体内炸开 掀起漫天的绿色血雨 只剩半截电流 攒动得残破身体 影针睁大了眼睛 那可是青铜级豪猪啊 防御力是青铜级异能寿中 已经算中上的一批了 结果被狸狸给秒了 早知道气力很厉害 但厉害到这种地步 属实有点夸张了 气力骄傲的昂了昂脑袋 刚要感受豪猪的灵魂 结果发现 居然感觉不到恶意的灵魂了 什么情况这是 明明豪猪都死了 灵魂呢 可惜 气力到死都不会知道 他之所以感觉不到 豪猪恶意的灵魂 是因为豪猪死之前的恶意 在看到他的那一刻 就消散了 影针没有嫌弃场面血腥 过去打扫了一下战场 豪猪身上最有价值的是 獠牙和灵魂 獠牙可以做成防身的武器 灵魂的作用不用不多说 既可以充当能源 又可以制作药剂 还能增加契约灵的灵能 用处多多 獠牙经过爆炸 一个被炸断了 另一个虽然飞走了 但还完好无损 灵魂因为再豪猪的后半身 也没有损坏 运气不错 影针刚准备将东西 装到背包 七离决定给他露一手 意念一动 放在石头上的灵魂和獠牙 就消失不见了 没等影针问什么 七离又将两个东西 从空间中放了出来 这下子影针不用问了 影针感觉自己有点妈了 她知道 有异生兽有空间能力 科学家用那种异生兽制作 除了储物装备 每一件都是天价 但她还是第一次知道 有契约灵有空间能力 哎 莉莉 你这是空间能力 七离双爪掐腰 得意地点点头 虽然小丫头说得不对 但两个神之眼都是随身的 说是自己的能力 也没有错就是 爷牛布 太厉害了 莉莉 来 亲一口 开心的影针抱起七离 就是一口亲在脑门上 休息了一会儿 七离将影针的背包 和收拾好的獠牙 零和一起存入空间后 一人一壶 继续向树林里进发 有了七离的感应能力 影针丝毫不用担心 被一生兽偷袭 也许是这附近 是刚刚那只豪猪的地盘 走了很久 才遇到一窝眼神中 带着清澈的愚蠢的黑铁 脊柔骨兔 影针也展示了 她的战斗能力 一刀一个 将它们变成充当午饭的烤全兔 每只兔子 都被烤得外焦里嫩 贼拉好吃 影针看七离吃得开心 还叹了口气 早知道她有空间能力 就应该把烧烤料什么的 都带着的 也许是到了别的 一生兽的地盘 也许是影针的烤全兔很香 七离又感觉到了一股恶意 这股恶意很强 前所未有的强 急忙放下嘴里的兔肉 嗷嗷 叫了两嗓子 然后操控狐狸 飞向恶意的方向 影针也放下烤肉 操起刀 死死盯着狐狸飞走的方向 吼吼 远处传来野兽愤怒的吼叫 然后就是奔跑的声音 和树枝被撞断的声音 游远极近 一直比刚刚那只 豪猪大了三倍的豪猪 犹如一辆面包车一样冲了过来 三只狐狸的爪子 围着豪猪不停地攻击 但只能堪堪 破开野猪的毛片 留下一道道浅浅的血痕 糟糕 是首领级的豪猪 离离 狂雷击 不用影针吩咐 七离的嘴里已经开始蓄力 雷球飞速冲向豪猪 只见豪猪突然停顿 抖动身体 无数尖锐的毛刺 随着豪猪的抖动飞射而出 三只狐狸几乎无处可躲 七离看着被尖刺射得 几乎散逸的三只狐狸 果断让它们自爆 雷球 狐狸的自爆 几乎同时发生 爆炸的冲击波 将原本要射向 一人一壶的尖刺先飞 大地都被震动 冲击波将附近的树木压弯 豪猪一阵惨叫 烟雾散去 豪猪浑身冒着烟 身上多了四个血洞 几乎可以看到内脏 就算如此 豪猪还立叫着 想要冲向一人一壶 七离继续开始蓄力 又是一个雷球 撞在豪猪的脑门上爆炸 豪猪应声而倒 但又一蹶一拐地 挣扎着站了起来 血红的眼 双眼死死地盯着七离 就是这只狐狸 就是这只该死的狐狸 这只只配当食物的狐狸 一步 一步 每一步都流下大滩血迹 又是一个雷球 豪猪已经是强弩之末 看着飞来的紫色雷球 雷光真是凄美啊 碰 豪猪沉重的身体倒在地上 抽出了几下 双眼不甘地睁睁 不再动弹 七离这次感受到了灵魂 嘴巴一张 豪猪的灵魂被他吸入口中 然后化为一只狐狸 什么 银真依旧戒备着 不敢向前 要知道 这可是青铜级的豪猪首领啊 几乎每一种异生兽群体中 都会诞生首领 经过研究 每一级的首领 都预先逼近下一级 甚至比下一级的 普通异生兽更强 七离点点头 召唤出狐狸 三个变一个 亏爆了 第十三章继续深入 确认豪猪真的狗带后 尹真松了口气 一屁股坐到地上 兴奋地抱着七离的小脑袋 揉来揉去 哼哼 李李 你好厉害 这次真的是多亏有你在 我刚才差点就以为 能见到我太奶奶了 七离无奈地叹口气 看着小丫头激动得 不就是一只大一点的野猪吗 虽然牺牲了三只狐狸 和那门一丢丢玲能 但野猪到死都没靠近他们二十米 也不知道小丫头害怕什么 树林里恢复了平静 引真提刀去分解豪猪首领的尸体 毛皮 灵盒 獠牙 野猪肉 还有价值最高的技能石 七离之前吞噬的技能石 就是出自首领级司空鸟 豪猪首领的技能石技能 就是刚刚差点让狐狸消散的尖刺语 技能效果是让动物系七月兽战斗时 利用全身的毛发 变成坚硬的土元素 利刺中近距离攻击对手 这种技能 很受拥有土元素动物系七月零的预售师欢迎 价格自然也是不菲 当然 引真也没有忘记他的好友 苏勤的铁甲熊 就是土元素动物系七月零 回去后问一下他要不要 如果价格合适 就卖给他 收拾好战利品 一人一壶 继续享用刚刚的烤兔子 至于为什么不吃野猪肉 拜托 野猪肉又柴又腥 谁吃啊 吃完美味的烤肉骨兔 引真一边帮七离 擦着油光成亮的狐狸嘴 一边感慨着 莉莉 你知道吗 出来时 虽然知道你很厉害 但我还是很忐忑 上个星期 我有几个同学 哪怕去得最低威胁度的红色秘境 回学校的时候 身上还是都带了伤 结果 我和你来粉色秘境 就感觉 我好像来郊游一样 可不是吗 遇到的两只一生兽 全是七离一个 狐狸解决的 引真他只负责看戏 然后收战利品 不过 这正是预售师的战斗方式之一 指挥并协同契约灵作战 莉莉 等下再有一生兽 我就用召唤附体吧 不然也太没有参与感了 七离点点头 毕竟自己的狗命 嗯 狐狸是犬科 没毛病 毕竟自己的狗命 是和引真绑定的 召唤附体后的引真 融合了自己的能力 会变得更强 强了就不容易死 他不容易死 自己的狗命 也能一直保着 合情合理 继续深入树林 途中发现了一些 可以增强灵能的灵果 因为七离有空间 所以一人一壶连吃带拿 宛如土匪进村一样 只要有用的 就全塞入空间 走了快一个小时 七离在一处树林里 难得的空地上 又察觉到了恶意 这一次 是三只正在觅食的 普通豪猪 一大两小 明显是一家子 隔着一百来米 就猪突猛进地 向它们冲来 想要用獠牙 给一人一壶 增加几个新银子 莉莉 以你预售师的身份 请求你 帮我战斗 召唤附体 粉色光芒过后 原地拔高的七离 化为八重绳子的模样 感受着体内充沛满盈 无处宣泄的强大灵能 引针右手提刀 指挥狐灵冲向冲的 最猛的那头大豪猪的同时 左手凝聚雷电 狂雷击 雷电球 笔直地撞上 最前面的大豪猪 然后猛然爆炸 汹涌的雷电爆炸 直接让大豪猪脑袋 少了一块 怦然倒地 肆意的雷电 让跟随其后的两只小豪猪 如同拍完东京梁的女演员一样 不停站立着 摔倒在地 别说继续奔跑 连战都站不起来 引针没有手下留情 给两只小豪猪 一猪一个雷球 送他们与大豪猪团聚 原本不知道 七离的狐灵是怎么来的 本来以为是灵能凝聚的技能 之前三个狐灵自爆 等首领豪猪死后 七离就又召唤出一个狐灵时 他就有了猜测 现在感应到三个灵魂 与七离心意相通的引针 彻底明白 小狐狸的狐灵 哪里来的了 原来最初的那三个狐灵 是那晚想袭击他的人 原来是只能吸取恶意的灵魂 才能转变为可操控的狐灵吗 知道了 我这就吸取 引针没有丝毫的心理负担 这世界本来就是弱肉强食 尤其是秘境中 小嘴微章 三个灵魂就被吞入体内 然后用灵能转化为狐灵 附体解除后 引针继续搜刮战利品 不过这次 他只收到一颗青铜级灵盒 两只小豪猪 因为等级还没到青铜 体内只有普通的黑铁级灵盒 收拾好 继续前进 中途又遇到了两只普通豪猪 都被变身为八重神子的引针 轻松解决 收取完灵魂后 七里感觉狐灵实罪 好像碰到了瓶颈 果然在又击杀一只豪猪后 他就没法再召唤出第七只狐灵 吸收的灵魂化为一丝灵能 补充了之前的消耗 让七里脑海中构想的 以后遇敌都不要他出手 只要小手一挥 万千狐灵就能将敌人撕个粉碎的幻想破灭 层灵叠脆的密灵里 才下午四点 就已经暗了下来 引针找了之前杀的豪猪的巢穴 洞口不大 里面有一个房间大小 还算干净 略微用树枝清扫了一下 勉强能当一个零食宿营地 然后又收集了一堆柴火 在洞口附近升起火堆 之后开始烤剩余的柔骨兔 一人一壶 就着喷香的烤兔和摘彩的灵果 享受夜晚的安宁 火光将两只的身影 倒映在洞穴的岩壁上 七离细嚼蔓咽着影针帮她 踢掉兔骨的烤肉 不时看一眼小丫头 不得不说 小丫头长得真可爱 放到前世 就冲着长相 最少也得是国民老婆级别的 那和银宝极度一致的清冷小脸 肩墙中又带着一丝柔弱 冷艳中又含着一丝娇媚 让人看着 就忍不住捏一下她的小脸 然后欺负她 话说 越是清冷的女孩子 哭起来会越好看吧 哎 前世连女孩子手都没牵过 这辈子居然给女孩子当契约灵 说是契约灵 其实就是宠物吧 生活 不易 小狐狸叹气 看到小狐狸叹气 影针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莉莉 你被我召唤之前 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 七离歪头 一脸看大聪明的神情 看着影针 这问题 你觉得现阶段 只会嗷嗷叫的狐狸答得上来 通过这么久的接触 影针自然知道还被鄙视了 尴尬地笑了笑 继续问道 那你在那个世界有父母吗 七离微微一正 摇了摇头 第十四章 救援 七离已经记不清 父母在车祸离世前的模样了 在她的脑海中 最清晰的记忆 反而是那张十岁生日时 全家人的合影 这张照片被她随身携带着 走到哪里都不离身 可惜 穿越后 照片并没有被带过来 跟随着的 只有记忆 想到让自己穿越的那辆货车 或许 父母也穿越了吧 察觉到了七离在伤心 尹真将小狐狸抱在怀里 眼泪一颗颗滑落 她也想父母了 良久 莉莉 对不起 我把你召唤过来 让你再也没机会见到父母 小狐狸站了起来 摇了摇脑袋 然后用爪子 擦拭尹真如断了线般的眼泪 到底还是小女孩 不像她 她早就不会哭了 直到七离在安慰自己 尹真也跟着擦了擦眼泪 虽然眼泪断了 但眼眶依旧红肿 秘境的夜晚并不平静 阴的莉莉 野猪的咆哮 还有各种各样的售后 不断从远方传来 尹真往火堆里添了两根木头 然后用收集的树枝 铺了一个满是树叶的床铺 七离将六只狐狸放在洞口 并让他们定时往火堆里添加木头后 和尹真一起睡觉 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 火堆依旧保持着火焰 就是木头几乎被用完 不过无所谓 反正他们也要离开了 早饭是七离从空间里 拿出来的两盘油豆腐 尹真只当油豆腐 是七离被召唤前 就存入空间内的 所以并没有多问 只是连连夸赞好吃 吃完两人继续上路 昨天才找到五颗青铜灵河 距离召唤还差五颗 而灵河还能投喂给七月灵增强灵能 自然是永远不够用 多多一扇才好 洞口附近一夜之间 多了不少蛇呀 鼠蛙之类的尸体 都是六只狐狸夜里干的 不过都是些小若鸡 难怪一夜能睡到天亮 继续向前探索 靠着感知能力和六只狐狸 遇到落单的一生兽 都不需要七离亲自动手 六只狐狸上去就是嘎嘎乱挠 然后尹真去捡尸体就行 一直到中午 尹真已经捡到九颗灵河 加上昨天的五颗 已经超标完成任务 但时间还早 七离的灵能昨天 本来就没怎么消耗 再经过一夜的恢复 早就充满 今天又一直没动手 都要无聊地想打瞌睡了 于是尹真决定趁着时间还早 抱着已经睡着的七离 继续探索 前面两只狐狸开路 四只狐狸环绕在四周 尹真一路走 一路摸着小狐狸的毛发 偶尔想摸摸小狐狸的尾巴 可以想起第一次摸七离尾巴时 那张回头就咬人的嘴 它瞬间就怂了 小狐狸什么都好 就是尾巴死活 不让人摸这一点差评 至于七离为什么不让摸尾巴 原因很简单 尾巴被摸的感觉 就像有人做毒龙一样 虽然很爽 但爽得有点过头了 会抑制不住地想吁吁 这就是七离不让尹真摸尾巴的原因 走着走着 墨地前方传来吼叫声与打斗的声音 七离睁开眼 感知不到对方 距离应该还很远 然后一只烟花冲天起 在百米高的空中爆炸 散发的烟花 哪怕现在是正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有玉兽师在求救 莉莉 附体 我们去看看 变身间又是一道烟花在空中爆炸 看来情况很紧急 秘境里 玉兽师互帮互助是道德基准 哪怕尹真不是热心肠的人 但也准备去看看 再决定要不要救援 附体变成八重神子后的尹真 可以说是变了一个人 不要说陌生人 就是最熟悉他的云仪在他面前 都认不出他 这也是他为什么赶过去救援的底气 带着六只狐鳞 尹真甩着身后的两条狐尾 迈着雪白的大长腿 飞快地在树林间奔跑着 没一会儿就到了战斗地点的附近 恶意 四周全是恶意 这些恶意 全都指向两个契约灵附体的人 一群绿色皮肤 长相怪异 丑陋的哥布林 在一个青铜级哥布林首领的指挥下 挥舞着石斧 木枪等简陋的武器 朝着那两个人冲了过去 其中一个男人的契约灵 是一只狮子 契约灵附体后 他的身上长满了棕色的毛发 双手也变成了锋利的爪子 他每一次吼叫 挥击都能将好几只哥布林给先飞 而另一个女人的契约灵 是一个火元素的小精灵 附体后 他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小火人 不停地朝着扑过来的哥布林 扔出火球 虽然这些哥布林 暂时无法突破两人的防线 但外面还有200只低级哥布林 和20只左右青铜级哥布林 组成的后备队 两人也看出了形势不妙 正在边打边撤 哥布林首领 显然不想让盗嘴的食物 和繁殖工具跑掉 不停地指挥手下的哥布林 对两人进行围追堵截 想要消耗掉他们的灵力 哥布林这种异生兽 很遭玉兽师讨厌 不是因为他们多 会吃人 会抓住女玉兽师当容不求 而是因为哥布林中 只有首领级哥布林的体内 才有灵核 还连技能石都没有 而每个哥布林首领的出现 就意味着一整个族群的出现 打不过 跑不掉 那就完蛋 就算打得过 二级玉兽师 除非组成十人以上队伍 不然碰到哥布林族群 只有逃跑的份 秘境的规则 是什么等级进什么秘境 比如 宁以一号秘境 是粉色威胁度秘境 那么这个秘境 只能进二级 及以下预寿师 三级进来 就会引起整个秘境的动荡 甚至坍塌 此时 地面上哥布林的尸体 已经有近百句 那两个人灵能 也已经开始有点不知 开始控制灵能的输出 攻击的频率 明显开始变低 看两人逐渐坚持不住 哥布林首领 也挥舞着手中 象征权力的木棍 指挥另外 两百多只哥布林围上去 继续消耗两人的灵能 尹真看没有哥布林发现它 爬上哥布林身后 不远处的一棵大树 这棵树上 可以直接攻击到 被哥布林环伺的 哥布林首领 右手扶着树干 尹真左手积蓄紫色雷电 狂雷击 一颗篮球大的紫色雷球 直射哥布林首领 跟着就是六个 凌空飞奔的狐狸 第十五章 青角哥布林 众所周知 单只的哥布林 哪怕是青铜级 也是小洛基 尹真的一个狂雷击 雷球直接撞在 哥布林首领的后脑上 哥布林首领 还在指挥着手下的哥布林 就感觉脑袋一沉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紫色的雷球爆炸开来 带着雷狐的气浪 清理出直径三米的空地 三米内的哥布林 有一只蒜一只 全被炸得血肉横飞 残肢断壁洒落一地 没等其他哥布林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 六只紫色狐狸 带着雷电 一爪子挠死一只哥布林 哪怕青铜级的哥布林 面对狐狸的攻击 也就多抗两爪子 然后就是雷球雨 一颗接着一颗的雷球 宛如不要钱般 砸在哥布林群里 很多哥布林临死前的 最后想法是 为什么树会掉雷球啊 当然 以他们可怜的智商来说 是永远也不想通这个问题了 除非里面有叫灵天的哥布林 被包围的两个预售师 也察觉到有人帮忙 周围的哥布林 也不再有纪律性 知道哥布林首领已经死了 于是火力全开 周围的哥布林宛如A股的韭菜一般 疯狂地被收割着 半小时后 最后一个哥布林 死在狐狸的利爪下 尹真从树上跳了下来 找到哥布林首领的残尸 用刀撬开他的脑壳 取出灵盒 获救的两人解放附体 来不及道谢 先从背包里取出急救包 包扎好身上的伤口 踩着遍地的死尸 走到尹真面前 好恐怖的攻击力 如果不是高等级预售师 不能进入这个秘境 男人毫不怀疑 面前这个漂亮的过分的粉毛女生 是哪个大佬来旅游的 男人从背包里 掏出三颗灵盒 然后接过女人 同样掏出的两颗灵盒 伸手递向尹真 多谢救援 这是感谢您救援的报酬 尹真没有说话 他认出了两个人 是之前在车上见到过的 已经从学校毕业的前辈 默默地接过灵盒 这是御寿师之间的潜规则 遇到危险求救 得到解救后 要付出丑陋 这样 御寿师哪怕没有道德 也会在利益的驱动下 帮助遇难的御寿师 大恩不言谢 如果不是你 我和雨前就要死在这了 不 可能死都是最好的结局 名叫雨前的女人 受伤有点重 好在还能勉强站立 如男人所说 被哥布林包围 死是最好的解脱 男人被哥布林俘虏后 基本先被施以酷刑 然后变成哥布林的灵食 而女人 谢谢 尹真没有多说什么 指了她来的方向道 不用谢 你们也付出了酬劳 你们伤这么重 已经不适合再探索了 我是从这边来的 沿途的一生兽 基本都被我清理了 很安全 两人再次道谢后 相扶着沿着 尹真所指的方向离开 等回程恢复后 再来探索 学校里老师应该讲过 遇到哥布林 第一时间就要击杀首领 你们两人中 女生可以远程攻击 我不懂你们 为什么还能被哥布林包围 随着尹真的话音落下 还未走远的两人一愣 顿住了脚步 其中女生羞愧地低下了头 开始时 男生的确为他创造过 直接远程攻击 哥布林首领的机会 但他因为慌乱 火球砸偏了 错失了这个时机 后面哥布林首领召唤小弟 将他完全包围后 他再也没有机会 等到两人走远 尹真解除附体 深深地看了一眼 两人离去的方向 微微叹了口气 所以学校里的知识 一定要认真听啊 不好好学习 真的会死的 七里小嘴一张 将所有的灵魂吸入体内 慢慢转化为灵能 话说 都说狐狸会吸精气 增加自己的修为 那他吸灵魂算不算呢 这一次他撑了 几百个灵魂撑得 他动都不想动 只想好好趴着睡一觉 尹真也没有在战场多留 哥布林除了首领 及哥布林脑子里的灵盒 还算有点价值 其他哥布林的价值约等于零 不过他也没急着离开 哥布林虽然没价值 但是哥布林这个种族 因为轻度社会化 所以也有收集物品的习惯 现在哥布林首领 带着大部队 已经全部被消灭 找到巢穴里哥布林收集的物品 就是谁的 于是沿着之前战斗的痕迹 和哥布林的脚印 去寻找哥布林巢穴 哥布林的巢穴 一般都会建在山洞中 而且会醒悟的地方 放上图腾柱 所以只要跟着哥布林的脚印走 就能轻松找到哥布林的巢穴 七里醒来的时候 周遭的环境 是一处幽暗的洞穴 尹真左手抱着他 正沿着燃烧的火盆 向洞穴里走着 洞穴里的空气很臭 比飞于罐头 用爪子捂住鼻子 但浓烈的味道 还是如无缝不入的风一样 进入鼻腔 察觉到他的动作 知道七里讨厌这股味道 生怕他生气 隐真解释了一下 这是哥布林的巢穴 里面说不定有好东西 莉莉 你先忍忍 七里点点表示理解 前世他也看过 《哥沙》和《矿卡圣女》的动漫 两者哥布林 虽然外表和能力有部分不同 但习性差不多 半路上 他们在一个洞穴大厅里 看到了几具人类的骸骨 看样子 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不幸落到哥布林手中的倒霉蛋 其中一具女人的骸骨 还包裹着一个小个骸骨 明显是一尸两命的那种 走着走着 七里感觉到 洞穴内的阴暗里 有几个恶意 直接控制狐林过去 一阵雷光闪过 等尹真走近 是几个已经死悄悄的 哥布林幼崽 真丑 七里嫌弃的撇撇嘴 尹真没说什么 看到前面没有火盆了 让七里取出背包 拿出一个手电筒 打开后 直接跨过 哥布林幼崽的尸体 继续向着洞穴伸出走去 七里感知着恶意 所有的哥布林都无所遁形 只要被七里感知到 狐林冲上去 就是一顿乱挠 狐林的爪子 连青铜及哥布林都顶不住 更别论这些幼崽 走了半个小时 随着洞穴走到尽头 七里已经又吞了50多个灵魂 虽然这些灵魂和哥布林幼崽一样 都是小若鸡 但剩在量大广宝 而尹真也找到了 哥布林部落的仓库 第十六章回程 清点 哥布林的仓库里 东西还不少 除了一堆果子 和不知道什么植物的根筋 还有豪猪的皮和獠牙 利爪鹰的会等等 以及四颗青铜及灵盒 十九颗黑铁及灵盒 还算可以 不算太寒沉 挑选了能卖钱的 极有用的东西 一人一壶出了洞穴 以防洞穴里 有遗漏的哥布林 气力按照尹真的吩咐 用20个狂危机 将山洞的洞口炸它 然后又逛了一会儿 杀了几只一生兽 休息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 踏上返回的路程 返回的路程 尹真没有按照来识走的路线走 而是换了条路线 一路上没有什么危险 有也被气力的六只狐狸 挠去见了祖宗 出了树林 远远的已经能看到基地 和零零散散的御寿师 气力收回狐狸 继续钻到背包里 登记 买票坐车回城 登记 回到家中 尹真迫不及待地 开始清点这几天的收获 39颗青铜及零盒 23颗黑铁及零盒 一颗豪猪的尖刺与技能石 豪猪獠牙 利爪英慧 毛皮 肉类等若干 收获不可谓不丰厚 当然 对尹真来说 最重要的收获 就是他更清晰地知道了 七离的能耐 自带空间 攻击力强悍 作用多多的狐灵 浩瀚的灵能 安全感爆棚的善恶感知能力 这些特性 随便放到一个契约灵身上 都能惹其他御寿师极度 而现在 一只所有人都看不起的狐狸 却具备上面所有特征 如果不是将小狐狸当底牌 尹真恨不得 现在就去替小狐狸证明 不是所有的狐狸 都是三无契约灵 七离能证明狐狸 和狐狸的差距 比人和狐狸都大 收拾完 尹真估算了一下 要卖的材料 按照现在的行情 豪猪獠牙等材料 差不多可以卖十万左右 至于尖刺语技能石 官方交易大厅的回收价 刚想抱着七离庆祝一下 看到七离捏着鼻子 露出嫌弃的眼神 尹真才闻到身上全是味道 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 难怪刚才公交车上人都躲着我 是挺臭的 不好意思啊 莉莉 我忘了 我三天没洗澡了 来 我们一起泡澡澡 说完 尹真跑到浴室 给浴缸放热水 然后美美地抱着七离泡了个澡 过程吗 一只母狐狸和一个少女 一起泡澡 能有什么过程 七离有贼心 有贼胆 但是美贼的能力 最多只是过过眼福 第二天 尹真给七离留了几本书 然后将十颗青铜级灵盒 用袋子装好放进背包里 背好背包去上学 刚进教室 他就感觉班级里的气氛 有点凝重 默默回到座位上 同桌的陈灵 小声说道 王申 刘涛 高义他们三个假期 组队去了宁甲三号秘境 运气太差 遇到了首领级昆昆姬 王申当场死了 高义的契约 灵彻底死了 正在四处收购灵盒 准备重新开启 召唤仪式 刘涛运气不错 但也受了重伤 尹真心下了然 真要这么说 他的运气 也不算好 两天半的秘境探索时光 他也遇到了两只 首领极异生兽 如果不是七离 今天的噩耗中 可能也有他的名字 话说 小珍 怎么一个假期没见 我怎么感觉 你变了 尹真摸了摸自己的脸 有点不解 问 我哪里变了 陈灵认真的 打量了一圈尹真 过了两久 才说道 我感觉 你好像更强了 而且身上也带了股杀气 你假期去秘境了 尹真点点头 他毕竟在秘境里 和七离一起杀了几百只一生兽 身上有杀气也很正常 我突破到二级预售师了 假期跟朋友去了趟秘境 混了十颗灵盒 等中午午休的时候 我准备进行第二次召唤 陈灵崇拜地看着尹真 眼里全是小星星 好厉害 不愧是SS级天赋 我才一级中期 你都二级了 我用一个月单身换你这次 一定要召到好的七约灵 谢谢 尹真嘴角擒着笑 有了七离 第二次召唤 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只要不是真灵星期约灵 他都能接受 老师该上课上课 并没有因为缺席了三个学生 而暂停教学 在他几十年的教学生涯里 别说少三个 全班少一半的情况 他都遇到过 不过老师还是在课上 加了一段 该如何应对首领级昆昆基 以及遇到其他首领级 一生兽该怎么做的灵堂课程 昆昆基 最低级首领级一生兽 物理攻击只比 强壮一点的普通人强 主要要防住他的音波攻击 怎么防 戴上耳罩 张大嘴 第一时间召唤 契约灵附体 增强自身能力就行 上课时候 尹真还发现 班级外有人旁听 旁听的人 正是秘境中 他救的两个人 这就对了嘛 老师教的 可是近万年来无数前 被用血换来的教训与经验 只要认真听讲 并记在脑海里 面对一生兽 不说绝对能活 但生存几率 绝对比上课 只顾着嗑瓜子的人高一倍 毕竟死了人 这一节课 所有人听得都很认真 午休下课 尹真拿起装着灵盒的袋子 喊了准备去食堂 吃午饭的苏秦 等到周围没什么人的时候 开口道 阿晴 我有个朋友 在秘境获得了 尖刺语技能时 很适合你的铁甲胸 你要不要 苏秦看了尹真一眼 回忆道 你那个朋友 不会是你吧 不是 尹真果断否认 苏秦知道尹真一般不撒谎 而且他的确需要一个 能让铁甲胸 拥有远程攻击的技能 我要 交易大厅售卖价 是50万 你的朋友准备多少钱出 交易大厅就是这样 售卖价比回收价要高 所有有 售卖渠道的人 都会绕过官方交易大厅 私下交易 交易价格 也会官方 等回收价和售卖价之间 取一个数 40万 这是我朋友的底价 苏秦家家境不错 父母也都是双五级预售师 40万没有太大的压力 而且 40万已经是底价了 可以说尹真 或者是尹真的朋友 还少赚了几万 于是果断同意 那你定个时间 我们 阿布 我和你朋友交易 尹真翻了个白眼 明天放学 说完 就转身向着学校的 二级召唤阵走去 你去哪 不吃午饭吗 召唤 我去 你吃的不是零食师做的零食 而是克金克拉了吧 这才多久 你就二级了 不行 我也跟着你去看看 第十七章 二次召唤 雷音权限 二级召唤馆 在学校门口的位置 不光学校的学生 可以登记后 进去进行召唤仪式 校外的预售师也可以 不过 前者只需要提供 为召唤阵充能的零和 而后者不光要提供零和 还要缴纳一定的费用 从学校内的大门 进入召唤馆 顺着通道 走到登记窗口 负责登记的人 是一个中年女人 此时正捧着一本漫画书 看得津津有味 心中隐隐有了猜测 但还是不敢相信地问道 你们是学生 来二级 召唤馆干嘛 召唤 我是陪他过来看看的 尹真将装有零和的袋子 递到窗口内 女人乐乐地接过袋子 深深地看了面色 如常的尹真一眼 心中暗叹 学校里预售师觉醒一试 才过去短短两个星期 居然就有人成为二级召唤师 这速度 放到过去二十届学生中 也是前三吧 清点了下灵盒 确认是十颗青铜 及灵盒无物 为尹真做了登记 然后带着两人 打开召唤阵 锁在大厅的大门 灯光明亮的大厅里 坐落着一个石台 石台上是比觉醒仪式上 图样更复杂的召唤阵 一个校外的男玉兽师 正在台上进行召唤仪式 光芒闪过 一旁的工作人员 看着出现在男玉兽师 剿边的狼形契约灵 对比了一下契约灵百科全书的豪风狼 确认是一种后 登记录入资料库 是的 这个世界的官方 就是这么严谨 千年前 官方对预售师管理的 还不是这么严 导致有些预售师 在各个城内 滥用契约灵胡作非为 为非作歹 更有国外的预售师 为了资源 组团潜入华国边境城市 进行掠夺 屠杀 占领 后来 在华国最强的 是19名九级预售师的牵头下 对那些潜入边境的 国外预售师 和国内浑水摸鱼的预售师 进行了清洗 并对接壤的印帝国 和侯国等国 进行了报复 在之后 这19名九级预售师 主动履行官方的登记 与审查制度 华国各城的安全度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虽然对预售师来说 是有那么一点不方便 但这个举措限制的是 那些心怀不轨的预售师 因为只要这些预售师 在城内动手 总会留下痕迹 那官方就能根据痕迹 查出是什么契约灵所为 在调查死者的经历 找到线索 这就是王鹤 让尹真隐藏 小狐狸能力的原因之一 至于城外 那就看天命了 至少官方登记后 预售师长久没回城 还可以通知 预售师的家人 预售师出意外了 尹真的父母就是这般 在他三岁的时候 去华国西北边境的 一个秘境 执行官方任务 后来再也没回来过 台上的男预售师 得知自己的第二支契约灵 是三星契约灵后 高兴地将豪风狼 收入契约空间 然后下台 然后女工作人员 拦住下一个 想要上台的男预售师 先对其解释了一下 二级召唤馆的规矩 宁城中学的在校学生 优先召唤仪式 然后又对尹真扬了扬头 上去吧 男预售师虽然有点脑 明明都到他了 结果有人插队 不过他也不敢说什么 毕竟召唤馆就是人学校的 也的确有这个规矩 尹真上台后 站到召唤阵的中心 不同于觉醒仪式上的召唤 觉醒仪式上的 召唤阵是吸取 预售师觉醒时外溢的能量 为召唤阵中能 而二级召唤阵 则需要工作人员 将灵合一一放入 法阵上的凹槽内 然后下台 十个灵合散发出悠悠黄光 开始给法阵充能 直到灵合化为积粉 法阵散发出药木的白光 这一次会是什么契约灵吗 虽然有七离了 但尹真还是有点小期待 召唤阵内四处遍布紫色雷霆 闭咔直响 他感应到了 有一个很狂暴的东西 回应了他的召唤 并且正在撕裂空间而来 台下的苏琴眯起眼睛 怎么感觉这场面有点眼熟 小真不会又照到一只狐狸吧 那场面实在太可怕了 随着七月零突破空间 渐渐来到现实 冲天的紫色雷光 黄暴地攻击着四周所有的东西 场馆内的工作人员 立马带着所有排队的预售师 离开召唤馆 其中负责记录的 更是连电脑插头都来不及拔 扛起电脑主机 声拉硬拽扯掉插头 就往外面跑 正在家中看书的七离末得 感应到了很熟悉的东西 跳到窗台上 远跳尹真学校的方向 哎呀 小家伙又照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呢 学校里 很多预售师都感觉到了狂暴的雷声 食堂里的学生 放下手中的饭碗 全都跑了出来 看向召唤馆的位置 召唤阵中 尹真眯着眼 一只通体紫色 外形微微与蝙蝠有点相似 浑身缠绕雷电 但比蝙蝠好看了 无数倍的紫色元素体 从空间缝隙中 彻底钻了出来 元素体的个头不大 和李李差不多 没有手和脚 只有一对如刀的双翼 脸上没有五官 只有一个白色的元素感知器官 如果七离在场 就能一眼看出 这是啥 缩小版的雷音拳线 毕竟他前世为了给将军突破 没少刷这个 宛如有多动症的玩意 不同于七离的内敛 缩小版的雷音拳 现刚被召唤出来 就展示出了自己的能为 整个二级召唤馆 现在属实是惨不忍睹 电脑屏幕 灯 墙壁 天花板 地板 全被雷劈的四分五裂 就召唤阵 因为用的是最坚固的材料 才得以幸免 来不及高兴 尹真妈了 根据召唤馆的规矩 这些损坏的东西 全都得由他赔偿 听到场馆里没了动静 工作人员和其他人才进来 安静漂浮着的雷元素灵 还没等苏青替影真高兴 带他们进来的女工作人员 熟忍地掏出手机 拨通电话 喂 宁城官方装修队吗 宁城中学二级召唤馆 过来统计一下装修费用 第十八章可能是复制体 工作人员在废墟中 找到契约零百科全书 一番寻找 并没有发现 与雷音拳线相符的 雷属性契约零 不过这次倒没有把雷音拳 现化到零星契约零里 而是记录特征 定性为X星 意思为 从未见过 无法定性的契约零 还给他取了一个很难听的名字 紫雷蝙蝠 影真并没有在意 官方给新契约零取名的风格 一直这么老土 所有预售师都习惯了 排队的预售师 窃窃私语 X星啊 不过看着召唤时的破坏力 我觉得 最少也是四星 保守了 我见过四星契约零召唤时的场面 破坏力可没这么强 只有我关心 那女生要赔多少钱吗 场馆的维修名系 将会以账单的形式送到他家 所以不用干等着 走出召唤馆 影真将雷音权线收进契约空间 走向食堂 学校校规里有一条 不得在课余时间 在学校里召唤契约零 影真召唤了强力的契约零 旁边的苏晴 似乎比他还开心 不停拍着令影真羡慕的胸脯保证 以后再秘境 你只管在我背后输出就行 前面我和铁甲熊给你挡着 对于苏晴这个和他从小就差穿一条裤子的好友 影真自然也期待和他一起成长 嗯 不过你得先到二级才行 很快的 明晚买了你朋友的尖刺与技能石 这周假期我就和铁甲熊去秘境大杀四方 争取早日突破二级预售师 家中 七离调整面板 姓名 影真 种族 人类 预售天赋 SS级 预售等级 二级初七 契约零 七离 雷音权限 性格 认真 傲娇 善良 努力 姓名 七离 种族 狐狸 星级 五星 属性 雷 等级 青铜中七 技能 狐灵实罪 吞噬怀有恶意的灵魂 熔炼成可以操控的狐灵 狂雷击 凝聚雷霆 形成可以击中目标后会爆炸的雷球 姓名 雷音权限 种族 元素 星级 五星 属性 雷 等级 青铜出七 技能 雷属性 对雷属性攻击拥有极大的抗性 雷针发射 召唤五个雷针攻击目标 目标被击中后会持续受到雷电攻击 哼 还真是雷音权限 不过这家伙怎么初始就两个技能 凭什么我就一个 狐狸插腰 仰天长笑 转念间 他又想到一个问题 尹真这丫头 连自己这个半吊子八重神子 加雷音权限 现在已经召唤了两个元神相关的契约灵 以后 他不会还召唤元神里面的玩意吧 其实想想也不错 最好能召到立月那条 一个天动万象 能砸二十一亿伤害的街溜子 战斗力高的同时 还贼拉有安全感 这样 自己就能躺平了 这些天 他翻阅了影真书柜上的书籍 也看到有漫画 小说 不过内容差的 连前世幼儿园小朋友 看了都只摇头 等他能化为人形 可以当个文超公 一边可以实现 前世当一个漫画家 小说家的梦想 一边还能赚钱 话说 小丫头照到雷音权限 不会和自己那个老十字 牵到戏统有关系吧 戏统 在不 戏统 我知道你在 你有本事绑定我 你有本事说话呀 戏统 你死了 凄厉嗷叫了一会儿 脑海里才传来戏统气急败坏的声音 你才死了 差一秒 我就满心深渊了 都怪你 别的不说 戏统这女生还挺好的 卧槽 你也是圆屁 戏统 学校里 为了帮尹真证明 苏晴用了不到一个下午的时间 所有人都知道 中午召唤馆的动静 是尹真召唤的契约灵稿的 同时 所有人也知道 尹真突破二级预售师 召唤了只X星的雷元素 强力契约灵的事情 至于雷音权限 为什么还没在其他人面前露面 别人就认为它强力 因为至今 雷系元素契约灵 就没有拉垮的 哪怕最低薪的雷史莱姆 都能在发电站 吃一辈子官方饭 不少人按探尹真突破的真快的同时 心中也松了口气 还好当初没有因为 照出零星狐狸契约灵 去嘲笑尹真 不然就要被打脸了 一直看不惯尹真老是板着脸 就两三个朋友 还次次考试都得第一的柳四烟 直到后 也是对着尹真微微敏唇 露出欣慰的笑意 真好 如果在毕业大笔上 他用五星宾奈斯 欺负一个零星小狐狸 就算赢了 也会被人说胜之不武 可惜 尹真只当这个表情是说 不就照了只X星吗 照样不是我七月灵的对手 放学回到家 尹真就将七离抱起来 轻轻又摸摸 然后召唤出雷音权限 莉莉 你看 我召唤了一个雷属性七月灵案 这样子以后就不用担心你暴露了 嗯嗯 七离点着头 围着同样打量自己的雷音权限 转圈了一圈 果然和前世 游戏里一模一样 就是个子小了点 而且不像游戏设定的那样 是一个没有智商 只知道攻击的怪物 不过后面升级的话 他应该还会变大 直到变成游戏中那个 把自己可怜的诺埃尔店的生活 不能自己的粪惯 哦 会说话不 雷音权限摇了摇蝙蝠一样的脑袋 发出嗡嗡嗡的声音 尹真听不懂 但七离却听懂饿了 雷音权限的意思是不会 哦 笨蛋 人家唇水精灵都会说话 怎么你和人家除了颜色不一样 连话说都不会说 雷音权限羞愧地低下头 嗡嗡嗡 不过我能听懂你的狐狸叫 哦 你知道你从哪里来的不 嗡嗡嗡 不知道 我只有被召唤后的记忆 以及怎么战斗 原来如此吗 被召唤的契约灵 会丢失被召唤前的所有记忆 或许还有一种可能 被召唤的契约灵 是其他世界生物的复制体 而它自己是穿越后的Bug 正好附身在八重绳子的复制体中 这么想想 可能性还很高 看着两个交流的契约灵 尹真突然感觉有点头大 他们在说什么呀 为什么什么都听不懂 第十九章 云怡回来了 宁城的航空站 一架全装甲蜜蜂的穿梭机 缓缓降落 凌云拖着行李箱 走出航空站 总算回来了 也不知道真真这十几天怎么样 有没有按时吃饭 阿鱼 是你啊 你怎么来了 知道你今天回来 我就来接你了 王赫打开两座轿车的车门 等凌云上车后 帮凌云将行李箱 放在车顶的置物箱里 然后回到主驾驶开车 你买车干嘛 宁城就这么点大 从南到北走路 也就两个小时 不是我的车 是朋友的 他去魔都发展了 就把车点了我 女朋友 凌云挑了下眉 王赫急忙解释道 别乱说 男的 你知道的 我只喜欢你 不可能和别的女人有交流 男人的嘴 骗人的一声兽 凌云本想再说几句 但想到他和王赫的关系 还没那么亲密 于是问起尹真的现状 说到尹真 王赫的表情严肃了下来 将尹真突破二级御寿师 七离的技能 后来秘境探险什么的 事无巨细 全部说了出来 尤其听到王赫 让尹真掩藏七离的时候 凌云也赞同的点头 谢谢 谢什么 你不是说过 只要真真独立了 你就嫁给我吗 凌云翻了个白眼 等着吧 他才二级 不接 反正现在人寿命长 我可是七级御寿师 还能活两百多年呢 我可活不了那么久 七离正看着一本名叫 穿越成史莱姆 我的主人是蒙妹子的漫画书 嘴里不停吐槽 这傻逼作者 蒙妹子都知道 主角是人 还抱着一起洗澡 不就是想给主角机会吗 这世界 又特么没进网行动 你特么话啊 叮咚 外面电梯门开了 然后两个脚步站到了门口 接着响起了掏钥匙的声音 七离听出来 两人是谁了 王赫和尹真的小姨 七离跳下桌子 迈着轻快的步伐 走到房间门口 就看到凌云笔直地走了过来 身后 是拖着行李箱的王赫 凌云看到七离后 有点意外 七离怎么在家 亲切地叫了声 小离 七离汉手 算是打招呼了 王赫帮七离解释了下 离离不愿意进契约空间 所以 平日里 小珍会让离离自己留在家里看书 凌云疑惑到 她还会看书 王赫点点头 她不光会看书 还会开电视呢 只是电视节目她不喜欢看 也就是你家没电脑 不然我丝毫不怀疑 她还能往上冲浪 电脑 这个世界居然还有电脑 七离睁大了狐狸眼 电脑这东西好啊 只要有爪子 不用变成人都能用 七离已经挠不出 怎么用电脑了 她负责口述 让六只狐狸去按键盘 写小说马字 轻松加愉快 也许七离眼中的渴望过于明显 凌云一眼就看出 七离想要电脑 对于这个保护侄女 在秘境嘎嘎乱杀的聪明契约灵 她自然会满足七离 那我明天去买一台 对了 那些材料 是小珍从秘境带回来的 王赫看了眼 墙角堆积的豪猪皮等物 嗯 小珍委托 我去交易大厅卖掉的 只是这两天我没时间 正好我有空 一会儿去帮她卖掉 前两天 我还伪装成她朋友 卖了一个豪猪的尖刺语 技能石给她同学 小珍这丫头 现在也鬼精鬼精的 都快和小丽一样 变成狐狸了 污蔑 纯属污蔑 七离翻了个白眼 返回书桌 继续看漫画 吐槽漫画作者 晚上 影真回家 看到久违的小姨回家 自然很高兴 就连轻轻抱抱 都是从凌云先开始 后面才是七离 七离 前一秒还叫我小珍珍 现在就是牛夫人了 所以爱会消失的对吧 两人做晚饭的时候 凌云还特意照出了 她的契约灵 陪七离和音音玩 凌云是五级玉寿师 但只有三只契约灵 另外两只在秘境中 为了保护凌云死掉了 这是玉寿师 不可避免的事情 遇到极度危险的情况 只能断尾求生 一个玉寿师一辈子 只能是什么等级 有几只契约灵 一级玉寿师一只 九级玉寿师九只 但契约灵死亡 也依旧会占着一个召唤位置 除非所有契约灵 全部死亡 才会如上天眷顾 一般多出一个召唤机会 虽然还可以召唤 但只能召唤一次 代价也是一般人承受不住的 做个比方 一级玉寿师的契约灵如果死了 那么他就要花100颗 黑铁级的灵盒 给召唤阵充能 才能继续召唤一只契约灵 九级玉寿师的契约灵全不死了 那么他就要花100颗神话级灵盒 给召唤阵充能 才能且只能召唤一只契约灵 所以每一只契约灵对玉寿师 都是宝贵的 真的不到万不得已 玉寿师绝对不会放弃契约灵 除了灵星契约灵 当然灵星契约灵 也不是真的一无是处 比如柔骨兔契约灵 和普通狐狸契约灵 玉寿师使用召唤附体后 身体会带有柔骨兔 和狐狸的部分特征 而某些地方 总有某些人喜欢福瑞 灵云的三只契约灵 一只是浑身岩石 长有长脚的大岩蛇 一只是满身 是刺的荆棘龟 还有一只是绿色的四族训绩 怎么说呢 七里总感觉这三只 契约灵都有点憨憨的 大岩蛇只知道盘着 荆棘龟缩这个脑袋 就四族训绩表演了一个 惊你太美 而且和他们说话 他们是会傻傻愣愣地歪头 明显无法跨种族沟通 不过他们三个 倒是会一会嘶嘶嘶 一会儿咯咯咯地聊起天 看样子 只有同一个预寿师的契约灵 才能直接沟通 七里脑海里出现了一个本子 一个预寿师有一个绝美的老婆 预寿师有三只史莱姆契约灵 某天夜里 三只史莱姆契约灵偷偷交流后 反客为主 对预寿师来了个父母前范 可嗨嗨 这样不好 咱小狐狸是正经人 端上桌的时候 王赫 回来了 她不光帮忙卖了引针 带回来的材料 还带回来两个纸箱 从外表看明显是电脑 小狸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七里只能说 王赫不愧是壮洋洋的御主 云姨都说明天买了 结果王赫 今天就帮云姨省了 明天跑腿的时间 而凌云似乎对王赫的举动 一点都不意外 招呼王赫 先将东西放下来 先一起吃饭吧 今天做的是麻辣柔骨兔丁 凉拌蓝蚓草 都是小珍从秘境带回来的 还有糖醋鲤鱼王 葱爆肯塔牛肉 王赫没有客气 去厨房洗了个手 擦干净后 坐到椅子上 闻了一下 好香 除了凉拌蓝蚓草 都是阿云 你做的吧 只有你做的菜 才会这么香 别乱夸 云姨的脸明显红了一下 给几人装好饭 然后将还在跳舞的三只契约铃 收回契约空间 七里跳上桌子 那里有引针帮她 装好肉的碗 至于雷音权限 她不用上桌子 因为只要摸电门 就能饱肚子 王赫没有乱夸 云姨她做的菜 真的很香 也很好吃 比引针那丫头 从冰箱拿出来 加热的菜更好吃 就是菜不像冰箱里 零食师做的菜那样 能增加零能 对了 小珍 你的材料卖的钱 加上技能时的40万 一共51万 我已经转给你了 谢谢王叔叔 满嘴是菜的引针 忙不迭地点头 因为她还要赔偿 一场二级召唤馆的装修费用 虽然缴费单还没寄过来 但根据以往别人的经验 她最少要赔15万 虽然赔钱令她很不爽 但是五星雷音权 现实真的香 只等放假再去一趟秘境 看雷音权现有多强 吃完饭 王赫承包了洗碗的活 如果不是气力 看到饭桌上云姨 和王赫眉目传情 她还真以为王赫是舔狗 费洋洋 所以 云姨是真的对 引针那小丫头好 还不是伏地膜那种 扒在别人身上吸血的那种好 洗完碗 王赫就帮忙组装好了电脑 然后放在引针房间里的书桌上 然后再三推辞下 还是收了云姨给的买电脑钱 等人走后 七里不顾引针惊讶的眼神 打开电脑 电脑的款式 操作界面什么的 都和前世差不多 至于网络 七里看过书 书里说过 华国每个堡垒城市 都建立了信号发射塔 不光手机可以用 电脑也能上网 不要问原理 那就不是一只狐狸能看得懂得 摸索了一会儿 七里才发现 网络上东西少得可怜 网站什么 就那么几十个 除了资讯新闻网站 就一些类似微博 贴吧之类的网站 倒是有一个小说 漫画网站 前台的注册用户 居然有三亿人 也就是说 华国九亿人口 三亿人会到这个网站 看小说和漫画 不过想想也合理 在这个所有人 还在艰难求生的世界 只有小说和漫画 这种最基础的文娱作品 才能让人在不耽误活命的 有限时间内 获得精神食量 七里本来想点开一个漫画的 结果提示需要注册 于是 朝着还沉浸在一只狐狸 为什么会那么熟练地打开电脑 还会用鼠标的 一问中的尹真 挥了挥爪子 你 注册一下 莉莉 你们那个世界也有电脑 七里点头 不光有 还比这玩四千三百九十九 都会卡的电脑好 难怪 尹真利用自己的信息 注册了一个账号 想了想 又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 写在一张纸上 有的东西 注册需要手机号 因为学校不给带手机 明天我去买两个 一个给你用 对了 手机你会用吗 小狐狸继续点头 别说手机 大哥大都会用 继续操作电脑 不得不说 又爪子用鼠标 又用爪子 按键盘真的累 于是召唤出四只狐狸 两只负责鼠标 两只负责按键盘 尹真屈膝坐在床上 眼睁睁地看着一身 粉色毛发的七里 不停指挥着狐狸翻动网页 并对各种网站上的 Top漫画嗷嗷叫 口吐芬芳 心里酸酸的 一般吃完晚饭 无聊的七里会 躺到尹真臂弯里 陪他玩 今天只顾着玩电脑 浑然没有发现 尹真吃醋了 尹真居然在吃电脑的醋 直到门外 传来云仪催促洗澡的声音传来 他一把好奇 还在点评某个垃圾漫画的七里 毫不犹豫地关掉电脑 然后去浴室洗澡 只留下还在敲键盘 拖鼠标的四肢狐狸大眼 瞪小眼 不知所措 浴室里 光溜溜的尹真在浴缸里 疯狂地帮七里抓洗毛发 浑然不顾女母有别 以后 只要我在家 你不许玩电脑 听到没 七里嗷嗷点头 如果 我在家 你还玩电脑 我就把电脑扔了 哼哼地威胁一番后 尹真才起身 帮七里用吹风机 吹干毛发 其实洗澡挺难受的 尤其是毛发变得湿漉漉的感觉 虽然她吃的食物会转换为灵能 不需要拉臭臭 但她还有身为人的爱干净的心理 不然她说什么 也不会轻易经浴室 别说她想看尹真身体 才愿意跟着洗澡 一个小女孩 胸部和提瓦特 低火A胡桃一样 就是长得好看了点 就是身材好了点 就是由小孟加拉 变异虎可以看 不然有什么可看的 晚上 又是迁到时间 七里很是期待 这一次能奖励什么 蜷缩在尹真的怀抱里 七里看着系统界面上 倒计时的数字 三 二 一 原辟系统 爷签到 恭喜臭狐狸小主签到成功 获得技能画形 可以提前变成人形 不需要等到无尾 下次签到时间为168小时以后 虽然没有获得什么稀有的玩意儿 但画形这个技能好啊 不光可以当键盘侠 还能光明正大的出门了 七里心满意足地闭上眼睛 只等明天尹真上学 云一出门 她就试试这个技能 第21章 大便活人 4日 尹真和云一都出门了 忘了说 云一也是有工作的 她的工作地点 在官方在城内的生产基地 负责让她那个植物系的四足迅基 生产可以加工食用的蘑菇 待遇一般 但甚在安全 于是 家里又只剩七里一只狐狸 不对 现在是一个人了 七里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也就是二次元转三次元版本的八重绳子 就是多了两条毛茸茸的尾巴 粉粉的头发 两只厚锤的耳朵 脚瑕 迷离的紫色眼瞳的狐狸眼 寒昧又不艳俗的脸庞 虽然现在与尹真小丫头 召唤附体时的形态一样 但感觉却是天差地别 怎么形容呢 就像两个人玩游戏时 同时操控一个角色 虽然默契很高 但还是有一种 无法掌控全身 有尹真那丫头牵头的感觉 而且尹真合体变身后 满脑子都在想着 怎么杀一生兽 都没仔细打量自己的身体 所以这还是第一次七里 真真实实地 看清自己的身体 哎呀 这就是公司大人的大长腿吗 爱了爱了 话说 完元神的时候就好奇 公司大人的安全裤 是什么材质 我康康 再看看胸衣里的黑色布料 是不是连体衣 嗯 嗓音也是雍雍兰兰 极甜美 又勾人的声音 得到所有对八重绳子 穿着疑惑的答案后 七里并没有做什么邪恶的事 这具年轻美貌的身体 可就是她自己 哪有人会自己玩自己的 静静地欣赏了一会儿 美貌的公司大人 没多久 就一个小时而已 没办法 四爪着地的时间太久了 两脚站立 反而有点不习惯 等完全适应人形后 七里没急着出门 主要八重绳子的女巫服 虽然性感又好看 但与这个时代并不符合 跟着影真出去的几次 她就发现 这个世界 或者宁城里 主流的服装 都是简约风为主 主打的就是轻便 舒适 而七里现在身上的华丽衣服 出现在大街上 那就是 女顾客进了难浴室 想不惹人注目都难 画形只给了她 变身八重绳子的机会 并不能改变身上的衣服 所以她想出门 还必须要换一套衣服 影真的太小衣服太小 云衣倒是和她一般身材 于是 七里悄眯眯的打开 云衣卧室的房门 然后在衣柜里一通翻找 白色的蕾丝内衣 红色的裙子 最终七里选了一件 黑色的长款冬帽大衣 白色的长袖衬衫 和黑色裙子 又挑了双勉强能合脚的鞋子 本来想穿裤子的 想了想 穿裤子 那尾巴怎么办 时好选裙子 穿上后 七里将换下来的衣服 存到神之眼里 然后变狐狸 再变人 确定衣服并不会因为变身 而自动脱落后 打开影真房间的窗户 一跃而下 然后让六只狐狸拖住自己 稳稳地落到地上 抖了抖耳朵和尾巴 看了下附近 并没有什么人 于是找了个角落 大便活人 再戴好风衣的冬梦 啊 这就是自由的气息啊 完整地打量这个世界 路的两边和前世差不多 不过大部分都是粮油之类 能满足人日常生活的店铺 没有前世遍地的奶茶店 就有点可惜 他在楼顶上 看到附近有一个商场 经常能看到 有人进去买衣服什么的 于是七里决定去那看一下 商场里衣服店 物资店 电器店 基本都有 很热闹 一路都能听到讨价还价的声音 七里没有急着进衣服店 而是先瞥了眼能看见的价格 一件衣服要300块 按照七里设想的 置办一身行头 差不多得要1000左右 钱嘛 七里自然是没有的 但他神志眼里有物资啊 虽然隐真卖了不少材料 但空间里 还有从秘境里摘的灵果什么的 而且还剩不少 因为空间里时间是固定的 灵果在里面 又不会腐烂变质 自然也可以换钱 走到一家门口 挂着回收秘境物资的商店门口 七里顿下了脚步 走了进去 将一个红色的果子 放在柜台上 朱唇倾起 老板 这个果子收不收 男老板正全神贯注地 看着手中的漫画 突然听到 七里甜美又慵懒的声音 他不禁打了个机灵 感觉身上泛起一阵酥麻 好好听的声音 男老板放下漫画书的同时 先看向七里 发现七里全身都被封衣包裹着 只能看见七里的隐藏在兜帽里的脸 好美 收不收 七里见男老板对着他发愣 又问了一遍 男老板善善一笑 急忙挪开视线 看向七里摆在柜台上的灵果 戴上白手套 轻轻拿起端项了一番 这是粉级蜜镜产出的红舌草莓 效果是 可以微微增长预售师的灵能 品质不错 但保存得很好 美女 我不框你 400一个 这个果子他和尹真在蜜镜里 大概摘了70多个 他和尹真吃了20多个 再吃已经没什么效果了 现在只当普通水果 七里点点头 你等一会儿 于是转身离开 还顺了一个老板店里的纸袋子 在外面又逛了会 到洗手间里 从空间取出40个红舌草莓 装进袋子里 又返回南老板的店铺 将袋子放在柜台上 加刚才一个 现在袋子里有40个 你看一下 南老板飞快地检查了一下品质 愉快地支付了16张千元大钞 和4张百元钞票 拿了这些钱 七里又去衣服店 女生买衣服总比男生复杂一点 尤其是内衣什么都要尺码 而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还好店员目光如炬 只是根据目测就知道了 七里现在的身材数据 身高174 腿长105 全身大半是腿了 属于是 胸围80 差不多就是65C 居然没地 腰围54 于是 按照这个数据 七里在店里花了5000 买了五套衣服和鞋子 然后继续逛商场 发现数码店里 居然还有能连接电脑的绘画板卖 于是又含泪花了5000 买了个绘画板 第二十二章 狐狸尾巴漏了 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将买的东西全放到空间里 七里又逛了一会儿 发现实在没什么想买的后 就出了商场 浑然没有发现 路边有个人正疑惑地看着他的背影 王鹤看着那套熟悉的风衣 以及风衣上那熟悉的花纹 掏出手机 喂 阿云 今天你没上班吗 生产基地里 林云正让四族迅机 在湿润的土壤里 撒蘑菇种子 种子落地后 就以极快的速度成长 最终从小蘑菇 变成肉灵芝 上的呀 怎么 没什么 就是看到一个人穿的风衣 也有茉莉花的花纹 很像你以前经常穿的那套 林云微微一正 那套风衣 是姐姐以前给他买的 花纹是因为 他想要一件独一无二的衣服 姐姐根据历史书上 已经灭绝的茉莉花 亲手为他绣的 整个凝城 可能就那一件 姐姐和姐夫 也就是尹真的父母意外失踪后 他就一直将衣服挂在衣柜里 再也没有穿过 难道家里进贼了 不过转念间 他就否定了这个猜测 现在人都将钱 或者珍贵材料存在银行里 家里没有什么可偷的东西 而且 家里有黎黎在 以黎黎的能力 能当小偷的人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 林云大胆地做出了一个猜测 应该只是巧合 我这边先忙 此时的契离并不知道 他第一次出门就被人发现了 又在街上逛了一会儿 还在一家餐馆吃了午饭 点了两盘肉菜 至于味道 虽然还不错 但还是感觉比云衣做的差一点 吃完饭 因为不知道云衣什么时候下班 而且也没什么好逛的 于是返回家中 回到家 他先换了衣服 将原本云衣的衣服 再按照顺序挂到衣柜里 然后换上今天买的衣服 将绘画版数据线连到电脑上 雪白的嫩手握住画笔 根据脑海里构思的剧情 开始打稿子 原本想让狐灵带牢的 结果 让他们打字还行 但画画实在是难为他们了 前世他虽然在工作室中 只是负责甜色的小卡拉米 但他也有 当漫画家的心 系统地学习过绘画 所以独立画画 完全没有丝毫问题 阿珍因为父母双亡 只能寄居在邻居阿姨家里 邻居阿姨有个女儿 她预售师等级很高 经常欺负阿珍 直到某次 她看到阴阴哭泣的阿珍 阿珍抖动的双肩 如风中摆动的图丝花 她心里的百合花开放了 多么甜美的故事啊 七离闲熟地运用画笔 两只狐狸眼看着一张画 在电脑上成形 满足地瞇了起来 狡黠无比 从此 一个ID名叫八重神子的漫画家 作家在网络上爆火 无数人成为她的拥顿 每天催更都是以千万来算 不光是因为精致的画风 还因为引人入胜的剧情 每个读者都能带入剧情中 为此亢奋不已 因此 华国的人口出生率 百年来第一次得到提升 直到某天 影真看到了七离的漫画 六点 影真和云怡 一前一后回到家中 听到动静 七离立马收起画板放到空间里 然后退出绘画界面 再变成狐狸假装在看漫画 现在影真可是宝贝自己的景 知道让她知道自己能变成人形 为了自己的安全 她绝对会不让自己出门 看到七离还在看漫画 影真进来放下背包 第一时间关了电脑 然后就抱起无奈的七离 轻轻抱抱举高高 而云怡进了家门 就四处看了起来 无论是客厅 还是自己房间 都和她走前一模一样 并没有少了东西 然后打开衣柜的门 发现衣服整齐地挂着 封衣也在原处 并没有被偷走 难道真是巧合啊 有人有和我一样的衣服 或者王鹤看错了 不对 云怡拿起封衣纹了纹 脸色微微一变 然后又将所有衣服 放到床上挨个纹了纹 然后挑出有独属于 七离身上香味的几件 正好是一套 古人的话没错 狐狸的尾巴藏不住 这只狡猾的狐狸 居然还原模原样地 放到我衣柜里 她不知道 每个人身上的味道 不一样吗 封衣穿就穿了 她居然还穿我内 穿完还放进来 就不知道洗一下 吃完饭的时候 七离察觉到 云怡在看自己 目光很复杂 很复杂 糟 难道被发现了 不应该啊 自己拿衣服和放衣服的时候 都仔细检查过了 没有掉头发什么的 而且衣服也挂回原位了 没有问题啊 可能是觉得 咱这只小狐狸 没青木秀吧 肯定是这样 心虚的七离埋头干饭 吃完就和尹真回到房间 开始每天地抓闹缓解 云怡并没有打算揭穿七离 也没将七离 可能会变人的事情 告诉尹真和别人 毕竟这太匪一所思了 有史以来 狐狸契约灵有很多种 但普通狐狸 能突破零星常识的 就七离一个 后面七离不光能与人交流 还会玩电脑 现在又能变人 这不光颠覆了 普通狐狸契约灵的常识 也颠覆了所有人 对七月灵 没有召唤前记忆的认知 如果这是传出去 那帮七月灵研究院的人 肯定会发疯 到时禁锢七离都是轻的 就怕有人 对尹真和七离不利 虽然云怡准备 将这件事烂在肚子里 但第二天 还是当着七离的面 将昨天七离穿过的衣服 放进洗衣机 同时还灭了七离一眼 小样 你的狐狸尾巴 我早看见了 正在埋头干饭的七离狐脸 刷得一下红了 心想 没有什么比偷穿别人衣服 还被别人发现 更尴尬的事情了 转瞬 七离又恢复了原样 偷穿衣服的 是人形态的七离 关我狐狸形态的七离什么事 不过七离还是暗暗庆幸 虽然云怡 知道她能变人 但并没有告诉尹真的意思 不然以后出门就难了 周末 尹真学校预售失年级的学生 一周有三天假 周六到周二 三天的时间里 尹真带着七离 又去了一趟宁以一号秘境 这次七离没有动手 动手的是雷阴拳线那个小憨憨 只能说 雷阴拳羡不愧是折磨了 无数想要升级雷电将军玩家的boss 来到这个世界 依旧强悍 出手虽然不像七离的狂雷机 可以一击致命 但被五根电针命中的豪猪 不停接受电疗 恨不得自己立马死了才好 第23章 反省的影针 一只一掌过十米的首领级 利爪鹰正在天上飞着 蓝色的羽毛 在太阳的照射下 闪闪发亮 利爪鹰一边飞着 一边用锐利的双眼 扫视自己的狩猎地盘 中午吃什么呢 豪猪 还是疾风芒 话说好久没吃两脚兽了 两脚兽好啊 细皮嫩肉好吃又有嚼劲 如果能遇到两脚兽就好了 咦 还真有 树林里 刚刚解除和雷阴拳 现召唤附身的影针 从紫蝙蝠娘 便回蒙妹子 气喘吁吁地坐到地上 莉莉 为什么我和你合体 不怎么消耗灵能 和音音合体一会儿 我就感觉灵能被榨干了 七里看着宛如 肾虚了一般的影针 歪着脑袋想了想 咱就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因为雷阴拳 现是由雷鸟的怨灵转化来的 而雷鸟 就是被和你很像的 雷电将军奶香 一刀劈死的 所以 雷阴拳线才那么耗你灵能 音音委屈巴巴地飞在一边 那可怜兮兮的神态 一下推翻了七里的猜测 嗡嗡嗡 我也没有灵能了 七里大概猜到了原因 可能因为自己体内 灵能储备高 所以可以任凭 影针合体驱浪 但是雷阴拳线体内的灵能 不如自己 才不到半个小时 两人就像做了 二十个大宝剑一样 破案了 一定是这样 正当七里想 怎么告诉影针的时候 一股恶意 以极快的速度从天而来 直奔还在休息的影针 来不及提醒 七里先口中蓄力雷霆 同时操控六只狐狸 迎向恶意 蓄力完成 七里就看到一只蓝色羽毛的 蓝类生物已经近在咫尺 两只锋利的尖爪 笔直地瞄准着 才反映过来的影针 七里吐出雷球 六只狐狸也缠在了 利爪鹰的身上 在利爪鹰的爪子 离影针只有四米的时候 雷球击中了 利爪鹰的驳梗 然后爆炸 炸出一个缺口的同时 炸飞了无数羽毛 利爪鹰吃痛 哀声利嚎一声 如炸弹一般摔在地上 须迷间 影针一个飞快的翻滚 躲避开利爪鹰的撞击 看着嚎叫的利爪鹰 影针身上瞬间全是冷汗 如果刚刚不是七里 就利爪鹰那锋利的爪子 再晚一秒 它绝对会被刺穿 虽然受伤了 还重重地摔了一下 但也激发了利爪鹰的凶性 不顾在身上不停抓到电击的狐狸 挣扎着灰翅站了起来 同时 双翅开始凝聚灵能 见此 影针立马喊道 黎黎 继续攻击 这是首领级利爪鹰 不用引针喊 气力已经又发出一个雷球 这次是 撞在利爪鹰站立的左腿上 雷球炸开 一声清脆的咔嚓声响起 利爪鹰左腿被炸断 亮呛一下 双翅中凝成的无数灵能羽毛 全部射到地上 恢复了一点灵能的雷鹰全线 也凭空凝聚出五根雷针 眨眼间 眨到利爪鹰柔软的腹部 一时间 利爪鹰的身上全是紫色的电流 而利爪鹰被电得连连七叫 身体止不住地不停颤抖 连最基础的攻击都做不了 双眼死死盯着 七离这只粉色的狐狸 是它 如果不是它 我已经吃到肉肉了 话说 这只狐狸好可爱 连土雷球都这么可爱 啊 我死了 一颗雷球 在利爪鹰的脑袋上爆开 没了脑袋的利爪鹰 彻底停止了挣扎 没了声息 七离和尹真同时松了口气 尹真一下摊坐在地上 刚刚的惊险 还历历在目 如果不是七离的攻击 打偏了利爪鹰 她必死无疑 抱起七离 尹真深深的一个拥抱 脸贴到七离的狐狸脸上 你难道 刚刚太危险了 莉莉 你又救了我一次 要不是你 我肯定死了 七离伸出爪子 摸了摸尹真的脸 嗷嗷了两声 事已没事 她也很庆幸 如果刚刚没有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尹真这丫头就真没了 尹真一死 她也得死 她死了 那些催更漫画的读者 不会伤心 只会骂她是太监 都变母狐狸了 再被人骂是太监 这谁能忍 休息了一会儿 尹真自我总结了一下 莉莉 这次怪我 是我把秘境想得太简单了 在这种 随时都有御寿师死亡的地方 我居然放松了警惕 只顾着地面的一生兽 忘记了空中的 这还是粉级秘境 如果是在高级的 莉莉 我记住这次的教训了 七离满意的点头 知错能改 才是好孩子 就怕尹真飘了 照死不惜取教训 那她就得找办法 和尹真解除召唤关系了 度过了这个危机 尹真收割了一波材料 首领级莉爪鹰 可全身都是薄 蓝色的羽毛 是无数贵妇装饰衣物的首选 肉质也是极其美味 有零食是在收购 零合 爪子 会 既能实施 动物系飞行类契约零需求的 更因为 莉爪鹰大部分 时间在天上 猎杀难度极高 所以价值也是不菲 全部存入七离的空间后 继续探索 后面尹真果然 小心了很多 地面留了两只狐狸探路 两只狐狸和七离 鹰鹰一起守在他身边 另外两只 则让他们在天上盯着 现在狐狸随着七离灵能的提升 可操控范围 已经提升到了六十多米 相当于只要狐狸看到危险 他们就有这六十多米的反应时间 接下来的时间 尹真带着七离和鹰鹰 如离亭扫穴 一般开始扫荡周围的一生兽 直到回城 收获黑铁集 灵合六十五个 青铜集灵合四十八个 因为只碰到了一只首领吉利找鹰 所以技能时只有一个 各类材料 肉食 灵果若干 七七八八算一下 这一趟的收获 如果全部出售 尹真又能赚个接近130万 当然 这是七离拿出来 让尹真看到的 他自己还藏了一点东西 存到另一个神志眼里 当做以后的零花钱 生而为人 藏点零花钱 很合理不是吗 第24张除鹰反补 宁城的每个出入口附近的城里 都有官方设立的交易大厅 预售师们可以在这里售卖 从秘境中收获的 用不上的物品 也可以在这购买需要的物资 尹真之前 之所以委托王赫 帮忙售卖物资 是因为当时 他只有七离一只契约灵 如果贸然带着物资进交易大厅 在不暴露七离的情况下 根本无法解释来源 王赫则不同 他本身是七级预售师 可以说是 宁城站立次顶尖的一批 根本不会有人问他 现在尹真有了 可以放在明面上的雷音权限 自然可以亲自到交易大厅 卖东西 交换大厅很热闹 有官方分好类的物资店 有数个工作人员正在清点 称重物资的回收点 尹真没有急着卖东西 而是先逛了起来 经过两次探索 他也感觉到了一些弊端 现在他很缺防御 但是雷属性七约灵 无论是动物系 还是元素系 哪怕是极其稀少的龙系 都是以攻击见长 这一方面的缺陷 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解决 除非召唤到一个 防御力强的契约灵 或者购买一些道具 现在逛的正是一间道具店 玻璃柜台里 展示着官方研制的 各式武器 装备 匕首 短刀 一次性道具等等 墙上还挂着醒目的标语 不得随意殴打顾客 尹真看了圈 武器的话 王赫送的合金刀就很好用 所以尹真将注意力放到道具上 最终在店员的推荐下 花20万买了两张一次性土壁垒护符 平时可以挂在脖子上 遇到危险时 只要扯断户符绘 立刻生成一道 持续30秒土元素墙壁 可以抵御来自四周的攻击 甚至可以防住白银级首领 一生受的权力一击 虽然价格有点贵 但是钱 没了还可以再赚 命没了 就什么都没了 每一每想起力找银首领那 遮天蔽日的翅膀 和闪烁寒光的利爪 尹真都忍不住后怕 见尹真负钱负的爽快 店员继续开始推荐 小姑娘 你能想到购买防御道具 说明 你也是惊艳 老道的预售师了 每次在秘境中 都有不少收获 而带不回来的苦恼吧 现在科研院新研究 生产了空间件 虽然比空间手镯 储物空间小不少 但也有四个地方 而且价格更便宜 只要一百万 你要不要看看 难怪刚刚看不少人 从戒指里往外掏物资 原来有了新的产品 原先市面上可见的储物道具 是储物手镯 空间容量 有一百立方 但制作材料 极其稀有 制作工艺 也极其繁琐 所以价格 一直水涨船高 最便宜都要十亿 这价格不要说一般人 就是预售师 也没多少人 能顶得住 尹真有点心动啊 他虽然有七厘的空间 但贩卖购买物资的时候 总不能当着别人面 让七厘从耳势里掏东西 或者自己先回家 再推着一大批物资 来交易大厅 总有一些不方便不适 现在他卡里 还有六百四十万 其中包括他父母 遗留下来的钱 这些年云仪 一直靠自己的收入抚养他 哪怕他 要把钱给云仪保存 云仪都不肯要 花钱买了一个 尹真想了想 又买了一个 准备回去送给云仪 出了商店 然后进卫生间 和七厘左手腾右手 将要卖的物资 全部放进戒指里 然后去回收点 将物资全部卖掉 一共卖了一百二十万 比预估的少了点 毕竟有的材料 因为七厘的攻击 品项稍差 也很合理 二百万 这一次去秘境探索 大概能赚一百二十万 换句话说 他只要再去一次秘境 就能将两枚空间戒指的钱 赚回来 当下班回家的云仪 收到这份礼物时 脸上的惊喜 是无以复加的 他也知道 官方在空间储物技术上 得到了突破 还准备给尹真买一个呢 结果尹 真先他一步买了 还替他也买了一个 谢谢你 小真 你长大了 不过 云仪抚摸着尹真的头 摇了摇头 画风一转 不过这个礼物 我不能要 你知道的 你不光要培养黎黎 也要培养音音 以及后面的契约灵 将来你需要钱的地方 还有很多呢 尹真摇摇唇 我会赚 云仪你收下吧 谢谢你 照顾我这么多年 我现在长大了 能自己赚钱了 你知道 这次去秘境 我和黎黎收获了多少吗 云仪摇摇头 一百二十万 一趟我和黎黎 就赚了一百二十万 以后我 还能赚更多 尹真肯定地说道 为了证明 他还拿出了 交易中心的付款小票 欺离跳到餐桌上 也为尹真证明 除鹰反补 尹真这个丫头人不错 可以除 云仪见尹真 如此笃定 只好收下戒指 待到手上后 又薅了薅尹真的长发 柔声道 好 云仪就收下 不过你答应我 在秘境里 一定要以安全为第一 千万不要 为了赢头小力 而去犯险 身为过来人 云仪自然知道 想在粉级秘境 两天半的时间 赚一百二十万有多难 当年 他和黎黎组对镜粉色秘境 两个人收入最高的一次 也不过赚了五十万 不过 尹真有七离和雷音权限 尤其是七离感知善恶的能力 可以避免不少危险 他倒也放心不少 接下来的日子 又变成尹真上学 云仪上班 七离变人握笔画 十八进漫画 偶尔白天还接到尹真打来的电话 让他少玩点电脑 别把狐狸眼玩近视了 近视 先不说 狐狸会不会近视 为了催更的读者 就算近视 他也要坚持每天 利用有限的时间来完成创作 终于 两个星期后 他的第一部中篇漫画 少女阿珍 完结 第二天 他构思第二部漫画的时候 接到了电话 他的手机号码 是尹真帮他办的 目前只有尹真 云仪和王鹤三个人知道 带来电号码 却不是这三个人 七离谨慎地接起电话 没有说话 对面倒是先开了口 请问是八重绳子吗 第25章 三尾狐与狐狸契约灵的猜想 听对面叫自己 在网站上的网名 七离就知道 对面是什么人了 慵懒地靠到椅背上 两条雪白的大长腿 交叠搭在书桌上 是我 哪位 优势四网站总部编辑部 一个拿着电话话筒的 年轻男人 神情错愕 一部车速达到 980的百合漫画作者 居然是一个女人 而且还是声音 如此动听的女人 啊 您好 我是优势四网站的 漫画编辑林涛 您叫我涛涛就行 这边因为 您的作品很受欢迎 已经有40万人付费观看 所以 想问一下您的银行卡号 我们好将您的收入 打入卡中 七离名了 她投稿的网站是这样 每一篇漫画 前20页都是免费的 后面 则需要付费观看 或者想看后续 可以买实体漫画书 不过她可没银行卡 这个世界半银行卡 一样 要实名登记 所以只能 爆出隐真的银行卡号 至于隐真 会不会因为卡上 多出一笔钱 而惊掉下巴 那都是以后的事了 挂断电话 七离将只有打电话 发短信功能的手机 放到桌子上 继续开始想剧情 想了一会儿 开始写大纲 运输车之狼 阿珍是一个美少女 预售师 第一次坐运输车去秘境 被几个女色狼 预售师盯上了 从此 每一次坐这趟运输车 都会遭受 又一个月后 班级里随着柳四嫣 晋升二级预售师 后来陆续有其他人 也开始晋升 这一天 尹真裴刚晋升的苏晴 去了一趟二级召唤馆 望着重新装修过 变得更富力堂皇的召唤馆 尹真不由暗叹 都是她的钱啊 黑发锤间 青春气息四溢的苏晴 交纳了家人 买的十颗青铜级灵盒 站到召唤台上 这一次 苏晴的运气很好 虽然召唤到的 不是五星契约灵 但也召到了一只 刺心火属性动物系的赤岩龟 赤岩龟个头宛如一只野猪大小 浑身赤红 头上有灵有角 龟甲上遍布菱形尖刺 一看就是不好摸的契约灵 根据资料 赤岩龟比铁甲熊更善于防守 而且还会吐出火球攻击 虽然移动缓慢 但远能攻 竟能守的特点 让无数召唤到赤岩龟的预售师 都将赤岩龟作为五星以下 首先培养的对象 苏晴很开心 迫不及待地想要提升赤岩龟的等级 然后和尹真一起去秘境探险 现在的尹真 已经到了二级后期 音音靠着在契约空间修炼和柯灵河 也同步到了青铜后期 而七里不靠灵河 不靠契约空间 早就到了青铜后期 她碰到了和其他普通狐狸灵一样的窘境 那就是无法突破到白银级 换句话说 她当初的猜测是对的 狐狸根本不怎么需要修炼 全靠岁数积累 才能多一条尾巴 晋升下一级 根据历史书中说的 有一个人培养过普通狐狸契约灵 还让她晋升了几级 七里又多了一个猜测 那就是血统问题 神话中 修炼有成的九尾狐 受天眷顾 几乎都有高贵的血统 如青秋狐 屠山白狐 城黄等 这些越是血脉纯正 高贵的狐狸 修炼出一条尾巴的时间就越长 法力也越深 但同时也有西人精气的山野狐狸精 可以几年 十几年就能多一条尾巴 但法力 道衡 比那些拥有纯正血统的 狐狸弱得多了去了 而八重神子 就拥有白城狐王的血脉 在原神设定中 所有妖怪中 以白城狐王的血脉最为尊贵 种种猜测之下 再加上第一次迁道 获得百年寿灵 就多了一条尾巴 七里觉得自己找到了答案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她迁道没断 一共五次迁道 分别获得了 雷电影的全套服饰 星号石 这是准备给小珍穿的 完全符合小珍的尺码 神月之真意 八重神子的专武 不需要拿在手中 只需要放在神之眼里 就能提高所有雷系伤害40% 办公室 OL套装星号石 白色长袖衬衫 黑色包囤裙 20D黑色蕾丝裤袜 黑色高跟鞋 趋极避凶能力增强 现在可以探测 100米范围内的善恶 油豆腐星号100 这就是之前五次签到 获得的奖励 有好的 也有一般的 最好的自然是油豆腐 没办法 这道菜的确好吃 其次是神乐之真意 和趋极避凶能力的增强 都是能保自己和尹真 两人狗命的 最差的就是衣服 名神组在他能光明正大地 出现在人前之前 就想都别想了 今天又是签到的时间 七里认真的和尹真 一起洗了个澡 将自己洗得香香的 在夜深人静 尹真呼呼睡着的时间 七里紧张地跳到窗台上 对着一轮惨白 一轮血红的两个月亮 拜了三拜 咱不说这些套路有没有用 至少七里觉得 他心事成的 看到签到的倒计时 七里紧张地 开始搓小爪扎 不要蕾丝丝袜 不要OL套装签到 恭喜小主签到成功 获得百年寿灵 下次签到时间为168小时以后 Oh yeah 七里掐腰 抬手望月 果然该有的仪式不能少 这部 居然真获得了 急需的百年寿灵 一股力量涌入体内 七里感觉自己变大了 物理意义上的 个子不受控的 从小奶猫 变成二尾式的柴犬大小 再变成巨型阿拉斯加大小 两条长长的尾巴中间 又冒出一根粉色的尾巴 同时 他又多了一个技能 骤进杀生鹰 灵狐灵结成覆盖半径 一百米的飞鹰引雷阵 引下神雷攻击阵内的敌人 步阵最少需要三只狐灵 狐灵越多 阵法威力越大 所需要的灵能越多 这不就是八重神子的 也干一咒 杀生鹰吗 不过是合理版的 游戏中为了操作性 让八重神子还要顺身 才能放一个杀生鹰 杀生鹰是什么 不还是狐灵 狐灵要八重神子亲自放 这不符合八重神子的人设 所以这个现实版本合理多了 至于灵能 七里感觉了以下 体内可动用的灵能 比二尾时多了三倍 以后静密镜 他可以直接对着影针拍胸脯 灵能充足 尽管取用 放电 放电 第二十六章 我要让八重老师 画我和他的本子 快快快 别拦路 我要去书店买漫画书 听说这一期的漫画书 有八重神子老师的新作 我也去买 放学 几个女生 破开郑勇向学校大门的人群 一边叫嚷着 一边急速向学校门口附近的书店挤去 以往被推或多或少 会说几句的学生们 这一次仿佛变了性子 不光没指责 还主动加速离开学校大门 尹真和苏晴 没有着急出校门 而是站在教学楼上等着 反正学校就那么多人 别看现在赌 五分钟过后 校门就基本没学生赌着了 真奇怪 漫画书而已 至于这样吗 学生们喜欢 大人们也喜欢 就连 尹真有点不解 他从来不看漫画书 也不看小说 他总觉得 将人生有限的时间浪费在看小说 漫画这种充满幻想的事物上 简直就是浪费生命 你这种只知道学习的大小姐自然不懂 当然看不到希望 每天过着一眼看到死亡的生活时 小说 漫画这种能让人陶醉其中的事物 无疑能让他们灰暗的世界 增添几分光彩 现实中 大家都那么难了 你还不让人家逃避现实 身后传来柳思烟的声音 一头金发的柳思烟嘴角 勾出一丝嘲讽 似是嘲讽尹真的无知 一似是在嘲讽这个世界 尹真没有反驳 虽然柳思烟说的并没有错 但他刚刚说的是 学生们为什么喜欢 学生 还没到那种一眼死亡的时候 尹真转身淡淡问道 你也看漫画 当然看 我还是八重神子老师的忠实粉丝呢 他的漫画从第一章我就开始追了 还打赏了不少钱 柳思烟说着 上下看了一遍尹真 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八重神子老师的漫画主角 第一部是阿真 第二部还是阿真 而且画的主角 怎么感觉和尹真有点像呢 尤其是眼角的泪质 永远不变 难道八重神子老师和尹真认识 并且还有仇 快哉 不管认不认识 回家再给八重神子老师 打赏一百块钱 他就爱看这种尹真被欺负的本子 哪怕只是主角和尹真有点像 尹真面色的平静的说道 无聊 我已经快突破到三级御寿师了 你呢 你可是说过 明年的毕业大笔不想寂寞的 放心吧 我可是有两只五星契约灵 就算你三级了 两只打你一只 还是没问题的 而且 我也二级御寿师中期了 柳思烟摇了摇手指 他的第二只契约灵 是谁属性幻语龙 虽然是龙系 下属的亚龙系契约灵 但既能搭配他的兵系契约灵 只要攻击不断 就能形成涌动 已经可以让他上个星期 在粉级秘境大杀四方了 尹真自然知道 柳思烟第二只契约灵是亚龙系 但那又怎么样 就算毕业大笔 因为不能动用契离书了 那以后呢 淡淡地看着柳思烟 没有搭话 而是拉了一下 还在猜尹真和柳思烟 到底是有仇 还是相爱相杀的苏晴 走了 明天早上还要去秘境 望着离开的两人 想起刚刚尹真毫不在意的眼神 柳思烟跺了跺脚 哼 故作姿态 就不能任一次输 我可是被你压了十年 每年考试你都第一 我第二 回家我就给八重神子老师发私信 花钱让他帮忙创作 一个我欺负你的本子 次日 在云医的叮嘱下 尹真将需要带的东西 都放入储物戒指 但看到正在用后腿爪子 挠下巴的七离时 他有愁愁了 要不要带七离呢 带了七离 也只能当吉祥物 如果不带 七离一个人在家会寂寞吧 七离 不 我不寂寞 在家画本子多有意思 谁愿意去秘境打打杀杀呀 看出尹真的犹豫 云医开口道 带上离离吧 离离的能力 可以帮你和苏佳那姑娘 避免很多危险 尹真点点头 他也是这么想的 对着正在书毛的七离说道 离离 今天我和同学去秘境 你就在包里好不好 七离 嗷嗷 可以拒绝不 不能 你也不想我遇到危险吧 哼 刚准备给包里垫上一个软垫 好让七离团的舒服点 尹真突然发现了盲点 等等 我为什么听得懂你的叫声了 听到尹真这么说 云医一愣 他刚刚只听到狐狸叫 并没有听懂其中的意思 这个七离也不知道 或许是因为他成三尾狐的原因吧 毕竟按照脑海里传承的一部分 关于狐狸的知识 四尾可以开口人言 五尾可以化为人形 三尾可以让人理解 叫声的意思也是合理的 哦 我昨晚进阶白银级了 哈 我怎么不知道 啊 你又没问 七离翻了个白眼 自己钻进了包里 说是不想去 但等肯定还是要跟着的 不怕一问 就怕万一 万一尹真在秘境嘎了 那他不光狐命不保 成为漫画家 小说家的梦想也得打 如同局外人的云仪 一头雾水 问尹真 小真 你刚和离离说什么 知道七离突破的尹真 比自己突破还开心 于是兴奋地帮忙翻译了一下 离离昨晚到白银级了 好像能和指定的人交流 以后我能听懂离离的话了 云仪目光怪异地瞥了一眼 拉链还未合上的背包 这丫头 听懂离离的话就这么开心 如果知道 离离已经能变成人了 还不得把学校炸了注注信 不过他并没告诉尹真 毕竟七离自己都没说 能变成人的事 可能也有原因吧 这样也好 离离在背包里用叫声 可以提醒你 有没有危险 嗯 那我先走了 注意安全 凡事别勉强 安全第一 知道了 云仪再见 说着 尹真背上装着七离的背包 离开了家门 在小区门口 他见到了一身 简约黑色风衣的苏晴 两人一同坐上 到C号城门口的公交车 今天他们准备去 宁以七号秘境 而他们的目标是 秘境中的电耗子和火烈鸟 这两种异生兽 电耗子是一种个头不大 拥有黄色皮毛 闪撞尾巴 但能积蓄雷电元素 然后释放雷电攻击的 老鼠型异生兽 火烈鸟则是全身火红 能口吐火龙的飞行型异生兽 第27章 草原秘境 一路到达城门口的运输车站台 两人各自交了5000车费 登上前往宁以七号秘境的运输车 因为苏晴是第一次去粉级威胁度秘境 尹真也是 害怕苏晴第一次进粉级秘境就赶了 才答应一起来的 将装着七里的背包抱在怀里后 就不停和苏晴 讲着他总结的注意事项 苏晴知道 尹真已经去了好几次粉级秘境 算是经验丰富的老鸟了 也是认真听着 尹真讲的注意事项 有些别说学校的老师 甚至经常去秘境的预售师 探险队都不知道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有七里 这么强悍的契约灵 可以在秘境嘎嘎乱杀 一时间 随着尹真说的越来越多 他们前后右的座位 都坐满了偷听的人 尹以七号秘境 是去年新出现的草原地形秘境 秘境范围比尹真长距的尹以一号大了不少 达到了11万平方公里 官方派出了二级预售师团队和军队 将整个秘境探索完毕 今年年初才对普通预售师正式开放 尹真和苏晴登记后 走出刚刚建好的军事基地 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遍地是长制小腿的青草 微风拂过 空气中满是草香味 远处偶尔还有几乎完全无害的 黑铁级肯塔牛一生兽的右兽群 正埋头啃着青草 那些肯塔牛 是官方从红级秘境转移过来养殖繁育的 长大后就会变成牛肉 送到城里 走吧 这里是官方的养殖区 杀了他们要罚款的 往前35里才是狩猎区 尹真拿着刚买的地图 提醒对肯塔牛跃跃欲试的苏晴 嗯 苏晴点点头 庆幸肯塔牛幼崽离得远 没有立马动手 不然 官方的罚款懂得都懂 就算杀一只肯塔牛幼崽 那也要赔成年肯塔牛的钱 两女开始奔跑 风衣的围百倍气流掀起 又哭又撒 随着离基地越来越远 原本周围几十个御寿师 也渐渐化为天际的小点 然后消失不见 这是秘境的潜规则 每一批同时出基地大门的御寿师 都会避开其他御寿师前进的方向自行探索 反正秘境那么大 就算秘境里同时有十万个二级御寿师 也不会拥挤 尹真跑得很稳 气力在背包里 丝毫感觉不到颠簸 将感知放开 留意周围是否有恶意 出了官方的养殖区 尹真照出了雷音权线 苏晴也照出长约两米半 高一米半 全身覆盖着棕色毛发 肩部 腹部与胸口 有着宛如铁甲般组织的铁甲熊 和那只赤岩龟 两人放慢速度 开始向着离基地更远的地方走去 赤岩龟开路 铁甲熊殿后 雷音权线则漂浮在尹真身边 这是二人小队的 秘境探索的标准阵型 当然 在苏晴看不到的远处 和天上还有七里放出的六只狐狸 现在可操控狐狸的范围 已经到了一百米 篮球大的狐狸 如果不特意寻找 一般人还真看不见 苏晴走着 突然想到了 就见过一次的粉色狐狸 小珍 你的那只狐狸呢 在背包里躺着呢 还背一个包 两人聊天的时候 七里透过背包的缝隙看着外面 一望无际的草原仿佛去到了蒙古 四周除了脚踩草叶的声音 只有微风拂过青草的沙沙声 不知道走了多久 电耗子 走了没几步 七里就感觉 有几个微弱的恶意在地底出现 并且飞速接近中 刚提醒引针 前面开路的赤岩龟 就是一个裂剪 原来是一条腿 踩到空洞踏空了 然后就看原本火红的赤岩龟身上 冒出幽蓝的电光 凌华 苏秦惊叫一声 凌华快躲开 赤岩龟被电的浑身抽搐 嚎叫几声 挣扎着僵腿从地洞中拔出 同时 六只黄色的电耗子从洞里钻出 嘴巴上的红点继续蓄力雷电 明显不准备放过踩到家门的赤岩龟 赤岩龟也不是指挥挨打的主 口中亮起红色的火苗 不到一秒 火苗化为火球 直射一只电耗子 但被一只停止蓄力的电耗子 射出的雷电抵消 同时 雷银泉线率先到达赤岩龟身边 五根雷针 一只电耗子一根 五只电耗子同时击射雷光 与空中的雷针相撞 虽然没有抵消 但也打偏了雷针的轨迹 没有扎到它们 雷银泉线见状 继续发射雷针 与电耗子开始对轰 铁甲熊也赶到战场 背后的毛发从中变黄 变硬 抖擞了几下 无数钢针般的毛发 带着土元素粒 刺向六只电耗子 这个正是苏晴 从尹真大买的尖刺与技能史 六只电耗子 被雷银泉线盯着无心踏骨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数尖刺 将自己扎成刺猬 战斗结束 七里吸了六个灵魂 其中两个被转化为狐灵 刚刚凝聚过一个狐灵的灵能 还没完全恢复 现在又凝聚两个 要不是另外四个灵魂 转成了灵能 七里差点就甚虚了 不过 七里也肯定了一件事 那就是 每多一条尾巴 就可以多操控三只狐灵 将来九条尾巴的时候 那就可以操控二十七只 苏晴检查了一下赤岩龟 还好 赤岩龟只是被电疗了 并没有受伤 好危险 秘境就是这样 随时都有危险 所以我之前和你说 无论什么时候 都不要放弃警惕 刚刚是你的灵魂踩到那个洞 如果是我们 影真的话并没有说完 但苏晴懂 刚刚赤岩龟踩空 还未抬脚就被电了 如果是他们 下场自然不言而喻 其实影真心里 还有一句话 现在是他和苏晴 两个人的情况下 如果他一个人来 七里的狐灵 早就把耗子窝给掏了 然后 两人开始收割战利品 电耗子身上 维尔值钱的 就是毛皮和灵盒 但毛皮因为破损太严重 没有价值 所以 两人 只是拿了从电耗子的脑子里 掏出的灵盒 休息了一个小时 两人继续前进 后来 他们又遇到了一窝电耗子 和两只猎咽鸟 中间虽然有波折 但也顺利地解决 天边的夕阳渐渐西下 将天边的云彩 染上一层火红 两人准备原地休息一个晚上 七里确认 周边没有威胁后 告诉了影真 影真随后带着苏晴 用刀割除杂草 清除一片空地 又从戒指中 掏出一顶帐篷 原地搭好 你还带了帐篷 苏晴亚然道 嗯 充足的休息 可以保证第二天 能够更精神 这顶帐篷的材料 是王者及一生兽盘牛的皮 可以完全抵御黄金 以下一生兽的攻击 说着 影真掀开门帘 进入帐篷 然后又掏出酒精炉 吹锯 电灯 苏晴跟着进入 借着影真挂到帐篷顶上 充电电灯的亮光 好奇地打亮着四周 很贵的吧 是很贵 影真架起酒精炉和锅 加热提前做好的菜品 盘牛出自蓝色秘境 能力不怎么出众 但毛皮防御力极强 只有七级预售师才能补猎 所以价格不菲 一般要五百万才能买到 而七级预售师 他的身边就有一位 那就是王鹤 这个帐篷 对王鹤已经没什么用了 所以本来想直接送给他的 但是他拒绝了 再三推辞后 他用父母留下的等价材料 从王鹤手中 交换了这顶帐篷 七粒闻到香味 从包里钻了出来 两个女孩正鸭子坐 坐在酒精炉旁 等待吃食 苏晴已经将吃烟龟和铁甲熊 说到契约空间了 不需要吃饭 恢复灵灯的雷英拳 献则守在帐篷入口警戒 苏晴看到小狐狸露头 立马打招呼 小李好啊 七粒汉手算是打了招呼 坐到尹真身边 抬眼打量一下 这个尹真的好朋友 苏晴长得还行 小圆脸 小鹿眼 倒也可可爱爱的 最重要的 从开始到现在 七粒没在苏晴身上 感受到恶意 只有善意 所以 尹真的这个朋友不错 不枉自己在背包里缩了一天 啊 晚上 等你们睡着了 我出去一趟 试试我的新能力 虽然可以悄悄地离开 但七粒还是和尹真讲了一声 省得他半夜发现自己不见了 会担心 尹真闻言 手中搅动锅中 肉汤的勺子一顿 点了点头 他丝毫不担心 晚上七粒出去 会不会有危险 毕竟七粒青铜吉时 都能乱杀那些青铜异生兽首领 更何况他已经白银级了 话说 书上只说 高等级预售师 不能进入低等级秘境 但没说七粒零可不可以 但是 从七粒进入秘境的表现看 秘境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看样子 高等级的七粒零 是可以跟随低等级的预售师 进入秘境的 苏秦看看一人一壶 问道 小真 小离在和你说话吗 没有 他这是闻到香味嘴馋了 尹真立马否认 看锅中肉汤已经熟透 开始盛碗 将碗递给七粒时 看到七粒傲娇地甩着头 知道刚刚得罪他了 急忙几眉弄脸地道歉 看尹真道歉得如此有诚意 七粒决定原谅他了 哼了一声 开始吃这碗云仪 提前煮好 让尹真在秘境热一下 就能吃得肯塔牛牛肉汤 耶 两个少女 分别在各自的睡袋中睡去 七粒敲咪咪地爬出尹真的睡袋 还贴心地用爪子 帮尹真盖盐缝隙 咱真是贴心的暖和啊 不过 尹真这小丫头也很贴心 居然在门帘下面 还留了一个缝隙 没有用拉链 完全拉延 跳出帐篷 外面老实芭蕉的雷音权限 依旧守着 元素生物就这个好 只有还有灵能 一辈子不动都能忍住 冲他比了个别说话的找势 七粒又感应了下四周 确认安全无人后 化身成人 第29章 骤镜 杀声音 这个秘境没有月亮 漫天的星星 如明亮宝石一般 闪烁着点缀在夜空中 犹如梦幻般的仙境 一眼能让人忘了 这是胸香环伺的秘境 空气很冷 白天差不多20度左右 现在最低也是灵下 遍地的青草上 已经凝结了白霜 在星光的照耀下 散发冷白的光泽 与天上的星星 遥相呼应 七粒喝了一口气 立马变成白烟 随风飘向空中 真冷 说着 调动体内的灵能 让自己暖和了一点 然后召回九只狐狸身前开路 脉动性感 又白嫩的大长腿 选了一个方向走着 既然想试验技能威力 自然要找一生兽试试 最好是能找到 首领级的试试 而且要走远点 不然动静太大 会吵醒尹真和苏秦 一路 七粒一边吃着 从空间掏出来的灵果 补充灵力 一边感应着四周 有没有恶意 夜晚的草原很寂静 只有风拂过的声音 七粒抖着耳朵 总算遇到了出帐篷以来的 第一只一生兽 都不需要感应能力 耳朵都能在空气的草原上 听到他的动静 玉手一声 九只狐狸 如脱江的哈士奇一样 冲了过去 十秒钟过后 一只狐狸 拖着浑身找印的电耗子回来 七粒看都没看一眼 直接存到空间里 毕竟处理这些一生兽 实在太血腥了 完全不符合自己的气质 还是让尹真处理比较好 尹真 也许夜里 才是电耗子觅食 活动的时间 刚走没两步 七粒又感应到几个恶意 那几个恶意的来源 蹲在他前行路上的一个地洞里 很明显 是想等自己一脚踩空 然后再垫 自己的电耗子 想到自己 灵能恢复得差不多了 就让三只青铜级狐狸 直接钻到地洞里灵字爆 直接炸死了它们 吸收了惨死的电耗子的灵魂后 七粒又好感灵能 凝聚出了三只白银级的狐狸 然后 原地科邻国补充耗损的灵能 同时让九只狐狸 将几只电耗子的尸体 从土里刨出来 九只狐狸 刚把几个如同烂泥一般的电耗子 放到他跟前的时候 他的感知中出现无数恶意 几乎从四面八方将他包围住了 其中有一个恶意 还特别强 哼 这是炸到耗子窝了呀 七粒嘴角勾出一丝冷笑 现在他的灵能虽然还未补满 但也有三分之一了 不急不慌地 又咬一口手中酸甜可口的红舌草莓 入口即化的细棉果肉 滑入喉咙 立马化为丝丝灵能 补充进内单 正找你们呢 骤镜 杀声鹰 震起 九只狐狸得到指示 立马环绕着七粒 二十米的距离各自站位 形成一个宛如樱花的阵法 阵中的七粒身体里 灵能如流水一般 倾注到已经闪亮阵纹的法阵里 阵上原本星空万里的天空 此时乌云旋转成圈 紫色的雷霆在云层中游走 翻涌 雷鸣声更是不断 七粒等到电耗子 进入覆盖直径二百米的阵内 将他与狐狸彻底环绕 就停止了灵能注入 看着已经能看到 脸的肥大电耗子 七粒知道他就是首领级了 毕竟个头比其他电耗子 足足大了三倍 电耗子也在看眼前这个长着三条尾巴的女人 他隐约感觉这个女人很危险 危险到他和整个电耗子族群 都能随时被这女人覆灭 他刚刚只是感觉到自己的儿子被人弄死了 于是带着族群来报仇 现在他犹豫了 要不要攻击呢 而且天好像要下雨了 他还得带族群重新挖地洞 七粒没给电耗子首领犹豫的时间 而是无比中二的说了句 骤镜 杀声音 震诚 瞬间 无数水桶般粗细的紫色雷霆 带着粉粉的樱花从乌云中落下 电耗子首领瞬间察觉到了不对 刚抬头看一眼 就惊恐地想要逃 轰轰轰 紫色雷霆如雨一般 覆盖了整个杀声音阵 到处都是逃窜的电耗子 和电耗子临死前的惨叫 但是跑不掉 越往边上 雷光越密 强如电耗子首领 也就承受了两道雷击 就倒在了地上 抽搐不止 雷光伴着樱花 为整个电耗子族群献上最美的葬礼 雷光 奇美啊 镇中的七里 看着存活无几的电耗子 也不是没有电耗子 想进攻他 和城镇的狐灵 但无意还没接近 就被雷雨淹没 镇法持续了五分钟 直到雷光停止 乌云消逝 附近的草原一片疮痍 完全看不出草原的模样 遍地是被雷劈出的深坑 和电耗子交互的尸体 残忍吗 是有点 但动物界的法则 就是弱肉强食 他可是狐狸来着 吩咐九只 狐灵收集电耗子的尸体 七里自己张开嘴 尽情地吸收着 还未散去的灵魂 灵魂太多了 足足有二百多个 七里很快就有了倦意 消化了六十几个灵魂 将灵能补满后 七里让最后三只青铜狐灵自爆 将九只狐灵 全部变成白银级 等狐灵将能收集的电耗子尸体 堆放好后 一次性全部收到了空间里 然后准备返回影针的帐篷 先前帐篷里 熟睡的影针想要测个身 换个睡觉姿势 习惯性地想要摸一下七里 生怕一个翻身 把小狐狸压死了 结果摸了个空 立马醒了过来 四处寻找七里 半天才反应过来 对了 小力说 晚上要去实验新觉醒的技能 看样子已经离开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技能 危机大不大 还有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正当他想着的时候 忽然 远处传来雷声 那雷声碗 如和平墙上 遇到受潮时 火力不停歇的机炮一般密集 难道是小黎 尹真连衣服都来不及穿 不过还在揉眼睛的苏晴 冲出帐篷 只见遥远的天际 紫色雷光 几乎染亮了半个天空 苏晴也从帐篷里走了出来 默瞪口呆地 看着尹真注视的方向 小珍 那边什么情况 尹真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五分钟后 草原又恢复了寂静 尹真想了想 说道 可能那边有御寿师在战斗 反正距离有几十公里 我们继续睡吧 冷死了 乌晴钻进了帐篷 尹真又看了一眼雷光消失的方向 小莉 你一定要平安回来 第三十章 可恶的女人 往回赶得七里越来越困 就像刚吃了一只鸡的蛇 迫切地想要找个地方 睡一觉好消化食物 本来想让九只狐狸背她回去的 结果试了一下 颠得妈都不认识 办法总是逼出来的 五星上将曾经说过 每一件新工具的发明 都是人为了偷懒 虽然狐狸没有灵智 但有记录的能力 于是七里想到了一个办法 从空间中取出一块 引针还没卖掉的豪猪皮 让四只狐狸抓住猪皮的四脚 她再变回小狐狸 躺到猪皮中间 然后 四只狐狸拉着猪皮起飞 嗯 这不就是狐狸版的无人机 运输吊栏吗 虽然简易了点 等有时间做一个舒适版的 感受着狐狸稳稳地托运 七里让他们把自己送到后 叫醒自己 随后闭上狐眼 狐狸全力飞行的速度很快 她走了两个小时的路程 半个小时就到了 七里还在消化着体内的灵魂 就被几只拱她的狐狸弄醒 看到引针的帐篷 满意地对狐狸点点头 让他们继续守在四方后 收起豪猪皮 和还在守护帐篷的雷鹰拳 现打了个招呼 顺着引针留下的缝隙 钻进帐篷 然后躺进引针香香 暖暖的睡袋里 秒睡 引针一直有点担心七里 所以睡得很浅 虽然她清楚 粉级秘境 已经没有一生兽 能威胁已经白银级的七里 但是凡事都怕有例外 七里一回来 她就感觉到了 还没等她说话 七里什么都不说 就呼呼了起来 让她又好气又好笑 拿起枕头边的手电筒 帮七里检查了一下 确认没有伤口后 才放下心 哼 白担心了 七里释放骤镜 杀声音的地方 穿着制式军装的官方人员 封锁了现场 四辆官方装甲车 车顶探照灯的灯光 将遍地是坑的区域照得如同白昼 几个身穿白衣的勘测人员 正手持仪器 放大静等 和头大身小 鼻子如同尖刺一般凸起的 四只类人形契约灵 克兰兽一起勘测着 边上 是宁以七号基地的主要负责人澄清 两小时前 基地瞭望塔的军人突然汇报 这个区域突然出现 持续五分钟的密集雷击 起初她还以为只是 正常天气现象 但当手下继续说 雷霆还是紫色的 密集轰击一个区域后 她就不淡定了 于是立马带着四辆装甲车赶到现场 等他们到的时候 七里早就走了 半小时后 天已微明 澄清一脸凝重地看着遍地雷坑 问已经停止勘测的人 检查出什么了吗 一人禁礼后 汇报 报告营长 经勘测 这里原是一个有首领的青铜集电耗子的窝 因为四周破坏太过严重 但外围还有残余的脚印 根据我判断 这是一个拥有近 240只电耗子的超大族群 现在只找到了灵星的电耗子尸体残片 其他电耗子都不见了 其中 我们在中心位置 发现了一双女人的足印 和树片红舌草莓的果子叶片 足印是高跟鞋 根据痕迹学推定 对方身高在170-175 体重约在50kg左右 从雷坑的攻击强度看 每一道雷击都相当于白银级一生兽的权力一击 澄清点了点头 松了口气 表情微缓 有人就好 有人就好 好个屁啊 有人就说明 这恐怖的攻击是人造成的 而不是秘境里出了乱七八糟的一生兽 不过有人更他们恐怖了 能召唤雷云降下雷霆雨 每一击都是白银级的威力 还持续了五分钟 如果这人是只能进粉级秘境的二级预售师 他敢把自己头拧下来 给人当尿壶 众所周知 二级以上预售师 只要出现在粉级秘境 秘境就有坍塌的风险 如果秘境坍塌时 还有人在秘境里 基本就意味着 他永远也回不了蓝星了 而他临来时 并没有检查空间门的稳定度 澄清脸色一变 立刻下达命令 一组回基地 检查空间门 向全秘境发撤离警报 是 两队人立马上车 快速撤离 勘测队 能追踪那人的脚印吗 不能 但能根据他离开时踩的脚印 判断他去了那个方向 澄清看向勘测人员手指的方向 你们上车撤退 然后命令 二队 三队跟我来 我们必须要在秘境坍塌前 找到这个女人 不然凝成损失就大了 想起那些能保证 全程五分之一肉食的肯塔牛 还有辛苦建好的基地 就要因为一个 不知道怎么潜入秘境的 高级御寿失毁了 澄清就不禁恨得牙痒痒 清早 虽然昨夜没有睡好 但生物中 还是准时将引真叫醒 看了眼怀中 还在睡觉的粉狐狸 巴吉在他脑门的 樱花印记上清了口 看他 只是抖了抖耳朵继续睡着 才慢慢地挪动身子 从睡袋里钻出去 烧了锅开水 洗脸 刷牙 然后 拉起还在赖床的苏晴 一起做早餐 不当这里是 危机四伏的秘境的话 在空旷的草原上露营 还真是不错的感觉 早餐是苏晴自告奋勇 做的坚困鸡蛋 味道很是不错 装盘后 两人吃了起来 苏晴见引真 没有叫醒气离的打算 不由问道 你不叫醒小丽一起吃吗 引真看了眼睡袋中的小狐狸 摇了摇头 不用 他饿了就醒了 再让他睡一会儿 没过一会儿 一阵发动机的嗡鸣声 游远极近 已经消化掉所有灵魂的漆离 也睁开眼睛 钻出睡袋 有东西正向这里靠近 但是没有恶意 正在收拾东西的两人 自然也听到了 苏晴问道 什么声音 好像是基地装甲车的声音 引真掀开帐篷的门帘 两辆全副武装的装甲车 嘎吱一声 同时停在了帐篷面前 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男人 焦急地跳下车 先是看了眼帐篷 又打亮了一眼引真 急切地表情转为和睦 又变成严肃 小姑娘 你昨天到现在 一直是一个人在这吗 引真看是官方的人 走出帐篷 没 和我的同学一起 怎么了 苏晴也跟了出来 好奇地问道 发生了什么吗 澄清又打亮了眼苏晴 见两人身高 没有一个到1米7的 最高的引真才 1米65 不由有点失望 他们顺着脚印 锁指的方向 什么发现都没有 都已经准备撤离了 忽然看见这顶帐篷 于是将找到 那个女人的最后希望 放到了这里 结果出来的是 两个小女生 那你们昨晚听到雷声了吗 第31章 差点露出狐狸尾巴 引真心里咯噔一下 坏了 她知道这个官方 领导指的雷声是什么 昨晚整个草原 只有七里试验剂 能搞出的动静 能惊动官方 不能让别人知道 小黎的特殊之处 尤其是官方 七里也按到坏了 昨晚的动静太大 怎么惹到官方的人了 还把官方的人引来了 话说他们怎么找到这里的 现在不能急 就看引真怎么说 引真吻了吻心神 答道 听到了 当时我和苏晴还出帐篷看的 但因为距离太远 就没有太关注 苏晴也是点点头 嗯嗯 当时我还想着 要不要连夜再跑远一点呢 是吗 成青皱了皱眉 她感觉有点不对 但又不知道哪里不对 继续问道 那你们 还有这支契约灵 有没有看到什么人路过 引真摇头 没有 我们一直在帐篷里休息 成青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消息 失望地说道 那行吧 麻烦你们出示一下 进入秘境的登记牌 苏晴直接从空间戒指中 掏出进入秘境时 会领到的登记牌 引真道 我的在我包里 说着 转身拉开帐篷门帘 进去拿包 而成青也趁机看了眼 里面有没有藏人 不过人没有 只有一只萌萌的粉色狐狸 她也没在意 引真拿包的空隙 摸了摸七里的脑袋 小声安抚 一切有我 别怕 七里点了点头 成青拿到引真的登记牌 确认两人都只是 二级御寿师后 将登记牌归还 又说道 秘境可能随时要关闭 你们赶紧出去吧 看两个女孩点头 成青就转身准备上车 就在上车的那一刻 她身形一顿 她想起来 哪里不对劲了 那个叫苏晴的丫头还好 眼神中一直充斥着好奇 但那个引真 眼神太淡定了 淡定得 仿佛什么都知道一样 当然 也可能是她的错觉 不过 任何不可能的可能 都可能是最终的答案 成青又反驳身 一脸不容反驳地说道 麻烦你们两位 照出契约灵 然后召唤附体 七离一愣 这人好大的官威 啊不 这人好牛逼 居然想到召唤附体 完了 她变身后的体型 与和引真附体似的一样 逃不了了 是暴露 还是把他们灭口吗 引真也皱了皱眉 苏晴也是不满的撇撇嘴 玉寿师的世界里 因为契约灵附体 会改变玉寿师的外表 比如苏晴 她让铁甲熊附体 全身都会长满棕色的毛发 而且体型更壮 如果让赤岩龟附体 不光会背上一个龟壳 全身皮肤还都会变红 一点都不符合她可爱的气质 所以 召唤附体 就像男人穿女装 我可以主动穿 但你不能让我穿 成青也知道这很侮辱人 但眼前的形势 是她必须要在秘境崩塌前 找到那个女人 将她送出秘境 才能保住秘境 和来不及撤出的人和物资 这很重要 麻烦两位召唤附体 说话间 成青的声音不由大了几分 装甲车上的操控机枪的军人 默默将枪口吊转 照就照嘛 虽然不乐意 但形势比人强 官方的要求 还是要照做的 苏晴率先召唤 召唤出铁甲熊和赤岩龟 一一附体 然后解除 轮到影针 影针先与雷音权线合体 看着身形 只是像紫色蝙蝠的影针 成青继续道 还有一只 长官 我剩下的那只是零星狐狸契约灵 我不想召唤附体 影针指了指帐篷门口 已经让狐狸包围两辆装甲车 准备起骤镜 杀生阴阵的七里 这个拒绝的理由很合理 一个预售师 与零星狐狸契约灵合体 就相当于一个女生 跨上了装油果冻 跳跳堂 开水与冰水的篮子 懂得都懂 十分抱歉 因为事态严重 我只能如此 等你们回基地的时候 我会补偿给你们 一人二十颗青铜级灵合 那么我们先走了 你们也赶紧出发回基地 然后出秘境 澄清认真的道歉后 回到车上 既然找到那个女人无望 只能做最后的措施了 两辆装甲车 立马轰鸣离开 等车走后 影针和苏晴也没了好心情 将帐篷等物收拾后 全部收进戒指 然后背上装着七里的背包 开始返程 路上苏晴不停抱怨 好好的探索之旅 就这么半途而废了 而影针则在想 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 官方是被七里弄出的动静引来的 这是肯定的 但是 官方刚才的举动 明显是在找人 而不是找狐狸 难道小黎能变人 别开玩笑了 万年来七月零只有长得像人 但没有七月零能变人的记录 或者说 小黎试验技能的时候 有人碰巧出现在了附近 然后官方的人 将那人当成释放小黎技能的人 而小黎已经是白银级了 释放的技能威力那么大 所以官方的人认为 有高等级预售师溜了进来 才这么紧张 合理 很合理 尹真一通分析 错过了正确答案 心里愉快了不少 虽然官方闹了乌龙 但他也没有去解释的想法 一个是刚刚那个领导虽然看着帅 但的确有点咄咄逼人了 二个小黎可是他最大的底牌 他可不想让别人知道 而背包中的七黎也在自我反省 放了一个技能而已 居然能让官方紧张到这个程度 不光四处找他 还连他是女的都知道 更过分的是 看哪个官微很大的人的意思 官方连自己人形身高都猜出来了 还好这个世界的人 看不上普通狐狸 不然刚才就暴露了 果然还是不能小瞧 这个世界的人类啊 人类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 过了九千多年 依旧能维持秩序 不是没有道理的 靠近基地三十里的时候 尹真和苏秦的手机 就收到了宁以七号基地 发来的短信 警报 所有在宁以七号秘境中的预售师 请立即回基地 基地将于十小时后关闭 同样的短信 他们收到了三条 秘境的军事基地有信号塔 自然可以在一定范围发送短信 随着离基地越来越近 他们也远远看到了 正在匆匆驱赶肯塔牛的 官方放牧人员和 同样返程的预售师 苏秦收了开路的赤炎龟 和殿后的铁甲熊 七里也则积收了九只狐龄 第三十二章 澄清的举措 基地里 间歇地响着警报 已经返回基地的澄清 和一众官方人员 死死盯着 稳如明镜的空间门 空间门一点变化都没有 负责观测空间门的军人报告 报告营长 我和战友一直盯着 空间门一直很稳定 程营长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 那脚印的主人已经死了 澄清也想过这个可能 但常识告诉他 这不可能 不可能 我看过现场 那人还能悠哉悠哉地 吃红蛇草莓 甚至有闲心 把粘在草莓上的叶子给挑出来 绝对不会死在粉级秘境 一个西装革履的人说道 那会不会是有位发现的一生兽 没等澄清反驳 一个军人瞥了那人一眼 你傻 如果有白银级一生兽出现 这个空间门 就不会是粉色的 而是橙色的 又一人说道 也不是不可能 根据国外传来的消息 米国就出现过低等级秘境内 出现高等级一生兽的报告 不过那个国家经常会传出假消息 所以还未待确认 西装男跟着道 那你们说怎么办 昨晚的动静不是假的 青铜级的一生兽 可搞不出那动静 如果是二级以上预售师 空间门现在应该开始紊乱才对 橙青听着众人的话 不禁感觉脑壳疼 现在他 唯一能确定的是 昨晚的动静 绝对是白银级 或二级以上的一生兽 或预售师搞的 但空间门却没有任何变化 这不符合近万年来的常理 现在所有人都等着 他这个基地主管的决定 橙青沉思良久 最终下了决定 下面听我命令 一 暂停撤出物资 二 关闭宁以七号秘境 并向宁城方面通报 开放时间择日而定 三 严查所有出秘境的御寿师 尤其是女御寿师 包括他们的召唤附体状态 具体等下我会说 四 二连 三连 严昨夜雷暴地点 二十公里范围内搜索 见基地主官下了命令 所有人各自执行 澄清痛苦地揉了揉鼻梁 拉过一个军人 对了 你通知一下检查的人 遇到两个叫尹真和苏清的女孩 就不用检查了 我已经检查过了 还有我答应补偿给他们 一人二十颗青铜级灵盒 也让人帮忙给他们 最后再替我道个歉 苏清和尹真进入基地大门 发现所有回来的御寿师 都得排队接受检查 检查的过程不限于登记牌 身份证 还要到旁边的屋子里 召唤契纪约灵附体 苏清的心理平衡了不少 人都是这样 自己一个人倒霉 或许会郁闷 但一群人倒霉 那就会乐在其中 尹真猜错了答案 所以也没心慌 老老实实地排队 而背包里的七里 就不淡定了 干 又来 真就欺负狐狸不发威 就当是病猫是吧 话说 以自己的能力 能不能将整个军事基地 披成渣渣呢 就在快排到他们的时候 房间里 一个完成契约召唤后的 高条女御寿师 被官方人员带走了 周围的空气 瞬间变得有些沉闷 毕竟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有不少人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不由地开始交头接耳 发生了什么事啊 那人怎么被带走了 不知道 可能是偷了肯塔牛 偷那玩意干嘛 买一只不过五万块钱 杀死之一生寿 都赚回来了 也可能是有官方人员 喜欢高个子女御寿师呢 有这可能 传下去 官方在找大长腿女御寿师 官方在找 官方在找的大长腿女御寿师 说是大长腿好吃 听着越传越离谱的谣言 维持秩序的军人脸 渐渐黑的能滴下墨水 别乱造谣 有个高级女御寿师 潜入秘境了 为了秘境的稳定 我们必须要在秘境坍塌前找到他 哦 原来如此 吃瓜御寿师们 明显对这个军人的解释不感兴趣 他们更想听到 是官方人员的大瓜 轮到尹真和苏秦的时候 检查人员接过他们的登记牌 看了他们一眼 从桌子下面 拿出两个布袋子 道 你们之前接受过召唤附体检查了 这是成营长答应的补偿 你们清点一下 不得不说 这个检查人员是会说话的 既解释了尹真他们不用检查的原因 又解释了 为什么给补偿 想吃瓜的御寿师们又开一个新挂 背包中 想在哪个位置布阵的妻离松了口气 尹真和苏秦接过布袋 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通过空间门离开秘境 然后交钱 上了回程的运输车 运输车上 先上车的御寿师三三两两地聊着 主题都是军事基地的异常举动 两人找了个位置坐下 尹真抱了抱抱 冲着小狐狸眨了眨眼睛 这些人和官方的人 估计到死都不会知道 这一切的元凶 就是无人看得起的小狐狸 听到其他学校利用假期 来秘境的学生抱怨 挣的钱还不够往返车费 苏秦眼睛一抬 小真 我们昨天赚了多少 尹真算了算 他和苏秦 一共收获22只电耗子 三只火烈鸟 两条草原太攀蛇 除了灵河 其他全部卖掉的话 估计能有18万 才18万啊 虽然有提前出秘境的原因 但以往他单独带小黎 和音音静秘境 打底一趟 都是60万起 18万左右吧 具体看回收点怎么算 我们评分 一人才9万 苏秦掰开手指算了算 随即惊喜出声 9万 这么多 一天9万 两天18万 一个星期不就73万 半年就能买一套大平层了 小真 我两真厉害 苏秦感人的数学能力 瞬间引得周围几个御寿师侧目 就连引针都羞愧地低下了头 拉了拉苏秦的衣袖 示意他别兴奋了 先不说你数学问题 就说我们还得上课 哪来的时间全在秘境里 呃 好像也是 第33章 小真 你出去再逛逛 两人回到宁城 先去了趟交易中心 将两人共同收获的物资 全部卖掉 没有到引针估计的18万 只有17万 一人分了8万5 虽然少是少了点 但相比那些连车费 都没赚回来的人来说 他们已经算不错了 在小区门口和苏秦分别后 引针回到家 云仪今天休息 引针没有掏门钥匙 先是敲了敲门 两久没人回应 估计云仪出门了吧 嘀咕了一声 引针掏出钥匙 准备开始开门 背包里 七里耸了耸耳朵 可是他感应到 家里有人啊 而且还是两个 难道 瞬间脑补出一出 少而不移的画面 哦 别开门 引针开门的动作一顿 将背包挪到胸前 拉开拉链 看着小狐狸奇怪地问道 为什么 哦 听我的 我们出去逛一会儿再回来 嗯 反正云仪不在家 听你的 正好我想 买几双新袜子 七里满意地点头 引针这丫头 就这点好 听劝 引针出去到商场 买了几双袜子 过了半个小时才回家 再次回到家门口 这次家里 七里只感应到了一个人 而隔壁王贺家 也多了一个人 所以说 刚刚发生了什么 自然不言而喻 而傻傻的引针 宛如什么都不知道般 看到云仪开门就问 咦 云仪你在家呀 我还以为你出去买东西了呢 没 我刚睡着了 云仪揽了一下耳病的发丝 脸粉红粉红的 你不舒服吗 脸红红的 这傻子 这个家没有他迟早的散 背包中的七里 疯狂翻白眼 哦哦 先放我出来 对对 引针立马拉开背包拉链 进房间后 先放七里出来 我脸红吗 可能是在被窝里热的吧 云仪摸了摸脸 的确有点烫 感激地看了眼小狐狸 关上门 然后问引针 你怎么今天就回来了 嗨 小黎 在秘境放了个技能 官方以为 有三级御寿师进了秘境 引针说清原委 没有隐瞒 然后给自己和七里 堵到了杯水 你说官方在找人 云仪听到引针说 官方在找御寿师的时候 眼睛飘到了 正在土舌头卷水的七里身上 看样子 小珍还不知道 小黎会变人的事啊 不过不告诉小珍也是好事 她接触过官方人员 可以说 个个都是猴子变的 如果小珍知道 小黎会变人 难免会在官方人员面前 露出破绽 嗯 我觉得是小黎放完技能后 有人露过 结果导致官方误判了 云仪点点头 是有这可能 不过既然你以七号秘境关闭了 那你就休息两天吧 你都连续六个星期去秘境了 嗯 是准备休息两天 就是突然回家 还有点屋 引针话未说完 只见七黎跳到地上 无聊是吧 爷这有的是活 抖一抖耳朵 无数电耗子的尸体 被放到了客厅的地上 望着小山一般的电耗子尸体 引针将最后一个聊字 声声咽了下去 嗷嗷 空间里还有这么多 云仪看到如此多的电耗子 也不禁扎舌 乖乖 这么多 还有一只首领级的 小震 你这是端了电耗子窝 首领级 正好我之前就打算找一只电耗子首领 想把技能使给音音 让音音也有直伤能力 小黎 这都是你试验新技能时杀的 七黎掐腰站起 眯眼点头 爷牛不 看着得意求夸的七黎 尹真和云仪同时拍狐屁 小黎好厉害 一下子能杀这么多电耗子 不过问题又来了 这么多电耗子 给处理到什么时候啊 尹真内心一声尖叫 随即眼泪婆娑地看向云仪 云仪 好好 我帮你一起处理 云仪宠溺地摸了摸尹真的头 于是 接下来来的时间 尹真不再感觉无聊 云仪处理到后面人也妈了 直接去隔壁 把正休养生息的王鹤 也抓了过来一起处理 而七黎将剩下来的电耗子尸体 全放出来后 就回到房间 毕竟处理尸体这么血腥的事 咱智慧与美貌并存的七黎大人 怎么会接触呢 正如古代的君子远刨厨 不是说君子不要会做饭 而是说君子不要看厨子怎么杀动物 电脑开启 网站启动 七黎没有画画 毕竟外面还有人呢 而是点开自己作品 下面的评论 看看漫画迷 怎么拍自己的狐屁 唉 居然有人给我发私信 叫翻身做主 我为公主 好中二的名字 居然还是我金主 看看她说什么 让我帮忙画一个主角 叫烟烟的女孩子 欺负另一个叫阿珍的女孩子 居然还给十万佣金 这我熟啊 不给钱我都画 正好运输车之狼 第一步也快完结了 下一步画纯白的轮舞曲 苦主阿珍与烟烟的故事 内容就画 苦主阿珍与烟烟是青梅竹马 烟烟对阿珍很有好感 但阿珍是一个木头呆子 一直感受不到烟烟对她的好感 直到某天 她收到了一张光盘 光盘里 烟烟被另外几个肥婆欺负 阿珍这才知道 她也在烟烟 后来 她才知道烟烟是故意的 就是为了刺激她 然后阿珍疯了 忘了所有光盘中发生的事 与烟烟还是青梅 直到某天她看到了烟烟 和几个肥婆在一起 气力满意地拍拍爪子 多么完美的剧情 有什么比心里摧毁一个人 更欺负人的吗 完美地契合了金主的要求 客厅里 除了午饭的时候 三个人不停地给电耗子开膛破肚 王赫负责解剖灵合和皮毛 云衣负责清理残污 尹真则负责将电耗子的肉装袋 几乎形成了流水线 电耗子的肉 虽然不如肯塔牛的肥美 但总还是有人吃的 这么多电耗子肉 也能卖个两 三万块钱 自然不能浪费 一直到傍晚 三个人才将普通电耗子处理完 处理最大的电耗子首领 王赫拎起电耗子首领的尾巴 细看了一圈 他之前也听尹真说过 秘境中发生的事了 第34章 秘星 两道雷击电耗子首领就没了 这就是白银级一生兽 也难做到 如果那五分钟的雷击 全是这种威力 死 想象自己站在那些雷霆下面 王赫也忍不住抽了口冷气 蓝星的空气 瞬间升温0.00001度 要知道青铜吉时 七离就能打伤自己的薄金级壮羊羊 现在七离白银级了 壮羊羊还顶得住吗 再想想以后尹真静秘境 遇到那些群居的异生兽 七离的这个技能 哪还是杀伤技能啊 完全就是刷钱技能 尹真这丫头成富婆的日子 指日可待啊 应该是一种威力 当时我虽然站得远 但是看到的雷霆 都是一个规模 尹真道 我只能说 恐不如斯 王赫一刀 捅进电耗子首领的破门 开始小心分割 很快一颗技能石 和一颗灵盒被取出 王赫有意考笑一下尹真 于是问道 这可电流冲击技能使你准备怎么用 我准备给音音 这次和同学出去 我发现音音没有直伤手段 很容易一物战机 尹真答 遇到第一条草原太盘蛇时 他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如果当时音音有直伤手段 那条草原太盘蛇 绝对不会对苏青的灵滑 是言归 有第二次进攻的机会 嗯 很合理 小李有狂围击合狐灵 还有刚觉醒的那个技能 并不需要电流冲击锦上添花 音音反而更需要 王鹤点点头 很满意尹真的这个答案 御寿师中总有那么一些人 喜欢将所有的技能 都堆到一只契约灵身上 结果就是遇到 真正的危险时 重视的契约灵自顾不暇 而其他契约灵又帮不上忙 最终枉死在秘境 尹真拿到技能时 立马照出雷音拳线 雷音拳线使用技能时 不像七里 还要吞到肚子里 而是技能拾贴 到他脸上的白圈上 就化为气体 融入雷音拳线的身体中 雷音拳线嗡嗡嗡了一会儿 意念告知尹真 他会了一个技能 随后 王鹤主动揽过了去卖材料的活 尹真和云仪在家做饭 因为东西太多 王鹤足足往返了三次 才将电号紫肉和皮毛 全部卖掉 自然的 收获也不错 一起卖了110万 现在的尹真 不知不觉间 已经是身怀1500万的小富婆 就算他本来就有600多万 但要知道现在巨尹真觉 醒成欲寿师才过去一个月 他的未来还有无数个月 尤其是他的身边 还有七离这只神秘莫测 能为通天的契约灵 现在云仪和王鹤毫不怀疑 尹真未来能成为九级玉寿师 不过可以预见的 当七离被曝光的日子 就是麻烦找上门的日子 吃完晚饭 尹真又又又又双若灼硬硬硬地关掉电脑 拉着七离陪他玩拍手的游戏 幼稚的七离直翻眼 厨房里 王鹤主动洗着碗 云仪斜靠在门框上 看着洗碗都不忘叼着烟的男人 面露嫌弃 你这烟能不能戒了 王鹤抬起头 瞇了瞇被烟枪到的眼睛 你让我戒我就戒 爱戒不戒 反正你身上只要有烟味 就别想亲我 戒 我明天就戒 王鹤立马吐掉 已经烧到烟尾的烟屁股 嬉皮笑脸道 过了会儿 王鹤已经洗完了碗 脸严肃了下来 事意云移进来 然后关上厨房门 我准备过段时间去摩多 为什么 我卡在七级预售师三年了 想去摩多的清级秘境看看 能不能突破 宁城周边没有清级秘境 所以很多预售师 到了七级 都会去有清级秘境的城市 而摩多是黎宁城 最近的拥有清级秘境的城市 这么接 云移沉声又问 我帮小镇卖材料的时候 遇到我在防卫军的朋友了 宁已七号秘境的事情 没有结束 官方怀疑 有人掌握了高级预售师 进入低级秘境的方法 所以准备派军队 清扫整个秘境 也要找到那个 并不存在的预售师 而当他们清扫完 还没有结果 那么自然要怀疑到 小镇他们 这一批预售师身上 当他们回顾所有的漏洞时 自然会想起小镇 没有召唤小离附体 说着王鹤又点燃一根烟 这一次云移 并没有露出嫌弃的表情 而是沉思着 王鹤又道 所以我必须突破到八级预售师 这样才能在一定范围内 保护小镇成长起来 看云移颇为紧张的样子 王鹤一笑 安慰道 当然 这是最坏的结果 毕竟所有人都认为 小镇的第一只契约灵小离 是普通狐狸 云移翻了个白眼 不需要你安慰 我知道那帮人的德行 哪怕为了一个极小的可能性 也会投入无数精力 寻找答案 不然小镇的父母 也不会 这就是我不愿意 加入官方的原因 为了一个采集 秘境可以获得 超越五星契约灵的契约灵的谣言 让那么多人进去送死 直到秘境消失 最终什么都没有 王鹤说着 脸上浮现怒容 声音不由大了点 云移急忙劝道 声音小点 别让小镇听到 王鹤点了点头 沉声道 其实小镇应该知道了 阿云 你别一直将她当做小孩子 有时候 事情的真相 会让她成长得更快 我知道 至少再等一等 我不希望 她过早地生活在痛苦之中 你呀 王鹤顿了顿 千言万语化作了一声叹息 林云总是这般温柔 像是最温暖的港湾 给人心灵的依靠 这不正是她喜欢 林云的一点吗 卧室的床上 厨房里 两人的对话 自然瞒不过 身为犬科动物的七里 七里又一次走神 出错爪子 被尹真推倒 干脆哼了一声 团到床上 一副我累了 不想玩了的样子 从刚刚偷听到的 支言片语中 她得了不少信息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 尹真这小丫头 背后有不少故事 往后的日子 绝对不会无聊 其次 这个世界的官方 并不是那么伟光正 或者说 有些人不是那么伟光正 第35章 八重神子老师 真乃神人也 不过嘛 麻烦再多 总有解决的方法 官方不是会查遇寿尸 召唤附体吗 那下一次 去秘境释放骤镜 杀声音的时候 故意在原地 留几个别人的脚印 怎么留 随便买几双 不同尺码的鞋子 磨平鞋底 然后让狐灵 抱着石头压上去 到时候 看官方怎么查 官高一尺 胡高一丈 真当本狐狸几百几颗 难是白看的 七离如是想着 尹真却 以为他生气了 抱起来就是一顿哄 小离 别生气了 我不推你了 哼 七离有意逗一下尹真 就故作生气 一甩脑袋 一副默挨老子的样子 尹真继续哄道 别生气了吗 要不 你推我 七离比意地看了尹真一眼 啊啊 你什么块头 我什么块头 有猫病 要不 给你玩一个小时电脑 尹真剑红不好 于是小心地退了一步 哦哦 这个可以哦 看着熟练打开电脑的七离 尹真嘴角抽了抽 拿起手机 给苏秦发了条短信 帮我再网上搜一下 如果小朋友有网瘾 该怎么见 良久 苏秦的短信回了过来 网上说 可以电机治疗 电机 且不论他舍不舍得电七离 就说天生玩电的七离电机有用 罢了罢了 就让他玩一会电脑吧 哎 曾经的小离 是那么爱看书的一个好狐猎 就是因为电脑 连书都不看了 所以 啊 以后千万不能给小孩买电脑 不对 等柳四嫣结婚生子了 给他儿子或者闺女买一台 尹真认真的点点头 就这么定了 第二天 尹真上学 云仪上班 又只剩七离一个人在家 七离没急着创作 而是穿着岩石后 先去了商场 在不同店铺 买了大大小小的鞋子三十多双 然后又找了家手工铺子 画了一份吊篮图纸 让店家定做一个 这样以后 就能让狐猎带着他起飞 中午 没在外面吃饭 因为他已经吃过 周边不少 好评度高的饭店了 得出的结论 只有一个 还是系统送的油豆腐好吃 最重要的是 现在他还有1400多盘油豆腐 顿顿吃 也要吃三年 而不吃 他们在空间也占位置啊 之后 回到家中 开始创作他的 纯白的轮舞曲 苦主阿真与烟烟的故事 按照日历 现在是 9527年 11月20日 已经进入了深秋 天意见凉 柳思烟放学 回到家中 他的家在宁城最好 最贵的小区 房子很大 是苏秦想买的那种大平层 装修也很豪华 和厨房 正在做饭的柳母 打了声招呼 他就回到房间 进房间的第一件事 就是打开电脑 第二件事 就是从书桌的抽屉里 掏出一根橘子味的棒棒糖 等待开机的时间 撕开棒棒糖的包装 然后将棒棒糖放入口中 不知道八重神子 大大有没有看到 我的私信 都三天了 一点动静都没有 又不是不给钱 嘟囔着 柳思烟将糖纸扔到垃圾桶 点开优势四网的私信页面 发现八重神子 并没有回复他 他的神情 不由有些失望 点开八重神子的个人见面 他猛然发现 八重神子停更了三天 突然又发布了一部新作品 纯白的轮舞曲 苦主阿珍与奄奄的故事 我去 八重神子老师 居然看到我的私信了 惊喜之下 他立马一边舔着棒棒糖 一边看起八重神子的星座 然后 他的表情变了 从开始的期待 然后到扭曲 这部漫画 七里只发了十二页 不过这十二页 足够能给纯爱党的内心 以最沉重的一击 柳思烟就是如此 漫画更新前的剧情 截止到苦主阿珍收到了 竹马烟烟 和一群 肥婆进酒店的光盘 他感觉就像吃了 三斤史莱姆一样 恶心 难受 痛苦 八重神子老师 我让你帮忙画的是 奄奄欺负阿珍啊 不是奄奄恶多的剧情 愤怒地敲下这一行字 发送 柳思烟看了下漫画的评论 发现评论的内容 都和他想得差不多 几乎是清一色的吐槽剧情 太过逆天 当然 偶尔也会出现几个另类的评论 比如什么牛头人狂喜什么的 等了一会儿 柳思烟还是没等到七里的回复 只好作罢 细细一想 八重神子停更的时间 一直是学生的假期 所以八重神子大概率 是学生家长吧 平日小孩上学 才有空闲作画 七里 对对对 尹真那个小笨蛋的家 没他早就散了 第二天 七里依旧没有回复柳思烟 在七里的观念中 他才是作者 要是什么都听读者的 那不如 把笔给读者 让读者来话 今天的剧情 是阿珍连续收到光盘 整个人已经妈了 柳思烟和中读者又妈了 柳思烟 甚至连说好的打赏 都忘了给 第三天 剧情进入高潮 阿珍知道 奄奄是故意刺激他 心态开始崩裂 柳思烟和读者的心态 也崩了 第四天 七里将剩下的剧情 全部发到网上 然后去手工店 取定制的吊篮 吊篮不算太大 直径两米左右 做得很精致 通体粉色 上面有四个方便 狐狸抓握的横杠 下面的吊篮 是蓝色的球形 可以与天空融为一体 不易让人看见 上半边镂空出 无数花纹 可以观察外面 下半边则是 全金属包裹的半球 里面有两排座椅 和一个木桌 以后他和尹真 可以直接让狐狸 带着他们两个 在秘境赶路 多贴心啊 偷懒都带着尹真 七里身上零钱不够 用远超预定费用的 十颗青铜 及零和抵了债 在老板震惊的目光中 将吊篮收到空间里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 明天是尹真放假的日子 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呢 又一次放学 柳思烟看到 阿珍发现 奄奄和肥婆们 在一起的真相后 疯了 就在以为 他忘记一切的的时候 又看到了奄奄和肥婆 进入酒店的剧情 他懂了 原来 八重神子老师 真的按他说的话出了 奄奄欺负阿珍的剧情 原来 欺负不一定是肉体上的 也可以是这种 如同坠入无间地狱的精神欺负 这一刻 柳思烟将自己 带入到了剧情中的奄奄身上 看着阿珍一步一步地痛苦绝伦 身心是说不出的愉悦 八重神子老师 真乃神人眼 柳思烟痛快地给八重神子 直接打赏了十一万块钱 第三十六章 两个臭皮酱 能当诸葛亮 家中 因为王赫明天准备出发魔都了 所以云怡做了一桌好菜 有土豆炖肯塔牛 红烧揉骨兔 炖昆鸡汤 凉拌菌子 每一样都色香味俱全 有人食欲大动 这顿晚宴 七里也出了力 那就是为餐桌上增添两盘油豆腐 王赫和云怡意外之下 又从尹真口中得知 七里还记得被召唤前的事 空间中还带着被召唤前的物品 这更加坚定了 不能让七里过早曝光的决心 饭桌上 气氛很活跃 并没有离别的伤感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有的城市没有的秘境 别的城市有 比如宁城 宁城有红 粉 黄 青 紫五种威胁等级的秘境 而没有城 绿 蓝 黑色的威胁等级的秘境 所以 宁城的预售师 在等级到达一定程度后 需求突破的话 都会选择暂时离开宁城 去其他城市 等突破后再回来 当然 也有人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会留在别的城市 而有的人会永远回不来 过多的伤感 只会增加离别之人的负担 云仪强颜欢笑着 掩藏着眼眸深处的伤感 现在王鹤将走 以后小珍突破到白银级时 也会离开 那时候 她也将离开 她停留在五级预售师的时间太长了 五级 已经完全保护不了小珍了 悄悄地在餐桌下 从口袋里掏出只有五级预售师以上 官方才会配发的徽章 徽章通体绿色 宛如翡翠一般 雕刻着精美的法阵花纹 翻转过来 背面金属铭刻着一行字 凌云 9495年生 SS及天赋 吃完饭 王鹤依旧主动地帮云仪一起收拾餐桌 两人有很多话想说 又说不出口 每次都刚张嘴 就又闭了回去 七离察觉到了气氛的变化 于是冲着 也想帮忙收拾桌子的超大号 千兆万电灯泡尹真叫 嗷嗷 我想出去逛街 尹真听到狐狸叫 茫然地抬起头转向七离 啊 逛街 外面也没什么逛的 七离双爪抱闭还凶 嗷嗷 不逛街 就让我玩电脑 好好好 逛街就逛街 尹真连忙答应 云仪 小离想出去逛街 云仪闻言 将视线落在坐在沙发上 宛如小家长一样的七离身上 嘴角微微一抽 七离从不要求小禅带她逛街 这是自己知道的 因为七离想逛街的话 白天她能逛到兔 现在突然说想逛街 分明是看出 自己和王鹤有话要说 但碍于尹真再不好说 于是给自己和王鹤创造机会 这么聪明的七月灵 她和小珍 到底谁才是那个御寿师啊 好吧 正好星期五晚上 公园那边有夜市 你带小离去逛逛 嗯 尹真点头 转身回房间拿背包 这傻子 七离摇摇头 等尹真出来后 钻进拿出来的背包里 然后出门 至于出门后 家里会发生什么 那就不是小狐狸关心的了 一人一胡走后 王鹤嘴角扯了扯 这小离 果然从上古留下来的俗话没错 形容一个人聪明 就夸她聪明地和狐狸一样 是啊 伏系或所福 或西服所以 虽然小离的优秀 会帮小珍引来不少麻烦 但小离的聪慧 也会帮小珍解决不少麻烦 小离今早在电脑上打字给我看 你知道她打什么吗 什么 王鹤适当地当起了捧根 她说 等何小珍再进秘境后 会再次用那个技能 然后故意操控狐狸抱着 不同重量的石头 在原地按十几个脚印 聪明啊 这样子 直接误导官方的调查方向 让怀疑是一个人的官方 直接怀疑是一群人 甚至一个组织 这样可以直接将社会背景关系 简单的小珍摘掉 王鹤赞叹气离的聪慧过后 又摸着下巴想了想 不过我还有个想法 那就是 先让小珍探索完秘境 到基地门口附近等着 小黎在原点的地方做这些事 然后让狐狸抱着她飞回去 与小珍会合 打个时间差 等等 我们所有人都好像忽略了一件常识 什么 从小珍学校到家有多远 大概一公里 云仪瞪大了眼睛 操控距离 契约灵距离御寿师太远 就会陷入迷茫于本能之中 御寿师的任何指令都会失效 直到重新返回操控范围中 而小黎自己有智慧 并不需要小珍的操控 这的确是常识 而且是写入教科书的常识 一级预售师操控契约灵的范围 大概是50米 当然这是大概的距离 后面根据灵能强度会有所增加 二级是100米 三级是200米 四级是400米 往后预售师每晋升一级 操控距离都会翻倍 直到九级12800米 也就是24公里的距离 一直以来 他们都将契离当成了一个不会说话 只会嗷嗷叫的家人 却忽视了契离脱离了影针的操控范围 还能正常玩电脑的事实 现在想来 如果契离在密集中距离影针24公里以上的范围 搞他准备的骚吵作 那官方人员怀疑影针之前 得先删自己积耳光 确认自己是不是疯了 居然怀疑影针一个二级预售师 是九级预售师 都说两个臭皮匠 能当诸葛亮 王赫和云以几番话 就帮契离将计划补充完美 现在想来 我都同情凝城官方的人了 估计到时候要傻了吧 怎么办 我都不想走了 想要看看那些人变成麻瓜的表情 说着 王赫揽上了云以的腰 想到小珍即将脱离危险 云以的心情不错 没有推开王赫 只是翻个白眼 去你的 送行宴都吃了 赶紧滚蛋 不到八级别回来 这么残忍 那我走之前 不要 小珍回 放心吧 小离那么聪明 肯定不会这么快回来的 第37章 梦想一新 凝城的夜市很热闹 数不清的摊位 卖着廉价的小吃 到处响彻着售卖生 烤电耗子 烤肯塔尿 烤肉骨兔 大家看一看 都是新鲜的肉 买一份 烤串送一片纸蟹药 烤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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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面 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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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带尽了 生腾的炉烟 带着各样香气 为拥挤又繁忙的宁城 增添了几分烟火气 也为宁城的城民 添加了几分 还在人间的感觉 来往的人 几乎将公园的道路 挤得水泄不通 不时有人 在某个摊位前驻足 又引起一通堵塞 尹真将七离死死地抱在怀里 生怕他被挤到 他和七离 都是吃饱了出来的 闻到四处飘逸的香味 也想买一点小吃尝尝 但想到其中的风险 他就放弃了 众所周知 宁城的医院 最多的病人 便是逛了夜市后 食物中毒的城民 而七离 他只是拉着尹真出来 别在家当电灯泡而已 他对这些所谓的美食 兴趣也不大 这些再好吃 能有有豆腐好吃 而且 他还要时刻盯着系统的倒计时呢 万一错过一个小时 那他就亏大了 想想 一次签到错过一个小时 168次签到 就是错过168小时 嘿 这不就少签到了一次 至于168次签到要40多年 那是事吗 八重神子都几百岁 他一个有系统的狐狸 还能活不到几百岁 啥 尹真活不了 这倒是个问题 逛了许久 尹真打了个哈欠 掏出手机看了下时间 小黎 现在十点 我们出来已经两个小时了 可以回去了吗 哦 回吧 七黎叫了声 真是难为尹真了 每天的话 这时候他都已经睡着了 这时候回去也差不多 路上还要走半个小时呢 而且 就王鹤那大帅笔的体型 应该不是什么猛男 想必早就结束了 到家楼下 七黎提前感应了一下 狐脸一僵 他赫然在云衣的房间里 感应到了两个人 这么猛的 自己以前做手工活 也坚持不了两个半小时 难道王鹤是读者的人均体质 七黎叫住准备进楼的引针 让他再等一等 然后看左右没人 也没摄像头 照出一只狐脸 从楼下的花坛里 捡了个石子 接着操控狐脸直飞十九楼 在云衣的窗户上 轻轻地砸了下 结果力气还是大了点 将玻璃砸裂了 正在抽势后烟的王鹤 猛然一惊 连忙看向窗外 发现了窗户上的裂痕 猛然想起七黎的感应能力和狐狸 连衣服都来不及穿 就一边捡衣服 云衣慵懒地翻了个身 看着狼狈的 宛如被抓奸的男人的王鹤问 怎么了 什么砸到玻璃了 王鹤捡起最后一只袜子 仓皇说 小珍回来了 玻璃是小黎的狐狸砸的 我先回去 明天帮你修完我再走 说完 在云衣脸上清了一下 然后就抱着捡起来的衣服 飞快地跑出房门 还贴心地将门关上 王鹤走后 云衣看着窗户上的裂痕 嘴角抽了抽 无语凝掩 这调皮的狐狸 就不能换种提醒方式 不过 小黎既然用这种方式提醒 也就是说 她在帮自己和王鹤保密 那自己帮她保密能变人的事 算是两清了 七黎就感应到一个灵魂 飞快地跑出云衣的房间 进入王鹤的房间 哦哦 可以上楼了 尹真不明所以 但七黎的话 她还是听的 回家后 客厅早已打扫干净了 尹真何在 还在房间里的云衣说了声 就先带七黎洗澡澡 搓泡泡 耶 七黎看着系统面板上的倒计时 渐渐归零 对双月虔诚的祈祷 不要丝瓦 不要玩具 不要 系统 启动 阿波 签到 OP小主 我十连四个雷电将军哦 嗨嗨 本周签到已完成 恭喜获得武器梦想一新 有名 蕴含奶香的刀 这是一把蕴含雷电 极其锋利的刀 根据御主的修为自动升级 已存入小主御寿师胸口 下一次签到时间为168小时后 七里 地铁 老人 手机 众所周知 雷电影有两个最厉害的东西 一个叫一新净土 就是雷电影朵里面 整天看小说 吃三彩团子的地方 而另一个 就是刀鸣梦想一新的太刀 是前任雷神 雷电针留给雷电影的遗物 是雷神的象征 也是原神里到期的护国神器 雷电将军开大释放梦想一刀时 从胸口拔出来的 就是梦想一新 而现在 这把刀居然抽出来了 而且还直接给了影针 他连闻都没机会闻一下 也不知道 上面有没有残留雷电针 或者雷电影的奶香味 过分 太过分了 谴责 强烈的谴责 抗议 系统我抗议 凭啥我抽的东西 直接给了别人 好歹让我先闻一下 你想被封 七离缩了缩头 不敢再言语 毕竟绿霸娘的和蟹之力很猛的 她可不想胡再意解 还被封了 哼了一声 七离钻到被影针舞的 暖暖的被窝里 借助床头的夜灯 和狐狸的夜视能力 仔细盯着少女胸口的雪白 看了几眼 影针的胸口 多了一个原神中的雷电印记 就在两只白兔 不对 是在能饿死宰子的 妄宰小馒头中间 想必以后 影针能从那里拔出梦想一心 可惜 没有奶香 话说 要不要让影针穿之前 抽到的雷电将军的衣服 本来她就和雷电将军很像 除了凶 完全就是少女版的雷电将军 现在有梦想一心 不就完美卡斯了吗 明天天亮就和她说 想着想着 七离团到少女的怀中 也闭上了眼睛 而梦中的少女 也感觉到了 胸口多了什么 只以为是七离 也没在意 连眼睛都没睁一下 第38章 这是神明的刀 次日 影针起床 有点迷迷糊糊的 先去卫生间 刷牙洗脸 刷牙间 她看了眼镜子 随即惊呼 啊 我胸口怎么多了个紫色印子 同时 她还用手搓了搓 发现怎么也搓不掉 她记得昨晚洗澡的时候 胸口还没这个印记 不要问她为什么记得 问就是她昨晚洗澡时 看到七离比试的 看她胸口 所以 这个印记是半夜出现的 那这个印记是什么呢 小珍怎么了 正在厨房忙早餐的云仪 探出头问 我胸口昨晚莫名其妙的 多了个紫色印记 云仪放下锅 出来看了一下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影针摇头 没有 没有就好 你问一下小黎 我估计和小黎有关 影针嗡了声 匆忙漱口 然后洗了把脸 回到房间 看七离还团着 就伸手 在七离血白的肚皮上挠痒痒 七离立马被挠醒 嗷嗷叫了一会儿 就看到影针的大脸盘子 贴在她眼前 还指着胸口那朵紫色雷电印记问 小黎 这是什么 嗷嗷 一把武器 武器 影针不解得眨眨眼 可 哦 你试试感应一下 看能不能召唤到东西 我试试 影针半信半疑地 试着感应胸口的雷电印记 没想到这一感应 还真感应到了东西 那是一把缠绕红绳的刀柄 同时 在她感应到刀柄的时候 她的胸口雷电印记 开始发出紫色亮光 一把刀柄 从雷电印记中冒了出来 看样子 雷电印记 应该属于空间之类的 听小黎说的 这是一个武器 那么刀柄下面 还有刀刃 于是 影针试着 将右手覆盖刀柄 顺着往上拔 但却拔不动 要不注入灵能试试 影针想着 开始往刀柄注入灵能 同时刀往上拔了一点 首先是拥有与胸口 同样印记的刀型出现 接着一截散发紫粉色雷光的刀身 带着恐怖的威能 慢慢浮出胸口的印记 继续注入灵能 刀身越拔越长 感受着刀身压抑着 等着完全拔出时爆发的威能 击离瞬间汗毛直竖 别拔了 你也不想没地方住吧 云仪也感受到了灵能 从厨房跑了过来 看到影针手中蕴含恐怖气息的刀 他能感觉得到 如果影针将这刀完全拔出来 他就要考虑重新买房子了 影针听劝急忙散去灵力 缓缓将刀又插回胸口的印记里 做完这一切 他瞬间摊坐在地上 云仪快一步将他扶到床上躺着 关心地问道 小珍 你没事吧 呼呼 没事 呼呼 刚刚还没感觉 现在我才发现 为了把这把刀 我居然耗费了所有灵能 说完 侧头看向还在担惊受怕的七里 问道 呼呼 握着他 我感觉能斩断一切 小黎 这是什么刀 嗷嗷 梦想一新 影针好奇地追问 有来历吗 七里想了想 本来不想说的 但是现在影针 已经是刀的主人了 自然有必要 知道这刀是什么 嗷嗷 这是一把神明的配刀 它现在还不是最强状态 但它可以伴着你一起成长 你等级越高 这把刀越强 神明的刀 影针诧异地瞪大眼睛 一字一顿 脸上满是错愕 旁边的云仪也是如遭雷击 神明 这个世界曾经有人相信过有神明 但是随着人类的探索与成长 人类早就忘却了曾经祈求过神明 转而相信神话中的神明只是更强的人或生物 现在 却听保留召唤前记忆的七离说起神明 而小珍更是获得了神明的武器 她不相信小珍能凭空得到这把刀 所以最有可能的就是这把刀 是小离给小珍的 嗷嗷 不要惊讶 不要将神明想得那么高不可攀 就像这把刀的前主人 虽然是掌控雷电的神明 但本质也是个躲自己房间里看小说漫画 吃甜点 还因为小说作者断更 看不到小说后续而哭唧唧的射空土妹子 七离还有句话没说 那就是你 其实挺像那个土妹子的 尹真麻了 将七离的话翻译给云一后 云一也麻了 世上真有神明的存在 已经够震撼人心了 结果七离口中的神明 居然还是一个设恐会哭的土妹子 他们实在接受不能 那可是神明啊 传说中无所不能的神明 话说 他们怎么感觉七离好像在诋毁他口中的神明 诋毁 提瓦特的神明需要诋毁 爱好喝酒的酒蒙子 喜欢听戏的街溜子 没事喜欢劝人上厕所的瓜娃子 还有丰丹的傻袍子 或多或少都有点大病 至于还没出的纳塔和智东的神明 一个是战争疯子 一个是搞事疯子 怎么看都不是正常人 看两人久久无法接受的样子 七离甩着尾巴叫 哦 你们不用将神明想得太过伟大 他们本质上也是人 生老病死 脾气 性格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改变 就在两人还在回味七离的话的时候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是隔壁的王赫 他刚刚也察觉 隐真房间里恐怖的气息 连忙穿衣服过来 云仪没有隐瞒 将七离的话复述了一遍 于是又多了一个 妈了的人 不过 王赫多了更深层的猜测 小离 你好像和神明很熟悉 八重神子和他们熟 我可不熟 七离直接摇头 哦哦 不熟 我不认识那些有毛病的傻子 不认识还知道人傻 王赫没有再问 七离所在世界的神明 毕竟离这个世界太远 就算这个世界有神明 也是视苍生 为草芥的无情神明 问多无意 徒增烦恼罢了 不过他可以肯定是 隐真怀有的 刀威力真的很大 刚刚幸好色回去了 不然就把初识 展现的威能 连他都感觉害怕 第39章 雷电影在世 吃完早饭 休息好的隐真 恢复了部分灵能 然后陪云仪 去航空站 送别去魔都的王赫 过程不多描述 反正七离只看到 临别时云仪和王赫对视的眼神 几乎能拉出丝 杀得航空站的 单身狗之狗不留 而后 他就跟着隐真 踏上秘境之旅 这次去的 还是老苏人宁以一号秘境 不为别的 就会去往宁以一号秘境的 运输车所停靠的站台 就在附近 一进秘境 他们就往深处走去 这次探索秘境 主要有四件事 一 实验雷阴权线的电流 冲击技能 二 隐真药 试试奶香一刀 三 打怪收集材料 四 就是七离计划扰乱官方调查 其实还有个五 那就是七离想试试 狐狸动力吊栏的感觉 一路上 雷阴权线不停 从双翼释放紫色电流 给妄图攻击的一生兽做电疗 而那些一生兽也很配合 基本粘到电流 就原地跳霹雳舞 然后陷入永恒的梦乡 不过 雷阴权线的灵能 不像七离那么多 基本放二十次电流 冲击就尾了 等待恢复的时间 都是七离的九只狐狸开路 九只白银级的狐狸 在粉级秘境 那就是降维打击 以往要挠一阵子 才倒地的豪猪 现在只要一爪子垫麻 二爪子破皮 三爪子掏心 直接就升天了 七离嘛 就趴在尹真的肩上 眯眼假眉 时不时 将尹真收获的材料 到空间里 倒也轻松 第二天 尹真离宁以一号基地 过六十公里了 四周已经全是密林 和刺奇彼伏的山丘 电流冲击的威力了 尹真很满意 那么现在 他想试试 将梦想一下 全拔出来是攻击的威力 很巧的是 早上起床后 刚走没多久 根据七离的感应 他先遇到了一条小溪 小溪的溪边 就站着一只面包车大的野猪 也就是首领及豪猪 豪猪首领也发现了他们 但豪猪首领 并没有急着攻击 因为他早上吃饱了 现在并不饿 所以只是 警惕的原地单找刨坑 以示威胁 小离 尹真看着豪猪首领 第一时间 喊了一声七离 七离自然懂 立马照出九只狐灵 包围住豪猪首领 尹真本来就准备试试 梦想一新 现在机会 就在眼前 没有什么比同等级的一生兽 更能检测技能的伤害了 在距离豪猪首领 二十米的位置停下 召唤刀柄 开始拔刀 随着尹真灵能的注入 向上拔的刀越来越亮 气息也越来越恐怖 胸口的衬衣 也被刀芒划开 露出雪白的皮肤 和一只旺仔 这一次 尹真拔刀的速度很快 只用了一秒的时间 豪猪首领 感受到恐怖的气息 知道这一刀 落在自己身上 自己非死也惨 于是不顾四周那些狐灵 将两颗粗长的獠牙 对准尹真 开始冲刺 尹真也对着豪猪首领 挥出了刀 一道紫色刀芒闪过 刹那间 万类俱进 风停止了吹动 树叶停止了飘落 豪猪首领 停止了奔跑 仿佛连时间 都被停止了一样 三秒一或者瞬间 风突然开始流动 树叶继续飘下 奔跑的豪猪 顺着刚刚的刀芒 被分成两半 五十米内 被刀芒触碰过的树木 石头 杂草也全被拦腰断成两节 灵能被抽空的尹真 瞬间摊坐地上 紫粉色的梦想 一星也随之化为点点星光 回到尹真胸口的雷电印记里 四周也传出重物摔在地上 水里的声音 好强 尹真喃喃自语着 七里咽了口口水 也是点点头 如果刚刚这一刀 是落在她身上 估计她的狐命 也和豪猪首领一样 不薄 转头看了眼 肾虚一般的尹真 七里点脚走了过去 从空间里 掏出大把 可以补充灵能的灵果 哦哦 吃吧 补充灵能 谢谢 尹真努力 笑着摸了摸七里的头 随手捡起 一颗红蛇草莓放入口中 换了一会儿 尹真总结道 梦想一心不愧 是神明用的刀 单靠我自己的灵能 只能挥出一刀 就会灵力枯竭 所以最好还是召唤 合体后使用 有了你或者音音分担 挥刀后 既能保证 我还能行动 也能借口 这是契约灵的技能 啊 可以 小真你 也不是笨蛋吗 小狸 你又笑我 尹真说着就要 捏七里的狐狸脸 但被七里跳开 扑了个空 然后胸口一凉 她才发现忘了衣服 被梦想一心划破了 这 这怎么办 以后总不能把一刀 就换一件衣服吧 七里看到尹真抱怨 狐狸也眯了起来 哦哦 我空间有衣服 说不定不会被梦想 一心划破 说着 从空间中取出一套 雷电将军的衣服 当然 还有配套的衣服饰品 尹真看着一件 件摆在地上的衣服 察觉这种衣服的风格 好像与小狸合体时 穿的衣服好像啊 拿起上衣 有点狐疑地问 这种衣服 不会被划伤 哦哦 嗯嗯 这套衣服 就是我说的 那个雷电神明的 七里一步步 又补着尹真 靠死雷电将军 不过 他说的也没问题 毕竟这是 雷电将军的衣服 总不能还被梦想 一心划破吧 七里又补充道 哦哦 神明的衣服 必须配套穿哦 不然没有效果的 还是会被划破 好吧 我试试 说着尹真开始换衣服 虽然是在野外 但有七里在 尹真也不怕有人偷看 于是将身上衣服 全部脱掉 然后开始按七里的指点 一渐渐将雷电将军的衣服 往身上穿 像啊 真像啊 随着尹真将 袖着龙胆花的紫色 和服穿到身上 七里越来越感觉 尹真简直就是雷电将军 不对 雷电将军眼角 没有泪质 而雷电影有 只见穿戴完毕的尹真 一头黑色的齐腰长发 头上戴着龙胆花 与折扇头饰 左肩是黑金色的肩部铠甲 一身紫色 和服领口很低 几乎露出大半的胸脯 和雪白的皮肤 前摆 直到大腿 七里的视角 还能看到 黑色的蕾丝安全裤 和服的后摆 直到小腿肚 和服里面还有脸体实地黑丝 从手直到尖到神秘区域 双腿上是黑色紫边 一千地价的长筒袜 脚上一双厚底高跟鞋 悄悄问狐狸 尹真美不美 美呀 太美了 简直就是雷电影在世 除了脸幼了点 胸平了点 头发的颜色发型和眼睛的颜色 与雷电影不一样 这不妥妥的 就是少女版雷电影吗 第四十章 小丫头自卑了 这就是神明的衣服吗 穿着很舒服 虽然布料少 但一点也感觉不到了 而且也不影响四肢的灵活 尹真一边活动着四肢 一边看着身上的衣服 当看到衣袖上的雷电印记时 她微微一愣 这个印记和胸口上的 与梦想一星刀行出的印记 一模一样 她不相信自己是什么天命女主 但这些属于神明的东西 却出现在了她的身上 而这一切 全都与那只眼睛 感觉有点色眯眯的小狐狸有关 神明的衣服 神明的刀 难道小狐狸就是神明 不对 神明怎么可能会当契约灵 唯一合理的解释 就是 七里被自己召唤前 与神明相熟 不然 她怎么会有神明的东西 七里见尹真盯着自己发呆 忍不住问道 哦哦 感觉怎么样 很好 尹真醒过神 如是说了下自己的穿衣感受 就是感觉衣服 好像太暴露了点 尤其是胸口 露得好多 毕竟她平时在外穿的衣服 几乎只露脸和手 这还是第一次 在外穿这种粗看严肃 细看色色的衣服 哦哦 胸口露得 多是为了拔刀方便嘛 很正常 而且 你胸口也没啥好看的 就是一个男胖子 胸口都比你耐看 嗯 也很合理 不过我想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 我和音音合体还好 我只是多了些音音的特点 衣服还会保留 但我和你合体 就直接变成了一个拥有衣服的漂亮女人 所以现在身上的衣服 还有用吗 尹真道 七里想了想 这还真实的问题 她和尹真合体 是直接变成八重绳子 而八重绳子身上 自带巫女服 哦哦 要不试试吧 正好看看合体后 你能挥出多少道 尹真点头 于是召唤附体 小莉莉 以你预售师的身份 请求你 帮我战斗 召唤附体 粉光过后 七里与尹真融为一体 尹真低头看了一眼 原本白色与红色相搭配的巫女服 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刚刚穿的雷电影的衣服 而他人没变 还是那个带着一股 名为谢之气息的美貌女人 到小溪边 透过清澈的溪水 索返的光一看 无论是脑后的头饰 还是耳朵上的耳饰 都没有变 变得只有身上的衣服和鞋子 七里 所以 八重绳子 这是篡位雷电影成功了 然后尹真开始拔刀 一刀下去 又是五十米范围的花草树木 石头山丘倒了大霉 这一次 衣服没有损坏 这一次 尹真没有肾虚 感受着体内依旧充沛的灵能 尹真估计同样的挥刀 他还能挥五十次 所以 一壶等于五十针 尹真没有气馁 毕竟小离现在是白银级 而他还是青铜级 等他突破到三级玉寿师 灵能差距就会缩小 再说了 小离强不就等于他强吗 玉寿师 灵能比契约凌弱 这都是常识了 召唤解除 一人一壶再次分开 哦 不骗你吧 嗯 真的没坏 就是感觉有点不舒服 哦哦 哪里不舒服 尹真翻了个白眼 他可不会说是自卑的 刚刚从六五四一里面 拔出刀的场面 他小小的震撼了一下 有胸和没胸拔刀 完全是两个感觉 他自己拔刀 还得用手扶一下 不然会歪 但合体后拔刀 只需要沿着六五四一之间 拔就行 或许小离 看过别人拔刀吧 才会一直嫌弃自己小 哼 不就是小 之前在哪看过 绿极秘境出产的青藤木瓜 还有青极秘境的黑白奶牛的牛奶 都可以让人长大 到时候看小离 还嫌不嫌弃 哼了一声 尹真抱起七离 然后照出雷音权线 继续前进 中途搅了一窝肮脏的胳膊铃 然后又垫死不少医生兽 最终在日落前 找了个空地搭建帐篷 耶 围着帐篷内的电灯 七离用胡语向尹真介绍着 他与云医 王赫商量的计划 根据地图 现在他们的位置 在基地的西北方向 120公里处 再往前100公里 就是这个秘境的边界 明早尹真 直接带着雷音权 现沿来的路 返回基地 而他则继续前进 直到接近秘境边境 到时候再释放一次骤镜 杀声音 然后在官方赶到之前 尽可能地布置脚印 误导官方 按照尹真正常快速奔跑的速度 120公里 他大概要跑6个小时 他会卡着点 放骤镜 杀声音 弄完一切 再坐着狐狸提着的吊栏 飞回基地附近 正好差不多时间能与尹真会合 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 七离从空间中 逃出一堆灵果递给尹真 让他带着 虽然一路都被他们亲过了 但总要防止意外不是 吃完饭 尹真收拾好帐篷 一人一壶 对了下手机时间 小丽 你要注意安全 早点和我会合 哦 放心吧 我一个白银级狐狸 不会有意外的 若这一去不回 哦哦 就一去不回 和尹真分道扬镳后 七离从空间中掏出吊栏 然后打开门 进去悠哉地趴着 八只狐狸 分成前后两排 握着两根横杆轻松起飞 剩下的一只狐狸 则在前面开路 狐狸们抬着重物飞行 自然会消耗灵能 不过消耗的 还没它们自然恢复得快 倒也不怕 有坠机的风险 不过问题来了 为什么连操控的狐狸都会飞 而它这个正儿八经的狐狸却不会 狐狸们飞得很快 每一个小时 它就看到了所谓的秘境边境 说是边境 其实就像空气中 突然出现了一堵透明的水墙 隔着墙 还能看到秘境外的风景 到了秘境边上 七离看了下时间 和小珍分开大约一个小时 距离计划的时间还早 七离收起吊栏后 研究了一下边境的空气墙 空气墙的狠直 将秘境和外界分为两个世界 处在中间的花花草草都早已枯萎 并没有出现有草或者其他植物 越过两界的情况 甚至有一条小溪都因为空气墙的存在 而墙形改变了流向 七离并没有作死地取摸空气墙 而是看向外面 外面的环境和秘境类似 它还看到了一只豪猪 正在那头啃食野果 第41章 秘境的边境 豪猪猪也看到了七离 瞬间转身 黄色的瞳孔 瞬间死死盯着粉色的狐狸 前提不自主地开始跑土 动物的本能啊 哪怕是一生兽 在看到食物的瞬间 都有直接攻击的本能 七离微微一裂狐嘴 人力而起 对着野猪伸出左掌 并且勾了勾 你 过来啊 豪猪听不到秘境内的狐狸叫 但豪猪明显感觉到了 狐狸在嘲讽它 毕竟哪有一生兽 敢对其他一生兽漏肚皮的 除非表示沉浮 但就狐狸那个眼神 怎么看都不是沉浮 豪猪似提带着飞扬的烟尘 嘴前的两颗獠牙 也泛起黄色光芒 笔直地朝七离飞奔来 七离知道 这是豪猪的种族天赋 将灵能注入獠牙 可以增强獠牙的穿透力 不过它没有躲 而是静静地看着 看着空气墙 是不是什么都能格挡 近了 更近了 豪猪带着嗜血的眼神 已经冲到了七离的面前 然而 一片寂静中 只看到豪猪撞到透明的空气墙上 别说声音 连一丝连衣都没记起 为了证明这个秘境还归牛顿馆 立得相作用下 就看豪猪好似撞倒了铁板一般 嘴前的獠牙瞬间崩碎 溅起朵朵血花 然后整只猪后腿了几步 歪歪扭扭地倒地陷入昏迷 没有弹性 很硬 灵能 声音都无法穿透 七离摸了摸下巴 根据书上这个世界专家学者的记录与推断 蓝星第一个秘境诞生起源于星历0001年 也就是蓝星海啸 地震 陨石等灾害结束的第一年 秘境为什么会出现的原因 人类至今还没搞清楚 只知道从秘境出现后 蓝星的动植物开始了变异 后来人类发现了 空间门的用途可以沟通蓝星和蜜境 以为蜜境是另一个星球 于是准备从遍地荒芜的蓝星 迁移到秘境中 当人类触摸到秘境边境时 才知道 秘境不像人类想的那样 是一个新世界 不过秘境的资源 也足够当时为数不多的人类幸存 后来 就是新历0013年 华国突然发现 0001年出现的秘境空间门 突然开始从波澜不惊 变得宛如骇浪一般 为了以防万一 当时的领导者 立马将人从秘境撤出 但还是晚了 秘境中的5万人 只出来了1万多人 其他人全跟着秘境消失了 后来 华国将这个消息 散发给其他还存在的国家 有的国家收到了 但有的国家已经晚了 再后来 学者们开始调查边境 后来勉强达成了一个共识 那就是 蓝星因为连年的灾祸 三次元空间不再稳定 就像一个长了浓窗的病人 而每个空间门都是浓窗 连接着其他次元 或者未面的空间 侵蚀蓝星的空间 学者们还用了一个最简单的比方 那就是 将蓝星和其他世界 比作相邻的邻居 现在蓝星病了 家里的院墙也塌了 邻居家养着无数狗 听话地被用绳子拴着 而不听话的狗 就冲到蓝星家里搞错坏 这个比方中的院墙 就是蓝星的三次元墙壁 邻居家的绳子 就是秘境的边境墙 不听话的狗 就是空间门 及空间门后的秘境 七里认为 这个推断很合理 不过这个世界的人 还是少了些认知 比如 这后面有没有其他推手 比如那个一拳头 把自己 送到这个世界的卡车人 还有脑子里的 那个圆坯系统 现在想这些干嘛 咱现在就是 只一推就到 柔弱无骨的小狐猎 就算知道真相又如何 七里找了块 相对平整的区域 看了下时间 现在距离和影针分开 已经三个小时 胡找一招 孩儿们 准备干活了 七里化为人形 三条尾巴夺有甩动 骤镜 杀声音 震起 随着紫色的法阵亮起 九只狐灵分散站位 狐猬垂地 狐手望天 蔚蓝的天空 瞬间具体黑云 黑云汇聚旋转 无数紫色雷霆 在黑云中游走 轰隆乍响 天地骤然失色 等差不多了 七里停止 王法阵注入灵能 骤镜 杀声音 震成 无数紫色长雷 从黑云中劈下 因为没有敌人可以攻击 所以这些雷电 全部劈在了地上 一时间 雷鸣声 爆炸声 泥土翻飞的声音 四处作响 凝城一号基地里 澄清 前凝城七号 秘境负责人 背着行囊 只身一人穿过空间门 而空间门附近 早就有几人等着 为首的是个三十岁左右 看上去就很稳重的 国字脸男人 男人看到成青的瞬间 既激动也遗憾 王营长 新任义营副营长成青 向你报道 成青进礼后 他舅舅抓住了成青的胳膊 小成 在我这里不用这么拘谨 还和以前一样 叫我王哥就行 王哥和成青 曾经在一个班组服役 自然相熟 成青点点头 王哥 王哥爽朗一笑 来来来 这几个你也认识 我就不介绍了 你把包给小成 他给你拿宿舍去 食堂里 我让人准备好了饭菜 我们先去吃饭 顺便和我们说下 宁城七号 到底什么情况 成青没有客气 将行囊交给一个内务兵 然后跟着王哥去食堂 食堂的饭桌上 成青讲清了事情的始末 王哥得知 成青被降职的原因是 官方在宁以七号秘境的 清扫行动中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但在一周内 同样没有任何收获 所以 有人怀疑成青谎报 掩藏了什么 但没有直接证据 所以才被降职 王哥愤怒地拍了下桌子 娘媳婢 欲加之罪 这是欲加之罪 你的性格大家都知道 怎么可能谎报 而且 这次的行动本来就有问题 你都汇报过 上面秘境空间门 没有受影响 上面还这么大动静 现在好了 宁城七号要塌了 宁城以后肉食供应 直接少了五分之一不止 成青微微摇头 这次不怪宁城官方 行动快结束的时候 我看到唐国柱的儿子 唐美玛了 王哥呼吸一顿 国柱 那是华国最顶级的 那十六名九级预售师才有的称号 本来只是一次简单的异常现象 怎么连国柱子都引过来了 第四十二章 七离的布置 报告 密境东北方向约二百公里处 发现异常情况 食堂门口 突然传来紧急汇报声 还沉浸在国柱之子 为什么参与这次行动的疑惑中的众人 全部猛然抬头 王哥起身 看向气喘吁吁的军人沉声问 具体什么异常 有一个休假陪朋友 在密境探索的士兵 发信息汇报说 发现东北方向二百公里处出现小块雷云 根据特征判断 与凝城七号密境共享的特征极为相似 成青微微一愣 怎么他去呢 那个雷云就跟到哪 王哥叹了口气 二百公里 这已经超出基地内所有观测设备的极限 只能去现场看了 也不及一时 我们快点吃 说着 拿起碗大口吃了起来 成青则喊住那个汇报的士兵 让他问一下 那个士兵雷云持续了多久 过了一会儿 士兵反了回来 报告 五分钟 那个雷云持续了五分钟 众人脸色全部一沉 他们刚刚还在想 会不会是士兵看错了 或者是自然现象 那么现在 他们不再抱有任何侥幸 王哥 成青看向王哥 欲言又止 王哥拍了拍成青的肩膀 小成 你也是营长 虽然是负的 但这个你有经验 下面我们都听你的 成青没有推辞 好 照过基地所有的负责人 做好一系列安排后 成青想了想 又对随身的勤务兵说道 马上复制一份 所有在秘境的 预售士名单给我 五分钟后 宁城一号基地开始戒严 三辆坦克和五辆装甲车 从基地大门驶出 成青坐在领头的装甲车上 翻看着名单 整个名单只有一个熟悉的名字 当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时 他瞬间眉头紧锁 他又在 宁城七号出现雷云时 他在附近 宁城一号出现雷云时 也在秘境里 清扫不出意外的情况下 唯一的漏洞 就是那女孩的狐狸契约灵 他瞬间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那就是 尹真是二级预售师 那只狐狸契约灵是白银级 而且还不是零星的普通狐狸 虽然常识说 契约灵等级 不能超过预售师一级 不然契约会中断 契约灵失控的风险 但常识都是用来打破的 如果尹真能操控等级 超越预售师的契约灵 那所有的一切 就都合理了 难怪 一次秘境异常 居然连国柱都注意到 甚至国柱的儿子清零现场 看样子 唐国柱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怀疑有 预售师能稳定地操控 高一等级的契约灵 要知道 越往后预售师升级越难 不光是资源 天赋也是之一 契约灵不同 只要资源够 只要品质合格 堆也能堆到升级 而唐国柱的契约灵中 有黄黑龙这种 出现在彩色秘境中的 顶尖契约灵 如果能够获得稳定操控 高一级契约灵的方法 唐国柱就能将黄黑龙 升级到神话级以上 那他就能成为 人类中的最强者 原来如此 澄清叹了口气 忽然有了种 拨开乌云见晴天的感觉 原来真相如此 如果真有越级 操控契约灵的方法 人类的未来即将光明 他仿佛看到了 预售师们 在国柱们的带领下 预使着高等级的契约灵 将所有野外的一生 受清除 他仿佛看到了 人类不在窝居城墙里面 而是可以自在地 生活在无际的原野中 重新建立文明 那么 下面就是找到影真 询问具体的方法 澄清乐观地想着 想着 想着 他忽然看到一个 穿着卡其色风衣 但里面的衣服 很像心力前 霓虹国服饰的女生 当他看清那女孩的脸时 瞬间 所有的希望都破灭 原来 刚刚只是他的幻想 所有的猜测全是错的 200公里的操控范围 没有预售师能做到 哪怕九级预售师都不能 所以 那个白银级的存在 到底是什么 澄清的脸上 不负之前的儒雅 显得有些猙獰 身上散发着浓郁的低气压 开车的驾驶员 双手 死死握住方向盘 连气都不敢喘 五个小时后 压推了无数数 杀了无数亿生兽的车队 终于到达了 七离释放骤镜 杀声音的位置 看着那熟悉的雷坑 看着雷坑附近散乱的脚印 这些脚印虽然杂乱 但最终停在一个圆星附近 然后消失不见 澄清深吸一口气 对刚下车的王哥说道 汇报吧 这是已经掌握传送能力的一个组织 已经不在我们基地的职责范围了 让调查局的人来查 先前 车队出基地没一个小时 七离坐着狐灵牌吊栏 在基地入口附近的两公里处 找到尹真 左右无人 七离在半空中收起吊栏 然后让狐灵拖着他落地 看到尹真还穿着雷电影的衣服 七离表示很满意 扑到尹真的怀抱里 脸蹭了蹭 现在的尹真哪哪都好 唯一不足的就是 太平了 让他体验一下 趴史莱姆上 睡觉的感觉都做不到 没有意外吧 哦哦 本狐出马 没有意外 想起自己灵机一动 布置了十几个人凭空消失的脚印 估计官方的人看到要妈了 七离得意的一笑 尹真配合的摸了摸七离的小脑袋 不是他敌视官方 而是官方的人 总是会将一件小事无比放大 就像云仪和王鹤说的 小离的秘密太多了 官方知道后 总会追根究底 甚至会做过分的事情 尤其他现在知道 小离甚至可能和神明有关系 那就更不能暴露了 之前我也遇到了基地往你内开的车 计划一切都很顺利 哦哦 那更好了 那些人直接做了你的证人 现在还剩最后一关 过了我们就没麻烦了 好了 我先钻包里 尹真进入基地 基地如预想的一样 已经戒严 所有回基地的预售师 都被隔离在一个大厅里 他抱着包随便找了个空位坐下 有预售师问守在门口的军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 得到的答案永远不可奉告 这个情况 契离早有预料 当他释放骤镜 杀声音被官方知道的时候 肯定会第一时间封锁秘境 但官方没去 查看现场前 绝对不会先审查预售师 只会暂时先管理起来 而当官方看到现场突然消失的脚印时 自然就会放了所有预售师 第43章 问题解决 无论怎么说 这一场小狐狸与官方的博弈 七离完胜 果不其然 几小时后 门口的看守人员 收到澄清他们传来的消息 没有必要审查回基地的预售师了 放人 尹真和七离 顺利出了密进空间门 就在尹真上车时 数辆装甲车驶入基地 一个长相英致的中年男人下车 目光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在基地人员的接引下进了基地 回到宁城 尹真先去卖掉这次收获的物资 小富婆的金库又涨了一截 这次他的收获很大 雷鹰全线的电流冲击 他的奶香一刀 摆脱官方怀疑 打怪收物资 所有的事情都顺利完成 一时间 尹真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尤其晚上吃饭时 看到电视上的新闻 新闻主播根据官方给的稿子 将出现两次的雷云定性为 秘境自然现象 并不会对秘境稳定产生影响 预售师们看到以后不必惊慌 只要远离即可 以及希望掌握秘境传送的人 能与官方联系 与官方共享这一技术 官方承诺将给出 丰厚的物资做报酬 太好了 这下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吃着饭的影真松了口气 云一隔着餐桌 用干净的筷子 拍了下影真的脑袋 笨 这是官方在麻痹你 你信不信 官方现在在确认 小黎留下的鞋印 是什么鞋子 说着 云一往七里的碗里 加了块香辣肯塔牛牛肉 还是小黎聪明 那些鞋子的鞋底 都让王鹤磨平了 还改了造型 查也查不出来 现在又搞个疑似传送的痕迹 官方调查人员头 估计都大了 七里得意的眯起眼睛 那可不 咱可是一狡猾出名的狐狸啊 是的 官方的调查人员 的确骂了 尤其是唐国柱的儿子唐美马 成青的猜测是对的 他来宁城的目的 就是为了找到 能跃及控制契约灵的方法 他下车时 就看到了之前的怀疑对象尹真 但是从成青口中得知 雷云出现在11点50 他们出发的时间时12点06分 半路遇到尹真的时间 是12点15分 这一点不光成青 也有车载摄像头 和其他人作证 25分钟 220公里 他父亲的黄黑龙 也飞不了这么快 至于远程操控契约灵 华国最强的九级预售师 也不过能操控28公里 范围内的契约灵 调查局的人 仔细地勘查了 七里释放骤镜 杀声音地点的所有痕迹 互相交换了意见 最终摇摇头 出了密进空间门 一人禁机外围基地办公室里的 唐美马报告道 唐处 我们在里面 已经做出了详细的勘查 雷击共有205道 每一道都相当于 成年白银级雷击鸟的雷击技能 地上脚印 共有16人的脚印 脚印最小者36码 最大者44码 都是正常人的尺码 这是估测身高 体重数据 说着 将手中的数据交给唐美马 唐美马 结果仔细看了起来 然后通过数据 在脑海中构建一个人 报告的人继续说道 经过勘查 我们可以肯定 是先发生的雷击 随后这些脚印的主人 才出现在现场 和他们离开时一样 都是突然出现 突然消失 唐美马看完所有数据 这些数据都很正常 高矮胖瘦 都是正常人的体型 而不是某一个人 故意采出来的脚印 所以 你的意思是 这些人检测到雷击 然后突然出现 又突然消失 是的 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你以七号秘境还能解释 这个个人或者组织穷 连电耗子尸体 都值得他们跑一趟 那这里呢 他们来干嘛 这不光是唐美马的疑问 也是所有人的疑问 办公室里所有人 全部都沉默下来 冥思苦想 是啊 目的是什么呢 现场附近并没有一生兽 只有无辜 被雷劈死的蚯蚓 坐在一旁的澄清开口 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重雷击过程中 或者过程后 会产生特殊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 值得那个组织特意跑一趟 唐美马看了眼 被他亲手降职地澄清 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是杂乱的 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 预售师越级稳定操控 契约灵的可能性 并不存在 换句话说 他来宁城的目的已经失败 也没必要待在宁城了 这些你们继续关注 以后雷击出现 尽量接近雷击现场 看看雷击到底会带来什么 算了 雷击出现得毫无规律 等你们感到 黄花菜都凉了 说着唐美马起身离开 所以 这一次不是尹真笨 而是云一多想了 毕竟智者千律必有一失嘛 就连契狸也不会想到 官方居然就那么简单地 放弃了追查 不过就算契狸知道 也只会撇撇嘴 这才哪到哪 想让尹真不被调查 他的办法还多着呢 比如 跟着其他等级的预售师 混进其他秘境 放骤镜杀生阴阵 比如 等尹真上学时 他跑城外来一个骤镜 杀生阴阵 总之 办法总比困难多 接下来的日子 云一正常的上班 尹真正常的上学 七离正常的话 不正常的漫画 一连四部 NTR漫画 牛的七离的责任编辑 都打电话过来 哀求他画一点纯爱翻 别画 NTR翻了 再看 NTR翻 他都要害怕恋爱结婚了 连责任编辑都忍不住了 更何况七离的漫迷 于是 七离决定满足大家的要求 重新开了部漫画 名为 经验丰富的燕燕 和经验为零的阿珍 剧情为 燕燕是个不懂爱情的女孩 以为别人对她表白 就是和她相爱 而相爱后 她就要全心全意地满足别人 但常言道 女人不会珍惜轻易到手的爱情 几年间 燕燕基本三天 就会被分手一次 后来 因为一场打赌 纯情的阿珍 向燕燕表白 燕燕本以为阿珍 也会像其他女生一样 玩腻了就把她甩了 结果阿珍一直默默守着她 尊重她 并教会了她什么是爱 她也终于慢慢懂得什么是爱 第四十四章 尹真的决定 陈平看着八重神子新发的本子 情不自禁地捂住 痛 太痛了 八重神子前几作 NTR翻牛的她胃疼 这些能是女人画出来的漫画 她一度怀疑那天 那么温柔悦耳 魅意十足的声音 其实是男人嫁出来的 而现在 经验丰富的燕燕 和经验为零的阿珍 这名字一看就是NTR翻 但没办法 她是责任编辑 必须要审核漫画内容 当然 她不是审核尺度 她要审核的是 漫画里有没有 对华国不利 影响团结的内容 看完八重神子 发的十二页内容 陈平沉默了 内心疯狂尖叫 扭曲 这是什么 NTR看了不语 纯爱党看了沉默的漫画 然后 默默地点击审核通过 又两周过后 宁城进入了冬天 第一场雪 悄悄在夜里落下 将大地染上一层雪白 今天是千道的日子 之前的一个月 契默又抽到了 十套雷电影的全套衣服 两个空间 各增加五十立方 长筒白丝袜五十双 以及技能 腾云架物 其他没什么说的 主要是腾云架物 有了这个技能 她已经可以像狐狸一样 飞上天了 不过只有狐狸形态可以飞 人形飞不了 不过这也不错 她以后自由了不守 无论是回家还是出门 都不用再让狐狸提着她了 本来契默想对月祈祷的 结果乌云太后 除了数不尽的雪花与云 两轮月亮一轮都看不见 系统 签到 恭喜小主签到成功 获得二级灵能药剂星号一 可让人获得大量灵能 奖励已存入神之眼中 下次签到时间为168小时之后 二级灵能药剂 契默从空间中掏出一瓶 装着蓝散发荧光的 蓝色液体的圆柱瓶 她还记得这玩意 之前那瓶叫灵能药剂 她未给饮针喝了后 第二天 她就晋级为二级御寿师 那么这瓶二级灵能药剂 应该能帮早就是 二级御寿师后期的 尹真晋级吧 正好这小丫头 最近也在苦恼 为什么一直没晋级呢 七离变成人形 轻轻俯身 此时的尹真双眸紧闭 朱唇微张着 发出呼呼声 像急了土泡泡的小鱼 明显睡得正香 打开圆柱瓶的瓶塞 七离立马就感觉到了 澎湃的灵能在瓶中涌动 然后就是一股蜡鼻子的味道 侧坐在床头 借着床头的夜灯 将瓶口放到尹真的唇边 小丫头 我数三二一 一二三 张嘴 乖乖喝掉哦 睡梦中的尹真直觉张口 七离抬起瓶身 将灵能药剂 全部倒入尹真的口中 见没有遗落 将瓶子扔到空间里的垃圾堆上 等下次一起扔掉 然后又变回狐狸 躺近还在瓦嘴的尹真怀里 小丫头马上就三级御寿师了 可以第三次召唤 第一次是二级 第二次是雷音权限 那第三次会召唤什么呢 别还是雷系的 提瓦特雷系的 已经不多了 最好是里约的街溜子 安全感足 还能打 爱穿连体衣的夜阳甘雨也不错 一个甘雨本来就是麒麟 符合契约灵药非人种族的特质 二个甘雨的衣服好看 其次是很会聊天真君 如果把它召出来 还能打听点甘雨和声喝小时候的事情 不对 契约灵没被召唤之前的记忆 最差的就是大炮 如果把那个三天不打上 防截瓦的刮耸木头罩出来 自己第一件事 就是把它劈了当柴烧 第二天 早晨 气离是被尹真的欢呼声给吵醒的 睁眼的时候 尹真正拉着云仪在客厅庆祝 一副中了2.2亿彩票的样子 云仪 我三级了 我三级预售师了 太好了 嗯嗯 我家小珍珍厉害 三个月时间 就三级预售师了 云仪抚摸着尹真头顶的柔软发丝 内心也不禁嘖嘖称奇 同样都是SS级天赋 自己当初从觉醒到三级预售师 用了多久 好像是六个月来着 王赫快一点 也用了五个月 当时自己和王赫也和小珍一样 每周假期都在秘境中度过 从未有过懈怠 同样的努力 同样的天赋 小珍却只用了三个月 世人的原因 还是七月零呢 云仪的眼睛 瞟向了钻出被窝 正在顺毛的七里 不过 尹真晋升是晋升了 但新的问题出现 那就是 宁城没有橙色威胁等级的秘境 而最近的橙色秘境 在隔壁省的灰城 地面没有运输车直达 只能像王赫一样 从航站楼做穿梭机去 虽然宁城也有 城级秘境产出的资源售卖 但价格昂贵不说 质量也差得要死 而且 最重要的是 不像刚觉醒预售师的一级预售师 可以靠吃秘境产出的零食 晋升二级 二级以上预售师 如果没有沾染足够匹配等级的 秘境气息 预售师根本无法继续突破 这就是预售师 为什么经常去秘境的原因 所以 尹真如果想继续突破 就得暂时去别的城市了 现在 这个问题摆在了尹真面前 是继续上学 等明年夏天毕业后 再去灰城 还是放弃现在的安逸的生活 立马去灰城 这是两难的选择 尹真想了一会儿 才下了决定 我准备先买十颗白银级灵盒 召唤出第三支契约灵 然后再做打算 嗯 想好的时候告诉我 云一微微一笑 然后转身去厨房做早餐 虽然他心中对尹真有万般不舍 但雏鸟总有长大 展翅高飞的一天 他可不想当牵住小真人生的那根绳子 而且 他也不想一辈子在生产中心度过 他灵云 曾经也是天资卓越的SS级天赋拥有者 拥有三支五星薄金及契约灵的五级御寿师 昨夜的大雪 在地上铺上厚厚的一层雪被 天气虽然冷 但对晋升三级御寿师的尹真来说 这点低温 对体质 精神 灵能都得到增强的尹真来说 丝毫没有影响 甚至想拉着七里打一场雪仗 雪球里布包砖头 石子的那种 七里 你当个人吧 你 欺负咱狐狸 没法团血 第四十五章 第三次召唤 上 对了 小莉莉 我突然想起来 书上说过 狐狸肿的一生兽 在雪天捕食时发现猎物后 会前行到猎物身后 然后高高跃起 一头冲进雪中咬住猎物 你能不能表演一下 尹真将七里抱在怀里 看着在雪里玩耍的孩童 突然提一道 七里狂翻白眼 动都懒得动一下 哦哦 那些是灵智没开话的狐狸 想看我跳 你想得美哦 尹真挠不了下粉丝的小狐狸 悄悄靠近猎物 然后冲进雪里 结果因为雪太厚 导致脑袋插进雪里卡住 屁股朝天 不停甩尾巴挣扎的画面 扑斥一笑 哼 这倒也是 我的小莉 可是全天下最厉害的狐狸 说笑间 尹真走到了交易中心 直接找到三级材料店 不问不知道 疑问下一条 一颗白银级灵合的售价 堪比黄金级 达到了30万一颗 价格几乎是青铜级灵合的30倍 而正常的白银级灵合 售价应该在8万左右 这价格 难怪有人愿意 顶着野外遇到一生兽的风险 去别的城市 走私白银级灵合 和其他材料回来卖 尹真没有买 而是先到ATM机上 看了下自己的银行存款 已经接近1600万 看清数字 他微微疑 问一声 不对啊 之前我看财1400多万 怎么多200万 我记错了 还是银行搞错了 算了 官方银行在钱这方面 从不会吃亏 应该是我自己记错了 想着 尹真拔出银行卡 返回店铺 花费300万 买了10颗白银级灵合 然后坐车去宁城的三级召唤馆 三级召唤馆在城中心 也就是宁城城主大厅附近 不光三级 后面的四五六七级都有 至于八级和九级 那就只有去上京才有 也许因为今天下雪 也许因为三级预售师 就是一道砍 一道F和一级天赋预售师 无法逾越地砍 三级召唤馆的人并不多 尹真到的时候 只有两个人在他前面 搅那位召唤阵充能的灵石 轮到尹真 尹真将十颗灵石 递给窗口内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奇怪地看了尹真一眼 然后拿起一本漫画书 眼睛在尹真和漫画角色之间 做着对比 咦?你和这部漫画的主角好像啊 是吗?挺巧的 尹真微微一愣 而包里的契离文言 则全身一抖 完了 画画的时候 总是潜意识将阿真 照着尹真那样子画 所以 阿真自然像尹真 好了 身份证 登记 工作人员接过尹真递来的身份证 咦?你叫尹真? 怎么了? 尹真微微醋眉 没什么 只是漫画的主角也叫尹真 可真巧 工作人员开始录入信息 尹真 16岁0276天 我去 厉害啊 17岁没到 就三级预售诗了 SS级天赋 难怪 现在离觉醒仪式才三个月 在SS级天赋中 你也是我见过的 晋级最快的 工作人员一边羡慕地称赞着 一边为尹真录好信息 然后笑着 将身份证还给尹真 末了还加了句继续加油 谢谢 尹真将身份证塞进包里 然后顺着走到 进入召唤馆 而背后则传来工作人员的叹息 阿真赶紧睡了奄奄马 奄奄都人尽可期了 赶紧补仓 睡完就跑 不然后面肯定又被牛 奄奄 阿真 什么鬼 尹真净声后 听力也强了少许 自然听到了工作人员的叹息声 顿时一头雾水 甚至没有发现 抱着的背包都开始抖了 小黎 大家好像都对漫画感兴趣的样子 你看 苏青看 柳思燕那个讨厌鬼也看 大街上随便几个人都看 感觉我都有点和你们格格不入了 你说 我要不要也去买几本漫画 死 契梨倒抽一口冷气 急忙转动脑筋 劝尹真打消这个可怕的想法 嗷嗷 别 漫画是给平凡之人的精神食粮 而你 我的master 你的梦想是能保护云仪的 看漫画会让你懈怠的 尹真明显认同了契梨的忽悠 认真的点点头 那我不买也不看 我会努力的 呼 背包里契梨松了口气 虽然尹真就算看漫画也发现不了 那是自己画的 但难免会有心虚的感觉 尹真进入场馆 场馆和学校里的二级召唤馆一样 排队的护栏 一个引导人员 两个维持秩序的安保 一个负责电脑记录的工作人员 还有一个大号的召唤台 如果硬说有什么不一样 可能大概是这里的建筑材料更坚固 前面排队的还有三人 一人已经开始登上召唤台 不过 这人运气很差 召唤台的绿光闪过 他的脚边只有一团草 草的叶子蓝色为主 边线为银色 赫然是灵星契约灵 红极秘境随处可见的蓝蚓草 男人气得破口大骂 但在安保人员警告的眼神中 只能嘟囔着离开 嗯 他连蓝蚓草都没带 最后还是一个安保给他送过去的 第二个人运气也不好 召唤的是一级契约灵太日天 这是一种小型犬科契约灵 虽然没什么攻击力 但繁育能力极强 只要犬科一生兽有怀孕能力 就能被太日天一发入魂 犬科 狐狸好像也是犬科 影真看向那只太日天的眼神变了 台上那人也明显不满意 不过不满意归不满意 还是将太日天收入契约空间 最后一个男人运气更差 召唤的也是灵星 契约灵翠青蛇 一条筷子粗细的蛇 生命力极其脆弱 一言不合就死给玉手试看 就像现在 翠青蛇看了眼男人 然后硬了 字面意思的那种 直接死了 男人目瞪口呆 十颗白银及零食啊 那可是三百万 连个声音都没听见就没了 最后在安保的催促下 只好含泪拎起蛇尾 准备回家包个蛇汤 轮到影真了 看到如此漂亮的女孩子 引导人员有点不忍 小妹妹 你也看到了 今天召唤阵召的 全是灵星 一星的 就早上一个人召了的三星契约灵 要不我们把灵盒退给你 你明天再来召唤 第46章 第三次召唤 吓 讲道理 看到前面几个预售师的惨状 影真也被吓住了 现实不是摸奖游戏 摸奖游戏的盒子里 总会有一个求是大奖 但现实可没有保底 也更没有电子提高成功率的说法 曾经 米国首辅花生屯的四级召唤阵 已连续四个月 没有预售师 找到四星和五星契约灵 荣获厄运缠绕的召唤阵称号 并一直保持这个记录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学者们也找不出答案 只能归结为预售师的运气问题 影真由于片刻 还是决定今天就上召唤台 不问别的原因 因为他认为他自己的运气很好 尤其在召唤到小黎过后 除了小黎露了一下狐狸尾巴 引起了波澜 其他时间 他一直顺风顺水 如果这都不算运气好 他也不知道什么算是好运气 工作人员见影真投铁 没有在座劝阻 将十颗灵盒摆入法阵的节点 将装着气力的包放在置物台上 影真缓缓走上召唤台 随着影真站定 法阵开始充能 召唤阵开始启动 散发光芒 七离第一次见召唤仪式 不由好奇 于是透过拉链的缝隙 看向召唤台 召唤台上 随着白色光芒愈发明亮 仿佛起了无缘之风 影真一头飘逸的黑色长发 无风自动 四处飞扬 渐渐地 召唤台上白色光芒 开始转轻变绿 站在一旁的工作人员 小声嘀咕 植物系的七月零啊 看着召唤时间 三星保底铁饭碗是有了 嗯 最差也能去生产中心 就看具体是什么七月零 植物系吗 换成提瓦特 那就是草系 符合非人定义的 七月零提瓦特草系 有什么呢 瓜娃子小草神 须弥沙漠的草系龙王 阿弥诺斯 不对 阿佩普 然后还有无相草 鸡哥 嗯 提纳里和塞诺也算 毕竟一个库尔湖 一个湖狼 七离想着想着 召唤台上绿色光芒 开始消散 当他看清尹真身边 还散发着绿光的飞行物时 脑子里瞬间出现一阵魔性的旋律 天不下雨 天不刮风 天上有太阳 妹不开口 妹不说话 美心怎么想 走了太阳来了月亮 又是晚上 接着又是一阵痛苦的回忆袭来 一切都源于他刚进虚迷地图 然后碰见了一个头上 顶着蓝色问号的女孩 然后他做了两天任务 只见尹真身边的玩意 正是瓜娃子的眷属 蓝纳罗 头顶一朵黄色的四变花一样的叶子 叶子不停旋转着 提供蓝纳罗升空的动力 再有两根根筋连接头顶 像是头发的两片大绿叶子 几乎比身体大了两倍的头 没有详细的五官 只有一看 就在笑的眼睛和嘴巴 脖子上系着红色的围巾 四肢没有手掌和脚 如果他没记错 这位就是治愈了无数玩家的蓝魔罗 负责记录的工作人员摸着脑门 不解的呢喃 召唤失败了 契约灵呢 我也没看见 可刚刚明明都看到召唤成功的光芒了 站在一旁的安保 也是奇怪地说道 这些人看不见蓝魔罗 欺离疑惑的歪头 漠然睁大眼睛 对了 蓝纳罗族群的特质之一 那就是 大人根本看不见 What's Out 这简直就是对大人宝具 不会破影的蓝灵王啊 以后有威胁尹针的人 直接让蓝魔罗扛着炸药包 飞到那人身边 死 画面太美 台上尹针自然也听到了工作人员的声音 他明明召唤成功了 契约灵就飞在他身旁 可工作人员为什么说没看见 哦 蓝魔罗的特质是 大人无法看见 只有小孩能看到 他听到了小黎的叫声 看了眼蓝魔罗 不由惊奇 这个可爱的飞行物 居然还有这种特质 大人无法看见 那小孩能看见 难怪长相这么卡通 这么可爱 恩不如小黎可爱 话说 音音加上蓝魔罗 现阶段他照的契约灵都是 没有被记载过的 而小黎却全都认识 是不是代表这些契约灵与小黎 曾经生活在一个世界 而自己 因为召唤到了小黎 被小黎影响 所以召到的契约灵 同样都会是小黎世界的 尹真愣神间 工作人员以为 他在找消失的契约灵 不由同情地问道 还没找到吗 尹真想到蓝魔罗的能力 于是顺着工作人员的话 摇了摇头 然后狠狠掐了一把自己的腰 渲然欲气地道 没有 我是不是召唤失败了 这表演声音的七里四爪扣包 心里疯狂吐槽着 你好歹真流几滴眼泪啊 还有话说时候带一点颤音 这样才能显得你伤心啊 不过吐槽归吐槽 尹真知道 掩藏蓝魔罗这一点 还是值得夸赞的 可能吧 哎 倒霉孩子 召唤失败 也有不少心理 可能正好你倒霉 七月零要来这个世界的手死了 加油吧 早日突破四级预售师 赵个厉害的 工作人员安抚的同时 心里默默感叹 多惨的女孩子啊 人家照个蓝银草 还能回家加点蒜子 小米辣 生抽凉拌一下 贼贼香 结果这个不听劝的女孩子 非要召唤 这不 连七月零都没了 所以说啊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尹真点点头 默默下台 看着工作人员 在她的档案上 记录召唤失败 然后抱起装着七里的包离开 望着尹真离去时 消索的背影 工作人员们 又是一阵唏嘘 尤其是负责记录的工作人员 看了尹真的资料后 更是同情地说道 这倒霉孩子 明明是SS级天赋 照的七月零 可谓一言难尽 第一只是零星普通狐狸 第二只是X星紫雷蝙蝠 第三只直接没了 乖乖 这么倒霉的吗 那紫雷蝙蝠 可能是高薪级别吧 不然这小女孩 怎么升到的三级预售师 第47章 蓝魔罗 尹真出了召唤馆的大门 先将蓝魔罗 收进契约空间 然后奢侈地叫了辆出租车回家 一路上 他都抑制着激动的心 他有很多问题要问七里 但还不能问 路上 七里看了下系统面板的资料 姓名 尹真 种族 人类 玉兽天赋 SS级 玉兽等级 三级初七 七月零 七里 雷音权线 蓝魔罗 性格 认真 傲娇 善良 努力 姓名 七里 种族 狐狸 星级 五星 属性 雷 等级 白银中七 技能 狐狸实罪 吞噬怀有恶意的灵魂 熔炼成可以操控的狐狸 狂雷击 凝聚雷霆 形成可以击中目标后 会爆炸的雷球 骤进杀生鹰 灵狐狸结成覆盖半径100米的 非阴影雷阵 引下神雷攻击阵内的敌人 腾云驾悟 姓名 雷阴权限 种族 元素 星级 五星 属性 雷 等级 白银出七 技能 雷属性 对雷属性攻击拥有极大的抗性 雷针发射 召唤五个雷针攻击目标 目标被击中后 会持续受到雷电攻击 电流冲击 积蓄电流 瞬间释放攻击敌人 姓名 蓝莫罗 种族 植物 星级 五星 属性 草 等级 黑铁出七 技能 刮娃子的庇佑 只有拥有童真之心的人才可以看到蓝莫罗 森林的庇佑 召唤一个草元素护盾 抵挡所有伤害 在护盾中的人与七约灵都会得到缓慢的治疗 这个好 有奶了 虽然有她在 她和尹真几乎没有受伤的可能性 但背后有个带顿的奶妈 而且还是别人无法看见的奶妈 还是令人无比安心的 回到家中 尹真抱着七梨坐到沙发上 将所有七约灵都照了出来 双手提起七梨的两只前肘 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小梨 蓝莫罗你也认识 七梨点头 所以 你们以前生存在同一个世界 七梨摇头 嗷嗷 不是 但差不多 毕竟七梨生活在地球 但也操控小黄毛贯穿过提瓦特 这么说也没问题 那他们 英英和 算了 我以后叫你蓝蓝吧 蓝莫罗得到新名字 开心地在天上转了两圈 虽然她没了森林的记忆 但本性还是活泼的 英英和蓝蓝的 来历你知道吗 尹真追问道 七梨回忆了一下 编织好语言 嗷嗷 英英是被雷神一刀劈死的 魔神残余的怨气化成的 就是你胸口那把刀的主人 蓝蓝是生于森林的草木精灵 具体来理我不清楚 但他们的族群很喜欢音乐 应该可以交流 蓝纳罗的具体细节 她已经忘了差不多了 前世做森林书的时候 光顾着看攻略 哪还记得剧情 但她记得 蓝莫罗是个胆小又勇敢的蓝纳罗 还会说话 而且 声音是个正太阴 嗷嗷 对了 蓝纳罗是智慧之神的眷属 末了 契离加上一句 尹真听得目瞪口呆 看看蓝蓝 又看看音音 他们居然都和神秘有关 好厉害 随后又将目光锁定 期待地看着手中的粉色小狐狸 仿佛想要吃到大瓜的群众 那你呢 你一直没说过你的来历 哦 我 自己的来历吗 灵魂是007的射处 身体是想要篡位雷神位置的谢狐狸 哦哦 我就是一只普通的小狐狸 尹真望着七里紫色的眼睛 嘴角扯了扯 鬼信你是普通小狐狸 普通小狐狸能掏出神秘的东西 不过见七里不想多说 她也没有多问 她相信来日方长 七里总有一天会告诉她所有的秘密 然后尹真实验了交流 结果蓝蓝并没有说话的能力 只会发出各种可爱的声音 这点和七里的记忆出现了偏差 又试了下蓝蓝的技能 森林的庇佑 是围着蓝蓝产生一个半径三米的透明绿色屏障 在尹真用灵盒将蓝蓝投喂到白银级后 屏障覆盖半径达到了12米 在屏障里面 不时有绿色的能量化为光点进入体内 暖暖的 很安心 也很舒服 而且 这屏障不是固定的 还能跟着蓝蓝的移动而移动 这就很强 现在尹真的组队 要输出有输出 要治疗有治疗 唯一的问题就是 H5人本 缺一个强立体 这个只能等她四级预售师 再碰运气了 晚上云医回到家 看到客厅里只有七狸和紫雷蝙蝠 阴阴正和尹真玩 并没有第三只七月灵 不禁疑惑 小镇 你今天照的七月灵呢 很明显 云医看不到飞在天上 正在用蓝纳罗与唱歌的蓝纳罗 于是 尹真起了坏心思 指使蓝蓝去摸云医的头 蓝蓝照做 头顶四片叶子不停旋转着 飞到云医跟前 伸出没有手掌的手摸了下云医的头顶 然后又飞快地飞回尹真身边 头顶突然传来真实的触感 云医抬头 却什么都没看见 但看见尹真一脸坏事得逞的样子 他立马反应过来 你的第三只七月灵能隐身 尹真点点头 嗯 只有拥有童真之心的孩子 才能看见他 神奇的七月灵 又是X星吗 召唤馆的人也看不见 所以直接算我召唤失败了 不过小莉说 蓝蓝被召唤前 在另一个世界是神明的眷属 还有音音 尹真将刚刚气厉的回答复述了一遍 神明的眷属 和魔神死后的怨气 云医沉吟一声 目光若有所思地 瞥了眼 正在顺毛的七离身上 这狐狸 不会就是神明吧 不对 神明怎么可能当七月灵 云医甩了甩头 抛弃脑海中 这个可怕的想法 不过他和尹真一样 都对七离的来历 产生浓重的好奇 好奇归好奇 但他也一样没有 打破杀郭问到底的想法 作为成年人 云医知道 有时候秘密知道的太多 不是好事 总之 现在一切都向着好的地方发展 不是吗 第48章 与云医的长谈 晚饭时 尹真做了决定 下周他要和学校请假去灰城 云医虽然心里不舍 但还是同意了 御寿师就像冬季会迁徙的一生兽 当一个城市没有所需的资源时 他们自然要去其他城市 从尹真觉醒成御寿师时 他就有了这个准备 只是没想到 分离的日子会这么快 以前还顾虑尹真的安全 现在尹真身边 有能输出的七离和阴阴 有能保护治疗的蓝蓝 光看阵容 尹真就超越了全国90%的三级御寿师 如果算上能力 一个七离就超越了所有三级御寿师 所以 他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假期结束 吃完早饭 尹真早上去了学校 七离准备继续画画 却发现云医并没有去上班 而是在房间里 疑惑之下 七离迈着弧布走到云医的房间门口 只见云医从床底抽出一个布满灰尘的箱子 用布擦去灰尘后 他打开箱子 从箱子中取出一把闪亮着寒光雕刻着精美花纹 刀身笔直的长刀 这把刀似乎是勾起了云医的回忆 云医拿着刀 只是端向着 久久没有动静 这是小珍母亲 也就是我的亲姐姐 送我的20岁生日礼物 一共有两把 一长一短 长得用来御敌 短得用防身 自姐姐和姐夫去世后 为了照顾小珍 我便封存了这两把刀 再也没有踏入秘境 小珍成长的速度很快 才三个月 她就三级御寿师了 而我这个小姨 却还停留在五级御寿师 十二年 我整整十二年 没有进过秘境了 而我也在五级御寿师 停留了十二年 蛇蛇 鸡鸡 龟龟 同样驻足在薄金级十二年 现在 我不会能继续保护小珍 只希望 以后不会拖她的后腿 是时候 做御寿师该做的事了 云医的话很轻 也很温柔 似在自言自语 又似在说给门口的七里听 七里感受得到云医 对尹真深深的爱护 这种爱护她 曾经也拥有过 只是随着一场车祸 全都化为了飞烟 云医陆续从箱子里 取出短刀 手雷 地雷 一一放入尹真送她的空间戒指里 最后 她又从箱子里 拿出一枚戒指 然后缓缓起身 小黎 你的秘密有很多 但也很强 说实话 我都有点嫉妒 小镇能召唤到你 云医转身 继续说道 七里不熬 得意地点头 说实话 云医当御主 也是很不错的 尤其是做饭 那叫一个地道 那叫一个好吃 云医微微一笑 走到七里跟前 蹲下身 抚摸了一下七里柔软的脑袋 然后将一枚蓝色的戒指 递到七里面前 这枚空间戒指 是姐夫留下的遗物 里面有一颗 已经射好引爆时间的炸弹 威力非常非常大 爆炸范围的话是六公里 哪怕亡者及一生受在爆炸中心被炸到 都会生死不补 以后遇到特别大的危险 你就用它 不过你要记得 炸弹只有三分钟的延迟时间 这三分钟里 你必须离开六公里范围 七里看着戒指内心疯狂尖叫 爆炸范围六十公里 前世有着威力的 只有核弹 云医这么唬的嘛 床底下有手雷这些玩意也就算了 居然特么有一颗核弹 这是怕凝成人太多事吧 不过 这玩意不应该给引针吗 给她这只小狐狸的麻 七里歪歪头 一脸不解 云医看出了她的疑惑 笑着又轻轻拍了一下 七里的狐狸脑袋 你个小狐狸 我早就知道你能变人了 你穿我的那件衣服 上面的花纹 是小珍老妈给我绣的 整个凝成就那一件 你一穿出去 就被王鹤看到了 回来后 你还把我的衣服 再原样放回衣柜 你不知道 每个女人身上的味道都不一样 云医不缓不慢地说着 七里只想四找袍地 挖穿地心 尴尬死了 王她自诩是智慧与美貌的化身 没想到 人生第一次主动女装 就被衣服的主人逮个现行 难怪那天早上 看到云医把自己穿过的衣服 扔到洗衣机 既然被发现了 七里也没必要再装 于是变成八重绳子 从云医手中接过戒指 想放耳式的空间中 估计是空间不可叠加 结果放不进去 只能戴在手上 叹了口气 好吧 我还以为我没被发现呢 云医站直身体 看着美貌中戴着诱惑的七里 惊叹道 你人形不挺好看的吗 为什么一直当狐狸 当然是为了玩啊 将来小珍知道 她每天抱着的狐狸 居然是我这样美貌的女孩 你说她 会是什么反应呢 估计小珍会吓一大跳吧 云医挠了下画面 想到尹真一脸错愕 不知所措的表情 扑斥笑出声来 那你可真够坏的 七里摊开手 我这不是坏 只是为无聊的日子 增添点快乐罢了 两人背后说了点尹真的坏话 云医突然正色问道 小黎 其实我很早就想问了 你该不会就是你口中的审明吧 七里微微一笑 她透露的东西太多了 不怪云医怀疑 摇了摇手 否认 怎么可能 我只是恰巧知道一些他们的是罢了 而且 我可不是那些无趣的家伙 你准备什么时候走 小珍走后 我就去北边的徐城 那里有绿集秘境 不过我回来的应该会很快 总之 还是麻烦你照顾小珍 都怪我把她保护得太好 这这丫头 别看她平时像的小大人 其实本质还是个小孩子 哦 怎么说 云医转身走到书桌旁 拉开抽屉 从抽屉里 举出十本左右的漫画书 抽出一本递给七里 七里拿过手一看 漫画书的封面 正是自己画的 经验丰富的燕燕 和经验为灵的阿珍的插画 云医叹了口气 这些漫画书中 有一个叫八重绳子的作者 一直在画一些不好的东西 别人或许看不出来 我这个当小姨的 一眼就看出 里面的阿珍就是小珍 长相相似也就算了 连脚底那颗质的位置都一样 那个八重绳子 肯定和小珍很熟 这么一个背后诋毁小珍的人 小珍居然一点察觉都没有 七里沉默 看样子 下本漫画 要换个人物模型了 第49章 胃疼 大家一起胃疼 学校班级里 影真突破三级预售师 和老师请假去灰城的事 只是一个上午 整个班级都传遍了 有人羡慕 有人嫉妒 有人则担心 别看秘境等级是 一级一级地往上增加 但难度却不可如往日而语 红级 粉级秘境作为一级 二级预售师的探索秘境 难度其实并不大 红级秘境的异生兽 只是身体里带点灵能的 普通异生兽 粉级秘境的异生兽 也一样还遵守着动物的本能 但从成级秘境开始 秘境内的异生兽 不光能善于使用灵能 还会抱团取暖 更高级的秘境里 异生兽不光灵能 肉体更强 还会有极强的智商 最恐怖的是 曾经有善于伪装的一生兽 变成人的样子 来诱杀御寿师 就连军队都不敢在里面设置基地 柳思嫣侧目看了眼 依旧云淡风轻 仿佛所有喧闹 都与自己无关的引真 到现在 他不得不佩服引真 一个只有一只 X星雷系元素契约灵的人 居然硬生生 比所有人都先突破到三级 别说零食未养 他自认班级里 他吃的零食第二多 就没人敢说自己第一 但就这样 他刚到二级御寿师后期 尹真却已经三级了 是天赋吗 不是 御寿师的天赋 只是决定他突破的难度 天赋越高越容易突破而已 所以是勤奋吗 可自己也放弃了追漫画的时间 一样 在假期抛在秘境里 谁也不比谁懒惰呀 想不通 想不明白 或许 尹真再秘境就没休息吧 不然根本无法解释 躲开尹真扫来的视线 柳思嫣不想让他 看到自己羡慕的眼神 继续看着手中的漫画 经验丰富的燕燕 和经验为灵的阿珍 故事已经走到了末期 燕燕和阿珍谈了六年的恋爱 至今还是手拉手 偶尔轻轻抱抱举高高 没有开过一次房 可谓是纯爱中的纯爱 看多了八重绳子的牛头人作品 乍一看纯爱 他至今还有点不适应 现在就看八重绳子 会给两人安排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尹真看到柳思嫣全神贯注地看漫画 心里切了一声 就着还想超越拥有小离的我 有看漫画的时间不如想想 预售师等级到九级了吗 七月零全部等级拉满了吗 技能识都搭配好了吗 柳思嫣感觉自己被人盯着 抬起头 与尹真的视线对视一眼 两人同时哼了一声 继续低头看书 不过一个看的是漫画 一个看的是下学期才会教的 成级秘境生态教科书 家里 七里和云姨聊了很多 大多是关于尹真小时候的事 直到家里瓜子 都被七里磕光了 聊天才结束 然后云姨出门买探索秘境用的道具 七里就继续画画 经验丰富的燕燕和经验为零的阿珍 这可能是她近期最后一个作品了 毕竟下面要和尹真要去外地 肯定没有机会再画画 为了不掉读者的胃口 所以她要赶在出门之前将结局画出来 雪白的手指握着画笔 一横一线勾勒着精美的素描画作 将脑海中的故事在小小的四格框里展现 阿珍和燕燕在一起的第十年 他们大学毕业就正式宣告同居 然而 阿珍的精神崩溃了 因为燕燕的皮肤上写满了各种文字 有的墨迹都还未干 原来 燕燕的爱情观从未改变 只是有人和她说 爱情是爱情 家庭是家庭 你和阿珍组建了家庭 但我们的爱情还在 画完已经是下午五点 云姨还未回来 但影真快放学了 西里将漫画上传 然后收起绘画板 变回狐狸 当你以为我画的是牛头人 其实我画的是纯爱 当你以为是纯爱的时候 反转成牛头人 这种反转的剧情 应该很受读者喜欢吧 西里美美地躺在床上想着 U14漫画总部 陈平捂着位 一脸便秘的神色 周围的人都对他同情不已 现在整个U14的编辑部都知道 陈平签了一个画工具后 甜图巨美 有灯神之姿的漫画作者 然而这个作者却酷爱化NTR本子 有的剧情 他们光是看一眼 就怀疑人生 更何况要看完整片的陈平 陈平艰难地 将漫画审核完 点击通过 摊在椅子上 久久不能动 半个小时后 他拿起烟盒 抽出一根点燃 深吸一口 拿起手机 走到窗户边上 拨打一个电话 电话接通 那头是个女孩子的声音 喂 阿平 你有 是吗 陈平淡淡地开口 我们分手吧 喂别动了 为什么 你身上的纹身 是为了别的男人纹的吧 别再打扰我 给自己留点体面 说完 陈平挂断了电话 又深吸一口烟 直到呛得咳嗽 漫画中的烟烟身上 有一个纹身 那是半朵花 而他的女友 身上也有一个相似的 八重神子在漫画里 还特意解释了一下 这种花代表 致死不渝的爱情 有的情侣会在身上 各纹一半 组合在一起 就是完整的花 已是对爱情的忠贞 谢谢你 八重神子老师 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这一夜 无数人未疼 这一夜 无数地下情侣被曝光 这一夜 无数人像陈平一样释怀 而一切的源头 妻离 正紧紧贴在少女的怀中 做着梦 尹真的价条 已经披下来了 今天她没有出门 而是在家粘着云仪 她从和云仪住一起 就从未离开云仪 超过三天的时间 而这一次 她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多久 可能是两个月 可能是一年 这个谁也不知道 因为这是尹真第一次出远门 云仪也为她 做了不少准备 比如提前做好 放入气力空间中的饭菜 到食随取随吃 比如防身的武器 比如线弹枪 这玩意对白银极一生兽 可能没什么用 但对没有召唤附体的预售师 那可是一枪一个 主打的就是免费超度 本来云仪还准备写封信 让尹真交给她在灰城的旧友 让旧友照服一下尹真的 但是想想 她与朋友都十几年没有联系了 十几年的时间 亲情都能变淡 更何况友情 于是放弃了这个打算 第五十章 前往灰城 航空战 听完一番尹真和云仪 难以言舍的告别后 七里坐在尹真背着的背包里 悄悄打量着 之前她在书上也看过 这个世界所谓的航空战和穿梭机 所谓的穿梭机 很像前世的东风时期导弹 只是更扁一点 通体蓝色 采用流体造型 本身几乎没有动力 也没有武器 而是依靠航空战地面的 灵能加速轨道 利用弹弓原理 进行发射升空 就像前世的电磁弹射 穿梭机升空后 由驾驶员操控穿梭机的机翼 进行方向调节 飞到目的地后 再利用穿梭机底部的 灵能反冲装置进行减速 然后垂直降落 七里开始还好奇 这个世界不是有发动机吗 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 随着了解 她才知道 人类开始也用过化学能飞机 但是发动机的噪音 和发动机尾部排出的烟道 会吸引野外的飞行易生受攻击 一时间 坐飞机等于送死 某段时间 人类骂人的词都变成了 你X坐飞机了 后来人类发现了月光兽 月光兽的特点 就是会奔跑助力起飞 飞高后 采用滑翔姿势进行飞行 虽然飞行时也有声音 但在进入有地盘意识的 异生兽领空后 并没有遭受攻击 于是 人类根据月光兽的特点 研究出这种纪元史 又有效还安全的空中交通方式 如果说缺点 那就是成本有点高 每一次穿梭机起飞 都需要五颗黄金级灵核 给加速轨道充能 而且还飞不了太远 最多只能飞行800公里 了解一切的七里感叹 人类的力量是有极限的 但智慧没有 所以啊 人不一定非得当吸血鬼 穿梭机 毕竟是这个时代 唯一的远程交通方式 所以 航空站的人很多 非常多 七里连想到了一个场景 春节时的火车站 尹真足足等了一个小时 才听到广播声 凝晨10点20分 飞往灰城的 P114514号穿梭机 与39号通道开始登机 云一 我走了 我会早点回来的 尹真带着如此幸念 跟随排队的人进入通道 然后在强大的推背力下 他和七里 兰兰 音音 踏上了异地之旅 中间七里钻出头看过 但是机舱内是全密封的 没有玻璃 什么风景都看不到 只有安静的乘客 又不好 和尹真交流 只好继续缩在背包里 眯眼假眉 穿梭机的速度很快 从宁城到灰城500多公里的距离 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到了 从灰城的航空站出来后 七里本以为尹真会先逛逛 找个旅馆先住一晚 结果这丫头 出了航站楼 就先到附近的报刊亭 买了一份灰城的最新秘境分布图 然后和老板打听了一下秘境的情况 报刊亭的店老板 是一个热情的大妈 略过其他威胁等级的秘境 灰城现有城级秘境三个 最早的一个 是18年前出现的 最近空门开始不稳定 官方已经开始发布探索预警通知 一个是火山地貌秘境 出现在8年前 里面多有火系一声兽 和稀有材料产出 最后一个是海岛秘境 出现在5年前 里面多海岛 多风暴 海啸 主要有雷 水 风三系的一声兽 因为环境过于糟糕 所以官方只是在秘境里 建了一个前哨观察基地 并没有生产 探索 现在就连秘境有多大都没人知道 论探索建议 店老板只推荐火山秘境 并不建议引针去海岛 说完 店老板生怕尹真是个头铁娃 又补充道 灰柄三号秘境太危险了 这两年 我们灰城在里面 最少舍了一千多个预售师 进去你 不光得面对一声兽 还得面对残酷的自然环境 和心怀不轨的人 虽然现在去这个秘境的人手 但正是因为人手 就有人想干一点非法的勾当 而且岛与岛之间 你有飞行一声兽还好 如果没有你 还要顶着水里的一声兽划船才能过去 然后 尹真向店老板 证明了 他看人真准 谢谢阿爷 我知道了 那请问 丙三秘境怎么去 店老板吴宇宁爷 见尹真坚持 只好告诉了 他坐哪辆车到哪个城门 出城后再坐哪辆车 至于尹真 为什么选择丙三的海岛秘境 正是因为 他听了那句秘境人少 官方也只有观察基地 什么叫观察基地 意思就是 只有几个士兵 观察秘境内的空间门 和有可能入侵空间门的 一声兽的基地 不像宁城的宁以一号 和七号秘境的基地 同时还要肩负生产的任务 别人或许不敢进这种秘境 但他有小黎 有鹰鹰 有蓝了 尤其是小黎 在这种没什么人的秘境 可以火力全开 彻底释放所有的能力 尹真打定主意 思考了下去 海岛秘境还需要什么 发现并没有缺的 至于老板说 跨越海岛要船 他之前体验过 小黎的狐龄牌掉蓝了 比坐车还舒服 于是 直接按照店老板指的方向 坐上前往灰城12号城门的公交车 一路上 第一次出门的尹真也很好奇 不同的城市有没有不同 但他发现根本没有不同 语言一样 穿衣风格一样 建筑一样 什么都一样 如果不是他知道自己身在异乡 还以为根本没出宁城呢 一样的在城门口登记 一样的坐上运输车 唯一不同的就是票价 从城门口到灰禀三号 密近30公里的距离 票价居然要2万 要知道 从宁城到宁以一号 接近40公里的距离 票价才不过5000 嘿 灰城太黑了 背包里的七离 也认同的点头 不过这次是两人误会了 灰城官方了 主要现在去灰禀三号 密近的预售师太少了 就像尹真现在坐的车 60个座位 结果只坐了7个人 如果不提高票价 官方连运输车启动的 油钱都挣不回来 车辆行驶的途中 七离在背包里提醒 单独坐在车尾的尹真 哦哦 注意点 我感觉到恶意了 有两个 第51章 海岛秘境 尹真文言 立马从窗外收回视线 低声问 在车上 哦哦 嗯 在右前方三米的位置 对于七离的话 尹真自然相信 装作撩头发的同时 斜瞥了一眼 向前三米距离 就是隔了七排座位 那里坐着两个人 在他偷看的同时 一个男人用英质的目光 也在看着他 仿佛在欣赏一只带窄的羔羊 联想之前报刊庭老板的话 七离和尹真 都一时间想到这两人 就是店老板口中 在秘境干部法勾当的人 尹真确定了他的长相 低下头 隔着背包摸了摸七离 看样子 我被盯上了 哦哦 他们的恶意 是针对的 是车上所有人 不止你一个 如果我的猜想没错 他们应该不会立马动手 而是会守在 秘境的观察基地附近 抢劫或者杀害 反乘的毒刑御寿师 尹真赞成的点点头 他没有告诉 其他人的想法 毕竟彼此不熟 就算说了 他们也不一定信 而且 他又没有证据 总不能说我 契约零有感知善恶的能力吧 运输车稳稳地行驶到 一个小型基地内 基地中间 是一个透明的 橙色空间门 附近 就一个负责登记的 官方人员 丝毫没有 宁以一号基地的繁忙景象 给气离的感觉 就是进电影院检票一样 没有多去看 有恶意的两人 尹真登记完信息 就跨入了空间门 一出空间门 瞬间就感觉眼前一黑 秘境外是晴空万里 秘境内乌云密布 雷声轰鸣 空无一物 只有二楼上的哨所里 有一个拿着望远镜的军人 隔着窗户警戒四周 因为这个秘境 没有被全面探索过 自然也没有地图 尹真适应了下环境 踏上这片未知之地 出了基地 避开其他人 七离就从背包里出来了 放出九只狐狸 升空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根据狐狸反馈的信息 七离指导他们 身处在一个遍布密林的海岛上 海岛不是很大 估计只有一平方公里 基地的位置在海岛的半山腰 周围还有更多的岛屿 最近的差不多有三公里远 将这些信息告诉了尹真 抱着七离的尹真 微微思索了一下 这座岛应该被人亲过了 找个观察基地看不到的位置 我们去隔壁岛 七离点点头 然后指了通往海岛背部面那方向 那里可以完全避开 观察基地的哨所 尹真招出兰兰和音音 抽出刀披荆斩棘 顺着七离指的方向走去 中途没有遇到任何一生兽 偶尔遇到几只普通的动物 看样子 尹真的判断是对的 这座岛真的被清理过 绕到海岛背面 风更大了 海边的椰子树都被风吹弯 天上的乌云被风带着飞速移动 云层中不时有雷光乍现 海上也是波澜四起 白浪席卷 七离细细一看 云里不止有雷光 还有无数身上环绕雷光的小白点 估计是雷系的七月灵吧 可惜距离太远 看不清种类 七离从空间中取出吊篮 九只狐狸立马配合地抓住前后的横杆 这么大的风 可以吗 尹真不确定地说道 嗷嗷 大胶部蒙大奶 七离拍了拍胸膛 跳起来打开吊篮的门 毕竟做吊篮的材料 是最坚固的合金 这点风可吹不散 而且 吊篮里面有绝缘材料 除非被雷直接劈到 如果真有雷劈过来 别忘了蓝莫罗还有护盾 应该可以挡一下 看到七离自信的模样 尹真带着阴阴和兰兰钻进吊篮 同时问道 大胶部蒙大奶 是什么意思 哦哦 没问题的意思 吊篮起飞 在九只狐狸的拖拽下 贴着海面 向隔壁的岛屿飞去 中间可以看到 无数海里的异生兽 不怀好意地看着它们 甚至还有一些奇形怪状的 鱼巢吊篮吊口水 还好有兰兰展开的护盾 将水流全部挡住 不知道为什么 七离很讨厌这些鱼 就很想开个骤镜 杀生阴阵 给它们做个电疗 为了避免浪费兰兰的灵能 只好让狐狸飞高点 虽然风很大 吹得狐狸有些飞不稳 但在九只狐狸的努力下 它们还是跨过了三公里的海峡 狐狸带着吊篮刚刚降落 还没等收起吊篮 七离就察觉 岛上有恶意 针对它们 哦哦 兰兰 护盾 兰兰趴哒趴哒走出吊篮 立马展开脆青色的护盾 只见三道蓝色的水流 距离它们五十米的沙滩上 站立着一只黑色螃蟹 螃蟹的身上不停掉落着沙粒 而旁边还有个沙坑 螃蟹高约一米半 背上的甲铐长满尖刺 正对它们挥舞着双前 嘴里吐着泡泡的同时 还发出意义不明的声音 很明显 螃蟹之前握在沙坑里 并没有发现它们 所以才没被七离发现 看到水流被挡住 螃蟹嘴的两个勾牙如动着 零能汇聚 凭空出现一个水流 螃蟹 九只狐狸放下吊篮 就飞奔而去 尹真同时也让鹰鹰上前展开攻击 九只狐狸仙道 十八只爪子疯狂挠着螃蟹的甲铐 但螃蟹甲铐很是坚硬 狐狸的攻击 只能留下一道道白痕 七离只好让狐狸转攻螃蟹 裸露的眼睛和关节 同时用狂围击击溃螃 又一次吐出的水箭 撞在螃蟹的身上 将它击退一步 浩强的防御 七离暗暗心惊 这还是第一次 有一生兽 可以承接它一击而不倒的 雷银泉现在影针的指示下 也对螃蟹释放电流冲击 看到敌人太多 螃蟹决定先解决狐狸 一边挪动八足 飞快地躲避远处袭来的电流攻击 一边挥舞双前 想要夹住环绕四周的狐狸 一只狐狸躲闪不及 被螃蟹夹到 只见螃蟹将狐狸举起 用力一加 七离甚至来不及让狐狸自爆 狐狸就化为灵能消散 可恶 七离只是狐狸打游击战 继续凝聚狂雷击 第52章 黑巢蟹首领 雷银全线的五根雷针 好不容易击中飞速移动的螃蟹 却被假靠弹开 而七离的狂雷击也释放出 直击螃蟹的小腿 既然螃蟹移动速度快 那就打断它的腿 看它还怎么横行霸道 螃蟹又夹住一只狐狸 这一次七离直接让狐狸自爆 白银级的狐狸自爆 直接将螃蟹身上最为坚固的钳子 炸为碎块 螃蟹吃痛 发出咕咕咕的惨叫声 同时间 七离的狂雷击也命中了一只爪子 黄暴的爆炸 不光炸断了那只爪子 连带香菱的一根也断了一截 咕咕咕 螃蟹虽然少了两足 但依旧能够稳稳站立 一边应付着狐狸 一边恶狠狠地看向七离 他刚刚看到了 就是这只可恶的狐狸 炸断了他的脚 正当七离继续蓄力狂雷击的时候 就看到螃蟹突然加速甩开狐狸 向它们冲来 这是一只还算聪明的螃蟹 居然还知道打团先打奶 六只尖族在沙滩上留下一个个坑 短短一秒 它就接近了二十米的距离 七离又是一发雷球送出 蓝蓝也展开护盾 雷球命中飞奔的螃蟹 爆炸的雷球 直接带走螃蟹的三条腿 瞬间螃蟹失重 在惯性的带动下 一头撞在了蓝蓝的护盾上 泛起一阵涟漪 看到螃蟹还要爬起来 七离继续攻击 狂雷击不要前世的 一发又一发雷球 在坚持要爬起来的螃蟹身上爆炸 阴阴的电流冲击也在给螃蟹洗澡 狐灵则不停地划着螃蟹的关节 不让它爬起来 终于 在七离和它小伙伴的攻击下 螃蟹没了动静 尹真刚想上前检查 却被七离拦住 嗷嗷 它还没死 七离又给螃蟹脸上 捕了一发狂雷击 直到螃蟹的灵魂飞出 被它吸了 才对尹真点点头 此时的螃蟹有点惨 它的八只脚和两只钳子 全部被七离炸没了 嘴部的口气也被炸出一个坑 一只眼睛也被狐灵挠没了 尹真绕着螃蟹看了一圈 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一本书 确认了一遍 道 这是黑巢蟹 书上有记载 普通黑巢蟹 一般最高不过八十厘米 而这只有一米五 应该是首领级的黑巢蟹 黑巢蟹最强的就是防御 秘境之外的白银级黑巢蟹的防御力 连黄金级七月灵都感觉棘手 更别谈首领级 难怪连小铃你的狐灵迫不防御 七离点了点头 它还以为所有白银级都这么变态呢 一动快 防御强 攻击力也不弱 别看水剑没能打穿蓝蓝的护盾 但是它的狐灵可是被黑巢蟹一钳子一个 哦 中午就吃烤螃蟹吧 嗯 书中还说 黑巢蟹的钳子肉和黄都是极其美味的 在市场上价格也是不菲 现在钳子都被你炸断了 我们中午就吃钳子 正好蓝蓝和音音都耗费了不少灵能 收拾完 我们找个避风的地方休息一下 说完 影针开始分割螃蟹的尸体 炸断的钳子自然是要的 螃蟹的脚也是要的 但是轮到蟹身的时候犯了难 王鹤给它的合金刀 虽然足够锋利结实 但根本划不开蟹壳 最后还是 七里操控剩下的七只狐灵和影针一起 像先螃蟹蟹盖一样 将黑巢蟹的蟹盖打开 打开后 就露出满是蟹黄和塞的蟹身 影针在黑巢蟹的蟹心处 找到灵合合技能时 黑巢蟹的技能时技能是 召唤三道水剑攻击敌人 威力虽然一般 但释放技能所需的灵能并不多 加上释放速度快 能融在战斗中取得先机 所以在市场上 很受有水系七约灵的御兽师欢迎 影针想到了傲娇的柳四烟 柳四烟就有一只水系的幻语龙 要不要带些回去卖给它呢 算了 以柳四烟父母的财力 肯定早帮他选好了技能时 将所有分割好的东西 放到七里的空间 然后找到一个避风的山洞 确认没威胁后 七里先凝聚狐灵 而影针则从戒指中掏出酒精炉 点火架锅烧水 然后取出一个一块蟹钱的肉 放入锅中炖煮 不得不说 黑潮蟹首领级有首领级的吼 那就是个头大 铲肉量高 只是一只蟹钱 锅就差点放不下了 没一会儿 整个山洞都飘满了蟹香味 七里招出凝聚好的狐灵 让他去和剩下的七只 去洞口放上 然后坐等美食 等待的时间 外面下起了倾盆大雨 连绵雨珠在洞口落在地上向外流去 密布的雨线 连人来三米外的椰子树都看不见 伴着雨声 还有滚滚而来的雷声 一声雷响 几乎将大地都给晃动 影针给酒精炉添了酒精块 走到洞口看了下 好大的雨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 还好山洞地势够高 哦哦 螃蟹好了 哦 这就来 听到七里的提醒 影针立马转身打开锅盖 用勺子将蟹肉装碗 音音和兰兰都回契约空间恢复灵能了 而且 他们两个凑在一起都没有一张嘴 更别说有进食的功能 七里用舌头 卷着白白嫩嫩的丝状蟹肉 蟹肉很香也很甜 入口即化 不枉她耗费十分之一的灵能 又消耗了两只狐灵 才把黑巢蟹放倒 要说蟹肉有什么不足 那就是影针那丫头盐放多了 导致蟹肉有点咸 记得在哪看过 犬颗动物盐吃多了 皮毛会变粗糙 而且还会变白 哦 那真是太可怕了 如果是云仪的话 云仪绝对会掌控好食物的放盐量 话说云仪也出发去续城了吧 一场雨一直下到半夜都没停 这下子 七里也知道 为什么这个秘境没什么人来了 如果没有特别强的感知能力 在这种暴雨环境中 御兽师在早已习惯 秘境天气的一生兽眼里 无异于是待在羔羊 影针看到雨不停 也没有冒雨狩猎一生兽的想法 就在山洞里搭了帐篷 待了一夜 第二天中午 雨终于停了 风也弱了不少 但天空依旧阴霾 影针换了雷电影的衣服 外面风衣套好 收好东西 招出兰兰和音音 开始继续探索 第53章 云仪 影针都在秘境 徐物一号秘境 宽窄只有40米的幽形峡谷内 两米粗细 长有40米 顶闪电状刀片的岩石巨蛇 游走在峡谷一侧的山上 如矿山卡车般大小 甲背满身荆棘的黄色巨龟 堵着峡谷的骨口 高两层楼房 身有双翼 通体清白 头顶花朵的四足训兽 站在巨龟的身后 三只契约灵 在一个女人的指挥下 配合有素地轮番攻击着一个 高有30米的黄黑暴龙巨兽 暴龙兽 此时的暴龙兽 在三只契约灵的攻击下 已经狼狈不堪 全身都是冒血的伤口 暴龙兽每每想越过三兽 攻击峡谷出口的女人时 都会被三兽挡住 又一发火球 暴龙兽是一个缩腿 尾巴就像抽在了小山上 只是让巨龟转了一圈 巨龟又堵住了它 它也想跑 但身后也是绝路 而且 那个绿色的四足训兽 一直在召唤藤蔓缠住它的脚 而岩石巨蛇 则趁它没挣脱的时间 从岩壁而下 用头顶的利子扎它 身上的血洞 多半都是岩石巨蛇造成的 打又打不动 跑又跑不开 暴龙兽是崩溃的 嚎叫着 一遍又一遍地将攻击 落在它唯一能攻击到的巨龟身上 任凭体内的鲜血流干 最终 嚎叫变成了哀嚎 暴龙兽轰然倒地 血红的双眼绝望 愤怒 无助 临死前 它看到了指挥三个王八蛋的女人 那个提着刀的女人很漂亮 死死盯着 正向它迎面走来的女人 死死地盯着它 顺着岩石巨蛇造成的伤口 将长刀插进自己的心脏 凌云从暴龙兽的心脏附近 掏出技能石和灵盒 低音一声 第八支 秘境气息足够了 瞬间 积攒在它全身的秘境气息爆发 然后汇聚到腹部的灵盒中 融入 扩充 这个过程持续了十分钟 凌云感受到突破成功 微微一笑 可以回凝成了 也不知道小珍的丫头和小梨 现在怎么样了 此时 尹真和七梨 已经将之前那个岛探索得差不多了 又收获了不少黑潮蟹灵盒和蟹肉 现在在距离空间门五十公里外的 另外一个岛上 之所以来这个岛 是因为之前那个岛的一生兽都被他们杀得差不多了 两个星期的时间 尹真到了三级御寿师中期 而其他两小只也已经到了白银中期 至于七梨 无数灵魂的公养 他早就白银后期了 可惜前两个星期 只是抽到了五百根三彩团子和五百瓶团子牛奶 没有抽到寿灵 如果哪天直接抽到一千年寿灵那该多好啊 到时变成九尾狐 直接带尹真那个小丫头 毁天灭地 系统 有的人连一百张以后的剧情还没想好呢 你变九尾了 他怎么写 这个岛没有什么树 几乎都是半腰膏的杂草 下了吊篮以后 在沙滩上 尹真观察着地上一生兽留下的足迹 地上的足迹是我们之前看到风行兔 这种一生兽特别善于挖洞 小黎 一会儿该你发挥咯 哦 你想让我用骤镜 杀声音 哦 是的 还没近距离看你放过呢 七里脸一黑 不是因为最近尹真喜欢和他前说话时 莫名其妙地学他嗷两声 而是因为他如果释放骤镜 杀声音时 必须要化成人形 如果在尹真面前变成人 回去他只要想想 就知道网上那些阿珍是谁化的了 机智如七里 只需要0.00001秒 就想到了应对方法 哦 看我放多没意思啊 你得亲自来放 那才刺激 就像没有小孩会拒绝 往毛坑扔鞭炮一样 玉兽师也不会拒绝 亲自释放超级强大的技能 应真心动了 好 等你感应到风行兔的老窝时 你告诉我 我们合体试试 但在这之前 我们好像有麻烦了 天边飞来无数只老鹰 一生兽的世界 和大自然的生物一样 弱肉强食 有着生态链 比如 风行兔会吃草 会到海边用风刃捕捉跳跳鱼吃 但也有以吃它们为生的 比如 天上越来越近的鹰群 海逊鹰 一种拥有极快速度的老鹰 和利爪鹰一样 有着将灵能化为羽毛攻击的手段 通常它们会成群结队的捕猎 遇到危险 会同时攻击 遭遇十只以上的海逊鹰 如果同级别的御兽师 没有防御道具 或者强力的防御型一生兽 基本只能等着被暴雨一样的 灵能羽毛扎成刺猬 而现在 海逊鹰明显是要到海岛捕捉一窝十载 一跃一怀的风行兔 只是恰好它们 站在了海逊鹰捕猎的道路上了 海逊鹰的速度很快 眨眼间就到了七里的感应距离 一共50多只海逊鹰 全都带着恶意 很明显将它们也当食物了 七里不等尹真说话 9只狐灵踏空迎上 同时嘴里蓄力狂雷击 尹真随即让已经有一米高的 雷鹰权限也扔出雷真 对付空中的敌人 不一定非得立刻击伤 有时候 只是打伤也能要了它们的命 七里爆炸的雷球 阴阴的雷真 海逊鹰处着 就全身麻痹 丧失飞行能力 惨叫着摔倒海面上 然后就是狐灵 这些天狐灵们 被黑朝鲜那不讲道理的假靠 搞得怀疑自己的爪爪 是不是要磨磨了 结果几爪子 就能把海逊鹰的羽毛轻松撕开 才知道 原来不是爪爪的错 而是有的东西可太硬 当然 海逊鹰也不是没反击 也有海逊鹰对狐灵射出羽毛 但是吧 往往狐灵都是贴着海逊鹰攻击的 这些射出的羽毛 要么被狐灵躲过 要么击伤狐灵后 又伤到同伴 也许是看齐 离它们打海逊鹰太爽 就连影针都从空间戒指里掏出喷子 然后看到一只 海逊鹰挨了一枪啥事 也没有的撞在兰兰 及时展开的护盾上后 影针默默又将枪收了起来 兰兰的护盾强度很高 高到什么地步呢 只要兰兰还有灵能 这个护盾就不会碎 这是齐离侧试过的 他足足用了26发狂雷击材 将兰兰的灵能炸干 可见兰兰的护盾多强 第54张影真的震惊 经过一番进攻 海逊鹰损失惨重 将近60只的群体 现在只剩十几只 还各个带伤 因为没有首领及海逊鹰统领 他们一直在盲目地各自为战 但是现在 身边的同伴越来越少 在看着满海面 沙滩上同类的尸体 的鲜血 羽毛 他们 怕了 这种怕是 出自生物遇到危险时的本能 他们不是超兽 于是带着七里的叫声溜了 当所有海逊鹰 飞出200米的攻击范围外 七里也停止了这场 一届秘境版 玛利亚那列火机 他一只小狐狸 不算狐狸 就炸下来19只 阴阴的电针 也电下来12只 七里完胜 接下来就是休整时间 该回契约空间 恢复灵能的恢复灵能 该搜集材料的搜集材料 海逊鹰尸体 海上的尸体 则交给了七里的狐狸拖到沙滩上 至于七里 则趴在附近的礁石上 一边感应着危险 一边欣赏着 尹真宛如彩蜜的小蜜蜂一般 搜集着一生兽尸体 材料 讲道理 尹真这丫头 本来就和雷电影像 认真时的尹真真的 如雷电影那般如二 尤其现在还穿着雷电影的衣服 如果不是胸口太过太平 几乎连他这个将军厨 都差点将尹真当成了 三次元板雷电影 七里也冒出过 将尹真的性格 往雷电影方向带的想法 不过尤也只是那么一瞬间 毕竟尹真是尹真 他该有自己的个性 而不能因为自己的恶趣味 而改变他的人生 不过 性格不改 他还可以改变尹真的外表吗 比如找个时间 帮尹真染个发 比如找个时间 帮尹真扎个大麻花辫 比如让尹真长大后 找个医院丰胸 也不知道这个世界医院 还有没有这个技术 海边的战斗 让天性胆小 只知道偷袭的尹形兔 全躲了起来 毕竟连每天盘绕在海岛上空 劣尸他们的天敌 海逊鹰都赶跑了 更何况他们 尹形兔们 全都躲在地洞里 听着地面 传来的脚步声 虽然他们很想钻出地洞 对上面侵入他们领地的生物 进行攻击 但是洞穴深处 传来的售吼 抑制住了他们的冲动 那是首领级尹形兔的叫声 让他们安静 这就是白银级和青铜级 一生兽灵能以外的差别展现 宁以七号的电耗子首领 只知道带着族群送死 而灰柄三号的封形兔首领 却知道折服 伺机而动 他的策略是对的 但是他遇到了七里 而七里早就感觉到了他的恶意 小黎 是这里吗 哦 是这里 下面全是恶意 好 引针将手中的合金刀 插在地上 默念召唤附体的咒语 小黎 以你预寿师的身份 请求你 帮我战斗 召唤附体 粉光闪过 雷电影衣服版本的八重绳子出现 引针好久没与七里合体了 但他还记得 与七里合体的每一个细节 身上其他地方没变 但是嵌若无骨的左手中指上 却多了一枚紫色的戒指 小黎 怎么多了没戒指 七里知道 引针有此疑问 便将自己的回答 传递了过去 戒指里装着 能让人和一生受感受热情的东西 不用管 曾经 前世就有一个国家 感受了两个这种小东西传递的热情 然后当了近百年的RBQ 哦 引针明了 没有再多问 开始准备骤镜 杀生阴阵 因为骤镜 杀生阴阵 有区分善恶的功能 所以他没有收起蓝蓝和阴阴 而是让他们在身边守着 张纯默念 骤镜 杀生阴起阵 引针身后的三条尾巴摇摆着 一道紫色纹路的樱花图样法阵 迅速成形 九只狐龄分开站位 他开始往法阵充能 瞬间 晴朗的天空之中乌云 旋转密布 紫色雷霆 在云层中酝酿 法阵覆盖的200米范围内 所有生物都感受到了恐怖的威压 尤其本来就是目标的风行兔 胆小的尿了一腿 胆大的也是瑟瑟发抖 比其他风行兔大了三倍的首领风行兔 眼睛更是血红 他知道 现在要么跑 要么就去破坏 这股威压的来源 不到一秒 他下了决定 咕咕 一声愤怒至极的兔叫 所有风行兔都动了起来 从地底四通八达的地道 钻出地面 然后迅速散开 人力而起 就在他们口中凝聚青蓝色的能量 瞄准那个三维女人的时候 只见尹真停止了 往法阵冲入灵能 红唇微起 骤镜 杀声阴阵成 刹那间 天地变色 围绕着尹真 周围100米半径 无数紫色雷霆从天而降 精准地轰炸着每一个兔子 每一次雷霆落地 都炸飞无数 知青蓝色的兔子 残肢断壁伴着鲜血 四处飞扬 一时间 到处都是风行兔的惨叫声 运气好的风行兔 处在雷霆落点的中心 直接变成了飞灰 运气不好的风行兔 不是缺胳膊 就是少耳朵 偶尔有风行兔 成功发射出的锋刃 但要么准头偏上天 要么被蓝蓝展开的 护盾挡住 最惨的就是风行兔首领 因为他的恶意最强 所以遭受的雷霆最多 第一道 他用风刃抵消了 第二道 他咬住身边的 一只风行兔甩到空中挡住 第三道 他用同样的方式 直到第六道 他的身边已经没有兔子了 他想要逃 却逃不掉 逃跑的速度 跟不上雷霆降下的速度 挨了一击 就浑身皮毛焦黑 惨叫着摔倒地上 默等他哀嚎第二声 又是一道雷霆 看着宛如雷霆练雨般的场景 尹真久久不能说话 直到五分钟后 最后一道雷光降下 乌云散去 太阳重新照射 在这一片焦土上 原本到处咕咕叫的风行兔 全部变成了 还在冒烟的风行兔尸体 原本连落脚处都没有的草地 更是寸草不生 这就是小黎的技能吗 尹真也不由心惊 难怪官方那时候如此紧张 此等威力 同级别的御寿师和契约灵 谁能抵挡 第五十五章 狂风雷电 尹真震惊的情绪七里 自然感应到了 七里表示 这才乃到哪 要知道 按他现在八重神子的模板 骤镜 杀声音 只是小技能 后面还有一个大技能呢 大秘法天狐显真 以天狐的身份 沟通天地 召唤雷霆 不过这个技能 可能到五尾时他才会 毕竟天狐就是五尾狐 五尾狐就是天狐 游戏中的八重神子 释放天狐显真时 背后就露出了五条尾巴 那五尾以后呢 画面太美不敢想象 想个屁 吃灵魂先了 尹真解除合体 看着因为吸收太多灵魂 而摇摇欲睡的七里 微微笑着摇了摇头 他一直觉得 召唤到七里 是他此生最大的幸运 当初那只普通的小狐狸 居然有如此强的能力 他也暗暗庆幸 如果他像其他召到 灵星器约灵的御寿师一样 直接将七里收到契约空间里 那么此生他都将错过七里 默默地将睡着的七里 放到背包里背在身上 然后提起合金刀去处理 遍地的兔子尸体 这一处理 就是从中午处理到了傍晚 才处理完 当时在场的 差不多有200只风行兔 灵魂就挖到了123颗 完好的皮毛 34片 至于其他的 要么是残破不堪 要么直接变成了灰 就连首领级的风行兔 都被劈成渣渣 技能石和灵盒都被劈碎了 没有任何价值 耶 尹真在海岛的被封面 搭好帐篷 在帐篷门口 起火堆烤兔子 七里醒了 不是因为闻到香味 而是灵魂已经消化完了 钻出尹真的睡袋 走到帐篷门口 此时 外面满天星辰 四月环空 只有少女的背影 还有嗡嗡响的雷音拳 现合啪哒啪哒 咿咿呀呀的蓝魔罗 七里走到火堆边 坐下 你醒了 尹真考着四只兔子 看了眼兔子的表皮 已经焦红 便往上面撒调料 周围很安静 只有海浪的声音 还有火堆燃烧时 树枝断裂的声音 七里抬起狐狸脑袋 眯眼叫 嗷嗷 我技能怎么样 很强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技能 教科书上也没描述过类似的 难怪官方暂时 定性为秘境异常现象 尹真认真的达到 纵观他看过的所有书 能引动天气变化的契约灵 和一生兽也不是没有 但都是地级以上 达阴级的只有七里一个 而他之前也感受了技能的威力 换成骤镜 杀声音的针对目标是他 如果在阵程前没有阻止七里 要么以堪比雷霆的速度逃 要么留在原地 先靠蓝蓝和护服抵挡 等蓝蓝灵能耗尽 护服用完 然后等死 想到明年的毕业大笔 面对对手 七里的狐狸先上去顶住 然后七里直接照出骤镜 杀声音 谁能挡 可惜 七里的能力越强 他越不敢让别人知道 在没有八级玉兽师 拥有足够的能力之前 决定绝不在外人面前暴露 看着影针映射着火光的眼眸 七里知道他的担忧 啊 我以后还会有更强的技能 阴阴和蓝蓝也不弱 我们会保护你的 我知道 正是因为有你们 我才如此安心 我一直相信 相信着你们以后 能带着我走向玉兽师的巅峰 玉兽师的巅峰 就系统着时不时发的影针 更像宿主的奖励 连梦想 一心都掏出来 给影针了 居然只想成为玉兽师的巅峰 影针的目标小了 格局也小了 这不弄个蓝星版的雷神当当 影针对得起系统的偏心 至于七里 没有剧透系统的存在 因为他 这只小狐狸 没什么坏心思 只想霸占系统 养成影针的位置 将来影针真的成为什么了不得的存在时 他也能拍着胸脯对别人说 你说雷神影针啊 他小时候呆呆的 是我含心如苦 一把屎一把尿的 将它一步步培养成雷神 到时候 谁是玉兽师 谁是宠物 还有明说吗 多年以后 每当七里对人说起上面的话时 就会有一道雷光劈向他 第二天 海上忽然又起了风暴 狂烈的飓风 将整座海岛的青草 几乎吹得紧贴地皮 层叠的两米巨浪 不停拍打沙滩 甚至有海里的一生兽 被海浪卷到岸上 只在撞死在岩壁上 天空更是黑得宛如黑夜 电光交闪 雷鸣四起 还好一早尹 真就察觉不对 但在风暴前 将帐篷拆开 找了个被封的地方 重新搭建 暴雨 狂风 雷电 尹真看着外面 如木布的雨 连叹了口气 放下门帘 回到帐篷里 一屁股坐到兽皮垫子上 从戒指中掏出几颗青色的果子 放到盘子中 这雨估计又要下一天 难怪这秘境没人来 来 小李 吃果子 七里拿起一个果子啃了起来 这是几天前 在另一个岛上找到的 当然还有 黑潮蟹在啃 滋味不错 酸酸甜甜的 味道很清爽 还能增加灵能 也不知道 云一想我了没 小李 我们经历经多少天了 七里没有笨笨的束手指 而是直接瞅了眼系统的 千道倒计时 距离千道时间 还有十一小时 哦哦 有二十三天了 二十三天啊 我这辈子 离开云一最长的时间 也没超过三天 现在居然二十三天了 影侦狠狠地咬了一口果子 仿佛手中的果子 就是流逝的时间 哦 加油 你已经三级后期了 等到秘境气息充足了 不一定非要突破后 再回凝城 七里安慰道 秘境气息这玩意很玄奇 在秘境外面 根本获取不到 只有御寿师 在秘境里 击杀一生兽 才能获得 给七里的感觉 就像是一生兽的怨念 但秘境气息 又是御寿师 晋级的关键 根据影真的说法 七里觉得 灵盒就像蓝条 秘境气息 就像金焰条 经验满了 就可以升级 而御寿师 等到灵盒完全长成后 环绕全身四肢百孩的 秘境气息 会重塑灵盒 帮助御寿师 进行突破 而这一过程 根据御寿师的天赋 还有失败的可能 有人几次就能完成突破 有人一辈子 都突破不了 突破失败 还会损失一定量的 秘境气息之前 二级突破三级的时候 尹真就失败了两次 最后还是靠系统奖励的 灵能药剂 才一次成功 第56章 眉清目秀了 所以 七离不让尹真着急 是有道理的 尹真不是狂八拽的 SSS及天赋天命主角 与其突破失败 还要进秘境 不如等秘境气息满了 等他的灵能药剂 一次成功 毕竟他的系统 更像是尹真的系统 要知道 高级血脉的九尾狐 可不是苏打几 那种野狐狸渣渣 但凡高级血脉的九尾狐 个个都是妖怪共主 说不得系统那压 就是在控制自己的成长速度 尹真吃着灵果 莫不作声 他也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多了个梦想 那就是带着七离一起 站在台上 成为人人艳羡的 八级御寿师 或者九级 历史上SS级天赋的御寿师 虽然不是烂大街 但也不是凤毛麟角 他也不知道 自己哪来的这种自信 笃定自己 可以成为八级 乃至九级御寿师 或许 是从看到 七离看书开始的吧 小离 我会加油的 有了七离 蓝蓝 音音 还有梦想一星 如果还成不了九级御寿师 不如趁早 用梦想 一心切腹 尹真握了握拳 但是吧 有时候不是光努力 就有用的 比如现在 外面雨声依旧 雨点打在帐篷上 砰砰直响 小离 我们玩石头剪刀布吧 赢得人蛋 一下输得人脑门 文言 七离朝兴致勃勃地尹真递了个 你是白痴的眼神 竖起左掌 啊 你怎么不和黑朝鞋玩 来 你告诉我 我怎么出剪刀合布 尹真一愣 后知后觉地尴尬笑了笑 好像自己真的提议了一个 很蠢的游戏 看看雷音权限 再看看兰莫罗 好吗 三只契约灵没有一个 能出剪刀的 好无聊 我这不是想找点事情做吗 哦哦 无聊就看书 尹真拍了下脑海 对 书 哦 不对 我带的书前天 就已经看完了 然后 一人一胡开始 大眼瞪小眼 这个世界的娱乐 实在太缺乏了 不说手机游戏什么的 就连象棋 扑克牌都没有 也不能说没有 而是做出来 也没人玩 别人到秘境 都是提心吊胆的 就算有帐篷保护 也时刻防范着 一生兽的突袭 乃像尹真 仗着七离的感知能力 还有闲功夫玩游戏 玩游戏吗 七离在行 皮鞭 蜡烛 红绳子 他样样都会 但是吧 嗨嗨 一个他不能在尹真面前 变人形 两个殊荣一枚 七离名思苦想一阵 突然有了一个 大胆的想法 叫尹真跳舞 主军 想必谁也没在 MMD以外的地方 见过雷电影跳舞吧 说做就做 因为从未见过舞蹈 尹真也挺感兴趣 只是当期 李扭动着狐狸屁股 演示了最简单的打击舞时 尹真一边觉得 狐狸跳舞好玩 一边眉头皱得 能夹死苍蝇 小离 你确定这是舞蹈 嗷嗷 当然 这可是雷神 经常跳的舞之一 七离为了哄骗尹真 直接拉出了 雷电影的名头 然后 尹真就相信了 在帐篷中开始了练习 夜 雨声依旧 尹真陷入了梦乡 七离看着系统的 倒计时结束 开始狐狸祈求 已经连续好几个星期 没出正经东西了 也该触发一次 保底了吧 系统 给点好东西吧 签到 呵呵 想得美哦 本周签到已完成 恭喜获得百年寿灵 下一次签到时间为 168小时后 系统话音刚落 七离就感觉 尾巴跟一阵骚痒 然后整个人不适 整个狐狸 控制不住 便会阿拉斯珠大小 原本的三条尾巴 带着星长出来的尾巴 疯狂舞动 身体又开始变大 从阿拉斯珠 变成北极熊大小 要不是 帐篷足够大 它能把帐篷顶破了 等星长出来的尾巴 完全成型 七离又变回小狐狸 本模样 打开系统面板 它从白银后期 直接到了黄金初期 果然狐狸 是根据年龄来进阶的 难怪那些 零星普通狐狸 会被放弃 就算人类发现这一点 但普通狐狸 连二十年都活不到 更何况这个世界人的寿命 根据御寿师等级不同 就算九级御寿师 也难有活过三百岁的 谁都等不到狐狸 完全成长 时也命也 七离叹口气 感觉了一下进阶 带来的不同 首先就是灵能 比之白银后期 灵能直接翻了十倍 然后就是技能 如他所料 现在可以直接说话了 不需要哦 狐狸又能多召唤三个 至于骤镜 杀身因何狂雷击 威力和范围 都应该有改变 感知距离也得到了提升 达到了四百米 感知得到提升的时候 七离感觉到了 三百米外的四个灵魂 四个灵魂并没有散发恶意 或者说 他们并没有察觉到这个帐篷 现阶段的一生兽 还无法掌握感知的能力 依旧靠着动物 最原始的视力 嗅觉 听力和身体感知能力 所以没发现帐篷 也很正常 雨中 地上躲过引针骤镜 杀身因的四只风行兔 正在草丛中跑土 吃着草根 九只狐灵不讲道理的从天而降 随着七离的噤声 它们的攻击方式 也居数位 只有爪子挠 也可以在十米 距离内消耗灵能 幻化出中 近距离攻击的雷爪 九只雷爪 分别同时 滑向三只风行兔 三只风行兔 每只的身上 都立马多出三道 生可见骨的爪印 剩下的一只 看着同伴们 忽然就死了 再看看 悬浮的狐灵 立马想跑 但是被狐灵们堵住退路 寒恨离世 帐篷中 七离张嘴 吸收着远处飘来的灵魂 看样子 狐灵十罪的范围 是根据感应距离来的 第二天 尹真醒来后 还来不及去看外面鱼 有没有停 就感觉 呼呼大睡的七离 不一样了 小狐狸七离的身上 多了骨香味 有点像射香 但更加好闻 闻了后 感觉七离整只狐狸 都没青木秀了 而且七离身上的 灵能气息 更加浓郁 小狸这是突破了吗 好厉害 第五十七章 要被打劫了 尹真轻轻揉了揉七离的脑袋 起身穿好衣服 走到帐篷门口 拉开门帘的拉链 外面风停了 雨停了 一片绿意盎然的青草尖尖 有露水划过 九只阿拉斯加大小的狐狸 和三只北极熊大小的狐狸手 在帐篷四周 嗯 小狸真进阶了 话说小狸的狐狸会 随着小狸的等级 产生大小变化 尹真摸了摸下吧 有的契约灵有一个特点 就像雷鹰全线 平时就像一个大号的扑龙蝙蝠 但是战斗的时候 就会变成身高近两米的大蝙蝠 有的契约灵则不会变大 比如蓝魔罗 而狐狸的大小改变 是不是 意味着小狸也能变化大小 瞬间挠不了下奶团子一样的粉色狐狸 变成一头北极熊一样的大号狐狸 嗯 怎么也感觉不到恐怖 只有萌萌大 叫醒七离后 尹真取出云一座的烤肉 就这七离掏出来的团子牛奶 美美地享用了一顿早饭 吃完后 尹真收拾好帐篷 坐上狐狸牌吊栏 踏上了回空间门的路途 中间因为七离想将狐狸 全部换成黄金级的 所以偶尔停下来 让狐狸带着遇到的一生兽自爆一下 从出发地到空间门50多公里的距离 他们硬是花了两天的时间 直到第三天的中午 顺着尹真一路记录的地图 他们在天上看到了 开始遇到黑巢蟹的那个岛 看狐狸没有直接飞向空间门所在的岛 而是转向 尹真奇怪地问道 小离怎么转向了 七离人性化地捏了捏鼻子 还记得我们在这个岛上 看到过一个天然泉眼吧 你闻闻你身上 全是味道 呃 好像还真是 尹真秀了秀身上 脸扑得一下红了 自从两天前小离说话不再嗷嗷叫 她越发将小离 当成了可以并肩作战的人 而不是契约灵宠物 现在被人说身上有味道 这患谁都感觉羞耻 吊兰在岛上转了一圈 才在树林中找到一处水汪 七离直接小爪子一挥 五只不用抓握吊兰横杆的狐狸 直接去将围着水汪喝水的动物 和一生兽赶走 要知道 狐狸可也是黄金级 那庞大的躯体 带着黄金级的灵能气息 别说普通动物 就连一生兽都得夹着尾巴跑 吊兰又转了一圈 在七离确认安全后降落 多少天没有洗澡的尹真脱了衣服 扑通一声跳到水潭里 中间还想让七离一起洗洗 但被七离言辞拒绝 开玩笑 如果是热水 有吹风机 他才会洗澡 现在在野外 洗完澡 毛发里的水分无法弄干 到时候全身湿漉漉的 很难受的好吗 现在秘境的气温 大概在26度左右 尹真虽然已经是三级预售师 体质得到了增强 并不会在这种温度泡澡而感冒 但也没有多泡 只是简单的搓洗下 就擦干净身上的水珠 换了身衣服 在岛上休息了一会儿 吃了顿午饭 坐上吊篮 正式回空间门岛 依旧是在观测基地 看不到的地方降落 七离收起吊篮后 十二只狐林开路 玉藤腕抓断藤腕 玉荆棘切断荆棘 一人三七约灵 则在后面跟着 往着观测基地走去 中途七离并没有忘记 当初来时的那两个人 一路感应能力全开 生怕两个人突然出现 逃出AK 喷子 上持枪的人站在一具男性尸体旁 尸体的身上有无数血洞 鲜血染红了周围的地面 为首的光头男人 从尸体的手指上 卸下空间戒指 当着其他人的面 将空间戒指内的东西 全部倒了出来 七颗灵盒 和几条黑巢蟹的蟹钳 以及一具黑巢蟹的蟹身 再就是杂七杂八的灵果 和一些日常用品 光头男确定 戒指里没有其他东西 嘴里骂骂咧咧的 踢了一脚尸体 妈的 穷鬼 这条路是上半山腰观测基地的 必经之路之一 但这条比较偏僻 走的人很少 正是人少 加之周边复杂的环境 这里也成了他们 埋伏截杀其他预售师的 最好选择 但是 他们碰到了尹真和七离 走在路上 七离敏锐地感知到了 24个灵魂 其中6个带着明显的 恶意灵魂 而其他18个普通的灵魂 则各自与那6个灵魂 有丝丝联系 这种情况 他在尹真和蓝蓝 阴阴之间也感受到过 停 小珍 前面400米有人 6个预售师 和18个契约灵 尹真文言蹲下身子 一边用同样的低声问 一边毫不犹豫地 从戒指中掏出一把现弹枪 嗯 恶意很大 应该就是秘境打劫的人 七离达到 一人一胡 没有轻举妄动 他们一直都在狩猎一生兽 从未与御寿师交战过 一生兽只要掌握了七特点 只要不是差距过大 总能应对 但是御寿师不是一生兽 面对御寿师时 要考虑的东西太多 比如契约灵的种类 御寿师本身携带的道具 也要制定好一个计划 不能愣头轻地冲上去 毕竟御寿师不是一生兽 御寿师肯定知道 战斗时第一时间 就先攻击对方御寿师 尹真也有点慌乱 但拿枪的手依旧很稳 虽然学校里只教 怎么面对一生兽 从未教过怎么面对御寿师 但往借学校里的毕业 大比他都看 自然知道面对敌人时 冷静才是最重要的 先让兰兰去看看 他们都出来打劫了 必定看不见兰兰 小黎 我想让兰兰先去看看 不行我们绕路 一人一壶同时开口 第五十八章 谁是猎人 谁是猎物 一人一壶说完 默契地对视一眼 他们居然想到一起了 虽然气力也能冒充 一生兽过去描一眼 但是难保对面 有感知强的契约灵 而且 一只粉色的狐狸 出现在海岛秘境 怎么看怎么为何 而拥有失去同心之人 无法观测的能力的兰兰 直接可以实现概念隐身 除非对面有针对性的契约灵 不然根本就看不到兰兰 于是 随着影针的命令 兰兰头顶的树叶开始旋转 飞向七离所指的方向 事实证明 兰波罗的概念及隐身能力 还是很强的 六个人 十八只契约灵 就没有一个发现他的靠近 仔细观察了一圈 兰兰记住了他们所有人的特点 然后又若无其事地飞回影针身边 咿咿呀呀地开始讲述 然后七离充当了翻译 六个人 五男一女 手中都有小珍妮手中的枪 分布道路两边的草丛和树林中 有很多契约灵 有一只好像能隐隐感觉到兰兰 兰兰的侦测很有用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那六个人手中有枪 而且有感知能力强的契约灵 但感知能力肯定不如七离 不然他们肯定知道 影针怀疑了 小离 我们绕路 毕竟对面是六个人 影针不想让七离他们面对危险 我先想想 七离微微沉思 换条路未必还没有打结的 知道了对面六个人的情况 她并不害怕 现在唯一思考的是 怎么彻底消灭对方 而不让影针受威胁 这样 小离你和兰兰 音音先不要过去 我利用飞行能力 飞到对面上空 用狂雷机轰炸 我毕竟是黄金级 对面必定挡不住我的狂雷机 到时候 他们肯定会跑 有可能往观测基地跑 也可能往这边跑 到时候 你埋伏在路边 慌乱之下 对方肯定顾不得感知 到时候 你有把握在攻击 没把握 就放他们过去 不得不说七离的这个战术 很阴将 但很合理 就是靠自己会飞 还有远程攻击的能力 欺负对方 加上十二只黄金级的狐灵 直接实现空忧 让对方没有还手之力 七离的个头还小 对方就算锁定了她的位置 枪械子弹 也很难命中高空飞行的她 而且普通的子弹 可能连她的毛皮都打不穿 确认无误 七离带着十二只狐灵 直接升空 影针 则带着音音和兰兰 躲到旁边的树林里 露出半张脸 眼睛死死盯着通往山腰的路 350米左右的空中 七厘米左眼 看着下方的树林 不得不说 对面六个人藏得真好 两个人躲在草地上挖的地洞里 一个人躲在石头的夹缝里 另外三个人则 蹲在树上 各异的七月灵 则被埋在草里 等待着猎物的上门 看样子 对方七月灵的感应能力并不行 她和狐灵都靠近350米了 都没察觉到 有13只狐狸在天上 现在是证明 谁是猎人 谁是猎物的时候了 谁上谁死的哔哩哔哩啊 啊 七里脑海中 回响熟悉的歌词 口中蓄力狂雷击 紫色的雷电 凝聚成球 可没没哈 晋级后的雷球 也从原本的青铜石的篮球大小 变成现在的瑜伽球大小 打团仙打奶 裹着紫色闪电的雷球 直接对准树枝上的一个人飞下 没等第一发落地 第二发紧跟出 没办法 有篮 任性 树林里 两棵相邻的树上 一个到三角眼的女人 忽然收到契约灵的警示 紧张地 对隔壁树上的光头男人说 老大 雷达兽说有危险在 话音未落 轰 只见一颗紫色的雷球 精准地落在光头男 躲藏的树上 发生爆炸 爆炸直接将整棵树 炸为积粉 冲击波 直接将它先从树上先飞 手中的枪和脱手而出 坠落中 他看到了光头男 藏在草丛里的契约灵 全部化为了白光 消失不见 就在他要摔倒地上时 他的契约灵白 毛冰原接住了他 刚咳嗽两声 想要提醒其他人 又是一个雷球落下 炸在他刚刚躲藏的树上 白毛冰原 以你预售师的身份 请求你 帮我战斗 召唤附体 强忍昏迷的感觉 女人和白毛冰原合体 瞬间手开始变长 浑身长满白毛 身后也多了条尾巴 合体成功 女人抬起头 看到又一颗雷球落下 一边躲避嘛 一边大喊 攻击来源在天上 而另外四个人 早在第一发雷球乍响的时候 还在四处搜索攻击的来源 听到女人的大喊 看到天上的十几只狐狸 想也不想直接抬枪 对准射击 同时两个有飞行系契约灵的御兽师 也让手下的飞行契约灵 飞上天空 进行反击 然而 让他们绝望的事情出现了 子弹打在一只紫色的狐狸身上 狐狸什么事都没有 反而几只一拥而上 将他们为二的飞行契约灵丝成了碎片 还有两个人召唤 附体了拥有远程能力的契约灵 还没攻击 就被接二连三的雷球炸得粉碎 跑 这是剩下三个人的共识 一个男人还在召唤附体过程中 就被炸断了腿 原地哀嚎 另一个则召唤风行兔附体成功 化身人形兔子飞快地往影针 所在的位置跑去 而那个猿猴女人 则像泰山一样 抓着树林的藤蔓 飞快地往观测基地移动 因为两人分开 七离先给受伤的男人 补了一个雷球 然后带着狐灵去追泰山 哦不 化身泰山的女人 至于化身兔子的男人 刚才七离已经看他扔了枪 加之影针身边有蓝蓝保护 只要影针拔出梦想一心 那个男的就结束了 在接近观测地基一公里的位置 七离和十二只狐灵堵住了女人 女人看着 已有包围之势的狐灵 无奈地叹了口气 瘫坐地上 妄想七离 我知道我活不了了 能不能在我死之前告诉我 我们怎么得罪你了 不要装听不懂 就我所知 这个秘境并没有狐狸一生寿 七离眼睛微眯 看向女人将戴着空间戒指的手 小心放到身后 虽然不知道女人想干什么 但她可没有答疑解惑的义务 上 十二只狐灵一拥而上 而女人也从身后 掏出一颗松开保险的手雷 扔向七离 第五十九章 理性与感性的影针 女人扔出手雷的同时 拉断脖子上的护肤 瞬间一倒半 圆土墙将它包裹其中 阻挡了狐灵的攻击 而扔出的手雷 在空中旋转着 被一只狐灵跃起 一口吞下 一声闷响 狐灵什么事都没有 只有嘴里飘出了屡屡青烟 好家伙 女人都是这么狠的吗 前一秒还一副 投降认输的样子 后一秒就扔手雷 七离撇了撇狐狸嘴 指挥狐灵抓绕土墙 土墙在狐灵的抓挠下灰尘翻飞 很快便土崩瓦解 然后就是提着刀 和狐灵粪死一搏的绝望女人 但无论是实力 还是数量 女人都比不上 最终成为狐灵的爪下亡魂 然后进入七离肚子里 女人死后 附体的白毛 冰原脱体而出 瞬间化为白光消失 原来玉兽师死后 契约灵是以这种方式 消失的吗 同情吗 七离并不同情 刚当自己是猎人 但女人之前呢 没有再多想 将女人的戒指脱下来 七离飞升而起 去找尹真 半路上 一道灵力的紫光闪过树林 无数树木崩塌倒地 七离远远地看到 尹真手中握着闪耀紫光的刀 驻足原地 而她的身前 是已经断成两截的人形兔子 尹真表情冷漠 耍了个花刀 将梦想一心收回体内 紫色的眼瞳 也随之变回黑色 就十分有雷电将军的气质 看到七离飞回来 尹真表情恢复柔和 关心地问 怎么样 七离看了眼地上 已经变回人的男尸 有点反胃 尹真这丫头 比自己很多了 自己要么一炮 送对方龟西 要么让狐狸挠 对方喉咙 这丫头 直接把人给腰斩了 最关键的是少女 表情依旧淡然 也很轻松 丝毫没有杀人后的应激表现 仿佛就像杀了一只 寻死的一生兽一样 果然 半末日求生的孩子 和自己这种和平年代的人 扔给尹真 都解决了 其他人还在刚才的位置 辛苦你了 小黎 尹真收下戒指 再将男尸手上的戒指 也薅了下来 放任尸体 留在原处 到了七离第一波攻击的战场 看着树林 路边 草丛一个个六米大坑 尹真也不由扎舌 小黎好恐怖的攻击力 试试七离的攻击 的确恐怖 尹真找了一圈 只找到两具尸体 另外两个 则是连灰都没剩 更别谈空间戒指了 在空地清点了下四枚空间戒指 里面东西很多 白银级的灵盒 加起来有八十多个 加上七七八八的灵果 材料 回宁城一起能卖的三千万 然后 还有几人的身份证 等个人物品 其中一人的戒指中 还有一张 满是涂鸦的卡片 尹真拿起看了下 卡片是普通的纸张 涂鸦的内容是 一个公园的草地上 两个大人抱着一个小孩 开心地笑着 卡片的背面 还有一行稚嫩的笔记 歪歪扭扭地写着 我们一家人都会好好的 尹真疏地一正 看着卡片 久久不能言语 站在路边等候的七离 察觉到尹真情绪不对 不知道 她是因为看到卡片才愣神 还以为她对 刚刚杀人的事耿耿于怀 急忙问道 怎么了 尹真抿了抿唇 将卡片 和其他不重要的物品 放到路边 叹了口气 以前我们精密尽时 云医会在家筹备一桌 好吃地等我们回家 他们这些人 应该也有家人 等着吧 卧槽 圣母 你在同情他们 没有 尹真摇了摇头 他们不值得同情 他们戒指里 有那么多材料 说明他们 抢了很多人 我只是同情他们的家人 估计他们家人 连他们在秘境为非作歹 都不知道吧 真是感性 又理性的孩子啊 七离撇了眼影 真放下的卡片 明白尹真为什么情绪低落了 跳到尹真肩上 拍了拍他的头 走吧 换个角度想想 我们杀了他们 也变相地维护了更多的人 使更多的预售师 可以回家 与家人团聚 嗯 宁城家中 凌云将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 最近她很高兴 因为她进行召唤仪式时 召唤到了非常稀有的 五星级七月灵 电麒麟 根据资料记载 电麒麟在人类可查的历史中 只被召唤过四次 而那四个预售师 每个都成为了九级预售师 而她 是第五个 除了召唤馆 就有无数组织 向她递橄榄枝 不过都被她婉拒了 现在想想 自从小珍召唤到小黎后 自家的运气 好像都变好了 以前还有点羡慕小珍 能召唤到音音和蓝蓝 现在就连她都能召到 极其稀有的强力契约灵 难道小黎 还有增强运气这种 玄之又玄的能力 客厅中小猫一样大小的电气灵 正在和大眼蛇 荆棘龟 四足迅兽大眼瞪着小眼 凌云心中无比心安 如此一来 又能保护小珍一阵子了 就是不知道 小珍什么时候回来 尹真回宁城时 依旧是三级预售师 不过小黎离让自己等等 不要着急 虽然不知道 小黎为什么不让自己尝试突破 但自己知道 小黎这么说 肯定又有她的深意 反正也不及这么一时 出回宁城 一路晴朗的天气 让被经蜜镜暴雨犀厉的尹 真还有点不适应 到家门口的时候 尹真敲了敲门 房门被打开 迎面的就是云仪大大的拥抱 小珍 你回来了 嗯 云仪 我好想你 我也想你 快进来 云仪松开尹真 让开道路 等尹真进门后 将门关上 一进门 七离就跳出背包 然后和尹真同时 看到了一个形似灵路 身形纤细 独角 从下巴到头 再顺着到尾巴 都有细长的雪白毛发 四体走动时会 留下丝丝电流的契约灵 卧槽 怪 前世七离 也玩过怪物猎人 眼前的这个小玩意 赫然是怪猎中的麒麟 简直一模一样 云仪 这是你的契约灵吗 你晋级六级预售师了 尹真问道 云仪笑着摸了摸尹真的头 嗯 你走后 我闲着无聊 就和几个朋友 约了一起去徐城的秘境 没想到 还真突破了 第六十章 七离 星号 百分号人民币 没出意外吧 看着温雅的云仪 尹真忽然想到了 秘境里的那些人 关切地问道 没有 我能出什么意外 云仪摇了摇头 不过十几年的相处 她瞬间捕捉到了尹真眼神里 一闪而过的怅然 你们遇到事情了 尹真低头 微微点了下 我和小珍 在秘境遇到几个 组队打劫的人 所以小珍有点出动吧 七离说着 挪动狐步 走到电气铃跟前 深找想要在这个前世游戏中 把自己电的 死去活来的鼓龙头上摸一下 结果电气铃一脸嫌弃地 打了个响鼻 然后就跳了开来 原来如此 这种 事情经常在没有官方人员 助手的秘境发生 有小离你的感应能力 你们也能轻松解决 尹真第一次出远门 云一自然提前了解了下灰城的秘境 正是知道威胁不大 才那么放心 摸了摸尹真的脑袋 安慰 开导了几句 云一末地感觉有点不对劲 看向不依不饶 想要摸电气铃脑袋的七离 咦 小离你能直接说话了 经过云一的开导 尹真心底的欲解少了不少 替七离回答道 小离进阶黄金集后 就用了有说话的能力 能用人言与御寿师直接交流 别人知道了 估计会惊掉下巴 所以我们才建议 你藏一藏小离 现在小离从嗷嗷说话 变成口吐人言 以后她变成人我都不奇怪 云一话语间 给尹真打了个预防针 省得以后 七离真在她面前变成人 把她吓到哪边去 又瞥了七离一眼 眼角含笑 在心里对电气铃发了个指令 让她给七离摸一下脑袋 接到指令 电气铃才不情不愿地停在角落 让追过来的七离露了个痛 电气铃委屈哭泣 也是七离 也居然被狐狸摸了 银银银 七离摸了两爪子 电气铃的手感实在一般 尤其是身上的鬃毛 又长又硬 苍蝇飞上去 都得接受一下 德古拉的刺穿之行 然后嫌弃地甩头离开 摸电气铃 还不如看云一的四足驯兽 跳击你太美呢 而上一刻 还感觉屈辱的电气铃 却睁大了眼睛 等等 你这嫌弃的表情是怎么回事 也这么高贵的麒麟让你摸 你居然嫌弃 见状 云一和尹真都笑了起来 坐到沙发上 彼此聊了在秘境中的事 当然 云一的话十句九甲 删除掉了所有危险的部分 尹真则漏掉了他看到的卡片 彼此都不想让对方为自己担心 真是一家人 当听到云一在秘境中 召唤堪比两层楼的金鸡龟 火车一样的大眼蛇战斗时 尹真忽然想起一个埋藏已久的疑惑 对了 云一 你的契约灵都能在战斗时变大 那小黎是不是也可以 云一不确定得到 或许可以吧 有的七月灵并不需要体型优势来进行战斗 不过狐狸类的 好像都能变大来着 我以前有个朋友 她的迅雷狐就能变得和房子一样大 小黎 尹真看着正指导四足训兽跳舞的七离喊道 七离转过头 哦哦哦 变一下战斗姿态呗 我想看看你变大的样子 想得美 七离甩了下头 刚想继续指导四足训兽 就被尹真拦腰抱起 如果说之前还不确定七离能不能变大 但是当七离说想的美时 云一和尹真都肯定七离能变大了 尹真卖萌祈求道 小黎 你就变一下嘛 我想 康康你变大了 是不是还这么可爱 不要 奖励你明天玩四个小时电脑 这个可以哦 尹真 果然我特么不如电脑 七离看了下客厅的环境 位置足够 于是开始变大 尹真和云一 眼睁睁地看着粉色的小团子 慢慢变大 直到占据整个客厅的空地 七离还是七离 但变大的了 七离虽然形象变化不大 只是四肢更加修长 狐狸脸也更显魅惑与脚狭 尾部的粉红尾巴 也从一根变成四根 变大了 不是挺好看吗 云一起身摸了摸七离的肚子 而尹真 则为这变大的七离转了一圈 最终目光落在某个地方 没有淡淡爱 那小离你为什么老色眯眯地看我 就像有的男生一样 搞得我以为你体型小 淡淡也小 看不见呢 七离 星号百分号星号百分号星号星号 熬的 居然又提自己的伤心事 看也等你上学 不化你本子黑你 晚饭时 云一用尹真带回来的黑巢蟹 做了清蒸蟹钱 灌黄糖包 然后用他自己在秘境获得的暴龙兽的肝 做了份酒香龙肝 饭桌上 两人聊着将来的计划 云一因为宁城周边 有两个青色威胁等级秘境 所以不用出远门 而尹真准备继续上学 一个是这次秘境之旅 他发现自己 还有不少缺点 比如应对首领级黑巢蟹时 他不知道黑巢蟹的弱点 二个是他听从小黎的建议 暂时先不尝试突破 现在离毕业还有四个月的时间 他要利用这四个月的时间 将老师们教导的秘境 与一生兽相关的知识 全部学会 一夜无话 第二天尹真没有先去学校 而是背着装着凄厉的背包 去了趟交易大厅 这一次去灰城 他的收入可谓颇丰 材料不算 光白银级的零盒加起来 就将近200颗 宁城官方黑也是真的黑 卖30万的零盒 回收价只有10万 不过 灰城更便宜就是了 灰城的回收价才6万 因为不缺钱 而且零盒还要留着 未给后面召唤的契约零 所以 尹真就没卖掉零盒 只是将材料 灵果 螃蟹肉等食材拿出来卖掉 顺便帮七离清一下空间 至于缴获的四颗空间戒指 虽然官方也会回收 不过因为每一个空间戒指 都是有编号的 虽然尹真不怕官方查 但想到那张卡片 就想到一个等 爸爸回家的孩子脸 于心有点不忍 就将戒指扔进了下水道 几轮交易 尹真资产加2800万 加上原有的1000多万 银行卡净资产高达4600万 成为名副其实的土豪 第61章 警报 尹真逛了起来 在专门贩卖技能时的商店里 每一颗摆在玻璃柜中的技能时 都只写了名字 但并没有说具体效果 火焰护体 售价600万 大地之盾 售价450万 蒲公英炸弹 售价360万 尹真看到植物系的蒲公英炸弹 尹有些心动 这个技能的名字 一看就是远程群弓技能 正适合蓝了 刚想问一下 电源这个技能的具体效果 但是转头看到 墙上醒目的几个牌子 禁止殴打顾客 严禁辱骂顾客 于是闭上了嘴 虽然电源有的是普通人 有的是低级预售师 但懂得都懂 真正的普通人 怎么能安稳地吃到官方饭 还能殴打 辱骂顾客不遭报复的 尹真没有买东西 而是走出交易大厅先回家 家里云仪 因为已经在官方的生产中心辞职 所以没有去上班 正坐沙发上看着电视 手里还拿着灵盒喂电麒麟 回来了 尹真一边换鞋 一边回道 嗯 材料一起卖了2800万 刚刚我和小黎逛了下技能实电 本来想给兰兰配一个攻击技能的 但是不知道具体效果就没买 换好鞋子 尹真坐到了云仪身边 将气力放了出来 遥控器将电视的声音按小 沉思道 我觉得你先不用给兰兰配攻击技能 现在你的团队中 小黎和音音的输出已经一出 你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攻击 而是缺少防御和近身搏斗的契约灵 虽然小黎的狐灵暂时能替代前排的位置 但是根据狐灵面对黑潮蟹首领时的表现 小黎的狐灵属于中攻中敏低防的角色 遇到防御能力差的一升兽 狐灵们可以通过数量优势占据上风 但是遇到防御力高的一升兽 那么狐灵连阻挡对方都做不到 所以 蓝蓝的护盾对你很重要 只要蓝蓝有灵能 你就一直安全 只要你安全 小黎和音音 则能肆无忌惮地攻击敌人 七黎也认可地点头 现在影针情况就是这样 有极其暴力的DPS 有强力的戒律木 就是没有T 哪怕有个冲金就倒的T 他都不用在秘境中 时刻担心影针的安全 不过这个问题 不是一时就能解决的 只能等影针 晋急了再说 也不知道影针牌系统 什么时候奖励个三级灵能药剂 本台紧急最插播一条新闻 日前在霓虹出现的代号为 明世龙的神话级一升兽族群 已经彻底摧毁了第十九东京城 京都城 广岛城 福岗城 以及棒子国的釜山城 现已离开棒子国 根据最新预测 明世龙族群最新的前进方向 为魔都方向 预计登陆时间为两小时后 现在官方已对魔都 及魔都周边城市 进行避难通知 陈国柱 王国柱 及唐国柱等八位国柱 正紧急前往救援 下面是倒计时时间 云一听到新闻的内容 加大了音量 随着主播的话 云一的脸色一变 呢喃 王鹤 随着电视上 只有醒目的两小时倒计时 窗外突然响起了 凄厉的警报声 云一的脸色再次一变 要知道 魔都距离宁城 可是有将近五百多公里 刚刚听到有八位 九级预售师 赶到魔都救援 就已经感觉到了不对劲 现在居然连宁城 都拉响了避难警报 可见情况 明显已经危险到了一定程度 隐真看向云一 云一 我们也去避难 说着 云一将电气灵收入契约空间 隐真匆忙也打开背包 小黎 进来 然后 两人又将家里的食物和水 全部放到空间戒指 连电视都来不及关 关上门就飞快地下楼 外面 警报声响彻天际 无数上班的人 洗澡的人 上学的人 全都往就近的某个地方拥挤着 或许有人一辈子到死 都没见过神话及异生兽 但是无人没听过 神话及异生兽的威名 神话及异生兽 不再是普通的异生兽 而是代表着灾难 秘境中的还好 但是在蓝星上 他们的出现 就意味着无数人的死亡 他们的出现 就代表一个国家的毁灭 宁城的避难所 修建在地下三公里处 这是无数代人辛苦建设出来的 谁也不知道 避难所有没有用 但是 那是人类心底最后的希望 云仪紧紧拉着引针的手 跟着茫茫的人海 就着墙壁昏黄的灯光 顺着一道又一道的阶梯 向下走着 魔多 魔多的城主江润熙 站在城墙上 目光眺望大海的方向 一行官方人员 匆匆跑到他的跟前 江润熙的脸色 带着厚重的表情 伸手拦住了他们想说的话 避难工作怎么样 城里已经进行了60% 还在进行有序避难工作 为首的男人汇报 秘境的人呢 江润熙沉声继续问道 男人摇头没有说话 两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秘境的人根本赶不回来 江润熙深吸了一口气 那些都是人类的种子 只希望他们不要攻击空间门 好了 我们该做的都做了 你们也避难去吧 那您呢 我 江润熙指了指身后的魔都城 我的一生都在守护这个城市 现在我依旧会守护它 哪怕我只是八级预售师 魔都的航空站 一个个军人将人高的炸弹 推进一架架穿梭机 旁边的帐篷里 一个军人拿着手中的黑色小盒子 正像坐在椅子上的其他军人讲解着 这是链接核弹的开关 当我们操控穿梭机 飞到明氏龙族群中间时 就按动中间这个红色的按钮 我们不求炸死他们 只求他转向 这是一趟有去无回的单程飞行 你们怕不怕 不怕 军人们齐声呐喊 其中一个 年轻军人直接站了起来 第一架我来 年轻军人旁边的中年男人拉了拉他 小江 你还年轻 第一个我来就好 讲解的军人拍了拍桌子 争什么 这是神话级龙群 一个一个上 谁也接近不了 只有一百架同时飞过去 谁幸运地飞到龙群中 谁就是第一个 海面上 十六只龙正贴着海面 向魔都飞着 黄色的眼睛 死死盯着魔都的方向 仿佛那里有美味的食物 这些龙的身体 每个都有近两百米长 双翼展开达到了三百米 阴影直接遮蔽了整片海域 浑身漆黑发绿 宛如腐烂的肉块 通体散发着青色的气体 在身后形成下垂尾烟 这些龙仿佛是死神的使者 但凡触及到尾烟的 无论天上 还是海里的生物 全部瞬间死亡 第六十二章 人类的荣光 无数装满核弹的穿梭机 在轨道的加速下 飞向天空 地面上 所有人都对着勇士们敬礼 魔都的城墙上 江润熙看着编队 飞向大海深处的穿梭机 两颗青泪无颜而落 同样的场景 在魔都周边所有的城市 都以不同形式出现 稳稳地驾驶着穿梭机 将别狼身体抑制不住地颤抖 耳机里传来队长的声音 大家不要怕 记住我说的 遇到龙群的攻击时 不要做规避动作 不要干扰身边的其他穿梭机 我们的目标 就是到他们跟前引爆核弹 只要成功 将他们驱离我们的计划就成功了 队长 如果我们失败了怎么办 江别狼小声地问 耳脉里一片沉默 所有人都有这个疑问 他们不怕死 如果怕 他们就不会坐上穿梭机 他们怕的是死的毫无作用 队长沉声开口 如果我们失败了 还有其他人 徐成 怀成 苏成 他们都派出了穿梭机 而且还有八个国主 哪怕我们只是将他们弄伤 那也是值得的 江别狼看了眼 驾驶台上一个女孩的照片 为了家人 为了魔都 为了华国 为了人类 也为了你 深吸一口气 眼神更加坚毅 江别狼的身体不再颤抖 十分钟后 前方海面 发现明师龙龙群 按照计划 一对 二对 三对正面冲击 其他对迂回侧面 为了人类 为了人类 一架架穿梭机 形成编队 按下机头 朝着龙群飞去 而龙群也发现了他们 他们还在疑惑 为什么这些没有灵能的小家伙 居然敢朝他们飞来送死 但是 他们可不会对这些冒犯自己的小家伙客气 排头的四条龙口中 开始发射卡车粗细的光线 只是瞬间 正面迎来的三十架穿梭机 就在光线中爆炸 其他的龙 也开始口吐 蕴含玲玲的白色光线 只是被光线一扫 穿梭机 就瞬间变成了火团 小江 小 江别狼听着周围的爆炸声 以及耳脉中 刚刚队长来不及说完的话语 神色坚毅 这一刻他什么都不怕 管他什么单程票 管他什么神话 他只想飞到龙群近身 然后按动那个该死的红色按钮 近了 更近了 他已经能看见 明尸龙宛如腐烂的肉体 他能看到明尸龙身上 不停滴落的粘液 以及明尸龙嘲讽的眼神 周围已经没有了爆炸声 只剩下了他一架穿梭机 但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 离龙群近了 最后看了眼照片中 靓丽的女孩 握着起爆气的左手 在女孩的脸上摸了下 微笑着按下红色按钮 一片白光中 再见了 我的爱人 如有来生 我希望还能遇见你 一团橘红色的火球 从穿梭机中冲天起 直冲云端 刹那间天地变色 身处爆炸中间的龙群 猝不及防 瞬间被冲击波先飞数十里 然而 核弹并没有并没有对龙群 造成多少实质性的伤害 只有七 八只名噬龙身上 被炸出了血洞 哦 龙群愤怒地吼叫着 又一次聚在了一起 继续向着魔都飞行 然后不到一分钟 他们又遇到了一百架穿梭机 无数旱不畏死的军人们 驾驶着装着核弹的穿梭机 直飞龙群 这一次 有两架穿梭机 冲破了龙群的防线 爆炸后 又有十条龙受伤 其中四条身上的伤 已经可以看到内脏 第三波 第四波 第五波 人类带着无上的勇气 对着人力不可抗争的存在 进行着一波又一波的绝死攻击 死了四只同伴的龙群怕了 但是他们 已经能看到了海岸线以及绵延的城墙 城墙上 江润溪的身边 站立着八个体型神态各异的中年人或老人 老伙计们 我们不能让孩子们白白牺牲 现在是我们出力的时候了 一个续发揭白的老人 拍了拍江润溪的肩 伸出手 一只只小山模样的契约灵出现 王老 这还用你说 另一个老人沉色道 同样开始召唤契约灵 又一个胖老人跟着召唤 同时说道 是啊 我们的身后可是魔独一千六百万人民 上一次我们并肩作战 还是十二年前吧 唤老 我记得 那还是你搞的事 为了一个传言 牺牲那么多人 还引出了神话级紫雷龙西族群 一个雍容华贵的中年女人开口 我不也为了人类 如果真有超越五星的契约灵 就这些明尸龙 需要这么大的牺牲 唤老瞪了一眼说话的中年女人 王老制止了众人的谈话 闲话不要再提 应付眼前的威胁要紧 等到十二只明尸龙飞至魔独城墙边上时 迎面就是五十多只种族各异的契约灵 其中地级居多 神话级只有十只 伴随着这些契约灵的 还有魔独城墙上数不清的炮火与火箭弹 宁城地下三公里处避难所 无数人默默地或蹲 或站 或坐在这昏暗的空间里 避难所里 哪怕换气扇 以最大功率工作着 依旧很闷也很热 无数年长的人出现昏迷等现象 但是无人敢发出声音 谁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 外面可能无事发生 也可能群龙在肆虐 谁也不敢堵发出的声音 会不会被群龙听见 尹真和云怡坐在角落 契里感受着周围密密麻麻 充满害怕情绪的灵魂 第一次感受到 这个世界的恐怖 之前他还在心里吐槽过 这个世界的官方 为什么不将野外一生兽 清扫干净 主攻秘境 现在他知道了 他们整个国家 才十几个九级御兽师 而神话级一生兽 一出来就一个族群 这谁招得住啊 万一再冒出几个族群 别说清扫一生兽了 人类不被一生兽清扫干净 都是一生兽偷懒 摸鱼 不干活 不知道过了多久 反正尹真和云怡 已经吃了两顿饭 密闭昏暗的避难所里 才响起了广播声 第63章 参加救援队 通报 神话及一生兽入侵风险已解除 请各位市民在官方人员的指导下 有序走出避难所 通报 广播响了三次 避难所的大门 在机械的带动下 轰隆打开 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 脸上带着劫后余生的喜悦 然而 广播中的下一句话 却冲垮了人们的喜悦 经确认 本次神话级一生兽入侵事件 为16只神话级名尸龙 现已全部被消灭 这一意中 官方共派出500名 驾驶穿梭机的军人 8名9级预售师 以及魔都城防军 进行抵抗 此意 李承栋国著牺牲 官方共牺牲 36810名 因勇无畏的军人 魔都一号 三号 四号 六号 十一号 三十八号避难所 因战斗波及垮塌 魔都甲二 甲四 更一秘境空间门被破坏 具体遇难人数 正在统计中 我们记住 正是这无数人的牺牲 才让人类又一次赢得了胜利 人类荣光永存 没有受伤 只有死亡 云一的身体末地一将 更一号秘境 整个魔都就一个拦极秘境 而王鹤 就是去了那个秘境 感受到云一的僵硬 尹真侧过头 云一的眼角已经湿润了 滴滴泪珠 顺着脸颊落下 云一 察觉到尹真的关心 云一擦了擦眼泪 努力地露出一个笑容 我没事 那个王八蛋人那么坏 肯定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说不定当时他不在秘境 和哪个女人私混 然后躲到没他的避难所里呢 其实 这话只是心理安慰罢了 尹真和云一 哪怕契离都知道 那个大帅比不是这种人 如果王鹤会和别人鬼混 他就不会在之前云一不在的时间 还一个人老老实实地住在隔壁 要知道 那时候 王鹤可不知道 妻里有感应能力 或许 人都是有侥幸心理的 在官方公布死亡名单之前 王鹤在云一心中 就还活着 云一擦去泪水 拉着影针顺着楼梯 一步一步跟着人群离开避难所 回到家 电视依旧开着 正在播放魔都的救灾画面 曾经无比繁华的城市 现在只剩一片废墟 一个个契约灵 在预售师的指挥下 正努力地扒拉着残骸 电视台的背景解说也在说 现魔都行站楼已恢复使用 希望拥有精通挖掘 治疗区域能力契约灵的预售师 到各城城市大厅报名 协助官方救援 云一 影针知道 云一的大眼蛇就钻地能力 转头问道 我去 云一点点头 我也去 你去干嘛 蓝蓝的技能不光是护盾 还能对护盾内的人进行范围治疗 影针决定了 这样虽然会暴露蓝蓝的存在 但是在事关人类的大势大飞面前 他还是决定要去救援 嗯 那我们一起 说着 两人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 装进空间戒指后离开家 城市大厅报名的人很多 无数预售师自发的前来报名 轮到云一和影针的时候 报名虽然有波折 但还是顺利通过了 云一大眼蛇的钻地能力 正是魔都方面紧缺的 主要是影针 她的资料上并没有说她 拥有有治疗能力的契约灵 影针没有多废话 只是让蓝蓝释放了森林的庇佑 工作人员虽然看不到蓝蓝 但和同事们切实地感受到了治疗的能量 知道影针信息有误 但没有追根问底 爽快地开了救援通行证 要知道 治疗系的契约灵虽然不稀有 但能群体治疗的却凤毛麟角 尤其影针这女孩 宁愿暴露自己未登记的契约灵 也要参加救援 这份新意换谁都会动容 现在宁城暂停了对其他城市的所有穿梭机 只对魔都方面开放 所以进去航站楼连票都不用买 直接跟着排队登机就行 一个小时后 太阳已经西斜 两人一壶踏上了魔都的土地 穿梭机没有在航站楼降落 而是直接降落在了一个空地上 而那个空地停满了穿梭机 周围是无数从各自赶来的预售师 宁城救援队的 到我这集合 淮城救援队 苏城救援队 人群涌动 云仪拉着影针的手 迅速找到宁城救援队的集合点 两人刚到 集合点的工作人员也没客气 直接开始给众人安排任务 云仪被安排去用大岩蛇钻地 先打通已经坍塌的23号避难所 而尹真则被安排到了临时伤病医院 用兰兰给救援队从地底救上来的伤者治疗 因为怕气离无聊 尹真早就拉开了背包的拉链 所以 七离就趁着尹真忙碌的时间 悄悄飞出了临时医院 蹲在一个还未倒塌的楼房顶上 七离借着夕阳残余的微光 环视着这个城市废墟 整个魔都几乎没有一座完整的楼房 地上是无数道还残余玲珑的沟壑 随便一个沟壑都有数十公里长 远处 保护城市的城墙也几乎垮塌大半 这就是神话集吗 七离看着 莫名想到原神中的雷电将军 雷电将军也是一刀斩断了一座斗 那个刀痕还成了遍地核辐射的无响刃侠间 蒙心识为了雷神童 没少死在那个峡谷里 有趣 狐狸居然会说话 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背后出现 七离顿时全身的毛都炸了起来 立马跳着反过身 来者是一个被生蝴蝶一样的紫色双翼 头顶两根触须的白发老爷子 这造型怎么看怎么奇怪 最关键的是 他居然没有感应到这人的灵魂 自己躺平的关键之一就是感应能力 可现在这能力居然失效了 容不得七离不紧张 别紧张 小狐狸 我要想对你做什么 刚刚就做了 老者说着 走到七离面前 解除了召唤附体模式 分出一只两层楼膏 通体包裹紫色雷电的蝴蝶 老者一身轻便的白色长袍 面露悲怆地 看着整个城市 我也只是上来看看 神话级的一生兽 实在太难抗衡 哪怕他们已经受伤 哪怕我们拼死战斗 但他们还是能将整个城市毁灭 小狐狸 你说 我们人类真的有未来吗 第六十四章 预言 七离隐约猜出了老者的身份 又是战斗 又是如此悲天悯人 估计就是那几个国著中的某个吧 对于老者的话 他也不知道该不该回答 该怎么回答 从城市的战斗痕迹看 当时抵抗明世龙的人 也十分勉强 电视上说 当时魔都可是集结了 华国几乎一半的 最顶尖的八名九级御寿师 就这样 还牺牲了一个 傍晚的风吹着大楼 一人一壶保持着默契的安静 远处的挖掘队 突然发出一阵欢呼 有七月灵打通了 压住避难所的土层 里面的避难所 因为换气扇 还能正常工作 只是一部分人 不幸被土和石头掩埋 但还有不少幸存者 太阳最后的光辉即将消失 城市的废墟里 亮起了一盏盏明亮的救援灯 不断被埋的地方人 在七月灵的帮助下返回地面 伤者到临时医院接受治疗 幸运的人掩面而泣 不断对救援人员 说着感谢的话语 有希望的 人类身体 灵能 寿命 都不如一生寿 但人类 有契约灵的帮忙 有着智慧 有敢于牺牲的决心 最重要的是 人类在危难面前 总是团结的 七离说道 老者意外地看了眼小狐狸 很意外 小狐狸居然会对人类 有如此深的了解 你倒是透彻 十个千年里 我们人类正在 在这种绝望中 一次又一次地寻找希望 真希望人类 享受和平的那一天 早点到来啊 老者叹了口气 眼神中饱寒稀悸 晚风吹起老者的长袍 露出老者腰间染血的绷带 快了 七离鬼使神差地说了句 虽然影真的目标很小 只是想成为九级预寿师 但是有自己 又有影真牌系统 那他的终点 就绝不会是九级预寿师 老者认可的点点头 是快了 我记得远古书记中 记载过你们狐狸 说你们是瑞兽 有的能口吐人言 没想到 今天我居然看到了 一只会说话的狐狸 那我就当我遇到祥瑞了 希望真的如你所言 人类和平的一天早点到来 老者说完 爽朗地笑了起来 末了又剧烈地咳嗽 明显扯到了伤处 奶奶的 就是擦了一下 明侍龙的死亡光线的边 就伤得这么重 不得不服老啊 老者的话说得轻松 但七离还是一斗 立马想到了 名为地理要制 实为食谱的山海精 紧张兮兮地问道 您老看的书里面没有说 青秋有湖 生如婴儿 能食人 食之不古吧 没有这些内容 不过 你们湖里居然会吃人 七离翻了个白眼 吃人 别看书上瞎说 是油豆腐不香了 还是柔骨兔不嫩了 我又不是汗泥把 身边又没个帮忙 吃证据的老黑 老者茫然地盯着七离 看了一会儿 才道 虽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不过 我能感觉到 你并没有主动 伤害人类的意思 小狐狸 你别乱窜了 赶紧回你御主那去 小心别被其他人看到 这个老头 好像有点意思 七离看了老者一眼 直接从楼顶跳下 一副跳楼自杀的样子 灵若地 他才飞了起来 没有回影针的身边 而是在零食医院附近 溜达了起来 房顶上的老者 看着这一幕 笑了起来 这只狡猾的小狐狸 说完 老者招出一只宛如成熟女性 身有白袍 绿色头发 胸部前后 各有一个红色装饰的契约灵 沙奈朵 是他吗 被称为沙奈朵的契约灵 红色眼睛闪了闪 然后点点头 那可真是太好了 如果你预知的未来是真的 那人类终于等来了 期盼已久的黎明曙光啊 小狐狸啊 小狐狸 快切成长吧 在这之前 我这个老骨头 还能再顶顶着最后的黑暗 一个身穿紫色长裙 打扮雍容的中年女人 突然在老者的背后出现 懒洋洋的 用着带着雍兰嗓音说道 我刚刚去看过你画的那个女孩了 怎么样 那女孩人不错 为了救援 居然舍得暴露会隐身的群体治疗类契约灵 话说 你的画虽然与那女孩有几分相似 但是个别地方差距太大了 你确定是她 女人暗暗指了一下胸部 根据资料 她已经快时期了 现在还和你们男人一样 老者先是一愣 随即想到了什么 嘴角露出微笑 摆了摆手 这是沙奈朵预言的结果 不会错的 那几个霓虹玉兽师 和唐章伟的手下都解决了吧 女人点了点头 老者继续说道 那以后就请你保护他们了 预言是真的会成真吗 女人犹豫到 毕竟老者契约灵的预言太美了 美帝让人无法相信 沙奈朵是老者最为重要的契约灵 她的预言能力 帮老者解决了无数困境 也无数次救过老者的命 当她与其他六名九级玉兽师 奋力将最后一只鸣尸龙 斩杀在魔都更衣号 秘境空间门附近时 怀着对未来的迷惘 从来不敢观测未来的她 第一次让沙奈朵 查看了未来 老者站直了身体 坚定地说道 会的 沙奈朵从不会出错 尤其是这一次预言 沙奈朵在未来 只是看到了两个女孩的眼睛 就彻底失去了预言的力量 所以我让你假死 去保护还未成长起来的他们 记住 无论是谁 只要超越他们应付的能力 你就直接出手 至于唐章伟这边 未来二十年 我什么都不做 就盯着他 夜风吹过大地 凄凉无比 凄离漫无目的地逛着 虽然那个老者并没有露出恶意 但为了以防万一 不管有没有用 他都不准备立刻回引真身边 现在魔都到处都是契约灵 也没人留意到他这个奶团子一般萌萌哒的小狐狸 也不知道王鹤那个大帅笔还活着没 但愿活着吧 不然云怡会伤心的 远处到处都是救援队的呼喊声 我的穿山鼠 没有灵能了 好 你先让你的七月灵休息 下一个上 让七月灵保持倾斜角度 继续向下挖 我挖穿了 七月灵告诉我 这个避难所没他 又是一阵兴奋的呼喊 一个声音大声问道 里面有没有生还者 我看一下 没没有 走 没时间悲伤 去下个避难所 第65章 救援结束 走着 看着 七离的内心很是复杂 一直以来 他都只想当一个混吃等死的狐狸 今天他才切实地感觉到 在这个世界 混吃等死都是一件难事 如果今天明世龙登陆的地方不是魔都 而是宁城的话 他和尹真也只能躲在避难所默默等死 就像前世 等着工资交房租 水电器费 公交费 餐食费 化费的月光族 突然听到公司效益不好 要裁员一样 这种感觉很不好 系统大姐啊 油豆腐 三彩团子 团子牛奶 都够和尹真吃到三年以后了 以后签到奖励要给力点啊 不然 呼呼我呀 说不定哪天 就被路过的神话集一生兽搞死了 你也不想没有宿主了吧 爬 别打扰我完元神 七里 ad it 警号星号 回到临时医院 兰兰依旧在一圈病床中间 释放着森林的庇佑 尹真那丫头 明显没发现 她出去浪了一会儿 正不断从空间戒指 掏出白银吉林盒 为给兰兰补充灵能 可怜的兰莫罗 这是被当牛马了呀 七里看了眼一脸认真的尹真 默默地钻到背包里 过了几个小时 尹真才一脸疲倦地抱起包 进了官方安排的帐篷休息 而在另一处的云仪 一刻不停地指挥着大岩蛇钻洞 大岩蛇没灵能了 就磕灵河 直到连力气都没了 没力气了 云仪才让大岩蛇 退出钻出的洞 回契约空间休息 坐在残壁上 云仪看着遍地疮疑 内心泛起苦楚 她与王赫自上学时就认识 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一起长大 两人同是前途光明的 SS及天赋御寿师 在学校可谓是 神仙眷侣般的存在 他们一起上学 一起觉醒 一起进入秘境探险 为了获得稀有的技能史而高兴 为了召唤到高兴契约灵而欢呼 为了御寿师等级的进阶而庆祝 她从未正式接受过王赫的表白 但也默认了 王赫是她一生的伴侣 而王赫也孜孜不倦地陪着她 哪怕她为了照顾小珍 落下了御寿师等级 然而 出现在她的面前 哪怕她依旧一脸无所谓的叼着烟 她都会抱上去 为了寻找那一丝死亡赫 躲在某个避难所的可能 她已经参与挖掘了三个避难所 但是依旧没有看到 那个熟悉的身影 一个女人走了过来 向她递了一瓶矿泉水 林云 来喝水 水里加了翠竹汁 能让人心情好一点 谢谢 云仪接过水喝了一口 冰凉的水入腹 心底的哀伤的确缓和了不少 这个女人和她一样 是从别的城市过来救援的 她的丈夫来魔都的七级召唤阵 召唤契约灵 结果正好发生了明世龙入侵 到现在了无音讯 女人坐到云仪身边 晚风吹起两人的头发 露出灰尘瀑布的脸颊 刚刚我听说魔都的代理城主在附近 魔都的避难工作 都是她安排的 你要不要去问下秘境的人 有没有撤出来 云仪站起身 再次道谢后 飞快地去找魔都的代理城主 魔都的代理城主李绍青 正是当初向江润熙汇报 她临时接管了城主的工作 正慰问着前来参与救援的救援队 苏城救援队的救援现场 李绍青看着忙碌的救援人员们 看着一个个从地底被抬出来的伤者 眼含热泪 我替魔都1600万活着的 死去的人 谢谢你们大家了 没有人回应她 所有人都已经麻木了 只知道救援 救援 救援 没有人关心这个深爱魔都的人 云仪顺着工作人员的指引 看到双眼通红 满含热泪的男人 我是来自宁城的救援人员 李城主 我想问您个问题 李绍青擦了擦眼泪 看向云仪 你问 我想问一下 更衣号秘境的人有撤出来吗 云仪没有问李绍青 知不知道王鹤在哪 而是直接问更衣号秘境的人 有没有撤出来 因为她知道 按王鹤的性格 如果决定突破晋级 除非完成突破 或者缺少后勤 不然绝对不会出秘境 李绍青看着云仪 嘴唇抖了抖 她今天被问太多这个问题了 看着眼前眼含悉悸的女人 她不忍打破她的希望 但是 有的是她必须要说 身为代理城主 让每个人知道真相 也是她的职责 抱歉 接到明师龙入侵警报时 只剩两个小时 加之更衣号秘境空间门附近 是主战场之一 空间门被波及 更衣号秘境内的人 无疑撤出 云仪文言顿时如遭雷击 身体晃了晃 两行青泪瞬间如崩溃的水坝 顺着脸颊不停地流下 李绍青安慰道 说不定你要找的人 并没有去秘境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是救援幸存的人 还没有修复城市大厅的服务器 等修复好服务器 到时 你可以去城市大厅查一下 你要找的人 有没有出城 其实 你想找的人在秘境 也不一定出事 空间门消失了 不一定代表 秘境内的人就死了 他们可能只是 活在我们不知道的世界 李绍青的话 又给了云仪一丝微弱的希望 是啊 空间门崩塌 只是空间门崩塌 不代表空间门里的人会死 而且 王鹤也不一定在秘境 怀揣着最后的一丝希望 云仪又投入救援中去 救援的第三天 又到了七里的千道时间 很遗憾 奖励的又是吃的 五百份金丝虾球 奶奶的 油豆腐 三彩团子 团子牛奶 七里都忍了 问题引真的对李 又没有牛杂师傅啊 奖励金丝虾球 有卵子用 嗯挺好吃的 不知道是湘灵做的 还是湘灵他爸做的 或者是锅巴 救援持续了二十天 救援队开始陆续撤离魔都 魔都这一次 遇袭损失十分惨重 不说城防军队和建筑的损失 光人口就从遇袭前的一千六百万 直线降到了五百四十万 整整一千多万人死在了避难所中 这不是简单的数字 而是切切实实的人命 无数建刀避难所内惨重的救援人员 哪怕回去接受了心理治疗 依旧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心理创伤 夜夜被噩梦惊醒 因为魔都周边的秘境空间门 也多数被损毁 华国高层下达最终的会议决定 魔都已经没有重建的必要 只在原地建立一个军事要塞 其他幸存的人口 则以家庭为单位 分散转移到就近的城市 第66章 久别重逢 临时修建的城市大厅 一个官方人员拿着喇叭站在高处 用着沙哑的声音 对着无数想要查阅信息的人 一遍又一遍地呐喊 各位 我们尽力了 不是不想让大家查出信息 而是魔都的主服务器被彻底损毁 无法修复 所有的资料都已经丢失 远处 云仪看着 叹了口气 绝望中总有一丝希望 勾引人继续坚持 但坚持后 那丝希望又会给人更深的绝望 拉住尹真的手 小珍 我们回去吧 云仪 云仪左手挽了一下耳并 被风吹乱的发丝 淡淡道 如果她真的活着 我相信她就算爬 也会爬到我跟前 我们在魔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尹真点点头 默不作声地跟着云仪 一路登上返回宁城的穿梭机 二十天的时间 她见到了太多的生死离别 心里和云仪一样 已经接受了王鹤的离去 现在的她 只想回家好好泡个澡 然后抱着小莉好好地睡一觉 穿梭机很安静 静得连根真落地都能清晰可闻 所有人都沉浸在日前的救援画面中 尸山血海 死者成堆 那些都是人 许久前和他们一样活生生的人 背包里的妻离 也很郁闷 王鹤不会真没了吧 唉 这个世界真是操蛋 最重要的是系统 这二十天中的两次签到奖励 依旧是那么的拉胯 一次奖励了抓头器 一次奖励了 可以补充灵能的海灵之五十克 穿梭机稳稳地 在宁城航站楼降落 航站楼的大厅里 到处悬挂着 感谢预售师 前往魔都支援横幅 还有官方人员一边慰问 一边给每个预售师 发放纪念章 每个下飞机的预售师 只是应付了两句 拿了纪念章 就默默离开航站楼 尹真和云仪也是一样 默默走到航站楼出口 拦了辆出租车 报了家里的地址 便安静地看窗外的岁月静好 出租车司机没有说话 他这两天 载了无数从魔都回来的人 每个人都是一样 面无表情 看不出悲喜 更不会说话 安静地将两人送到小区门口 云仪正准备掏钱 却见出租车司机摇了摇手 所有从魔都回来的人 我们都免费 你们赶紧回家休息吧 说着 出租车司机一脚油门 奔着远处驶去 云仪愣了一下 便转身拉着尹真 向家所在的那栋楼走去 随着离家越来越近 背包中假妹的七离 末地睁开狐狸眼 他感受到了 在有几十个灵魂存在的楼中 他感受到王鹤的家里 居然有一个没有恶意的灵魂 王鹤那个大帅笔 居然还活着 七离灯时 就想告诉云仪和尹真 但是 他又怕是其他人进了王鹤的家 生怕到时候认错了人 直接导致云仪情绪崩溃 便忍住没将这个消息 告诉云仪和尹真 电梯上行 七离钻出尹真的背包 蹲在他的肩上 愈发期待起来 想要亲眼看看 云仪与王鹤久别重逢的画面 未婚夫出征 朝廷传来军队惨败的消息 未婚妻义无反顾地踏上寻夫之路 拨拨拨拨 侃侃可刻地回到家中 未婚夫已经为未婚妻 做好了一顿晚宴 多么美的剧情啊 电梯达到十九层 定 云仪走出电梯门 从空间戒指中取出门钥匙 刚准备插入锁孔 七离就感觉到 王鹤房间内的灵魂 迅速朝门口冲来 是他 肯定是王鹤 七离笃定 四个爪杂伸出爪子 勾住尹真的衣服 别一会儿把自己给甩掉地上 就在云仪推开门的那一刻 隔壁的房门突然打开 阿云 云仪和尹真 听到遥远又熟悉的声音 同时转头 脸上全是久别重逢的兴奋 阿鹤 云仪颤抖着嘴唇 脸上是不可置信 却又不得不幸的表情 一把扑到了王鹤的怀里 眼泪夺眶而出 我以为你还在秘境里 王鹤揽住云仪的背部 细身安抚 没有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旁边的尹真 看着相拥的两人 心头所有的阴霾都瞬间消散 只有开心 他也想庆祝 但是王鹤和云仪间 可没他的位置 只好把肩上的小狐狸抱起来 扔高高 七里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 云仪和王鹤相拥了一会儿 才彼此松开 擦干眼泪 云仪拉着王鹤进门 匆忙用胆子 赶去茶几和沙发上的灰尘 坐到沙发上开门见山的问道 阿鹤 名师龙入侵后 所有穿梭机不是停运了吗 你怎么回来的 王鹤从空间戒指里 掏出几个灵果 三人一壶一人一个 边吃边叹了口气 讲了起来 我在秘境碰到了一只首领级的加鲁鲁 因为我倒霉杀了他幼崽 就被他一路追杀跑出了秘境 刚出秘境 就看到魔都方向爆发的战斗 那可是名师龙啊 然后我就召唤出我的加罗罗继续跑 一路飞到了南方的平坡城 这一路我运气不错 居然没被一生兽拦截 然后我在平坡城待了两天 直到前两天 穿梭机恢复运行 我怕你担心 第一时间就飞回了宁城 结果回来发现 你和小镇不在 我就知道 你们去魔都了 听完王鹤的讲述 云仪和尹真不禁有点唏嘘 王鹤的运气真好 居然正好被秘境内的一生兽 追杀出秘境 正好看到了魔都方向的战斗 正好一路没有一生兽骚扰 跑到了离魔都 有七百公里的平坡城 等等 运气 云仪瞪大了眼睛 看向咔嚓咔嚓啃啃 啃灵果的七狸 云仪 你怎么这么看小脸 尹真问道 七狸也抬起狐狸脑袋 嘴上全是灵果的蓝色果汁 歪头茫然地看向云仪 看我干啥 看你秦王啊 云仪深吸了一口 正声说道 阿鹤 你知道吗 你那个秘境空间门附近 是八位国助对抗 明世龙的主战场之一 而魔都的更衣号 秘境空间门 在你跑了后就摊陷了 我去 也就是说 如果我没出秘境 那我这辈子都看不到你了 王鹤睁大了眼睛 后怕地说道 第67章 官方的通报 以前只是怀疑 那么现在云仪必须要提出这个问题了 运气 总有人说 运气怎么样 怎么样 但是运气这东西 看不清 摸不着 悬之又悬 有的人捡到一块钱 会说自己运气爆棚 有的人只是嘴里多了个溃疡 也会说自己运气差 但现在不同 自从尹真召唤出了七里 整个家 连带着王鹤的运气 都开始变好了 不说其他的 就说 王鹤操控家喽喽 在野外飞行 接近700公里的距离 没有遭到一声受攻击 这几率堪比尹真 突然小老虎变成东北虎 长胸 胸 还有他再秘境一次 突破成六级玉兽师 还有小镇半夜睡着就能突破 一桩桩 一件件 冥冥之中 他们的运气都在变好 当云医说出他的疑问时 尹真和王鹤 也同时盯着萌萌大的七里 看我干嘛 我运气超差的好吗 七里别撇嘴 虽然咱狐狸是祥瑞来着 但自己已经三个星期 没抽到好东西了 如果自己能带给别人好运 那自己呢 自己天生非求是吧 好运绝缘体是吧 虽然七里反驳 但是其他三人皆是相信 他的确能给人带来好运 尤其王鹤 直接将多重巧合 全部归结为七里带来的运气 他跑的时候没什么感觉 直到在电视上 看到了魔都的惨状 哪怕到了晚饭时 仍心有余悸 晚上 云医开心地做了满满一桌的好菜 甚至还开了平昂贵的果酒 七里也从空间里 拿了三彩团子 油豆腐 金丝虾球 出来 没办法 再不让人帮着消化 光这些吃的 就几乎塞满了一个神之眼的空间 另一个神之眼 还要帮小影真装东西 吃着晚餐 电视上播放着新闻 根据东部秘境 与一生兽调查厅调查 本次的明尸龙灾祸 是由霓虹国内势力 幼城 现经过官方委派 17位国柱 已对霓虹左鹤城 雄本城进行了对等报复 以未见魔都的1000万亡魂 被报 既李承栋国柱 在魔都明尸龙灾祸中牺牲 金灵令国柱 在对霓虹的报复中 不幸牺牲 自此 我国18位国柱 还与16位 下面将目光转到国外 霓虹国新政府 向我国正式道歉 请求签署和平文书 并赔偿价值 10万亿华国币物资 欧罗巴法兰西巴尼城 突遭神话及黑龙袭击 损失惨重 气力蹲在餐桌上 吃着饮针帮他家的瞎球 转头看了一眼电视 之前看书时 看过这个世界的地图 因为野外 还有不少有神话及 一生受盘踞 所以 灾变后的世界地图 并不准确 但大致还能看出 这个世界和前世差不多 只是面积更大 电视上说的霓虹国 一如如虫子般 趴在如秋海塘叶般的 华国附近 果然哪个世界 霓虹都是屎 七里嘀咕了一声 尹真没有听清 七里的嘀咕声 只是看到七里的碗空了 忙不迭地又加了几道菜 然后对其他人说 又是霓虹国 我记得书上说过 他们国家40年前 就来我们华国搞过事吧 他们图什么 嗯 是有这事 当时他们 国内没有紫色威胁 和黑色威胁等级的秘境 七级玉兽师 没有突破空间 就溜到了我们国内 正巧当时国内出现了 会幻化外形的一声兽 结果因为言语问题 他们也被当成了一声兽 王鹤道 云一道 就是不知道 这次他们图什么 居然引来了名尸龙 谁知道呢 官方又没说 不过既然动手 那肯定是证据确凿了 只是可惜了金灵灵国柱 他可是18位国柱中 最年轻的一位 本身还有凯西兽这种 能瞬间移动的稀有契约灵 王鹤叹了口气 一顿饭在聊天中结束 看着眼神拉丝的云一 和王鹤和 帮忙收拾餐桌的尹真 气离身找勾了下尹真的衣服 小真 我们出门逛逛吧 正好消消时 散散心 尹真 哎 云一嘴角抽搐了一下 这狐狸也太聪明了 居然还知道 帮自己和王鹤 创造独处空间 去吧 记得早点回来 好吧 见云一答应 尹真抱起小狐狸 换了鞋子出门 家里只剩下云一和王鹤 王鹤看着正在叠碗的云一 从背后一把搂住他的腰 阿云 起开 先洗碗 好吧 我们一起洗 等等 小离刚刚是不是说话了 借着昏黄的路灯 一人一胡 走在寂静的人造湖边 天上群星闪耀 两轮月亮挂在天上 一白 一红 偶尔有流星划过 无比的诡异 尹真手上 拿着从地上捡的树枝 不时对着路边杂草挥舞 小离 你知道吗 在魔都的临时医院 兰兰治疗的病人中 甚至有3S级的5级预售师 想想连他都只能待在避难所 等待命运的裁决 我就害怕 七里走着 听着 这一次别说小珍了 连他都害怕 但害怕又有什么用了 现阶段他和影真遇到神话级 只能躲着 他看过明世龙留下的攻击痕迹 虽然一道沟壑 都有几百米宽身 十几公里长 真让现在的他 站在明世龙面前 除了对天祈祷 什么事都做不了 嗯 或许可以考虑什么样的死法 可以让自己死得好看点 小珍 害怕是无用的情绪 现在的我们 虽然对抗不了明世龙 但是我们还有未来 乾坤还未定下 我们迟早不会再怕他们 七里安慰着影真 也在安慰自己 穿越着 八重绳子的母版 系统傍身 随便一个身份放前世的小说里 都是天命主角 怎么可以被一看 就是龙套名字的明世龙下道 不过系统大姐呀 咱给力点啊 哎 生活不易 狐狸叹气 然后他就被一双 洁白的小手抱了起来 影真将他抱在怀里 微笑着摸着他的头 小黎 我们一起加油 我相信 终有一天 我们能战胜 所有我们畏惧的东西 嗯 七里见鸡血生效 欣慰地点头 影真撸着狐狸 撇到夜光表上的时间 呀 我们出来三个小时了 云云应该要着急了 我们赶紧回去 说着 就抱着七里回家 而七里则是翻了个白眼 咱就是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云云并不希望你这么早回家 第六十八章 崔庚宇上课 回到家楼下 这一次 王赫已经提前回自己房间了 没给七里召唤狐狸杂窗户的机会 休息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 第二天影真去学校上课 云仪则和王赫出了门 虽然不知道 两人去了呢 但是吗 七里化为人形 从空间中掏出绘画板 接入电脑 停更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想必自己的读者 想死自己了吧 打开电脑 七里坐在椅子上 优雅地翘起腿 一边喝着温热的团子牛奶 一边看经验丰富的烟烟 和经验为灵的阿珍 漫画下的评论区 翻身做主 我为公主 柳思烟的马甲 八重神子大大停更的第五十一天 想看大大的星座 某某 作者大大该不会再魔都吧 蜡烛蜡烛蜡 莫哀 某某 莫哀 某某 好死 终于不用看牛头人了 哈 七里果断删除了幸灾乐祸的评论 随后如玉的手指敲着桌子 思考着该如何将脑海里的剧情 转为漫画 他这次不想画牛头人了 准备以云仪和王赫的故事 为原形 画一个纯爱翻 但是剧情肯定要改 毕竟云仪也看漫画 到时候用屁股想 也能想到 这是自己画的 至于怎么改 第一步就改性别 第二步 再改中间的剧情 最终故事变为 明师龙灾祸发生时 烟烟追求的阿珍正巧在魔都 于是烟烟 立马报名赶去魔都 参加救援 历经千辛万苦 手指甲都刨断了 才在废墟中找到昏迷的阿珍 之后 烟烟因为脱离 人也陷入昏迷 两人被其他人 送入不同的临时医院 阿珍醒来后 发现身边是 一直暗恋自己的琴琴 一边厌烦了烟烟的追求 一边猜测 琴琴是救自己的人 而琴琴也冒领了 救出阿珍的功劳 于是两人走到了一起 而一醒来 就寻找阿珍的烟烟 再看到阿珍 和琴琴拥吻的瞬间 心烹的一下 碎了 后来 等阿珍发现真相 开始对烟烟 各种追欺 活葬场的时候 烟烟却与自己的死 对头在了一起 Happy End 这是一个小短片 琴琴准备用两天的时间画完 就在琴琴全神贯注画画的时候 相邻五十米的 对面顶楼的窗后 一个穿着紫色长裙的 中年女人勾起嘴角 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 一边磕着瓜子 哈 这粉毛狐狸 居然真能变成人 还会玩电脑 有趣呀有趣 难怪老家伙 让我夹死来保护你们 看样子老家伙的预言 是真的 学校里 尹真先到班主任的办公室 填了假条 然后回到班级 他一进入班级 就接受了全体学生的注目里 看了眼全班的同学们 五十个座位 他请假的时候 就空了三个 现在又空了七个 空了七个 就代表又有七个同学 在秘境 或别的地方出了意外 朝着打招呼的苏琴 点头示意后 尹真回到自己的座位 一个多月没坐的座位 很干净 明显有人帮忙 擦过 默默地打开教科书 静静地看了起来 所有人都发现尹真变了 不光是尹真身上浓郁的秘境气息 最重要的是 气质和眼神 很多家里有高级预售师的学生 都看出来了 尹真现在的眼神 分明是看惯生死的眼神 距离尹真请假 已经过去了五十一天 同学们纷纷猜测 这五十一天里 尹真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才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尤其是苏琴和柳四焉 要不是老师已经进了教室 一个是怕老师 一个是要面子 不然非得问问尹真到底什么情况 带着后况眼镜的老师进来后 也着重看了 眼气质大便的尹真 点点头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易生兽与契约灵的生物立场 以及预售师对其的应用 易生兽和契约灵从白银级开始 与黑铁 青铜级的差别 不仅仅局限在灵能的应用上 也有我今天要讲的核心问题 生物立场 所谓生物立场 就是易生兽和契约灵 可以将自身的灵能覆盖在体表 形成最终的防御 这一点 尹真同学应该很有感触吧 说着 老师将目光投向尹真 这段时间 班级里又多了几个白银级预售师 比如柳四燕和苏秦他们 但是因为魔都发生的灾难 宁城的穿梭机 全部对救援队以外的人停育 所以班级里 与白银级易生兽 有作战经验的 只有尹真一人 尹真点点头 在灰城的秘境里 他就感觉到了 比如那个首领级黑巢蟹 硬生生吃了 八级小黎青铜级时 能秒杀同级易生兽的狂雷鸡 而易生兽和契约灵 因为特性的不同 生物立场也会不同 比如擅长防御的易生兽 则会强化身体的防御 而擅长攻击的 更多的会强化感知 比如袭击魔都的明尸龙 根据官方发出的研究资料 他们因为龙族的特性 形成了肉体和感知 等各方面均衡的生物立场 这样虽然均衡 但也代表他们的肉体防御 不必专注 防御的神话易生兽强 所以军人们 才会恨不畏死地 对他们发动自杀式攻击 才让他们 没到魔都就死了四只 其余全部重伤 才让八位国柱 在魔都将他们全部消灭 说着老师从口袋掏出 纸巾擦去眼眶中未滴的眼泪 擦完 看我干嘛 这些书上没有 还不记到本子上 而御寿师战斗的时候 最好选防御力强的契约灵附体 利用合体时 契约灵自带的 生物立场保护自己 然后再从容不迫地 指挥契约灵战斗 都低着头干嘛 看我 下课后 学生们全都认真的做着笔记 而引真的手很快 早就将老师讲的东西 都记了下来 笔记也被苏秦借走去抄了 柳思烟侧头 看向正在空间戒指里 找东西的引真 你怎么去的魔都 我有治疗系的契约灵 难怪 柳思烟明了 之前在送参加救援队的父母 去魔都的时候 他在航站楼也看到了引真 只是当时隔得太远 所以他一直好奇 引真怎么参加的救援队 现在得到答案 他也不禁暗暗佩服引真 明明都是学生 却感觉他们之间的差距 越来越大 第69章 Type C的法眼 不过佩服归佩服 三个月后的毕业大笔 他可不想轻易认输 引真终于在空间戒指中 找到了那枚 在灰柄三号秘境获得的技能石 不过他没有急着拿出来 而是看向柳思烟 我在秘境获得了黑巢蟹的 三重水剑技能石 180万 你要不要 之前引真逛技能石商店的时候 就看到有三重水剑技能石在卖 官方回收价150万 售价210万 柳思烟一听技能石的名字 诧异地看了引真一眼 要知道技能石只有首领级一生兽才有出产啊 引真居然能获得技能石 而灰尘铲黑巢蟹的成绩秘境有多凶险 他也了解过 就凭一个X星的雷元素契约灵 和一个治疗系契约灵 引真怎么做到的 我付 算了 你既然自敌 那我也不客气了 我要 说着 柳思烟昂起头 对着引真伸手 引真将蓝色的技能石 放到柳思烟的手上 还没等转头继续看书 就听柳思烟继续说道 我的第三支契约灵是四星土系元素生物珊瑚石头怪 对雷电有着很高的免疫力 毕业大笔 我不会让你输得很惨的 引真哼了一声 没理会柳思烟的挑衅 拿起笔在本子上写下银行卡号 然后撕下纸递给柳思烟 晚上把钱打我卡上 明早我会查 你也不想我去你妈单位闹吧 哼 柳思烟接过纸 和技能石一起塞到新买的空间戒指里 而戒指的空间中 还有一枚与三重水剑一模一样的技能石 晚上放学 柳思烟去了交易大厅 将父母送给她的技能石退了 然后直接打电话给银行 给引真的银行卡赚了180万 回到家中 柳思烟第一时间打开了电脑 咦 八重绳子大大 居然更新了 看看 说着 柳思烟拿起抽屉里零食 一边吃 一边看起了七里刚发的漫画 看到阿珍发现 轻轻骗了自己 而烟烟已经去其他城市的时候 十二张漫画就看完了 柳思烟深吸一口气 忽不愧是八重绳子大大 阿珍被她安排得明明白白 十万打赏送上 话说 好奇怪啊 为什么引真一请假八重绳子大大就停更 引真一回学校 八重绳子大大就更新了 柳思烟仿佛发现了什么 于是翻动网页 拿起纸笔 统计八重绳子的更新频率 然后盯着写满八重绳子 往期所有漫画更新日期的纸 她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规律 那就是 从去年10月24号 也就是觉醒一世后的第二个星期 开始直到现在 只要引真在学校 八重绳子就开始更新 引真只要不在学校 那么八重绳子就停更 之前她就怀疑过 八重绳子认识引真 那么会出现这种规律 就只能说明一件事 八重绳子很可能与引真住一起 才要避开引真画画 而与引真住一起的 只有引真的小姨 所以八重绳子等于引真小姨 破案了 哈哈哈 引真啦引真 被最亲密的人 在漫画里疯狂安排的滋味不好受吧 可惜引真不看漫画 要不要告诉她呢 嗯 还是先不告诉她 毕竟引真小姨 现在画的漫画 超后的口味 等毕业 大笔结束再告诉她 估计引真会阴阴阴 哭得好惨啊 又是一个星光明朗的夜 引真蜷缩在被窝里 呼呼睡着 七离钻出被窝 跳到窗台上 刚要拜一下月亮 祈求今晚会有一个好手气 就看到对面顶楼的灯亮着 这是有人入住了吗 七离记得对面那一户人家的灯 自打她来到这个世界起 就没亮过 自她从魔都回来后才亮 可能是在魔都的幸存者回来了吧 没有再管 七离人力而起 两只前找合在一起 对着两轮月亮 不停无声念叨着 玉帝王母 耶稣 上帝 佛主 天理 欢愿啊哈 你们也看到了 这个世界真的危险啊 保佑我抽个好东西 对了 还有系统大减 别再给吃的了 吃不完啊 千道 恭喜倒霉的 小主千道成功获得三级灵能药剂 星号一 获得法眼 可驱动灵能 预测自身十分钟内的未来 获得所有奖励 已存入神之眼中 法眼已自动相牵在小主脑门 下次千道时间为168小时之后 无虎起飞 这是触发保底了 还是运气变好了 既抽到了能让尹真 晋级四级预售师的灵能药剂 还抽到了法眼这种逆天的东西 话说法眼是啥 为啥说是镶嵌 不是二郎神那种长出来的眼睛吗 忽然 七里感觉额头痒痒的 啊 长脑子了 七里用爪子疯狂挠着额头 根据爪子传来的触觉 额头好像多了一个东西 圆圆的 凉凉的 扫痒持续了十秒 几乎滚下窗台的七里 才停止挠痒痒 奶奶的 刚还觉得法眼是好东西 要知道这么样 还不如抽个其他的 比如五百分油豆腐 比如千年寿灵 七里喘了口粗气 她能完全感应到额头上的法眼了 试了一下 发现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 变成三只眼 随意就能睁开 然后试着往法眼注入灵能 体内的灵能瞬间如抽水一样 被法眼吸收着 只是一瞬间 她体内的灵能就少了十分之一 随即 她的视角变了 还是第一人称视角 但她自己明明没有动的想法 自己却动了 只见自己看了影针一眼 然后跳到了影针的书桌上 对着镜子看了起来 当看到狐狸额头上 那个上下椭圆 金色香边中间 带紫色水晶的假眼时 她惊了 卧槽 Type C Type S 一米四幅悬排 白丝雪高的法眼 身为圆匹 崩匹 她一眼就认出了法眼的来处 正当她 还看镜子的时候 耳边传来影针的声音 小黎 你怎么了 视角随着声音转变 只见床上的影针 揉着迷离的眼睛 缓缓坐起 然后惊讶地看着她 咦 小黎 你额头上是什么 这是我新觉醒的技能 能预测 我自身十分钟内发生的事情 哦 小黎真厉害 来 进被窝 继续睡吧 影针迷迷糊糊地答了一声 然后瞬间猛然睁大眼睛 啥 第七十章 观测未来不太妙 视角中的自己 详细地给影针 介绍了一下法眼的功效 直到十分钟左右 七离突然感觉头晕了一下 很像人蹲厕所蹲久了 猛然起身的那种眩晕感 然后视角回到了自己身上 她感觉可以操控身体了 看了眼床上的影针 还在呼呼睡着 所以 法眼的功效 是看到十分钟内的未来吗 如果自己保持安静 不按照观测的未来来进行 不就可以避免潮行影针 躲过那个未来吗 强无敌啊 以后打架之前看一眼 就和打红锦开拳图挂一样 打得过没威胁就打 打不过就跑 除非等级差距过大 连跑都跑不过 不然还有什么怕的 话说 契离变成人形 撩起额间的粉发 对着镜子看了眼 果然 Type-C接口 随着自己变成八重绳子的模样 依旧固定在脑门上 八重绳子脑门 有Type-C接口 不光不为何 嗯就还挺漂亮的 法眼不光没有破坏原本的美貌 更添了几分神秘的感觉 契离静静欣赏了一会儿自己 估计了一下时间 应该超过十分钟了 确定观测到的未来 的确可以改变 不由欣喜 对吗 这才是千道应该有的奖励 虽然给吃了咱不反对 但好歹别一直给吃的啊 还有那个抓头气 除了抓脑袋时 浑身酸爽的像膏一样 啥用都没有 从戒指中 掏出三级灵能药剂 七里走到尹真边上 刚想喂到尹真嘴里 想了想 又一次启动法眼 观测了小未来 视角变化 未来的自己 刚把药剂打开 贴到尹真的嘴边 尹真突然就警醒 睁开了眼睛 大喊 谁 看到自己站在旁边 尹真瞬间止住了 要从空间戒指里抽枪的动作 愣神道 你你是小离 未来突然被发现 自己手足无措 只好点头 天哪 你居然真能变成人形 嗯嗯 惊讶吧 未来的自己 貌似很得意地看向尹真 听到自己的答案 尹真突然把手放到了胸口 开始把梦想一新 瞬间紫光四溢 只见尹真咬着牙 几乎一字 一顿地很声道 所以 苏青给我看的那些漫画书上 那些主角是阿珍的漫画 全是你画的是吧 我说谁连我肚子 和脚上有志都知道 可恶 居然是你 吃我一刀 观测结束 七离瞬间惊出一身冷汗 不行 看样子不能让尹真知道 自己能变成人 想到尹真刚刚牙咬咬 气呼呼的模样 七离就一阵心惊 停止了头位的动作 妈呀 没想到尹真知道 自己用她当原型 创作漫画角色 会这么生气 谢谢系统姐姐奖励给我发眼 不然你可爱的小狐狸 今天狐命不保啊 哼哼 这系统还傲娇上了 七离心里付匪着 想了几个头位方法 又观测了几次 无论是吸管 嘴对嘴 点滴 每次都是刚碰到尹真 尹真就醒了 醒来看到她后 就是一刀 将三级灵能药剂瓶子的盖子 盖了回去 现在问题来了 这瓶药剂 该怎么喂给尹真呢 装团子牛奶里 不行 且不论会不会稀释 灵能药剂的作用 就说药剂里的灵能 但凡是个预售师 都能感觉得到 还不如直接给尹真呢 直接给 嗯七离思考了一下 觉得可行 大不了说是在空间角落里翻到的 反正尹真也看不到 她的两个空间 不知道空间里有啥 嗯嗯 就这么办 明早直接给尹真 下了决定 七离将药剂放到空间里 变成狐狸 继续钻进尹真的被窝 只是小小的动作 尹真就醒了 不过这次没有问其他的 只是迷迷糊糊地问 小离 你刚出被窝了 嗯 喝水 哦 我梦到魔都的避难所了 你一碰我我就醒了 继续睡吧 七离应了声 难怪观测的画面里 尹真总是一碰就醒 原来在做噩梦啊 不过 也难怪 魔都避难所的惨状 七离虽然没有去看 但是从无数其他救援者的脸上 还是可以看出有多惨 甚至还有人当成精神失常 别人都如此了 更何况才16岁 未满17岁的尹真 看样子 计划还可以变 等一会儿 尹真彻底睡着了 再观测一下未来 看还会不会把她弄醒 如果不行 就直接把药剂投喂给她 话说 今天多少号来着 尹真这丫头的生日快到了吧 想想 这个世界和前世一样 连春节都不过 想必尹真搞不好 连生日也不会过 嗯 这个世界因为人类时刻 处在一生兽的威胁下 才不过春节 前世呢 好像有点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就不想了 七离甩了甩尾巴 在尹真宛如航战楼般平坦的怀里 缩成一团 闭眼假妹的同时 有空就观测一下未来的画面 多观测几次后 适应了血运的感觉 就不那么难受了 反正灵能多 尽管燥 反正空间里有那么多 可以恢复灵能的灵果 海灵芝 没灵能了就补 终于在灵天亮时观测到的未来里 尹真睡的和吃了五颗雷球的豪猪一样 睡得死死的 自己投喂成功 于是 七离也不变人了 就用狐狸的身体 打开灵能药剂的瓶塞 一点点扶着药剂瓶 对到尹真微张的唇边 一边唱 小猪吃得饱饱 闭上眼睛睡觉 呼噜噜 呼噜噜一边将充满灵能的灵能药剂 倒入尹真的口中 随着最后一滴药剂倒入 七离收起瓶子 然后观察尹真的变化 只见尹真吐出舌头舔了舔嘴唇 然后哼了一声 七离就感觉尹真身上遍布的秘境气息 开始向着他的腹部塌缩 然后膨胀 再塌缩 这个过程持续了接近了十分钟才结束 结束后 七离感觉不到 尹真身上有一丝一毫的秘境气息 看样子 真如尹真之前所说的那样 御寿师每晋升一级 都会消耗全身的秘境气息 扩充灵能核心 使御寿师有更多的灵能 然后再吸收秘境气息 再突破 七离确定没问题后 钻入被窝 开始补觉 而对面楼的精灵灵 正抓狂地扯着头发 忍住要去抽某个狐狸的冲动 低声疯狂口吐芬芳 他们的有完没完 一个晚上全在改变未来 你哥这门无限循环是吧 还特么让不让人睡觉了 第七十一章 第四次的召唤 尹真醒来后 看了眼窗外 朝阳似火 云层躲躲 刚准备叫醒 刚睡没多久的七离 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劲 他居然突破了 在别人需要运转灵能核心 吸收秘境气息 才能突破的情况下 他右双只是睡一觉就突破了 愣愣地感受着 身体里因为突破 还未恢复的灵能核心 尹真陷入了沉思 想起小离之前和自己说过 让自己先不要突破 所以 以前自己突破 并不是运气好 而是小离做了什么吗 看着团成一团 脑袋埋在肚子里的七离 尹真心情有点复杂 在尹真的心里 他早已将七离 当成了可以毫无保留 无话不谈的伙伴 可这个伙伴 他却越来越看不清了 不过 既然是伙伴 尹真直接拽着七离的尾巴 将他提了起来 睡梦中的七离 一阵天旋地转 刚睁开眼 就到蓝色的抹胸 然后随着高度变化 尹真那张倒过来的脸 慢慢浮现 不对 他是倒着的 你干嘛呀 哎呦 尹真将七离提到自己的眼前 与狐狸眼对视着 说 我突然突破 是不是你做的 七离自然知道 尹真不是傻瓜 每次都半夜突破 傻子都知道有问题 随即七离倒腾着爪子 说出昨晚编好的理由 哎呀 你们不都说我运气好吗 我就试试 向苍天祈祷 祈祷你能一次就能突破 没想到昨晚我觉醒技能后再祈祷 好像有了回应一样 然后就看到你突破了 真的 尹真瞇了瞇眼 显然还是有点不幸 你发誓 发誓了我就信 我发誓 如果我说假话 我就变成男的 七离立马举起一个狐狸爪子发誓 七离的理由很合理 发誓的时候 七离的眼睛也很认真 违背誓言的代价也很重 反正换尹真 他也不愿意当男生 隔阂消除 尹真满意地点点头 一把将七离抱到怀里 开心地抚摸着狐狸脑袋上柔软的毛发 好好 我信你 不要发这么多的事 早餐的餐桌上 尹真对云仪和准小姨父王鹤 说了突破的事情 以及七离觉醒的新能力 云仪和王鹤再一次骂了 不说七离半夜祈祷 真能让尹真一次突破成功 就说观测十分钟内的未来 这是何等逆天的能力 虽然十分钟的时间 王鹤的家喽喽 可以利用攻击范围 以及攻击距离 覆盖着十分钟内的七离 但是以后呢 要知道七离现在才黄金级 以后这个观测时间 势必还会增加 到时候观测半个小时 甚至一个小时 加上七离的感知善恶的能力 谁还能伤得到他 不得不说 我都开始嫉妒小珍了 王鹤喝完碗里的团子牛奶 羡慕地看了眼铁牛奶的小狐狸 刚想掏出烟盒 就看到云仪能刀人的眼神 善善将烟盒塞回口袋 云仪道 毕竟不是被动感知危险类的能力 小珍 小离 你们不要太过依赖这个能力 该小心行事 还是要小心行事 尹真点头了解 今天是星期六 也是学校放假的日子 吃完饭 因为没有提前查阅 凝成黄色 威胁等级秘境的信息 所以尹真并没有急着去秘境 而是准备先去交易大厅 买十颗黄金级灵盒 去四级召唤馆 召唤人生的第四支契约灵 临出门的时候 云仪突然拉住 要跳到背包里的七离 正当七离茫然的时候 就听云仪道 小离 快 祈祷一下小离 能找个防御类的契约灵 云仪我改良了 一下油豆腐的做法 保证比你拿出来的还好吃 回头就给你做 七离 咱能不能相信科学 不要相信学学 不过 看在油豆腐的面子上 七离还是跳到了饭桌上 装腔做事的 像是黄鼠狼讨风一样 人力而起 敷衍地祈祷道道 啊 漫天神明 保佑小离 能招个能抗的契约灵 出门后 尹真直奔交易大厅 用40万一颗的价格 一下买了10颗黄金级灵盒 然后又打车直奔宁城的 4级召唤馆 尹真到了以后 在登记窗口 交了10颗黄金级灵盒 工作人员看了下尹真的信息 发现尹真不光 还未满17岁 就成为4级预售师 还有参加魔独救援的经历 不由对尹真更加尊重 登记完 工作人员就亲自带着尹真 进入召唤大厅 召唤大厅里 也不知道是等级越高人越少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除了安保和记录人员 就没有一个来召唤的预售师 尹真好奇地问了句 才知道是他笨了 和他的同学一样 宁城其他的三级预售师 因为明氏龙事件 根本没办法去外地探索成吉秘境 连秘境都没法去 更何谈突破 所以 最近一个月 除了穷困潦倒刚凑到 10颗黄金级灵盒的预售师 或者其他原因 延迟召唤第4 支气阅灵的人会过来召唤 基本就没人来了 像尹真这种 刚突破就来的 这一个月几乎没有 尹真将背包放在置物台上 再挪动一下方向 好让七黎 可以第一时间看到 他照出来的契约灵 然后就登上召唤台 站在召唤阵中 尹真深吸一口气 这是他第4次 站在召唤阵上了 第一次是小黎 第二次是音音 第三次是蓝蓝 虽然人不紧张 但还是在心里期待着 下一支契约灵 希望小黎的祈祷 真的有用 工作人员娴熟地 将灵盒放入召唤阵的核心 确认没问题后 快速离开 只留他一人 在召唤台上 灵盒散发各色的灵能 最终变为为 召唤阵充能的白光 直到召唤阵 散发夺目的白色光芒 召唤阵的光芒 遮盖了影 真的身影 光芒也开始变色 由白转黄 七里知道 召唤时如果光芒转为黄色 那就可以肯定是土戏 土戏 提瓦特夫和契约灵 非人类特制的土戏 有哪些呢 李悦的老灯 黄金王寿 西娜小姐 吴湘妍 还有什么呢 第72章 千年遗恨 喵 正当气离回响着的时候 一股庞大的灵能气息 在召唤阵中爆发 随即仿佛地震了一样 整个召唤大厅 都开始剧烈摇晃起来 一时间 召唤大厅墙上的装饰 天花板上的灯 因为这股震动 不停地掉落 摔在地上 而见多识广的工作人员 一看这动静 立马大喊 快 是强力的五星契约灵 随即 负责记录契约灵信息的工作人员 抱起电脑主机 就往召唤馆外面跑 其他工作人员和安保 也是拿了一些重要的东西 往外面跑去 看他们的动作 很是娴熟 整个召唤馆 只有召唤台上的影针 和背包里的凄离 随着召唤台上的黄色光芒 越来越甚 召唤大厅的摇晃 更加剧烈 不光悬挂的灯 就连墙皮都开始掉落 墙壁也产生了裂纹 仿佛下一刻 就要倒塌一样 就在契力犹豫 要不要让狐 灵托着背包 也跟着跑路时 只听召唤台上的光芒中 出现一声恨意十足的大吼 千年遗恨 吼完 那个声音 似乎很疑惑 又发出 喵 好吧 契力知道 新来的小伙伴是谁了 光芒逐渐散去 只见影针的身边站着一个 直到影针腰间 又像蜥蜴 又像鳄龟的龙形生物 通体像是黄金与黑钥石 混合的颜色 颜色上身下浅 背上 是无数像是硬木形成的 尖刺甲铐 覆盖整个背部 一直弯延到 肩部和长长的尾部 四肢粗短 肩部和前肢关节处 都有结晶体 头顶两根 又似金属 又似玉石的弯角 连带身上 都有炎元素符号 肥肥的身躯 带着一双黑色的眼睛 正好奇地看着四周 尾巴没有树 眼睛不是红色 七里摸了摸狐狸下巴 所以这是 还没封掉的驼子哥 那他刚才 喊什么千年遗恨 难道是被召唤的时候 驼子哥还保留着 召唤前的记忆 但是召唤完成 那些记忆 就消散了 有可能 不过这是好事 毕竟真召了 不堪磨损的驼子哥过来 估计这个世界的人类 可以按重启人生按钮了 鸡色了色大母鸡 要知道磨损的驼子哥 可是老灯 也觉得麻烦的存在 如果不是驼子哥 自愿被封印 离岳的仙人 或者一米四八仙人 也要少几个 尹真低头看了看肥陀 确认了 又是没见过的契约灵 刚刚召唤时 他好像听到肥陀喊了一声 但是没听清 茫然地向着 七里的方向看了一眼 不会又是和小离 一个世界的吧 工作人员在外面 看到地震停了 才敢进入 充满叙利亚风格的召唤大厅 熟人地掏出手机 宁城装修队吗 记录人员看了眼 还幸存的电脑屏幕 接回电脑主机 看到还能使用 松了口气 那姑娘 要少为宁城的财政 做贡献了 然后就是看若陀龙王 比照数据库后 发现 又是没有记录过的契约灵 连记录人员 都对尹真竖起拇指 你厉害 一个契约灵 是普通狐狸 一个契约灵 是X级 一个契约灵 嗯 无法观测的植物系 治疗类X星契约灵 现在又是没见过的 X级契约灵 之前尹真去 支援魔都 登记人员 虽然没有对蓝蓝袍根问底 但还是上报 记录在了档案上 说着 记录人员 又是拍照 又是根据惹脱龙王的形象 取了一个 和雷音权献的紫雷蝙蝠 同样吐到吊渣的名字 吐戏龙龟 然后 又是得到召唤馆的维修账单 会发到家里的通知后 尹真才收起 依旧迷茫的驼子哥 背起背包 离开了召唤馆 打车回家 至于召唤馆 为什么一有点动静就会坏 懂得都懂 毕竟官方维护召唤阵 也是要花钱的 车上 七里看了下驼子哥的资料 姓名 若驼龙王 种族 炎元素 星级 六星 属性 炎 等级 青铜初七 技能 我即为炎龙王 对图属性攻击 及物理攻击 拥有极大的抗性 战争践踏 四族积蓄 灵灯拍在地上 对周围敌人造成范围伤害 看完若驼龙王的资料 七里 在背包思考了起来 不是思考 为什么他只是祈祷一下 尹真就真照到了全体瓦特醉肉 且肉的程度堪比 纯水精灵洛地亚的若驼龙王 而是思考 凭啥若驼龙王 是六星 同为神明眷属的自己 和蓝罗魔 却只是五星 自己还能理解 毕竟还不是五味狐 可蓝罗魔呢 就很奇怪 不对 游戏中 好像并没有说过 若驼龙王 是老灯的眷属 只是说 若驼龙王与老灯并肩作战过 就像锅巴 龟中那样 那这样就合理了 回到家中 尹真就迫不及待地 将七里从背包里 拽了出来 抱在怀里 坐到沙发上 七里跳出尹真的怀抱 再跳到茶几上 人力而起 一找插腰 一找向前 指住尹真想说的话 认识 是肉 能扛 能打 很牛 啊 又是你认识的呀 尹真一愣 没想到七里 居然会抢答了 转眼顿时 笑脸如花 只要七里认识 而且还得到七里这样的肯定 那说 吐戏龙龟 也是很厉害的齐约灵 嗯 若驼龙王很厉害的 有他顶在前面 同级别的一生兽 都是孙子 同级别的吐戏一生兽 是孙子中的孙子 说完 七里将若驼龙王的技能 讲了一遍 尹真认真的听完 在脑海中 构建了一下以后 探索秘境的队形 1.6.4.6 若驼龙王顶在前面 小离的六只狐龄 掩护侧翼 中间是自己 小离 蓝蓝 音音 后面六只狐龙负责殿后 完美的阵容 等等 尹真后 之后觉得举起出手 瞪大眼睛问 等等 你说我刚照的契约 零名字 叫若驼龙王 七里点头 怎么了 龙王啊 你说的名字里面 带着龙王两个字啊 尹真顿时 激动的手舞足蹈起来 呃 七里看着尹真 心想还没告诉你 若驼龙王的完全体 堪比神明呢 如果若驼龙王像水龙王 那维莱特一样 获得古龙之力 成为完全之龙 更是能审判神明的存在 怕不是尹真就要 提前因为高血压激动的去世吧 看着欲言又止的七里 尹真冷静了下来 他知道 七里还有话没说 那他的来历呢 不会和音音 蓝蓝一样吧 第73章 驼子哥的不一样 他的来历啊 七里构筑了一下语言 若驼龙王的来历 前世无论是贴吧 还是别的论坛 争议都很大 有人说 有人根据说书人编的故事 认为若驼龙王 是中理点睛而来的 有人说 若驼是二代龙王 但无论他们怎么说 若驼龙王的战斗力摆在哪 这是真实的 若驼龙王的来历 我也不太清楚 只知道 他是弟弟严金所化 是最纯粹的元素生物 不过完全体的他很强 甚至和神明并肩战斗过 多得七里没说 主要是争议太多了 万一说错了 被人喷就不好了 与神明并肩战斗 尹真艰难地咽了咽口水 将若驼龙王 从契约空间中照了出来 看着身形胖胖 眼睛呆呆地缩小版若驼龙王 一时之间 他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七里颠着狐步 走到比自己高了三倍的 若驼龙王面前 驼子哥 会说话不 喵 会 若驼龙王 歪了歪脑袋 得 又是一个听得懂人话 但不会讲 还只会喵喵叫的 你还记得 被召唤前的事吗 喵 不记得 我只记得 被狱主召唤后官 进小黑屋的事 又是没有记忆吗 七里摸了摸下巴 看样子之前的推测 是对的 召唤阵召唤时 要么召唤的是 抹去记忆的契约灵 要么是召唤 其他未免生物的复制体 复制成功后的契约灵 因为比较弱 所以再消除记忆 七里比较倾向于 第二个答案 这样正好能解释 若驼龙王 为什么会喊千年遗恨后 就变成 只会喵喵叫的呆瓜了 因为强如若驼 不可能被召唤 过来再抹去记忆 七里不信一个 召唤阵能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只有第二个答案 才是最终答案 等七里和若驼龙王交流完 尹真才 想起来 还有一件正事没做 小离 你说 我给若驼龙王 取个什么名字好呢 若若 驼驼 果然是和云怡 一脉相承的取名水平 以前七里还不知道 为什么尹真 为什么取名水平这么差 直到听云怡叫荆棵 龟叫龟龟 大岩蛇叫蛇蛇 四族驯兽叫鸡鸡 电气灵叫齐齐时 他才知道自己 被叫小离 已经是多么幸运的事了 尹真纠结了一会儿 还是决定 叫若驼龙王龙龙 毕竟说若若时 像在卖萌 而驼驼 又会让人想到不好的东西 王王更不用说了 汪汪 然后尹真开始投喂 从七里空间拿出来的灵盒 因为他已经四级玉兽失了 不光龙龙 阴阴和兰兰两个白银级 都要投喂 至于七里 七里并不需要他的投喂 只等到秘境吸取灵魂 和抽到寿灵奖励 他就自然而然地突破了 阴阴和兰兰抱着灵盒吸着 龙龙则是舌头疯狂卷动 一口一个嘎嘣脆的灵盒 然而位着位着 七里和尹真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没灵盒了 七里空间里的白银级灵盒 已经全拿出来了 之前在灰城秘境 获得的200多颗灵盒 虽然没有卖过 但是在魔都 为了恢复兰兰的灵能 前后消耗了近100颗 现在剩下的100颗 并不能支撑兰兰他们三个 晋级黄金级 投喂若驼的黑铁级灵盒 和青铜级灵盒 都是早上在交易中心买的 虽然尹真的父母 留了不少高级灵盒和材料 存在银行里 但是那些基本都要等尹真 到八级预售师才有用 而且高级灵盒不能对 低级契约灵使用 如果用了 低级契约灵 会因为经受不住灵盒的能量 有损伤灵盒 甚至暴体的风险 还差多少 七离充当翻译 问了一下其他三只 音音 嗡嗡 大概还要六颗 蓝蓝 七颗 隆隆 喵喵 多多一扇 七离拍了一下隆隆脑袋 没刺的地方 哦哦 你以为你寒心啊 具体多少 隆隆被拍了一下 只当风吹了脑门一下 一点感觉都没有 虽然不知道寒心是哪个 但是还差多少 这个问题他还是懂的 想了下 喵喵 这样的金石 再来三十颗 刚刚七离就发现了 若驮龙王提升灵能 需要的灵盒 比音音和蓝蓝要多得多 他记得当初 音音和蓝蓝 从黑铁出七味到青铜 引真指 为了四十颗黑铁集灵盒 从青铜集到白银集 也差不多是为了四十颗左右 而若驮龙王 似乎为了证明六星契约灵 和五星的不一样 从黑铁到青铜 硬生生吃了六十颗黑铁集灵盒 从青铜到白银 又吃了六十颗青铜集灵盒 而现在一百多颗白银集灵盒 被三只分了以后 若驮龙大概才吃三十四颗 按照若驮龙比雷雷和音音 多吃二十颗灵盒的算法 也就是说 现在若驮龙还差三十颗白银集灵盒 才能晋级黄金 幸好契约灵晋级 不需要秘境气息 不然一声兽声都来不及声 引真听完气力的翻译 算了一下 也就是说 大概还差四十三颗白银集灵盒 就是一千二百九十万 算完以后 引真顿时身体厚痒 抽了口凉气 思早知道就不在魔都 那么浪费灵盒了 难怪很多预售师 都只专心培养强力的契约灵 如果灵盒储备不足 培养新招的契约灵 完全是烧钱啊 看引真心疼钱的样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穷得抠脚 但其实他的卡里现金 都快有五千万了 气力道 反正现在穿梭机正常营运了 灰城的白银集灵盒 是卖二十万一颗 明天去的 晚上云怡和王鹤回来 引真和他们分享了一下 召唤到若驼龙王的喜悦 云怡和王鹤恭喜的同时 看向七离的目光彻底变了 难道这个世界冥冥之中 真的有气韵的存在 而七离却能影响身边人的运气 两人对视一眼 同时点了点头 这件事是绝对不能外传 如果被有心人知道 只会比知道七离会口吐人言 突破七约灵常识的后果更加严重 为了庆祝 云怡没有食言 真在晚餐前 做了一份改良款油豆腐 将老豆腐切块 下油锅炸干 然后加入调料和水 放入秘境产的野生蔬菜 和豆腐下锅一起煮 被炸干的豆腐吸满了汤汁 就YYDS 第七十四章姑娘 买碟 阿布 林和布 耶 王鹤帮云怡洗了碗 又说了一会悄悄话后 就回了他自己房间 而引真则趴在床上支着头 看着地毯上其他三个 被召出来的契约灵傻乐 不时摸一下这个的头 又摸另一个的头 嗨嗨 别误会 引真当前拥有的契约灵中 拥有明显性别特征的 只有没有淡淡的七里 蹲在椅子上的七里翻了个白眼 引真持续这个状态 已经半个小时了 不过想想也正常 当一个御寿师突然召唤到 能成长到堪比神明的契约灵 大抵都会变成这个德行 反正现在灵能充足 于是七里决定 再给引真加几个狠料 额头的紫色法眼亮起 十分钟内的未来 小珍 告诉你个好消息 若驼龙王不光厉害 还是六星级契约灵 什么 小黎 你确定 引真顿时大惊 看到七里点头 他想到了他的父母 喃喃自语 原来 真的有超越五星级的契约灵吗 所以 当初那个谣言是真的吗 所以 我的父母 两行青泪 顺着女孩的脸 不断地滑落 磕磕低在床单上 引真说 到底还是孩子 七里跳到床上 爪子抚摸女孩的背 安慰道 别伤心了 终有一天 我们能知道 你父母失踪的真相 嗯 在这之前 看在我祈祷成功 让你 招到龙龙的份子上 你能不能原谅 我做过的一些措施 当然可以 你做了什么事 嗯 其实苏秦给你看的漫画 都是我画的 引真脸上 虽然还挂着伤心的眼泪 但一听这话 瞬间做了起来 表情也开始扭曲 单手放在胸口 开始拔刀 居然是你 我说 谁怎么知道 我肚子上和脚底有质 吃我一刀 观测结束 七离一身皮毛下面 全是汗 虽然观测的未来里 引真并没有一刀把将自己劈死 而是拽住自己的狐狸尾巴 提起来后 不停用拖鞋抽自己屁股 看到七离不自在地扭动 还在换痛的屁股 引真歪了歪脑袋 小离 你怎么了 没事 七离继续往法眼注入灵能 这次未来里 自己没有先说 若托龙王是六星级七约灵的事 而是开始委婉地暗示 引真漫画是自己画的 结果又是一顿毒打 观测结束又开启 被拖鞋抽了八次过后 七离灵能已经快见底了 终于得到了有用的线索 那就是将郭扣到柳丝烟的头上 知道网上一个疑似柳丝烟的人 只是七离画漫画后 引真冷笑表示 只要七离多画 以折磨奄奄为主的漫画 他就答应不抽七离 得到答案 七离心满意足地退出了观测 这Type-C的法眼真好用啊 就像MMD里的浮旋一样好用 什么叫撂敌仙姬 百战不带啊 这就是 引真看刚刚还在歪屁股 仿佛椅子上有狮子的七离 突然表情变得就很得意 不由有点好奇 然而 七离只是跳到地毯上 身上有点痒 该洗澡了 有关若托龙王心急的事 他不准备告诉引真 现在的引真知道 真有超越五星级的契约灵存在 只会徒增伤心 不如不知道的好 哦 音音 蓝啊 龙龙 该回空间了 说着 引真也下床穿上拖鞋 伸手陆续将三只收回空间 轮到若托龙王时 龙龙 喵喵 不要让我进那个黑黑的房间 然而 在引真手 已经落到了他的额头上 小离 龙龙在喵什么 七离走向房门口的脚步一顿 游戏中的若托 遇到李月老灯前 一直待在地底 难道有了眼睛 就讨厌黑暗了 于是 七离转头无比认真地说道 龙龙说 他喜欢契约空间 若托龙王 下化线 对楼的顶楼 正在浴缸泡澡的精灵灵 突然听到电话铃响 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顿时牙咬的咯嘣响 直接从浴缸中站起 不顾身上的水珠 走到客厅 也不看号码是谁 接起电话 先是一顿喷 哦 我告诉你 这活我没法干了 我不管那只狐狸以后怎么样 现在我 只想去揍他一顿 你腾毛知道吗 我腾毛整整循环了九遍 听了九十分钟 我自己唱洗澡歌 电话那头传来 七离在魔独楼顶遇到的老者 难以抑制的憋笑声 淡定些 淡定些 狐狸嘛 总会调皮一点 而且 他还是个孩子 说正是 尹真心召唤的土西龙龟 什么情况 精灵灵正了正神色 今天我让土颜龙西 钻地区跟着尹真去召唤馆 他害怕了 甚至对土西龙龟产生要臣服的冲动 土颜龙西也是五星契约灵 在召唤的瞬间 能让土颜龙西有这种感觉 所以 我觉得老唐的猜测可能是对的 真的有六星级契约灵 电话那头的王老点点头 并没有露出意外的表情 嗯 这个你先不管 一切以尹真和小狐狸的安全为重 我越来越期待即将到来的未来了 隔壁的王鹤蹲在马桶上沉思 明明手机上的时间才过了五分钟 为什么感觉好像蹲了两个小时的样子 而罪魁祸首七离 则美美地和尹真一起洗了个澡 四日 尹真背着装有七离的背包出门 准备去航站楼坐穿梭机 去灰城买白银吉林河 刚出小区门口 一个浑身穿着黑衣 脸上戴着口罩和墨镜 全身只有脖梗出的雪白裸露在外的女人 就悄悄跟在尹真身后 路上 尹真遇到了苏秦的父母 寒暄了一下 明天假期不是结束了吗 看你这打扮是准备出远门 问话的是苏母与苏秦有几分相似 直到尹真和苏秦是好朋友 于是多问了一下 我准备去灰城买一点灵盒 本来想让小秦帮我带的 但她估计还没出秘境 电话打不通 只好现在去一趟 尹真答 那你等她出来再打电话呗 我有点急 还是自己去的好 说完 尹真与苏秦父母告别 继续向着公交站台走去 就在快要路过一棵景观树的时候 一道幽光闪过 一个人凭空从树后阴影处出现 并用刻意压低的女生被尹真道 此次 姑娘 买碟 阿布 买灵盒布 保证比交易中心还便宜 有没有兴趣 第75章 大抵是遇到傻子了 尹真看到女人 先是皱了皱眉 然后才开口 我要的数量有点多 你要多少 白银及灵盒50克 我有 不载你 15万一克 和灰城交易中心一个价 750万 尹真内心算了下 心动了 不算往返的机费 光买灵盒的钱 就能省500万左右 而且妻离一直没警示自己 说明对方并没有恶意 可以 不过我很好奇 虽然我没去过宁城的黑市 但价格也有所耳闻 白银及的灵盒 你们黑市不应该卖28万一克吗 年轻人 英雄不论来路 灵盒不问出处 灵盒我想卖什么价 就什么价 如果你觉得便宜了 也可以按28万一克买 6107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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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卡号 你回头 把钱转给我就行 说着 女人爽快地从空间戒指里 掏出一个不带子 数都没数 就递给了还在木棱中的尹真 等尹真接手 女人突然用力 拍了一下尹真背着的包 你包上有灰 尹真想到 妻离还在包里 立刻拉开位置 刚准备警告 女人别碰自己的包 就看到女人笑着原地消失不见 传送技能 确认女人走后 尹真立马将包脱下 拉开拉链 小丽 你没事吧 妻离在背包中 正在思考这个女人 为何也能像魔都那个 疑似国著的老头一样 让自己感应不到 结果 隔着背包的这一巴掌 差点将她打成内伤 不过女人的力气重 又不那么的重 就像突然被小孩撞了一下 妻离在背包里晃了晃身体 确定自己没事后 说道 没事 就是有点难受 那个女人很奇怪 明明听到声音 我却感应不到她的存在 尹真听过妻离说起 过遇到王老的事 虽然也怀疑 妻离遇到的老头是国著 但没有怀疑 刚刚那女人 也可能是国著 开玩笑 国著怎么可能当黑市小贩 没事就好 那人是奇怪 这这么把零盒给我 也不怕我不转钱给她 尹真颠了颠袋子的分量 又打开袋子看了眼 里面满满的 都是各色白银级零盒 轻点了一下 根本不止50颗 而是61颗 这一下子 尹真和契离都骂了 麻归麻 尹真还是很实诚地 打电话给银行 让银行帮忙给女人的账户 转905万 可银行工作人员的话 又让两人呆住了 银行工作人员听尹真报完卡号后 告诉尹真 银行系统里并没有这个账号 要知道 这个世界的华国 只有一家银行 不可能出现卡号信息不串联的情况 所以只有两个可能 一 刚刚那女人脑子不清楚 报错账号了 二 那就是尹真记错了 但以尹真的记忆力 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 尹真再三确定 只能无奈地耸耸间 将零盒收到戒指里 至于那个女人 以后碰到了 再把钱给她 回到家中 王赫和云怡还在家 听了尹真去而复返的原因 两人也很无语 将尹真摆捡灵盒的事情 归结为妻离自带的运气 至于女人 为什么要拍尹真的包 她们一时 也想不到原因 对面的精灵灵 站在窗口 啃着苹果一样的果子 看到对面尹真回家 满意地点点头 这才对吗 老老实实待家里 别到处乱跑 增加我的工作量 一巴掌换九百多万 呵呵 下次再赶完时间 我再找机会打你 尹真在客厅中 当着云怡和王赫的面 从戒指中取出灵盒 召唤出龙龙 莹莹和兰兰 开始投胃 和预估的一样 三只磕了足够量的灵盒后 晋级为黄金级 晋级后 三只的外表没什么变化 至于战斗形态 因为弱陀龙王的初始体型在哪 所以要等以后 去秘境才能知道了 倒是七离查看面板时 发现了不一样 弱陀龙王他们三个晋级黄金后 居然都多了个技能 雷英拳限多了个雷电牢笼技能 效果描述是 召唤雷电形成牢笼 对触及牢笼的目标 造成雷电伤害 蓝罗魔的技能是藤腕缠绕 能召唤出藤腕缠绕中目标 而弱陀龙王则是岩石坠落 召唤从天而降的土属性石头 砸向目标 这下子 尹真的团队是要前排有前排 要治疗有治疗 要护盾有护盾 要输出有输出 要控制有控制 已经是最完美的阵容了 试想同等级时碰到尹真 云仪和王赫都感觉头皮发麻 打不了 根本打不了 两人开始提前为三个月后 毕业大笔时遇到尹真的学生们默哀 假期结束 王赫去了北方的郑城 继续去蓝色秘境 努力收集秘境气息 云仪也与好友 约了一起去宁城的宁姐二号秘境 尹真去了学校 继续汲取知识 而智慧与美貌并存的七离大人 则继续窝居画漫画 新作是讲述一个刚结婚的少妇 如何一步步堕落的故事 七离给漫画命名为少妇奄奄 前世 这不同剧情但不同名的小说 可是耗费了华夏国无数人口 其中剧情之经典 哪怕过了几十年 都有人将其奉为神书 堪称新一代的名著 至于受不受欢迎 这种剧情 对这个世界还幼致在小黄毛励志当城主 长守南海 四处寻找史前宝藏阶段剧情的漫画界来说 绝对是降维打击 君不见 经验丰富的奄奄和经验维灵的阿珍 在书店都卖脱销了 这一次他不折磨阿珍了 他可不想尹真真拿拖鞋抽自己的屁股 于是主角就变成了奄奄 虽然会得罪金主 但是那些钱又进不了自己口袋 而且自己又不是修女 哪知道金主这条鱼 看了新漫画后会不会快乐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幸 和每个人的幸福 谁能说自己的不幸 不会是幸福呢 七离手握画笔 开始了作画 第76章 卡不到Bug 尹真突破四集预售师的事 虽然没有主动告诉别人 但别人根据他身上消失的秘境气息 自然能推断出 他已经突破成功 在这个班级里 大部分人还是二级预售师 少部分三级预售师初期的情况下 突然冒出一个黄金级 自然是无比瞩目的 羡慕 极度等各种情绪 充斥在整个教室里 尤其是柳四烟 更是一直吊着嘴 他假期才第一次进橙色秘境 满心想着 在毕业大笔 能按影针一头 结果 爱柳四烟无声地叹口气 估计毕业前都要被影针压着了 就像漫画里奄奄压针一样 放假时 他出镜城集秘境 秘境里的异生兽 当场给了他惊喜 要不是及时与珊瑚石头怪合体 现在的他已经凉凉了 两天的时间 他才狩猎了19只异生兽 按照估算 存满秘境气息 最少再去秘境15趟 一个月4趟 现在已经不用想 能不能在毕业大笔前压过影针 能不能在毕业前 存满秘境气息 都是问题 行嘞 柳四烟掏出最新一期的漫画 上面是阿珍对奄奄追欺火葬场 最终爱而不得 古老终生的故事 果然 人是苦痛 只有漫画 才能给自己一点慰藉 躺平躺平 看着已经看过一遍的漫画 同时他也在期待 期待今天影针小姨 会开什么剧情的漫画 直到晚上 他回家打开电脑 看到八重绳子最新的漫画 眉头越皱越深 皮肤越来越粉 呼吸越来越重 这几天影针上课的同时 也一直查阅着 黄色秘境的资料 宁城黄色威胁等级秘境 只有两个 几乎是同时在11年前出现 一个是雪山地貌 地形以雪山为主 里面多以冰系 风系以生兽为主 另一个是群山地貌 多森林 多重山峻林 里面以植物系 风系 水系为主 尹真和云仪 王鹤商量后 决定以后 以雪山地貌的宁丁一号秘境为主 虽然宁丁一号秘境天气比较恶劣 经常有暴风雪 但这种环境最适合气离不过 无论风雪里躲着什么 在气离的感知能力面前 都无处可躲 最重要的一点是 因为宁丁一号秘境环境 太过寒冷恶劣 根本没有官方军队助手 只有入口处 有一个观察站 而且 寒冷的气候并不会影响到影真 毕竟雷电影的衣服 虽然看着暴露 但十分耐寒 耐热 简直 就是居家出行必备选择 还有一点最最最重要的 这个秘境里 有一种十分稀有的灵果 多只寒霉 据研究 这种灵果可以刺激胸部再次发育 所以价格很上贵 每一颗都有人愿意出五百万收 又一个晚上 七离对月搓爪扎 刚准备迁到 忽然想到了额头上的法眼 嘿 咱那么时升干嘛 现在我到底看看 每次迁到奖励是固定的 还是随机的 于是 七离开始观测未来 第一次迁到奖励 雷电影神装 第二次迁到奖励 雷电影神装 第三次迁到奖励 第九次迁到奖励 雷电影神装 连续观测了九次 七离发现 抽到的东西都是雷电影神装 看样子 每次迁到的奖励都是固定的 不过雷电影神装好啊 七离想到了雷电将军周本里 雷电将军的神装 一行眼泪从嘴角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然后七离在五十米外 某人的低声咒骂中 开始正式迁到 系统 迁到 本周迁到已完成 恭喜获得干预同款联体一实践 贼保暖 下一次迁到时间为168小时后 啊 不是 不应该是雷电影的神装吗 怎么突然变连体一了啊 七离顿时发出大猎八无声的尖叫 哼 买过彩票没有 无论你看了多少次未来的号码 只要开奖的是我 能不能中奖 还是我说了算 小狐狸 你别想作弊 七离 脏话 太黑了 这世道太黑了 连系统都当主任了 也不知道其他小说中的重生者 是怎么中的奖 罢了 连体一就连体一吧 毕竟瑟瑟地干预同款连体一 谁会拒绝呢 明天就忽悠小珍穿上 七离叹了口气 钻进尹真的怀里 平平的尹真即将变成历史了 只要在秘境里找到多只寒霉 用云仪的说法 只要三颗 尹真就能变成对A 再来六颗就能B 七离丝毫不觉得 尹真会找不到多只寒霉 毕竟尹真用无数事实证明了 自己能加强她的幸运值 唯一的问题就是 尹真能找到多少颗而已 第二天早上 七离一察觉到尹真有动作 就跟着醒了 连尹真要换睡衣 七离立马掏出一件黑色的连体衣 放到床上 来 穿这个 贼保暖 穿了 就不怕秘境里的冷风了 尹真看着与雷电影衣服里 搭衬的连体衣 相似的黑色连体衣 眉头挑了挑 这也是神明的衣服 算是吧 七离点点头 丹羽好歹是仙人的徒弟 又是麒麟 怎么样也算是个神 这么说也没问题 尹真闻言 饶有兴致地拿起连体衣 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衣服面料什么的 摸着都很舒服 但是我有个问题 如果我穿了 我该怎么解决生理问题 总不能脱了再解决吧 打 七离愣住了 这好像还真是一个问题 毕竟甘雨是二次元 而二次元少女 不用上厕所 甘雨的连体衣是袜子 裤子 胸衣一体的那种 只能从上到下穿 而要虚虚 只能把连体衣脱了 所以 尹真除非不用上厕所 或者不怕麻烦 不是还真没法穿 七离只好失望地 将连体衣收了起来 吴宇宁爷 白白浪费了一次千道机会 虽然尹真没穿甘雨的连体衣 不过还是穿上了 雷电影的衣服 然后套了件 刚买的长款封衣 吃完早饭 确认准备充足后 与云衣告别 背着七离 直奔公交站台 出了城门 又直奔运输车站台 宁定一号秘境 离宁城不是很远 只有15公里 虽然距离近 但票价并没有便宜 还是要5000一个人 第77章 雪境惊魂 秘境里 一出传送门 就是凌冽的寒风 尹真戴上风衣的斗篷 将全身覆盖岩石 刚走没多远 一同进入传送门的 其他预售师 就消失在了风雪中 深一步 浅一步 尹真颇为艰难地 在雪中跋涉 确认周边没人后 七离从背包中 跳到尹真的肩膀上 外面虽然风雪交加 但并没有感觉很冷 气温多少度 尹真掏出温度计 温度计出来的瞬间 就被雪覆盖 擦了一下 用手掩住 和资料上的一样 现在是零下11度 你冷吗 七离多了多爪扎 然后用尾巴将爪扎保住 你给的衣服很暖和 裸露在外的皮肤 有零能覆盖 倒也不冷 尹真说着 召唤出龙龙 音音 蓝蓝 随着尹真的召唤 三只契约灵瞬间出现 突破黄金级的蓝蓝 并没有变化 依旧小小的 很可爱 音音则大了一点 已经和成人差不多高 一对大蝙蝠翅膀张开 和一堵墙一样 最大的是龙龙 刚照出来的若驼龙王 大概和成年阿拉斯加差不多大 现在吧 几乎和送七离来 一世界的卡车一样大 出来后 若驼龙王就忧愿地 看了尹真一眼 喵喵 不是说我不喜欢小黑屋吗 为什么又关我 小黎 翻一下 尹真转头看向 肩上已经快变白狐狸的七离 七离抖了抖 又变成了粉狐狸 龙龙问你 怎么突然召他出来 尹真一正 呃 龙龙这么喜欢小黑屋吗 这点和小黎你不一样啊 不过 龙龙你这么胖 该动动了 前面开路 而若驼对着七离睁大了眼睛 大吼 喵 你放心号 若驼的个头很大 地上的血 对他的前行 没有造成任何障碍 所过之处 强健粗壮的四肢 肥肥的肚腩 和长长的尾巴 直接挤开浮雪 露出下面冻得坚实的血层 顺着若驼龙王走出的血狼 尹真带着七离 音音 懒懒跟着 七离也照出十二只狐灵 形成1.6.4.6对形 向着风雪中走去 感知全开着 按照尹真查阅的资料 这个秘境的异生兽 都极为善于利用血来隐藏 伪装自己 一不小心就会被埋伏 现在的七离感知距离 有410米左右 在黄金级异生兽感应距离 普遍在200米左右的秘境里 无疑是碾压级别的存在 雪花飘飘 北风啸啸 一路上坡下坡 除了若驼龙王沉重的脚步声 就只有风声 就是才雪的声音 别说多枝寒霉 就连一生兽都没有遇到一只 尹真有点无聊 抱起七离 帮七离胆去毛发上的雪 小离 你能不能表演一下那个 七离还在羡慕狐灵 音音和蓝蓝的身上 不会积雪 文言抬起头 表演哪个 就是那个 狐狸在雪里捕食的样子 说着 尹真还用手 比了一个狐狸栽头的首饰 七离翻了个白眼 我不会爱 你要不要先演示一下 就在尹真还想让七离表演的时候 七离感应到了灵魂接近 耳朵一抖 别闹了 有灵魂靠近 我和狐狸去看看 说着 七离迈开四足 从尹真怀里飞了起来 顶着能见度不足十米的暴风雪 他带着狐狸 在天上看到了那几个灵魂 是五只全身皮毛雪白的狼形一生兽 冰原狼 五只冰原狼 看到七离的瞬间 灵魂颜色瞬间变黑 然后就开始了攻击 一道道风刃 从冰原狼口中吐出 弓向天上的七离 风刃的速度极快 但都被七离带来的六只狐狸 用狐爪挡住 随即 五只冰原狼 被七离吐出的狂雷机 送入了梦乡 让狐狸抱着五只冰原狼尸体 返回尹真身边 给尹真找了点事 后面尹真就不再好奇 七离在雪里捕食的样子了 等尹真处理好冰原狼的尸体 风雪小了不少 秘境里的能见度 也随之高了不少 墓室都能看到五百米外的距离 同时 秘境里的异生兽 也活跃了起来 一路上 冰原狼 冰企鹅 雪山野猪 风刃雀 他们又遇到了无数种异生兽 不过在弱陀龙王 狐狸组成的第一道防线面前 这些异生兽 连引针的面都还没看到 就被弱陀龙王一个战争践踏阵死 会飞的 也被狐狸在天上拦截 第二天 他们已经深入秘境一百公里左右 经过一夜的休息 天虽然还是偶尔有雪花飘落 但太阳已经出来了 将整片雪山照的雪亮 昨天一天 虽然收获了三十二颗灵盒 但引针最想找到的东西 还没见到踪迹 吃完早饭 引针收起帐篷 然后戴上护目镜 开始继续出发 中午 路过一个山头 骆驼龙王开着路 引针看了眼前面依旧无际的雪山 叹了口气 隆隆 不走了 不然明天赶不回去 我们休息一会儿 往回走 说着 引针一屁股坐到旁边的雪堆上 刚准备喝口水 突然身下的雪堆开始坍塌 然后整个人就消失了 是的 消失了 引针刚刚坐的位置 出现了一个空洞 七里想都没想 就跳进了洞里 这个洞 是一个由冰构成的斜道雪洞 宽两米左右 向着大号的冰滑滑梯 引针正伴着雪 顺着冰一路向下滑 如果这真是冰滑滑梯倒好了 可是冰洞周围 覆盖了无数尖锐的冰灵 引针如果运气不好 那可是 直接能被扎得偷心凉的 七里加快飞行的速度 努力要追上引针 而引针也不是娇弱的图丝花 就在它反应过来以后 就四肢张开 控制滑落的速度 并扭动身子 躲避地上冒出的冰灵 这个冰洞很长很长 它们应该已经到地底400米了 虽然顶部的冰层 已经彻底阻挡了太阳光 但四周的冰块 好像能够自发光一样 散发着蓝光 七里终于追上了引针 两只爪子勾住引针的风衣 减速的同时 口中蓄力狂雷击 炸碎了那排冰刺 然后拉起引针一个小跳跃 跳了过去 然后拉着引针飞了起来 看着洞底深处越来越多的冰灵 引针的脸色一片苍白 有的冰灵旁 还残留着不知名生物的碎骨 想也不用想 因引针不是第一个掉下来的 小烈 谢谢你 安心 有我在 第78章 多枝寒霉 引针的体重不重 可能因为某个地方小的缘故 1米68的引针 只有50公斤左右 所以 七里带着引针飞 一点压力都没有 看着周围散发蓝光的冰块 七里问 这里超过控制 阴阴他们的距离了吧 引针感应了一下 微微点头 嗯 感觉不到他们了 小烈 你能先带我飞上去吗 理论上 预寿师与契约灵之间 超出控制距离 契约灵就会陷入迷茫 并恢复本能等情况 所以 引针的心里很是焦急 生怕外面阴阴和龙龙他们打起来 七里自然也知道 毕竟自己是带着记忆 来到这个世界 而若驮龙王和雷音权献他们 则不一样 于是飞快带着引针 顺着滑落的冰冻 一直斜着向上飞 接近洞口的时候 他先是感应到了狐灵 通过狐灵传递来的信息之导 他们进洞后 若驮龙王他们 只是原地发呆 并没有出现 打架发疯的情况 七里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引针 引针才放下心 回到地面上 引针看着相安无事的契约灵们 顿时松了口气 就在引针更换身上 被磨坏的风衣时 七里将三只契约灵聚在一起 先问兰莫罗 兰莱 刚刚脱离控制 是什么感觉 兰莫罗摇摇晃晃的 用无声的语言说 刚刚感应不到小珍娜拉后 我就突然好想变成一颗种子 但我知道 小珍娜拉会回来 所以一直没变 游戏中说 兰娜罗这个种族 感受到威胁时 会变成种子 在机缘合适的时候 再度长成兰娜罗 这么想 那引针刚刚的离开 就是代表了兰娜罗 受到了生命威胁吗 你呢 七里将头转向雷音权限 嗡嗡 你们消失后 我只是感觉有点狂躁 就很想用甸甸一点什么 你 若陀龙王坐在地上 抠了抠鼻子 喵喵 我想跳到洞里 用石头砸你 可惜洞口太小了 我进不去 七里 虽然若陀龙王居心有点不纯 但不过 这下可以确定了 除了自己 几乎所有契约灵 超出预售师的控制范围 都会陷入本能之中 做自己想做的事 说什么呢 那边的引针 已经换好衣服 看七里他们 像是在开茶话会一样 于是问道 我在问他们 脱离你操控范围后 是什么感觉 情况还好 以后就算你超出控制范围 只要及时返回 都不会有事 说着 七里将拦拦他们的感觉 复述了一遍 听完 引针就将不情不愿的 若陀龙王和阴阴 两个大体积的契约灵 收到了契约空间 七里也收起狐灵 然后和兰兰一起带着引针 再次进入洞穴 至于引针 为什么还要进洞穴 那是因为 多知寒梅的资料上就写着 多生长于幽暗的洞穴与峭壁 七里抓着引针的衣领 一路顺着冰道向下 飞了约么2000米 终于不再是洞道 而是出现了一个 庞大的洞穴大厅 洞穴大厅里 四处都是形状各异的冰灵 在冰块 散发的蓝色光芒下 散发着光谱般的光泽 美帝犹如天国 前世连尔冰都没去过的七里 瞬间被惊艳了一下 不过也只是惊艳了一下 毕竟越是美的事物就越危险 这点道理 七里还是懂的 于是将十二只 北极熊大小的狐灵 全部放出来 分散四周 同时警惕地感应着 引针也放出了阴阴 不过没有放出弱托龙王 主要洞穴里全是冰灵 弱托出来了 连落脚的位置都没有 七里点着脚 没有感应到附近有灵魂 于是跟着引针在冰灵中穿行 引针忽然看到 两个冰灵之间有一株植物 植物的根筋扎在冰块里 叶子哪怕在这么寒冷的洞穴里 依旧葱绿 叶子间还缔结着六颗乳白色的浆果 浆果个头不大 就金橘大小 但就这么小的个头 散发着的奶香味 隔着十几米都能闻到 引针看到植物的一瞬间 立马从空间戒指控取出一本书 翻至其中的一页 小李 我找到了 我找到多只寒霉了 引针一声兴奋地大喊 声音震动动顶垂直的冰灵 有几个没挂稳地 直接掉了下来 七里急忙指挥狐灵将冰灵接住 小心放到地上 知道自己差点犯了大错 引针吐了吐舌头 我忘了 洞穴不能发出太大声音 下次注意 一个浆果而已 你这么激动干嘛 七里叹了口气 引针忧愿地看了七里一眼 还不是你嫌弃我小 但是他不准备告诉七里 而是等发育起来后 悄悄地震撼小狐狸一下 于是 引针小心地采摘多只寒霉 因为以前人研究过 要想让多只寒霉达到最好的效果 那就最好一周只吃一颗 直到产生耐药性 先采了一颗放入口中 甜甜的 润润的 奶味十足 引针吞咽后的瞬间 就感觉身体一股热流从胃部流出 然后汇聚到胸口 直到胸口胀胀的 成功了 引针按喜 又小心地将剩下的五颗摘下 放入空间戒指 然后取出地图 大概记录了一下位置坐标 七离眯着眼睛看着 自打第一次进秘境以来 引针从未对灵果如此激动 不光没给自己尝尝 甚至还特意记录位置 准备以后还来 这个灵果不对劲啊 直到看见引针 不时低头看胸 七离联想到 以前引针说过 有的秘境 会长出让人二次发育的灵果 顿时就明白了 这丫头 七离低笑一声 没有揭破引针 妈 虽然小小的也很可爱 但是大大的 谁又会拒绝呢 然后就看引针并不满足于 找到六颗多只寒霉 又开始四处寻找起来 这个洞穴大厅很大很大 七离飞到顶上 环顾四周 粗略一看 最少得有四个足球场大 中间还有无数濒临 横七竖八地倾倒着 形成一个直径20米圆形空间 看着就很像某些鸟类生物的巢穴 七离皱了皱眉 顿感不妙 第79章 双一风飘龙 降下高度 飞到刚又找到 几株多只寒霉的引针身边 看着引针正小心地采摘 七离低声提醒 这里不太对 好像是什么生物的巢穴 七离将所见的 和引针讲了一遍 虽然七离不怕黄金级的一生兽 但这里是洞穴环境 而且 洞顶是数不尽的冰灵 要是碰到敌人 最危险的就是引针 嗯 我快点 收完这几颗 我们就先出去 引针自然知道轻重缓急 快速将最后几颗多只寒霉 收进空间戒指 七离刚准备召回狐灵 带引针离开 忽然 一道吼声从远处传来 在洞穴里回荡 随即洞顶无数冰灵坠落 七离立马组织狐灵 在引针的头上组成狐墙 一直跟在引针身边的兰兰 也瞬间释放森林的庇佑 替引针 七离和音音 阻挡坠落的冰灵 咔咔咔 洞穴顶部的冰灵 被狐灵拍开 或被兰兰的护盾挡住 坠落在地上处立的冰灵上 砸起无数冰屑 咔咔咔声不绝 引针进来的洞穴对面 一个无数冰灵后面的宽敞通道里 一只飞龙双爪 各抓着一只冰原狼 带着吼声 急速飞了进来 只见那龙的身材纤细 拥有叶状的一肩 和条纹的皮肤图案 头顶上有一对到V天线般的翅膀 通过一个薄膜 连接到颈部的后部 翅膀的两端 分开成四个不同的折翼 翅膀山洞间 无数冰霜与雪花 在空气中凭空出现 飞龙一双抓着猎物前肢 还拥有一双粗壮的腿 站立起来时 大概有十一米长 怎么可能 黄极秘境 怎么会出现出生 就是钻石级的双翼峰飘龙 引针认出了那条龙 瞬间大气都不敢出 急忙躲在一层冰灵后面 七里也降低了高度 警惕地透过透明的冰灵 看向那只环巢的双翼峰飘龙 别说 这龙 还真和前世怪列里面的 粪怪双翼峰飘龙 长得挺像 现在 他们和双翼峰飘龙之间的距离 有六百米左右 而双翼峰飘龙 没有来攻击他们 说明还没被发现 而自己也感应不到 对方有没有恶意 不过按一声兽的德性 估计看到了 就会过来攻击吧 小珍 你确定是出生 就钻石级的双翼峰飘龙吗 七里看双翼峰飘龙 正在吃他带回来的 两条冰云狼 无比小声地问 尹真没有说话 因为云怡 最近一直在查 钻石级异生兽的信息 他也跟着看了不少 其中 双翼峰飘龙这种飘落的异生兽 吸引了他注意 自然有所 了解 于是无比认真的点点头 黄极秘境 出现钻石级的双翼峰飘龙 这情况不对啊 既然对方还没发现自己 七里当即决定先溜 我们先保证自己的安全 出去后告诉官方 尹真点头 然后小心地开始往来时的洞口退去 一时间 整个洞穴 结出了灵星濒临掉落的声音 只有中间那头双翼峰飘龙 近时时发出的吼声 就在尹真走到离来时的洞口 只有二百米时 忽然边上一个冰柱倒塌 双翼峰飘龙 瞬间警惕地抬起头 然后看到了鬼鬼祟祟的尹真 七里 十二只狐狸和音音 吼 双翼峰飘龙对着尹真 发出一声巨吼 随即展开双翅 丢下手中的狼狮 飞袭过来 跑 七里见被发现 立马让尹真开始跑 然后他在跟着跑的时候 同时指挥狐狸 在空中组成第一道防线 双翼峰飘龙的速度很快 六百米的距离 瞬间就到了眼前 这时七里也看到了 双翼峰飘龙的全貌 真丑 十二只狐狸 奋力拦住双翼峰飘龙 蕴含雷电的爪子 不停划过他的表皮 但收效甚微 只是吸引了部分 双翼峰飘龙的注意力 七里抽空 也吐出一颗雷球 雷球撞在双翼峰飘龙的左翅上 轰然爆炸 只在双翼峰飘龙的翼膜上 留下一团焦黑 双翼峰飘龙吃痛 怒吼一声 黄色的眼睛直视七里 嘴巴张开 一道冰霜吐息 直向七里袭来 干 连翼膜都打不动 七里急忙组织两只狐狸抵挡 然而只是三秒 两只狐狸就化为一语 残余的吐息趋势不减 继续朝向七里喷去 七里刚要躲避到冰灵后面 只听尹真的声音 蓝蓝 护盾 一道绿色的护盾张开 白色的冰霜的 不断吐在蓝蓝的护盾上 只是瞬间 翠青色的护盾就闪烁了起来 看到蓝蓝的灵能 已经要支撑不住护盾 而洞口还有一百多米 尹真摇了摇头 不行 跑不过 小狸 我们怎么办 七里疯狂杀着脑细胞 最终道 让龙龙出来顶一下 阴阴和剩下的狐狸游击 好 小狸 我们和解 随着尹真进行召唤附体仪式 穿着雷电影衣服的八重绳子出现 现在双一风飘龙 距离它只有六十米 而六十米 已经在梦想一新的那一道范围里了 在蓝蓝护盾消失的那一刻 尹真先召唤出 弱陀龙王挡在阴阴身前 只听弱陀龙王喵了一声 就被冰霜掩盖 来不及看弱陀怎么样 尹真开始拔刀 素白的右手紧握住胸口浮出的刀柄 灵能疯狂注入 刀身浮现 紫色的光芒闪耀在山洞里 通过无数冰灵的折射 传递到双一风飘龙的眼睛里 这种恐怖的灵能 不能被击中 当时 双一风飘龙感受到威胁 立马转移目标 不顾身边蚊子一样的阴阴和狐灵 又是一口更强的冰霜吐吸喷向尹真 然而尹真眼睛散发着紫光 缠绕紫色电光的梦想 一心已经拔出 一刀对着双一风飘龙挥去 一道扇形的紫色刀气 直向双一风飘龙的吐吸飞去 将寒冷的吐吸一分为二 继续飞向双一风飘龙 双一风飘龙见刀是不减 刚准备震翅飞离 却见刚刚被他 动成冰陀的弱陀龙王 挣扎开身上覆盖的冰霜 一个挖跳 一口咬住双一风飘龙的幼足 驼子歌牛别 七离在脑海里欢呼 避无可避 刀芒划在双一风飘龙的胸口 与翼膜上 虽然只是在胸口切开一道小口子 但是两扇翅膀的翼膜 却被整个划开 失去飞行能力的双一风飘龙 被若驼龙王带着一起 摔到地面的冰陵上 天理长驱 摔到地上的若驼龙王 第一时间凭空召唤一个 汽车大小的石头 证明了他被评为六星是有道理的 双一风飘龙刚抬起头 想要咬若驼 结果石头直接砸在他的脑门上 尹真也没敢看着 继续向刀里注入灵能 又是一刀 劈向双一风飘龙 愤怒的双一风飘龙目吼着 嘴里不断放出冰霜吐息 然而落地的凤凰不如鸡 他的吐息不是被尹真一刀斩断 就是被驼子哥用结实的身躯挡住 第八十章 脚麻朔 一时之间 尹真这个四级御寿师 还真带着几个黄金级契约灵 占据了上风 而打小就钻石级的双一风飘龙 虽然身上有大大小小无数血痕 但并不致命 因为一魔 受损无法飞行 双一风飘龙 直接原地战力 前面的两个爪子 不停与弱陀龙王对抗 同时口中对着尹真 全力喷吐冰霜吐息 八重神子版的尹真 又一次给梦想一心充能 一刀挥出将吐息切断 攻击到双一风飘龙的嘴上 全敢刀脸 尊严受损 双一风飘龙一声利吼 斩翅战力 无数带着寒气的冰晶 在他的翅膀前凝结 明显在蓄力什么威力大的招式 阴阴和残余的七只狐灵 经受不了这股寒意 纷纷远离 只有若驼龙王 快步顶到前面 与双一风飘龙撞在一起 天动万象 撞击的同时 又是一块石头从天而降 砸向双一风飘龙 双一风飘龙一个猎且 蓄力的招式被打断 恼怒地吼了一声 全力将若驼龙王推飞 若驼龙王撞断无数兵灵 摔到尹真前面 翻身而起 喵 这里接触不到地面 我要没灵能了 说完 继续冲向 又开始蓄力大招的双一风飘龙 同时的 音音 兰兰 全部向尹真 传递了灵能告警 怎么办 自己的灵能也不多了 一时之间 无法摆脱双一风飘龙 这样下去不妙 尹真继续给梦想一心充能 一边思考着 趁着还有灵能 用法眼观测一下未来 七离在脑海中提醒道 尹真点点头 尹尖的法眼亮起 第一次观测 未来的他 继续和双一风飘龙死磕 龙龙没了灵能后 别说召唤能打断 双一风飘龙施法的石头 就连肉身防御都没了 双一风飘龙的随便一爪子 都能带起龙龙的血肉 而他好不容易在 音音用雷电牢笼 和蓝蓝的藤满 缠绕短暂的 困住双一风飘龙时 找到机会用梦想 一心直刺双一风飘龙的喉咙 双一风飘龙 躲闪不及喉咙中刀 就在他拔出刀 继续攻击的时候 又是一道吼声传来 一只更大的双一风飘龙 带着漫天冰晶 与寒霜飞进洞穴 被刺中 喉咙的双一风飘龙 转头委屈地 硬喝了一声吼 然后又朝尹真等吼了一声 吼 无论是尹真 还是脑中的七离 都听懂了那个吼声 双一风飘龙 施展了最强攻击 脚抹术 观测结束 尹真脸色一变 一只小的都差点对付不了 又来一只比小的大了两倍的 七离也看到了那个未来 疯狂运转狐狸脑袋 最终向尹真传递了 他认为的最好解决方案 尹真瞬间会议 并认同这个方案 于是立马召唤若托龙王回来 同时 让音音和兰兰用仅有的灵能 创造出雷电牢笼 和藤腕缠绕 一道紫色的正方形雷电 将前进的双翼峰飘龙夹在中间 同时 无数绿色的藤蔓 从冰层里钻出 束缚住正要挥找攻击 雷电牢笼的双翼峰飘龙 尹真随即立马将若托龙王他们 全部收入契约空间 同时就近 捡了一块双翼峰飘龙带血的蓝色鳞片 头也不回地跑向来时的山洞 背后 双翼峰飘龙只用了三秒 就挣脱了束缚 口中又开始蓄力冰霜吐息 准备继续攻击要逃跑的女人 尹真头也不回 直接操控三只狐龙 飞到双翼峰飘龙头顶的洞穴顶部自爆 狐龙自爆带来的庞大爆炸 直接将洞穴顶部 无数四米长的冰霜炸断 纷纷砸向地上的双翼峰飘龙 双翼峰飘龙 察觉到头顶掉落的冰霜 虽然不在意 但还是暂停蓄力吐息 踩断地上无数的冰霜 挪开几个身位 继续蓄力吐息 然而 就这么一耽误 尹真已经离洞口只有五十米 尹真边跑 边继续让两只狐龙以同样的方式自爆 直到他看到洞口近在咫尺 双翼峰飘龙眼看猎物要逃脱 不顾头顶掉落的冰霜 寒冷的冰霜吐息 直向尹真的背影喷涂 无比寒彻的吐息 仿佛连空气都要冻结 带着无数冰晶 笔直地飞向尹真 尹真无法躲避 只好回头用不多的灵能 又挥出一刀 同时解除与七离的合体 七离一分离 立马用爪子勾住尹真的衣服 带着它向洞外飞去 同时让最后两只狐龙在洞口自爆 背后是冰冻坍塌的声音 七离不管不顾 身体里的灵能真的要干了 现在最重要的事 就是带尹真出冰洞 远离这里 催动着体内最后的灵能 用最快的速度带着尹真飞着 直到飞出洞口 看到熟悉的白雪矮矮的雪山 好了 小离 先休息一下 吃点灵果补充灵能 一直被七离抓着 尹真知道 七离的灵能也不多了 心疼地说道 别 再飞远一点 我们刚都看到了 还有一只更大的 刚刚还好在山洞里 如果在洞外 我们兜得死 七离又带着尹真飞了有十里地 才在一个视野宽阔的山头落下 一落下 七离就从空间中 掏出以前存的海灵汁 嘎吱嘎吱吃了起来 尹真也原地坐下 吃起七离分享的灵果 一人一壶 恢复着体力和灵能 小离 你说我们是不是碰到 秘境威胁度突然提升了 不然黄金秘境 怎么会出现钻石级 甚至钻石级以上的 双一风飘龙 七离摇了摇头 不对 我看过书 只有秘境内的一生兽种群 突然晋级 才会出现秘境升级的情况 但是黄金级 怎么可能突然晋级钻石级 沉默 一人一壶都没有答案 默默地吃着灵果 这一次损失 不可谓不严重 七离的十二只狐灵 全部撞脸 尹真也失去了稳定的 多支寒霉供应地 两久 尹真起身拍了拍身上的雪 向山洞的方向眺望 可能我们碰到特殊情况了 这件事 我们汇报官方 让官方查吧 嗯 我建议我们先出秘境 中途我再补充一下狐灵 七离点点头 这次逃脱 狐灵真的是帮了大忙了 如果没有狐灵的牵制 让他们逃出来 等那只更大的双一风飘龙回山洞 还是黄金级的他们 只有原地等死的份 好 我提醒一下周围的预售师 告诉他们秘境有意外发生 说着 尹真从戒指中 掏出信号枪和三颗子弹 红 飞 红 三颗信号弹一次升空 最后在五百米左右的高空爆炸 绽放出醒目的烟花 随后七离继续抓着尹真的衣领 按照尹真自己画的地图 向着空间门飞去 第八十一章 官方的反应 很幸运 一路上那个会叫妈主的双一风飘龙 并没有带着他妈追来 七离一路上 又收拾了几个锋刃鹊 和十几只兵企鹅 不停刻着灵果和灵合 才又凝聚出十二只狐灵 剩下来的路 狐灵牌吊栏再次上线 在离空间门无理的地方 尹真转位不行 背着七离 一路走到观测基地的哨所 哨所的观测士兵 是一个四级御兽师 平时只负责观测 有没有异生兽群 在空间门附近聚集 如果有 则出去摇人 将异生兽消灭 驱散 对于进出的御兽师 他则不会管 那些御兽师 知道他的职责 也不会打扰他 今天 李吉如往常一样 拿着望远镜看向四周 确认没问题后 让他的几只契约灵帮忙看着 自己坐回椅子上 拿起漫画书继续看了起来 砰砰 正当李吉入迷的时候 一阵敲门声响起 打开门 是一个浑身裹着咖啡色风衣的女生 女生很漂亮 长相也很贤惠 很像以前几部漫画的主角 李吉忍住心中的不耐问 小姑娘 怎么了 我有很重要的是 向官方汇报 尹真一脸认真的 将遇到双一风飘龙的是说了一遍 为了佐证 还拿出了带写的蓝色鳞片 李吉脸色一变 立马转头看向空间门 可空间门的颜色并没有变 还是黄色 又转头看向尹真 陈生问 小姑娘 你要为你的话负责 你确定你在秘境里 看到了双一风飘龙 我确认 尹真肯定地点头 李吉立马转身回哨岗 收起他的契约灵 又走到尹真的身边 请跟我来 这件事我需要上报 说着 就带尹真出空间门 就在走到空间门的时候 同时又有一个御寿师 也进了秘境 李吉拦住了他 秘境有特大威胁出现 秘境可能要关闭 哈 刚来就关闭 御寿师失望地摇摇头 虽然有些不甘 但看李吉身上的军服 也就没有多说 转身进空间门 出了空间门 李吉一路带着尹真进了一间办公室 办公室里 坐着负责防御秘境的 401营营长陈涛和几个官员 初听尹真的描述 陈涛几人还不信 但当尹真再一次掏出燃血的鳞片 感应到鳞片上的灵能 几人的面色顿时大变 虽然不愿意相信 黄吉秘境会出现钻石级一生兽 但陈涛还是认真地询问了 尹真遇到双一风飘龙的全部过程 然后立马向宁城汇报 因为需要尹真的情报 所以尹真只能在军事基地等着 宁城官方收到这个消息 没有丝毫的懈怠 不到两个小时 实验员 更高级的官方人员 援助的军队全部到达 实验员化验了鳞片 确认就是钻石后期的 双一风飘龙颈部鳞片 官方来的所有人都不淡定了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 有两个 一个 关于秘境的常识 要被打破了 秘境不是拥有什么等级 里面就有什么等级的一生兽 二个 那就是尹真在撒谎 但是经过官方的讨论 一致认为尹真没有撒谎的必要 撒谎对尹真而言 没有任何的收益 况且尹真还第一时间 将如此重要的信息告知官方 就在官方商讨 如何应对秘境突变时 坐在军事基地附近树梢上的 金玲玲听完子电又契约灵的描述 扔下一颗果盒 头疼地摸了摸脑门 从戒指里掏出一部手机 电话嘟了几声 对面的王老接听电话 玲玲 怎么了 出事了 尹真在宁城的宁丁一号秘境 遇到了双一风飘龙 运气不错逃了出来 但是她是第一个汇报的 所以宁城官方很可能为了确认具体情况 让她再进一次秘境 这件事 我一个死人不好出面 你找人出面一下 好 我马上让人解决 军事基地的会议室里 官方行政人员和军事领导 齐坐一堂 为首的是宁城副城主王瑞 一个女行政人员 正汇报着宁丁一号的登记信息 王瑞皱着眉 手指不停敲击着桌面 等女行政人员汇报完 最近一个月的登记信息 王瑞才开口 也就是说 一个月内共有三万四千名预寿师 进入秘境 出来的只有两万一千人 伤亡率比以往直接高了百分之八十 陈涛 王瑞一声立鹤 负责坐镇宁丁一号的军事主管陈涛 一个哆嗦 陈涛愧疚地站起身 是我的问题 没有及时发现数据的异常 我现在不处罚你 回头再说 王瑞冷眼哼了一声 一个月一万三千多个四级预寿师啊 虽然预寿师进入秘境死亡是正常的事 但一个月死那么多 说明秘境早就出问题了 而陈涛居然毫无警惕 要不是一个女生上报异常 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预寿师 折在宁丁一号 要知道 每一个预寿师 都是人类对抗一生受的希望啊 王瑞想到 那一万三千多个预寿师 都心疼得直哆嗦 现在首要的问题 就是在秘境中 找到那只双一风飘龙 既然那个女生知道在哪 周师长 你派人跟着那女生进入秘境 找到她 消灭她 刺激的周师长 立马起身进了个军里 是 随后狠狠地盯了一眼 依旧愧疚的陈涛 陈涛 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这次任务 你打前阵 随后 军事基地忙碌了起来 一辆辆经过改装 两侧轮胎改为滚筒的雪地装甲车 开进秘境 甚至有四辆装甲车 还带着核弹 尹真站在一间办公室的窗前看着 七离从背包中探出头 暗暗感叹 这个世界官方的行动力 距离隐真报告才五个小时不到 军队就开始进入秘境 难怪人类能延续至今 不过想到观测到的那个更大双翼飘龙 七离还是替这些军人担忧 毕竟隐真只说看到了一只 并没有说还有更大的 如果军队只准备对付一只 那么结果是必然的 小真 要不要告诉他们 还有一只 隐真摇了摇头 不用 双翼飘龙是群居一生兽 有一必有二 官方比你我都清楚 第82章 找个靠山 不过 如果官方顺利解决双翼飘龙 他们肯定会彻查洞穴 如果检查战斗痕迹 我可能藏不住你了 隐真抱着包 摸了摸七离的头 毕竟山洞里留下的痕迹太多了 梦想一心斩断的冰灵 狐灵爆炸的痕迹 七离的狂雷击 七离安慰道 无所谓 藏不住那就不藏 官方又不全是坏人 你别忘了 我可是能感知善恶的 实在不行 你回头 把国著的照片给我看一下 我们去找个靠山 王瑞看着军队整齐的开进秘境 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看了眼电话的来电人 王瑞立马接听 王老 请问有事吗 宁丁一号的是我听说了 知道你现在在负责这件事 听完王老的话 王瑞点头 好 我知道怎么做了 我不让他参与 只让他画出大概方位 挂断电话 王瑞疑惑地皱了皱眉 就他刚才看到资料 隐真及其家人 与王国著并没有交集 王国著怎么会为了隐真 直接打电话给他 还特意关照 不让隐真跟着军队进秘境 虽然想不明白 但王国著毕竟是 华国国著院的首席 地位仅次于华国首脑 专门负责秘境 与一生兽相关的事宜 在官方对秘境的行动上 享有绝对的话语权 于是 王瑞亲自到了隐真所在的办公室 礼貌地敲门进入 好奇地打亮了一眼 抱着包的隐真 怎么就感觉 这个刚脱离龙口的女孩 有点怯生生的 你好 我是宁城副城主王瑞 宁城中学隐真 隐真自然认出了 经常出现在电视上的宁城副城主 彼此打了个招呼 王瑞没有闲聊 而是拿出一份官方之前的 秘境勘测地图 放在桌子上 然后招呼隐真上前 这是官方测绘的地图 你还记得大概位置吗 隐真看了一眼地图 这地图比买得更精确 不光标明了秘境里的标识物 还给每个雪山 注明了坐标和高低 根据比例尺 和记忆中的方向 标识等 隐真的手指 在地图东北边缘上 寻找到一个位置 这里 在这个山的山头 我就是在这个山头掉进冰洞的 洞道方向在东北方向两公里以外 这个洞已经被我炸塌了 根据双翼风飘龙的体型 这肯定不是唯一的入口 王瑞看着隐真手指的位置 地图边缘了呀 呼的 他的眉心一皱 按照地图比例 这个位置里传送门 有110公里的距离 而隐真是 昨天早上进入的秘境 今天中午处的秘境 在满是其腰身的雪山 就算没有遇到一生兽 预兽师也没可能速度这么快 除非飞行 但是隐真的资料上 并没有能携带人飞行的契约灵 有趣 难怪王国柱亲自打来电话 王瑞没有探究的心思 留下一句 谢谢你的情报 等到证实 官方会给予你奖励 秘境即将对外关闭 你现在可以随运输车离开了 便带着地图离开 隐真奇怪地眨了眨眼睛 他都做好跟着军队 再次回秘境的准备了 结果得到这样一个答案 不过他也没矫情 他一个四级的弱鸡 可不想再面对钻石级的双翼峰飘龙 还有那个不知道等级的龙马 上了返回宁城的运输车 车上有很多准备返乘的预售师 彼此都在问着 秘境发生了什么情况 但没有一个人知道 只有两个看到信号弹的预售师说 我们在秘境看到了红黑红信号弹 军方部队进秘境 可能和信号弹有关 红黑红 这是紧急撤退的意思啊 一般只有秘境要坍塌 或者出现超大威胁 才会发出 嗯 所以我和我老婆想都没想 就召唤出飞行蹄虎赶了回来 说起来 我们看到信号弹的时候 好像还听到了龙吼声 不知道有没有关联 一个人不屑地说道 龙吼 别开玩笑了 龙系一生兽 岂不都是钻 车厢里沉默了下来 如果黄极蜜镜真的出现了龙 那就代表 以后黄极蜜镜更加危险 想想以后面对 同极一生兽的同时 还得担忧遇到龙系一生兽 所有人的心里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尹真回到家 已经是傍晚了 云仪在秘境还没有回来 只好蹭了一顿 凄厉的金丝虾球 油豆腐 三彩团子和团子牛奶 吃完饭 凄厉将厨余垃圾 全部收进空间里的垃圾堆 等下下次一起扔掉 回到房间 尹真打开电脑 搜索出16位国著的照片 凄厉眯着眼 看着16张照片 立马伸出爪子 指向一个老头 就他 他就是 我在魔都看到的那个老头 果然 我说我怎么感应不到他的存在 不对 我感应不到他 那怎么知道他的善恶 七离先高兴后 纠结地蹲到书桌上 尹真摸着七离的背 也跟着皱眉思索 两久 尹真吐出一口气 按你和他谈话的内容 王国著应该不是一个坏人 不然他也不会发出 人类还有没有未来的感慨 七离汗手点头 也是 如果他那时候有恶意 完全可以直接把我抓起来 不过我想 我们也没必要这么解 对那两个双一封飘龙军方 肯定动用核弹 几个核弹下去 那个洞就算不塌 三千度的高温 我们战斗的痕迹也融化了 那现在还有个问题 小离你感应不到王国著 那我们之前遇到的女人 你也没感应到 一人一壶再度沉默 等等 窗外好像有东西 尹真立马拉开窗 只见一个耗子 立马跳到楼下 消失不见 可能是老鼠 对楼 金灵灵听着子电 又传递回来的信息 嘴角直抽抽 好家伙 那狐狸感应能力这么强的 自己这可是七级子电又 虽然是四星契约灵 但最善于掩藏气息 居然一下子就被发现了 不过 他也知道了一点重要信息 那就是小狐狸感应不到自己和王老 而且还在担心被人发现他的秘密 哼 一直能感应善恶 玩弄时间 未来还可能带领人类战胜一生兽的小狐狸 难怪王老让我夹死来保护你们 你究竟还有多少秘密呢 金灵灵抚摸着怀里的子电又 看着对面亮着灯的卧室 第83章 祸首 并不知道有Hentory偷窥的尹真和 七离又开始了战后复盘 认真的分析在图与双一风飘龙时 各项战术的情况 尹真真的很认真 拿着空白的纸板 结合了七离 自身和若驼他们的所有能力 认真的自见 知道对方是钻石级以上 我当时应该第一时间就与小狸你合体 抢占先机 不然也不会那么被动 七离听着 不时提一些自己的见解 如果换她是尹真 绝对会趁着双一风飘龙 还会发现自己立马就跑 不说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就说横跨了两级以上的等级差距 逃跑并不丢人 毕竟自己和尹真不是龙奥天 动不动就能越两级杀怪 她也欣赏尹真这一点 该玩时玩 该认真时就认真 这次虽然出了意外 但她的应对 已经比一般人好上太多 毕竟她也只是一个孩子 七离瞟了眼尹真的胸 确定了 的确是孩子 不知道是不是幻觉 七离突然感觉尹真的胸微微大了一点 决定洗澡的时候 重点看一下 宁丁一号秘境里 数十辆雪地装甲车 艰难地在暴风雪中前行着 排头的车里 副驾驶座位上 全副武装的陈涛拿着地图 比对着车外的标识物 确定车队没有跑偏 后座的副官 对此次的行动有点反感 于是小声嘟囔道 陈莹 我们这个秘境里 真的会有双一风飘龙吗 为了一个女孩的话 我们就这么大张旗鼓 如果是那个女孩看错了 或者是出现了幻觉 陈涛闻言皱了皱眉 如果不是副官是他的小舅子 他真想一巴掌抽上去 不耐地打断道 我们是军人 不要讲不利于团结的话 而且数据不会说谎 这一个月里 进入秘境的预售师 的确有一万多个 没有再出去过 车里再也没有人说话 默默地坐着战斗准备 车辆行驶到一个山头 这里距离尹真指的地点 还有40公里 陈涛让驾驶员操控车顶的灯 对后续车队发出灯雨 四辆携带核弹的装甲车 立马行驶到一旁 从车里伸出支撑架 同时车体打开 露出一条宇航站楼 发射轨道同款的小型发射架 几个军人下车操控机械臂 将车里的核弹头装入发射架 然后手拿黄金及灵盒 随时给发射架充能 另外的装甲车 全部分散开到附近的山头 形成完整的防御阵地 而陈涛则带着副官在内的三个人 穿上官方研制的伪装服 这种伪装服的主要制作材料 是善于影踪的王者及圣赫的皮肤 穿上和可以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除非感知能力强到一定的地步 只要不闹出动静 哪怕走到一生兽面前 一生兽也发现不了 四个人穿上伪装服后 其他军人的眼里 就再也没有他们的影子 如果不是地上越走越远的脚印 他们都怀疑 这四人是凭空消失了 四人的脚步 很快被暴风雪遮盖 军人们在风雪中等待着 等待四人的信号 暴风雪中 陈涛带着三个人 艰难地在雪地跋涉着 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 虽然心里都怀着一丝埋怨 但任务在先 所以再怎么不服气 也等任务结束了 再发牢骚 走了接近八个小时 四人终于找到了 影真说的那个山头 也看到了影真说的那个山洞 陈涛蹲下身子 在雪上用手指写字 以此处半径四公里分散搜索 无论发现了什么 四个小时候后 就是凌晨两点半 还在这里会合 然后就是各自的名字 和搜索方向 很快 雪地上同时出现了三个 收到 两小时后 陈涛沿着东北方向一直走着 沿途他看到了不少 冰原狼之类的一声兽 因为身上披着伪装服 所以并没有被发现 但他也没有看到 双一封飘龙的踪迹 更别说洞口 他看了一下腕表 刚准备先回头 和其他三人集合的时候 忽然在前面的风雪中 听到了陌生的语言 他急忙蹲下 屏息凝神 静静地等着 哦 该死的秘境 迈克 这里最好有 双一封飘龙的巢穴 不然回去 我肯定用我爷爷传下的皮鞋 狠狠地踹你屁股 该死的 我发誓 我真见过有双一封飘龙 在这附近起飞过 这该死的雪 能见度连五十米都没有 几个声音 离陈涛越来越近 陈涛也看清了几人的面容 是六个黑皮肤的男人 和一个白皮肤的女人 不光是面容 他也看到了 由三十一支 各式契约灵组成的契约灵军团 王级秘境有双一封飘龙出现 这几人的语言他虽然听不懂 但他可以很明确地肯定 这几人不是华国人 而且根据他们身边的契约灵可以推定 这几人都是六级御寿师 要知道他们也测试过 让六级御寿师进这个秘境 但空间门瞬间就出现了要塌陷的波动 不然也不会派军队进来 但是现在却有七个国外御寿师出现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 宁丁一号秘境 极有可能与国外的某个秘境连接了 四级此处 陈涛掀开身上的伪装服 准备与对方交流 突然出现的陈涛 也吓了对面七个人一跳 倒是围守的黑人 很快冷静下来 安抚了一下队友 单独向前 Bonjour 陈涛茫然地摇摇头 从空间戒指中 掏出一达字典 中一英 中一法 黑人指了指中一法 于是就着字典 几人艰难地交流了起来 陈涛也知道了几人的来历 知晓对方来自法兰西里昂城 通过里昂城的秘境入口进入 当知道秘境与宁丁一号秘境连接的时候 几人没有意外 黑人查理 热心地帮陈涛解了疑惑 在字典上 尽力地说了一些情况 法兰西之前出现了一种未记载过的一生兽 这种一生兽很强 已经超越了神话级 它现在停留在阿尔卑斯山附近 按照欧联 欧罗巴联盟 九级预售师的观测 受这只被命名为天地黄蹄龙的一生兽 所散发的波动影响 欧联很多秘境都出现了与其他地区秘境融合的现象 第84章 旺仔变奸鸡蛋 黑人继续一边翻着字典 一边说道 看你的穿着 应该是华国官方军队吧 我建议 你们先不要清理秘境 因为这种连接现象是暂时的 两个星期前 普鲁市那边的黑级秘境就连接到了米国的清级秘境 可怜的米国人 为他们默哀半秒 反正连接持续了两个星期 秘境墙就再次生成了 陈涛看着字典上的翻译 大致懂了黑人的意思 于是也在字典上指了起来 看完陈涛的笔画 黑人点点头 可以 随即 陈涛又从空间戒指中取出一台摄像机 黑人查理对着镜头 又复述了一遍他们知道的情报 之后 两人又笔画了一番关于双翼峰飘龙的事 这时陈涛才知道对方是专门来捕猎双翼峰飘龙的 当知道华国军队的核弹 已经锁定这块区域的时候 几个老外 差点吓得魂飞魄散 尤其是查理 更是不停拍着胸口 哦 还好你们先侦查了一下 如果是毛子 我们死定了 正当几人艰难的交流时 风雪开始变小 附近也出了数声高亢的龙叫声 几个黑人和白人女性 立马指挥契约邻军团 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移动 陈涛也跟着 手中的摄像机一直记录着 记录着几个六级预售师 将双翼峰飘龙族群堵在山洞里 星期一的晚上 云怡回来了 听说了尹真在秘境中发生的事 不由一阵后怕 晚餐的时候 新闻也对秘境的事进行了报道 提示因为欧罗巴的天地黄蹄龙 国内的秘境 可能与欧罗巴的秘境之间 有短暂融合的风险 建议所有预售师在秘境时 不要过多深入 如果发现超过秘境等级的一生兽 要及时撤离 并向官方汇报 并着重表扬了某匿名预售师 在发现异常的第一时间 向官方汇报 避免了更大的伤亡 至于欧连那边 为什么没有将这则重要的情报 对华国官方分享 新闻中并没有解释 只说了 华国将对欧连所有国家 暂停空间戒指等道具的贸易活动 唉 多时之秋 都这个时候了 人类还忙着内斗 云怡喝着团子牛奶 叹了口气 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斗 契离想起前世口罩时期 各国的作为 吐槽了一下 尹真问道 小黎 你以前生活的世界和平吗 契离停止了 桌面前的牛奶 抬起头想了想 总结道 有的地方和平 有的地方不和平 不过我的周围是和平的 直白的话语 并不妨碍尹真和云怡 憧憬契离所在的世界 憧憬着 屋外的大门被敲响 云怡开门后发现是官方的人 宁城副城主王瑞 亲自带人过来 送官方对尹真的奖励 那是两个盒子 一共一百颗黄金及零盒 换算成华国币 那就是四千万 不可谓不丰厚 原本其他人讨论的结果是 准备送五十克就行的 最后还是王瑞拍案决定 再加五十克 至于原因 一个能让王国柱 亲自打电话关照的人 怎么看都怎么不简单 说了一通官方感谢的话 又发了一个三级特殊贡献奖章 王瑞没有过多客套 就带人离开了 来得快 去得快 王瑞等人离开后 一直观察他们的妻离 对尹真点点头 他们没有恶意 尹真这才放下心 然后继续和云怡 聊起他总结的战斗经验 这是尹真每次秘境探索后 都会做的事 他不光会自我总结 也会让云怡或者王赫 帮他提点建议 丝毫没有因为有七离 骆驼龙王他们的帮助而自傲 一点奉奥天的气质都没有 晚餐结束 看着七离又将餐盘和瓶子之类的 直接收到空间里 尹真好奇地问 小离 我每次都看你将吃剩的餐盘和瓶子 收到空间里 也没见你扔过 你空间还放得下吗 七离狐身一僵 感应了一下 空间里已经堆成小山的垃圾堆 下次去秘境找个地方再买 尹真明显不太信 他可不希望七离的空间 彻底变成垃圾堆 只要将这事记在心里 等下次去秘境再提醒七离 现在 他还有最重要的事情要做 于是帮云一收拾碗筷后 就抱着七离进了浴室 嗯 放满水的浴缸里 尹真抱着七离一起泡着 低头一看 兴奋地举起身上 都是泡泡的七离 小离 小离 你有没有感觉 我有点不一样了 尹真的变化 七离昨天洗澡时就发现了 旺仔居然变大了一丢丢 不过也就是旺仔小馒头 净化煎鸡蛋的程度 至于这么高兴吗 七离不屑地撇撇嘴 前世在公共浴室 人家有的难的都有 必好吗 看到七离的表情 尹真也不生气 反正还有24颗多支寒霉 储量足够 一个星期一颗慢慢吃 赶地超C 不是梦想 又是四天过去 尹真将官方送的100颗零盒 和在秘境获得的50颗 大部分都未给了弱陀龙王 将弱陀龙王直接拉到了黄金后期 又将蓝蓝和音音 拉到了黄金中期 至于七离 他有狐狸实罪的技能 还有系统不定时 可能奖励的兽灵 自然不需要零和来突破等级 尹真没有因为在秘境 碰到钻石级双一封飘龙而害怕 星期五一放学 他就去交易中心 卖了之前买的护服 用600万一枚的价格 重新买了两枚 可以抵抗钻石级 一生兽一击的护服 准备继续去秘境 晚上 七离再次等尹真睡着 拜月搓手手 先启动法眼观测未来 虽然系统这个彩票主任 能控制奖励物品 但狐狸的好奇心 还是驱使七离 想看看奖石里有什么 于是 第一次签到 系统奖励了百年寿灵 第二次签到 系统奖励了七天神像 第三次 第十次签到 系统奖励了 杏仁豆腐星号100 在隔壁50米某个人的咒骂声中 灵灯枯竭的七离 才在满足好奇心后 正式签到 系统 出来了 我要签到 我抽那西达歪了莫娜 你再看未来也没用 第85章 你看我像人还是像仙 本周签到已完成 恭喜获得百年寿灵 下一次签到时间为168小时后 咦 你这个彩票主任 怎么给好东西了 还不是看你差点嘎了 好了 别打扰我甘原石 哼 系统还要甘原石 真训啊 七离勾了勾狐狸嘴 对了 系统刚才奖励了啥 忽然一股热流 凭空灌入内单 很难活 很舒服 七离情不自禁地 身影一声 三条被收起来的尾巴 同时伸出 一条新的粉色尾巴 开始从屁股后面 慢慢长出 很快就与其他 四条尾巴一样长短 变化来得慢 去得慢 七离忍受着 突破带来的愉悦感 不去发出声音 潮醒影针 也许是十分钟 也许是一个小时 这种愉悦感 才渐渐消退 同时 七离也感受了新的知识 比如化为人形 可以收起尾巴 比如觉醒了八重神子的大招 感受着体内 开始充盈的灵能 七离很想熬一嗓子 双一风飘龙 哼 下次再遇到 定叫他们有来无回 七离膨胀了 姓名 七离 种族 狐狸 星级 六星 属性 雷 等级 薄金初七 技能 狐狸实罪 吞噬怀有恶意的灵魂 熔炼成可以操控的狐狸 狂雷击 凝聚雷霆 形成可以击中目标后 会爆炸的雷球 骤镜 杀声音 灵魂灵结成 覆盖半径400米的非阴影雷阵 引下神雷攻击阵内的敌人 腾云驾雾 千里眼 凝聚雷能增强视野距离 搭配狐狸之窗 可以看穿伪装 狐狸之窗 就是八重身子捏的手势 无名指 中指 大拇指向前挤压 小拇指和食指上翘 形成狐狸的头 霓虹传说中 可以透过狐狸的眼睛看到妖怪 此处为二射 不要较真 屈极避凶 可感应800米范围内的善恶灵魂 大秘法 天狐显真 显露天狐之身 引动天雷 化为天狐之雷攻击敌人 浮旋牌法眼 注入灵能 可观测20分钟内的未来 与设想中的一样 晋级搏晶级后 果然觉醒了八重神子的大招 而且各个能力都得到了增强 嗯 心急居然也加了 妻里的耳朵抖了抖 看向床上熟睡的引针 心里突然起了坏主意 于是 额头的法眼再次亮起 随着观测结束 妻里微笑着咧着胡嘴 好吗 观测时间也延长了 居然能观测到20分钟以后了 隔壁摸清妻里完时间规律 正躺到浴缸里 玩着小黄鸭 哼着歌的金铃铃 还在得意地笑着 就知道 你今天要玩时间 还好老娘早就准备 晚点再洗澡 将一只小黄鸭按到水里 等它上浮后 又按到水里 金铃铃玩得不亦乐乎 看到小黄鸭钻到自己的胸口 它的表情末地一正 这场景 好熟悉 为什么他感觉小黄鸭 已经数次钻到胸口了 这不对劲 房间里 妻里收起所有尾巴 变成小狐狸的模样 走到尹真的枕头边 人立而起 两只爪子 不停推尹尹的脑袋 尹真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看小狐狸在推它 揉了揉眼睛 小黎啊 怎么了 小珍珍 你看我是像人啊 还是像仙啊 凄厉动作不变 活像讨风的黄大仙 可惜这个世界 并没有黄大仙讨风的传说 尹真只是愣愣 过了会儿才反应过来 虽然你会说话 有时候做事都挺像人的 但你这样子 就是狐狸啊 你不懂 我晋级了 可以变成人形了 哈 尹真瞬间精神了 一下子坐了起来 将凄厉抱起 放在两腿间 你晋级了 还能变成人 嗯 我们狐狸 晋级天狐 就能变成人哦 七里挺直腰板 双手插腰 一板一眼地 按着观测的未来说着 不过 在变成人之前 一定要人说出 希望我们天狐 要变成什么形象 真的 尹真虽然有点不幸 不过这个世界 光怪陆奇的事情太多了 就说长相普通 还很萌的七里 十里碾压几乎所有 同级的一生兽 由不得他不信七里的话 七里微笑点头 在未来 他已经看到 尹真让他 变成什么样子了 尹真想了想 认真的说道 那我希望你变成 我们合体时的模样 听王叔和云一说 我们合体时的样貌 几乎是全世界 最漂亮的女生 如你所愿 七里憋住笑 开始展露 自己人形的身姿 粉色的头发 紫色的狐狸眼 又美又美的脸庞 只是一瞬间 七里便化为人形 趴在尹真的身上 尹真第一次完整地 看到这具身体 整个人都愣住了 小离 你好漂亮 哦 那你可别喜欢上我 会被降下审罚的 七里的声音 慵懒又有雌性 搭配媚艳的脸 还有那两只粉色的耳朵 哪怕尹真这个女孩子 都瞬间试了神 不过 尹真转眼想到一个问题 那你还能变回狐狸吗 七里从尹真身上起开 跪坐在床上 当然能 怎么 舍不得我这个暖手宝了 尹真剑被揭穿心事 脸一红 白手道 不是了 主要我们去哪都要登记 我怕你 没有身份证 会被官方为难 这一夜 尹真很兴奋 拉着七里聊到半夜 这一夜 金灵灵很麻 因为她发现某只狐狸 玩弄未来的时间更长了 第二天一早 尹真兴奋地 拉着人形的 七里给云仪看 而早就知道一切的云仪 只能努力配合着表演 啊 那这太好了 小离变成人的话 以后就能在你上学的时候 自己出门了 你也不用担心她一个人 在家会闷 说着一边称赞七里漂亮 一边还围着七里 打量了一拳 自然也发现 七里人形的外貌没变 但以前 会露出来的尾巴 全没了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然我真怕 哪天小离弯电脑 把眼睛给玩尽事了 尹真疯狂地点头 七里翻了个白眼 自己又没网影 这个世界的网络 要么是新闻 要么是一生受攻略 要么只剩 自己钟情的漫画和小说 连最基本的挖地雷都没有 云一微笑 故意挑逝 说到电脑 小珍 那个画你漫画的人 找到了没 尹真摇了摇头 微微叹气 没有 不过苏秦告诉我 最近那个人不画我了 开始转画柳思嫣 哼 如果被我发现是谁 我肯定不饶过她 云一瞥了眼眯着眼的七里 心里顿时有了猜测 之前就怀疑 是七里一直在画尹真 从漫画更新的规律 还有对尹真的熟悉程度 几乎可以做实话漫画的作者 一定是 早早就能变成人的七里 只是没有证据 原本她还好奇七里 为什么不告诉尹真 她早就能变成人 现在一听七里不画尹真 改画 一直和尹真不对付的学生 她立马猜到了原因 史前资料说狐狸 都是狡猾的坏蛋 果然还是很有道理的 这一手祸水东流 七里这只狐狸玩得溜啊 第86章 超微蓝猫般的尹真 云一丝毫没有揭穿 七里的想法 转开话题 问尹真 那你今天 还和小黎去秘境吗 当然 小黎都不惊急了 我也得努力才是 尹真卖力地点头 云一抚摸了一下尹真的头 不惊急了呀 都快赶上我了 好 那我给你们做早餐 你们早餐想吃什么 随意 随意 尹真和七里同时应道 就很有默契 云一笑了一声 好 那我热一下小黎的团子牛奶 再做一份香煎昆鸡蛋 然后再热一份之前的黑潮蟹 蟹黄汤包 说完 转身从冰箱拿着食材 走进厨房 隐真则和七里坐在餐桌上 大眼瞪着小眼 隐真一副还在做梦的样子 他怎么猜也猜不到 七里会变成人 虽然也有一生兽 变成人的先例 但契约灵能变成活生生的人的 这还是头一回听说 不真实的 就仿佛还在梦里一样 七里被看得有点不自在 虽然这几个月 心里已经接受了 自己变男娘 不对 变成狐娘 但总归来 讲灵魂里还是一个死宅 忍不住开口 这么看我干嘛 我在想 你为什么变身时 不把胸变小一点 七里 八重绳子 六五C的胸是得罪你了吗 对了 小黎 小黎 为什么你的衣服好复杂 你为什么要穿白色的蕾丝短裤 不会不舒服吗 你给我的衣服 也是这样 我就觉得 穿着有点不方便 战斗的时候 经常感觉 会卷到一起 你的背路那么多 会不会冷啊 还有头饰 战斗的时候 会不会很容易掉 等待云衣早饭的时间 尹真就像超微蓝猫一样 不停问着问题 嘴巴几乎没有停下过 至于这些问题 七里有的知道 比如蕾丝短裤 几乎是原神女角色标配 至于原因 还不是怕青少年 没事在游戏里 把视角调到 女角色的裙子下面 有的他也不知道 只能等哪天 有机会能回地球 从米忽悠总部里 把设计八重绳子的策划 抓出来问一下 很快 就在尹真和七里的 一问一答中 云衣端上了 热气腾腾的早餐 尹真夹着汤包 嘴巴不停 对汤包吹着气 忽然想到了什么 对了 我一会 还得去银行一趟 云衣将三瓶团子 牛奶一人一瓶分吼 也拉开椅子 坐到座位上 边拿起筷子边问 去银行干嘛 我的银行卡里 总是会莫名其妙的 多几百万 我怀疑银行搞错了 毕竟数目不少 为了避免麻烦 我觉得还是问一下比较好 尹真道 七里裸露的背上 顿时寒毛直竖 论在座的三个 没有人比七里更清楚 尹真卡里多的钱 是哪来的 那可是自己 每日不辞辛苦 努力画画赚来的钱 如果尹真去银行一查 那么自己这个漫画作者的 马甲就要掉了 而且无数次观测的未来 也会出现 七里额头 掩藏在刘海里的法眼 突然亮起 然后熄灭 我觉得没必要查 我之前就和你说过 银行都有钱款离贵 代不负责的规矩 他们把钱打到你卡上 这是他们的责任 又不关你事 如果他们发现了 那就把钱给他们就是 反正你卡里 现在钱多 七里一本盗着 虽然这样有 带坏小孩子的嫌疑 但是为了不让自己掉马甲 只能先稳住尹真 而云怡果然如观测中那样 严虞地瞥了眼七里 事实帮腔 小黎说的有道理 银行知道错账 会直接把钱 从你卡上划走 你不用担心 尹真想了想 觉得七里和云怡讲的对 点头后没有再提取银行的事 开始损息汤包里的泄黄汤汁 七里松了口气 奶奶的 他也不是没想过自己办一张银行卡 但是这个世界的华国 每个人 每张身份证 只能办一张卡 想要办银行卡 那就必须有身份证 而身份证这玩意 为了准确的人口信息 官方在每个刚出生的孩子 还在医院时就办了 根本没有补办的途径 所以 他只能当一个黑户 这也是他明明早就化行了 却没怎么出去逛的原因 实在是宁城 几乎哪哪都要身份证登记 就很头疼 虽然尹真迟早知道自己有马甲 都知道长痛不如短痛 但七里还是准备 能拖一时拖一时 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个他有拖延症 比如空间里的垃圾堆 两个他不想被无想的拖鞋抽屁股 吃完饭 七里又变成了小狐狸的模样 没办法 狐狸的时候 还能心安理得地摸鱼 但变成人后 总觉得自己像客人 看着云仪和尹真收拾碗筷 总有点不自在 其实这倒是七里想多了 不说将她当成最好朋友的尹真 就说云仪 在云仪的心里 七里是祥瑞 是能给家里带来好运的吉祥物 虽然这个吉祥物 有那么一点不正经 老是喜欢画不正经的漫画 但别说让七里干活 七里就算吃完早饭 在沙发上抠脚丫 他都不会在意 等尹真和云仪收拾完 两人一壶 再次踏上秘境的旅程 对楼的精灵灵 停止了对某只狐狸的吐槽 叹了口气 默默地跟上 这一次尹真去的 还是满是冰雪的 宁丁一号秘境 官方没有对民众掩藏事实 不光曝光了秘境中 出现双一封飘龙 还将陈涛遇到 法兰西六黑一白 这种惹人遐想的 御寿师组合 以及后续倾缴了 双一封飘龙的事 全部都报道了出来 虽然边境墙还未修复 但法兰西方面 为了在秘境 与华国建立 暂时的商业通道 主动包揽了 边境墙房屋问题 派出数百名 六级御寿师 防止法兰西秘境 一生兽 跨越边境 这很欧连 第二次来到 宁丁一号的住房基地 这里和上一次来 可以说是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基地里运输车 络绎不绝地进出着 无数工人正将运输车上 卸下的物资 装到改装后的 雪地运输车上 然后雪地运输车 直接驶入空间门 也有雪地运输车 带着满满的物资 从空间门驶出 卸下法兰西产的物资 一个军事基地 赫然变成了物流中心 尹真登记完 并没有多留意这些 他的时间就是金钱 现在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争取早日 晋级五级预售师 第87章 天湖显真的威力 秘境里 尹真和少岗里 打招呼的礼籍 之前尹真报告的士兵 点了点头 然后往西南方向走去 现在东北方向 除了运输车 就是护送的装甲车 别说一声瘦了 就连小动物都没有 今日秘境的天公作美 虽然天上没太阳 但也没有下暴风雪 天上只是飘着 零星半点的雪花 尹真先召唤出 弱陀龙王开路 兰兰和音音随行四周 怀里抱着七里 路上婉拒了几个 想和他组队的御寿师 一刻不停地走着 走了约两个小时 尹真准备休息一下 将七里从背包里放了出来 小黎 你真的不要变成人形吗 七里抬腿倒了倒下吧 不要 有你背着 我何必自己走路 你呀 你 都和龙龙一样了 龙龙是想待在 契约空间不出来 你是不想动 灭了眼还在顺毛的七里 累了 毁灭吧 你不是有新技能了吗 要不要试试 走远点再试 大秘法 天狐显真的威力七里 自然要试一下的 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不殆 只有知道了大秘法 天狐显真的施法时间 具体威力 才能决定 在什么场景下使用 休息了一会儿 七里继续团在影真的怀里 一路感知全开 遇到异生兽了 就指挥狐灵冲过去自爆 然后吸纳异生兽的灵魂 转化为新的薄金级狐灵 花了一天的时间 七里的灵能空了补 补了空 总算在进入秘境的第二天中午 才重新组成15只薄金级的狐灵大军 看着各个个头堪比大象的狐灵 七里的内心无比愉悦 狐狸战斗的方式 可不只有挥爪子肉搏 高端的狐狸 哪怕战斗时也会保持优雅 能让手下解决的 就绝不亲自动手 嗯 为什么自己会这么想 七里有点摸不着头脑 不过事实也是这样 现在800米内 敢对他和尹真露出恶意 15只狐灵直接一拥而上 不到10秒 就有灵魂被七里用狐灵识醉牵到嘴里 然后消化为灵能 当然 如果距离超过狐灵识醉吞噬的100米范围 七里也懒得跑过去吸灵魂 狐灵好啊 简直就是废物养成妾 一路上 就连尹真也有这种感觉 别人眼里九死一生的秘境探索 到他这 就跟郊游一样 他能干的是 只有分解狐灵拖回来的一生兽尸体 说他是御寿师 不如说是保姆 走到一个山头 尹真刚准备再休息一下 突然想到了什么 拽起七里命运的脖梗 对了 小黎 把你空间的垃圾清理一下 嗯 好的 经过尹真的提醒 七里才想起空间里的垃圾小山 站到雪地上 在山头西北的位置 找了个陡坡 右边耳朵一抖 空间里的垃圾山顿时喷涌而出 团子牛奶的瓶子 金丝虾球 和油豆腐的盘子 画漫画石 无聊刻的瓜子壳 各种灵果的果核 果叶 看着不停滚下雪山的垃圾 尤其看到那一大团的瓜子壳 换个人不停磕 都得磕一个月 尹真的嘴角直抽抽 好家伙 平时没见过小黎磕过瓜子 现在到处来的 很明显 是他不在家的时候 小黎磕的 不对 狐狸可以磕瓜子 尹真眯起眼睛 微微瞥了眼 还在倒垃圾的七里 七里已经将空间里的垃圾山清理完毕 将残余80立方米的空间 重新恢复到100立方 忽然 七里感受到一股危险的气息 急忙感应了一下 却发现 危险来自身后 而她的身后 只有尹真 猛逼地转过身子 歪了歪头 怎么了 尹真深吸了几口气 平复了一下起伏的荷包蛋 小黎 你不会骗我的对吧 七里听尹真这么问 顿时感觉有点不对劲 难道垃圾堆里 尹真发现了什么 于是 七里决定 先用好话 稳定住尹真的情绪 眯起狐狸眼睛 露出微笑 那是当然 我骗你干什么 不说我是你的契约灵 抛开这层联系 我们也是好朋友 你怎么这么问 尹真认真的看着七里 发现并不能在狐狸脸上 看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一时也不知道 自己的猜测对不对 虚了口气 尹真摇摇头 没什么 这附近应该没什么人了 你可以试试你的新技能 嗯 七里也松了口气 虽然不知道尹真发现了什么 但至少现在 自己还是安全的 不用接受无想的拖鞋 变为人形 七里又感应了下四周 确认没人后 活动了下四肢 面向对着垃圾的山谷 那我开始了 嗯嗯 七里吸了口气 根据脑海的技能使用方法 双唇倾涂 大秘法 天虎显真 最后一个字说完 七里的身后 浮现五条收起来的狐狸尾巴 根根像天线一样直指苍穹 体内的灵能 也像流水一样 顺着尾巴送到天上 七里的眼睛 也从紫色变成金色 一时之间周围八百米 所有的东西都无处遁形 出的灵能仿佛只是一个牵头 飞到空中后 瞬间搅出一团乌云 天地瞬间一片漆黑 宛如突然黑夜了一般 隐真 骆驼龙王等同时抬起头 头顶上 有比七里释放骤镜 杀声音更恐怖的灵能汇聚 七里金色的双眼 对准山谷里的垃圾堆 雷光凄美啊 语音未落 一到三米粗的紫色雷光 宛如游走的巨龙 携带着恐怖的威能 从天而降 瞬间击中山谷的垃圾 轰隆 雷电落下 山谷直接被炸出一个六十米的大坑 无数碎石 冰块 洞土 被炸到四周的山上 巨大的震动 直接引起周边数座雪山 发生雪崩 然后在隐真以为结束了的时候 又是一道雷劈下 一共三道雷 峡谷里 别说七里扔下的垃圾 就连堆积的白雪 都消失无踪 只剩三个漆黑的深坑 七里松了口气 这技能 很强 不愧是八重绳子的大招 就是耗能高了点 只是一次释放 他的灵能直接少了一半 呼 释放时间最短 也要十秒 耗费了我一半的灵能 不过威力还可以 隐真看着山谷焦黑的洞土 吞咽了下口水 小黎 你好强啊 七里在隐真的额尖点了一下 小家伙 现在不是强不强的事情了 我觉得 我们可以跑了 第88章 演员 这次秘境之行的目的已经达成 不光测试了技能 还又收获了54颗黄金及灵盒 尹真也吸收了不少秘境气息 只是离四级中期还差一点 不过以后 机会还多的是 他也不急这一时 七里直接掏出狐狸牌吊栏 现在的吊栏 已经不需要15只狐狸一起抬了 当然 他们的体型想一起抬 也抬不了 由着四只狐狸 一只抓一边的横杆 在尹真将不情不愿的 弱陀龙王收起来 坐进吊栏后 狐狸们立马起飞 向着空间门飞去 一路上 尹真和变回狐狸的七里 都在讨论着大秘法 天狐显真以后的用法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 七里的技能 无论是骤镜 杀生鹰 还是大秘法 天狐显真 都需要借助天地之威 也就是说 在山洞这种地形里 很难施展得开 其次就是施法前摇 骤镜 杀生鹰 需要15秒左右的布阵时间 大秘法 天狐显真需要10秒 这期间肯定需要队友掩护 不过这在以前还算问题 但是在有了弱陀龙王过后 自然已经不算问题了 大不了 七里站到弱陀龙王的肚子下面 进行蓄力 这叫什么 这叫狐假龙威 强无敌 就在一人一壶开开心心地回家后 宁城的秘境调查局 可谓忙碌不堪 先是宁丁一号秘境中 那绝对不是四级御寿师 和黄金契约灵能 搞出来的战斗痕迹 再就是御寿师汇报的天地异象 以及紫色雷霆 宁丁一号不比其他秘境 等他们到雷迹的峡谷时 地上除了挨挨白雪 就只有三个渣都没有的坑洞 唐眉马看着手下 递上来的秘境出入资料 详细地看了一遍 最终写下一个名单递给手下 我要他们的所有资料 很快 手下就将几人的资料 递到唐眉马的面前 资料中 不光有那些人的生平 背景 还有契约灵的资料 唐眉马看着看着 最终指尖 在一个女生的资料旁 不停扣动 太巧了 宁与七号有她 宁与一号有她 双一封飘龙的发现者是她 可是引真的资料她看过十几遍 其本人算是个天赋优秀的预售师 但运气不好 觉醒一世上 召唤了灵星 普通狐狸契约灵 第二只契约灵 是X星的子雷蝙蝠 第三只因为自带隐身 差点没被发现 后来发现有群体治疗能力 主动登记前往魔都参加救援 被官方暂定 命名为X星隐身治疗灵 第四只是X星土系龙龟 不对劲 除了觉醒一世上的普通狐狸 怎么全是X星 未被召唤过的契约灵 唐美马眉头瞬间皱了起来 拿起尹真父母的资料 看到最后一行 唐美马的眼瞳瞬间放大 去 去宁城中心查一下 尹真的第一只契约灵 我要知道 尹真觉醒一世的所有过程 因为预售师进行召唤一世时 爆发的强光 会损坏摄像机的感光元件 所以 无论哪边 都不会直接记录 预售师的召唤场景 而是用最简单的文字记载 又过去一段时间 一个手下 捧着从宁城中学复制来的档案 回报 尹真同学觉醒时 觉醒球与召唤阵同时出现紫色强光 中间伴随紫色电流 并伴有雷鸣 过程持续两分钟 经觉醒球显示 尹真为SS级预售师 第一只契约灵 为灵星普通粉色狐狸 唐美马听完 愤怒的一拍桌子 桌子上的慈悲 都被震到半米高 然后摔落办公桌上 放屁 普通狐狸契约灵 只有白色 红色 灰色 哪来的粉色 而且 他们的普通狐狸契约灵 被召唤时有这场景 宁城中学的老师 是不是各个昏了头 唐美马的脸部肌肉抽搐着 不是因为宁城中学的错误记录 而是因为 他有一种被戏耍的感觉 虽然还有很多疑问 但此时的他无比确定 尹真的狐狸契约灵 绝对有问题 事业 金灵灵如往常一样 拿起望远镜 准备看看对面的狐狸 和尹真打情骂操 忽然手机响了起来 看了眼号码 金灵灵接起电话 王老 什么事 手机里传来王老 虽老但有劲的声音 灵灵 我收到消息 东部调查局的人 突然开始调查引针 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调查引针 我不知道啊 他不就是汇报了 双一封飘龙吗 不像 他们在收集所有狐狸契约灵 和易生兽的资料 算了 我直接出面吧 明面的我来挡着 按理 你也要更加注意 你也可以抽空 和那只小狐狸谈谈 这狐狸脑瓜子聪明得很 虽然不知道未来在哪一年 但是在我还能动的二十年里 我会证明我虽年迈 见识犹风 我知道了 你也要保重自己 听你的声音还有点喘 没办法 明世龙的死亡射线里 蕴含了毒素 这种毒 只能靠身体慢慢顶 慢慢恢复 聊了一会儿 金灵灵挂断电话 看着对面正在玩 推推乐的一人一胡 叹了口气 人类岁月静好 那是有人在负重前行啊 房间里 引针带着小抱负 正挠着凄厉的肚皮 墨地心有所感 抬头看向窗外 一直挣扎的七离 看引针停下了 松了口气 压再不松手 自己就忍不住要咬人了 怎么了 引针收回视线 摇了摇头 没什么 对了小离 我最近在学校午餐休息的时候 和苏晴一起看漫画 发现一部漫画挺好看的 什么漫画 七离坐了起来 绍服奄奄 这个漫画的作者 之前几部的主角和我很像 要不是苏晴告诉我 我都不知道 我要知道作者是谁 我肯定要拽起她 要拿拖鞋抽她的屁股 引针一脸愤愤地说道 身上的杀气 仿佛作者在眼前 她真的会抽作者一样 七离努力控制着表情 想着前世被领导压榨的事 愤慨地附和道 你说 少女阿珍 运输车之狼 那些漫画的作者吗 那是要抽她 居然把主角画得那么像你 我给这些漫画 都打了差评的 也就是 我不知道作者是谁 不然我非得让狐灵去垫她 引针瞥了眼 挥舞着爪子 仿佛真要对作者 怎么样的七离 嘴角疯狂抽搐 不过该配合的表演 她还是要配合的 虽然我很生气 不过可能是巧合吧 只是碰巧话的主角像我 如果这个作者多话一点 以奄奄为主角的漫画 那就好了 说起来 我有个同学叫柳四燕 对了 你还没见过她 书柜里我普通般的毕业照 第一排证书第三个 就是柳四燕 就是她一直和我不对付 说着 引针抱起七离下床 走到书柜前 只向照片上一个金色长发的 靓丽少女 第89章 金灵亮 照片中 其他学生都侧过身子挤在一起 脸上带着青春的笑意 看向镜头 就并排站一起的 引针和柳四燕两人 没有像其他学生一样看镜头 而是眼睛彼此斜视着对方 脸上的嫌弃 隔着照片都能看出来 现在听引针说 这金发女孩 就是和她不对付的柳四燕 气力很懂得点点头 以后就画柳四燕了 画个屁啊 引针就是把自己当傻子吧 刚刚气力就知道 引针怀疑自己被地里画漫画了 现在把柳四燕指给自己认识 回头她在漫画书上看到 柳四燕同款角色 只要她不是二傻子 无数次观测到的未来都会发生 气力用尾巴揉了揉屁股 未来的引针 下手可是真的很 拖鞋也是 真的结实 不过 气力瞇了瞇眼 引针的司马昭之心 也太明显了 哼 居然想用这么幼稚的招数 勾引本狐狸上钩 真当本狐狸福尔摩斯探案集 和侠盗亚森罗宾 是白看的 次日 引针去学校上学 云仪还没从秘境回来 因为星期六的时候 云仪就说过 她这一趟 会和朋友在秘境待一个星期左右 所以 引针和七里不是太担心 现在家里只剩七里一个人 天高任愉悦 加阔狐狸也 于是在引针走后 七里就变成人形 坐在椅子上翘着腿 一边磕着瓜子 一边开始在绘画板上画画 咔嚓 咔嚓 没多久 书桌上的纸盒里 就堆了小一半的瓜子壳 白杰 阿布 奄奄又一次遇到了小冬 七里雪白的手指握着绘画笔 无比娴熟地 在绘画板上写下配语 口中嘀咕着同意的话 忽然 她就感觉衣领被人抓住 下一刻 她的视角就变了 阿类 七里看着熟悉的小区 但与前一秒不相同的环境 现在在楼顶的天台上 立马警惕地转身 同时伸出尾巴 将15只狐狸 全部从尾巴上甩了出来 背后是一个女人 长得很漂亮 脸上 画着精致的妆容 头发盘成一团 由发网包成丸子头 一身黑色的蕾丝裙 搭上脖梗 手上一看 就价值不菲的首饰 显得就很贵妇 而女人的身旁 还站着一只黄色的 类人形契约灵 通体黄色 头有点像狐狸 从脖子到胸部 有着褐色的 类似皮革的皮肤 手和脚上 都只有三根指头 还有一根长长的尾巴 就像没画形 成功的狐狸 妻里没有说话 只是让狐狸们 飞在四周 她的感应里 并没有出现女人的灵魂 就像魔度的王老 和之前那个 给引真灵合的女人一样 不过她隐隐有了猜测 金灵灵 只是淡淡地看向妻里 这是她第一次 正面看妻里的人形 如果让她评价妻里 那么她的评价 就是 很漂亮 但十分欠收拾 风吹过天台 戴起两个额前的头发 金灵灵看到了 妻里额间散发紫光的法眼 刚开口说话 你不问问 我为什么抓你上来 墨地 金灵灵的表情一愣 为什么自己感觉 说了好多次这句话 随即反应了过来 你看了未来 妻里点点头 松了口气 她已经知道 金灵灵拉她上来的目的了 我说 你想说的话 为什么不和小真谈 而是找我这个 柔弱无力的小狐狸 金灵灵忍住 抽气力一顿的冲动 只是冷笑一声 你说呢 未来的我 虽然已经和你说过很多遍 但我还是再说一下 你和那个小真 现在不需要再担忧 你的特殊之处 你们只管正常成长就行 我和王老慧 一直保护你们 这句话 未来的金灵灵的却说过 妻里也知道女人的身份 正是电视上播报过 牺牲在霓虹的金灵灵国著 饭桌上王和说过 金灵灵有一个会传送的契约灵 当时还好奇 金灵灵怎么会死来着 现在知道了 如果说 有什么契约灵 最适合保护一个人 那么会传送技能的契约灵 最适合不过 一个契约灵防御再强 总有被突破防御的时候 而有传送技能就不一样了 如果遇到危险 直接就能跑路 就像自己突然被抓到天台一样 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难怪他最近总感觉被人盯着 却又发现不了 一个九级预售师 他到哪敢应去 我和小真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居然能让你这个国著 假死来保护我们 金灵灵发了个白眼 双手还凶 未来的我都没说 你觉得现在的我会告诉你吗 臭狐狸 你旁边这个契约灵 也是狐狸 契约灵说着 指了指黄色的契约灵 金灵灵被噎了一下 嘴里不停嘀咕着 品种不一样 样子不一样 什么的 随即反应过来 他自己居然被契约绕进去了 于是哼了一声 狡猾 反正话我已经说了 你和尹真以后 只管发育就好 见金灵灵准备离开 契约忽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我能知道小珍父母去世的真正原因吗 金灵灵微微猝眉 犹豫了一下 这倒也没什么不能说的 不过说来话长就是了 十二年前 西北的沙漠中 突然出现一个彩色秘境 不知道哪来的谣言 说里面有一种金石 可以帮助御寿师 召唤超越五星的六星契约灵 但是那种金石 被一群神话级龙形一生授手着 这种谣言本来没有人信的 但是有人信了 还是时任国住院院长 唐满梅的儿子唐章为信了 他调集了大批八级御寿师和另外五个国住 进入那个秘境 其中包括了尹真的父母 最终结果是 唐满梅和其他国住 带着八级御寿师 几乎全部牺牲在那个秘境 只有唐章为和寥寥树人逃了出来 后来唐章为的父亲 唐满梅为了阻止秘境中的龙群跑出来 也死在了秘境空间门 原来如此 切离摸着下巴 金灵灵的话没有问题 与尹真知道的一样 但是其中的细节明显有问题 比如说 这么多人还包括了几个国住 真的就这么简单的 为了一个谣言 进入危险度极高的秘境 比如说 那种金石是否真的存在 现在七里肯定的是 六星级七月灵的确存在 它和若驼龙王就是六星级 那么 尹真能招到自己 是否与这个金石有关 不行了 脑子又痒了 第九十章 寿命问题 好了 我的话说完了 你能不能变回狐猎 金灵灵说了一连串的话 感觉有点口渴 就从空间戒指里 掏出一把僵果 一颗一颗塞到嘴里扒击着 七里歪了歪头 干嘛 金灵灵吐出僵果的果盒 我想抽你一顿 但你人形态还挺漂亮的 我下不去手 七里 合着你是外貌协会的呗 那更不能变狐狸了 摊开手 为什么 我没得罪过你吧 金灵灵灭了他一眼 哼了一声 道 你知不知道你玩时间的时候 我也能感觉得到 妈的 你知道我每次都重复做一件事 有多头疼吗 七里懂了 原来自己观测时间的时候 金灵灵也能感觉得到 瞬间挠补了一下 金灵灵奖励他自己的时候 自己观测未来 嗯 这个狐狸真不能变了 变了会被打喜的 于是七里爽快地摆烂了 不变 若要动手 你就动吧 反正现在我打不过你 金灵灵看七里双眼一臂 一副你要打就打吧的样子 也不经无语 这狐狸 就不能反抗一下 哪怕说一句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自己都能上去抽一下他屁股 结果居然摆烂了 又哼了一声 金灵灵让凯西 黄色狐狸人形契约灵 带着他回到自己房间 七里原地等了一会儿 才睁开眼睛 看到对面真的走了 才得以地眯起眼睛 果然啊 没人能对智慧与美貌并存的 自己动手啊 除了影真 那丫头不管自己是狐狸还是人形 知道漫画是自己画的后 都会抄起拖鞋抽屁股 是真的很 那么现在怎么下楼是问题 通往天台的门是锁着的 而人形的自己 又不会飞 如果变成狐狸 那个会瞬间移动的金灵灵 肯定不会放过一瞬间的机会 但是七里是谁啊 收起其他狐狸 再直接抓住一个狐狸的爪杂 然后操控狐狸 飞到卧室的窗户旁 再从窗户里钻了进去 顺势收起狐狸 整个动作就很丝滑 丝滑到对面 随时准备瞬移的金灵灵气地剁了剁脚 直到晚上影真回家 七里都没变狐狸 七里根据美剧第一定理 但凡有隐瞒 必定会出事的原则 没有对影真有所隐瞒 将他们有国助暗中保护的事说了一下 不过影真父母的事并没有说 毕竟里面一点还有很多 现在影真知道了也没用 对此影真也很震惊 但更多的是疑惑 金灵灵国助假死过来保护我们 我们有什么特殊吗 七里变回狐狸 甩了甩身后的五条尾巴 还不够特殊吗 七里知道的很多 虽然金灵灵没有明说 但她知道 金灵灵过来 肯定是现任国助院院长王正邦的事宜 而她与王正邦国助 在魔都有过一面之缘 很明显 说王正邦是不是看出了自己部分跟脚 不过这是个好事 从此 自己和影真并不需要藏着掖着 在秘境和人前 可以直接展示自己充足的灵能 一生兽 定叫他们有来无回 影真也反应了过来 不算音音 隆隆和兰兰 小黎的特殊之处太多了 光就是能与人言语交流这一点 其他契约灵从来没有这个功能 更何况小黎的实力 这也是影真一直担忧的一点 既然现在不用藏了 那么两个月后的毕业大笔 影真的嘴角 向上扬了起来 柳四烟 嘿嘿嘿 影真一把将七离抱在怀里 抚摸的同时 嘴角露出阴险的笑容 至于七离 仰头看着的同时 不禁背后毛发炸弃 这两人多大的仇 多大的恨了 一个出重金 让自己画影真的漫画 另一个 则想着 怎么给对方教训 是自己看不懂学生了 还是看不懂女孩子 晚上 七离睡觉的时候 王影真已经变成双层肩胆的胸部 又贴了贴 生怕醒来时 看到自己 被人提着尾巴 同时还有一只拖鞋 又是一次签到日 七离这次没有调皮地 用法眼观测讲时 毕竟对楼那个九级预售师 可一直盯着自己 想随时给自己来一下子呢 没有去做拜月的迷信姿势 而是老老实实地 缩在影真怀里 七离开始了签到 童子姐 签到了 本周签到已完成 恭喜获得百年寿灵 下一次签到时间为 168小时后 哎呀 我去 这么快 七离听到获得了百年寿灵 刚激动 却发现自己身体啥动静都没有 童子姐 我怎么没多一条尾巴呀 你不会把我奖励给魅了吧 你是狐狸吗 五尾狐以上 每千年才能多一条尾巴 你好好加油吧 游戏中 坎瑞亚战争前 雷电针还在的时候 绳子还不能化形 但五百年后 就有了五条尾巴 而某个岛国的神话中 寿命一千年以上的四尾狐叫天狐 寿命超过三千岁的叫空狐 空狐可以随意使用神力 空狐没有尾巴 能以人的形态出现 不过 耳朵是狐狸耳朵 后面就是九尾狐 往后绳子的尾巴 全部采取二射 不要较真 七离 好吗 这是变形的 压制自己快速增长的尾巴 也就是说 他还得抽中九次百年寿灵的奖励 才能六尾 就算次次都抽中百年寿灵 那也要等两个多月 但七离想到了一个存在很久的问题 等等 童子姐 我抽到百年寿灵 是不是代表我以后少活一百岁 等你到九尾狐了 以后每千年多一条尾巴 而你们狐狸 只要五尾以上 每一条尾巴 就能增加两千年寿命 你还缺寿命 果然 狐狸都是怕死的 Soga 七离满意的点点头 虽然很多人都说 永生是一件痛苦的事 但是又有几个人永生呢 就像修女与鱼 修女怎么知道 鱼被人那么弄以后 是不是快乐的 反正七离很想永生 哪怕只是每天 趴着晒晒太阳 看谈小说 再钓钓鱼 日子总不会太无聊 第九十一章 再遇霜一风飘龙 抛开这层想法 七离又团到尹真的怀里 某个偷窥狂看了下时间 很好 那只坏狐狸 这次没完时间 不过今天那只狐狸 为什么不拜月了 奇怪 金玲玲带着疑惑 让子殿又帮忙站岗盯着后 就放心地进入了浴室 次日 尹真抱着七离 坐上了前往城门的公交车 同行的乘客虽然奇怪 尹真为什么抱着 只可爱的狐狸契约灵 但并没有多问 只是纷纷投来好奇 与打量的眼神 尹真坦然地接受了这些眼神 他知道 时间会证明 七离不是随处可见的 灵星普通狐狸 而是那么的独一无二 反正现在身后 有两个国助注视着 安全感从未有过的足 事实也是这样 在唐美玛在怀疑尹真 刚准备带人上门邀请 尹真去调查局时 就接到了国助院 和他父亲唐章维 发来的消息 以后尹真相关的事宜 虽然心有不甘 但命令是王正邦国助 亲自签发的 纵使唐美玛在想调查尹真 除了亲信能私下帮他 官方的所有力量 他都再也无权调动 只能信心作罢 不过王正邦国助的这番作为 也加深了唐美玛的怀疑 难道当初 那个传言是真的 并且有人将那颗 能召唤六星契约灵的金石 给带出来了 宁丁一号基地 秘境与法兰西 秘境接壤的边境墙 已经在三天前自动修复 官方也停止了 与法兰西的贸易活动 整个住房基地 又恢复了冷清 这次尹真决定往东北方向走 想要看看 当初那个 遇到双一风飘龙的洞穴 之所以想去看看 一个是因为 那边因为官方和法兰西那边 已经将那边倾角过 比较安全 另一个是他想故地重游一下 嗯 他不是为了多知寒美 绝对不是 一路上 依旧是若驼龙王开路 兰兰和音音随行左右 十五只狐灵 在七里的指挥下 时不时地拖回一只一生兽的尸体 每带回来一个尸体 就有一股看不见摸不着的秘境气息 从尸体上飞到影针的身上 而影针身上的秘境气息 又会浓郁一分 虽然不知道秘境气息的原理 但七里在书上看到过 人类学者认为 所谓秘境气息 是一生兽死亡后灵核上 散出的一种独特灵能 这种灵能 在一生兽死亡后 会溢散到附近人类的身体里 在人类的灵核和新成长到 当前未接的顶点时 这些被命名为 秘境气息的独特灵能 就会填充进灵能核心 本质上这些灵能是想污染 破坏灵能核心 但却误打误撞地 成为人类御寿师突破的关键 七里在了解后 只能感叹大自然的神奇 将乳之披霜 比之甘霖 演绎得淋漓尽致 因为一路上被军队倾剿过 一生兽并没有多少 有也是一些善于隐藏的一生兽 但都被狐灵用一个狐力 钻血从雪里掏了出来 所以这次去往双一风 飘龙巢穴的速度很快 根据地图 有时做狐灵牌吊栏 有时不行 直到傍晚 天又下起了暴风雪 无法看清周围的标识物 只能先安营扎寨 准备第二天再继续出发 第二天上午 天色晴朗 万里无云 七里跟着影针 又坐着吊栏飞了一会儿 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山头 刚准备让狐灵降落 忽然 远处的天空中 升起一颗信号弹 在信号弹带着尾烟升入高空后 红色的烟花骤然炸开 无比醒目 根据参照物和勾股定理 信号弹的距离 与它们只有十里左右 这是球员信号 七里不确定地看向影针 影针一脸认真的点头 嗯 小丽 我们去 七里立刻操控狐灵转向 反正现在不用怕暴露 能救一个人 救救一个人 十里的距离 狐灵眨眼的功夫就飞到了 隔着树里 一人一胡 就在吊篮里看到了他们的老朋友 一只身长约有十三米的双翼峰飘龙正张一飞着 口中正对一只星星星的契约灵 喷吐白霜 星星契约灵很惨 身上满是冰霜 只是徒劳地举着双臂 格挡着从上而下的冰霜吐息 而星星的身后 还有一串脚印 很明显 玉兽师看到双翼峰飘龙后 留下这只契约灵垫后 自己跑了 影针放下手中的望远镜 拍了拍七里的背 小丽 我们也走吧 回去告诉官方 秘镜里还有双翼峰飘龙 七里点点头 让狐灵转头 虽然他现在是薄金级了 但没有膨胀到 和钻石级的双翼峰飘龙硬碰硬 同时眯起眼睛说道 不对啊 官方不是说 秘镜墙重新竖起来了吗 为什么秘镜的颜色没变 可能是秘镜连接的影响 还没消除吧 两人对话的时候 地上的双翼峰飘龙一爪子 将星星挠成碎渣 仰天一声吼 宣泄着自己的族群被灭的愤怒 刚准备去追刚刚某个小虫子的时候 眼神中却看到远去的吊篮 和十五只大象大小的紫色狐灵 一个虫子和十几个虫子 他选择了数字多的 于是振翅而起 嚎叫一声 追向七里的吊篮 一直盯着双翼峰飘龙的影针 自然也看到了 急忙提醒 小黎 他追上来了 七里瞇了眯眼睛 心里估算了下速度 双翼峰飘龙的速度虽然不快 但比狐灵快了不少 现在狐灵全力飞行的速度 大概是四十公里每小时 而双翼峰飘龙 大概只需要半个小时 就能追上自己 额头的法眼亮起 自己停下后的十分钟 双翼峰飘龙就追了上来 而自己 在若驼龙王的掩护下 第一时间用出了大秘法 天狐显针 三道雷击 直接将双翼峰飘龙的 一对翅膀劈断 身上也被劈出一道 可见内脏的血洞 小真 你怕不怕 尹真咬牙摇了摇头 不怕 那我们是时候 抱上次被逼得逃跑的仇了 尹真知道 七离观测了未来 并且 未来他们还胜利了 心里的紧张瞬间消失 七离让狐灵在一个山谷里降落 第一时间 七离收起吊蓝 尹真也召唤出 若驼龙王等契约灵 按照之前总结的经验 他先与音音 蓝蓝躲躲在若驼龙王的身后 七离则悄悄躲到一边 第九十二章解决 这是一条长一百多米 宽二十米的幽形峡谷 三面环绕着并不陡峭的雪山 战斗时没有雪崩的风险 等到双翼峰飘龙 带着风雪与冰霜 以及无限的恶意 接近峡谷入口 驼子哥直接顶着双翼峰飘龙的 冰霜吐息栖身而上 艰难地顶到双翼峰飘龙的脚下时 没等双翼峰飘龙飞走 苗 天理常驱 一颗大石头 直接砸向双翼峰飘龙的脑袋 同时 若驼龙王一口咬住双翼峰飘龙的腿 将还处在晕眩中的双翼峰飘龙 给拉到地面上 旁边的十五只狐狸也上去 一起帮忙拉着双翼峰飘龙 虽然若驼龙王与双翼峰飘龙之间 实力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但有了十五只薄金级的狐狸帮忙 一时之间 双翼峰飘龙 只能对环顾四周的狐狸 徒劳的挥舞爪子 同时间 尹真身边的兰兰和音音 也各自使用了捆绑技能 将双翼峰飘龙固定在地面 侧边的山上 七里显化人形 五条粉色狐围左右摇曳 无尽的灵能顺着尾肩破体而出 煞世间 黑云叠层 天地一片漆黑 被缠住的双翼峰飘龙 自然感觉到了天地之间那恐怖的威能 也看到了山头上的七里 啊 张嘴嚎叫一声 双翼峰飘龙之道 他如果再不逃开 等待天上威能降下的那一刻 就是他死亡的时间 堂堂钻石后期的他 居然被几个小虫子逼到这个程度 双翼峰飘龙挣扎着 张嘴想蓄力 对七里喷吐出极寒的冰霜吐息 但是若驼龙王很懂 又一颗大石头 砸在了双翼峰飘龙的头上 七里金色的眼睛 直视着与自己对视 并不断嚎叫的双翼峰飘龙 嘴角微微一勾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上次面对双翼峰飘龙 自己还得拉着引针逃跑 但是今天 龙大人 时代变了 总有地面的生灵 敢于直面雷霆的微光 七里话音刚落 三道紫色的雷霆 从漆黑的天空先后落下 骆驼龙王又朝双翼峰飘龙的头顶 砸了颗石头 立马和狐灵散开 避免被波及 双翼峰飘龙又一次被砸中 脑袋上的鳞片和器官 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受损 晕晕晨晨中 他还在本能地挣脱身上的藤腕 与雷电牢笼 末地 双翼峰飘龙 只看到周身有紫光炸现 随即就感觉背上一尘 一股无上的威能 带着距离 砸在了 他的翅膀根部 瞬间一股剧痛 伴随着沉重的雷音与爆炸声出现 哦 双翼峰飘龙惨叫着 又是两道雷光 一道 雷光劈在另一只翅膀的根部 一道劈在他的背上 瞬间他的双翅被炸断 背部也出现三个血洞 无数血肉 伴着电流四箭 轰隆一声 双翼峰飘龙 带着不甘的眼神趴在地上 垂死的目光 直视站在山顶的七里 随后便在狐狸的围攻中断了气 战斗的过程 如七里观测的 未来一样顺利 这次遇到的这只双翼峰飘龙 没有施展叫骂术 估计也叫不来骂 七里便回狐狸 飞到尹真身边 尹真确定 双翼峰飘龙已经狗带 心中生出无限感慨 解决了 小黎 你们居然已经能这么轻松地解决钻尸及一声兽了 七里看了眼双翼峰飘龙的尸体 除了新鲜的伤口 还残留着无数旧伤 胸身上的鳞片也少了小一半 很显然 双翼峰飘龙在华国军队和法兰西域寿施的围剿下 日子也不好过 摇了摇狐狸脑袋 小真 不要膨胀哦 这只双翼峰飘龙 在遇到我们前就受了伤 嗯 我也是感慨下 相比上一次 这次是真轻松 尹真点点头 他自然也看出来 眼前这只双翼峰飘龙并不在鼎盛时期 但再怎么样 他也是活生生的钻石级 就在十几分钟前 他还活生生的将一只契约灵拍成冰屑 一生兽和人类作为天然的对立面 尹真没有丝毫的心软 拔出腰间的合金刀 按照书中记载的位置 对着双翼峰飘龙的胸腔处一次 也就是双翼峰飘龙死了 皮肤由灵能覆盖的生物立场已经消散 不然刀飞断不可 尹真收了双翼峰飘龙身上有价值的灵盒和完整的灵片 没有去管那个发出求救信号的预售师 而是继续前往之前的山洞 到了尹真玩滑滑梯的山头 尹真收起个头比较大的弱头龙王 七离抓起尹真的衣领就飞了进去 一路下行 冰洞里明显有其他人来过 原本随处可见的冰灵都被清除干净了 整个洞到此刻光滑无比 完全可以当滑滑梯使用 不过 为了以防万一 七离还是一口气将尹真带飞到洞穴里 洞穴里也大变了个样 无论洞穴顶部密密麻麻的冰灵 还是地上的冰柱几乎都被推平 尹真看着几乎变了个样的洞穴 不禁失望无比 抱着一丝侥幸 在记忆的大概位置找了一通 结果别说多枝寒霉了 连叶子都看不到一片 真可惜 尹真还在叹息着 七离却在冰屑上看到很多人残留的脚印 心中顿时明了 难怪金灵灵会对自己说不用暴露的话 原来有人已经通过各种信息 联想到尹真了 果然 不论在哪都不能小看官方啊 不过想想也是 如果官方都是猪 那人类早就亡了几千年了 随后尹真又在洞穴里找了一圈 确定什么都没有后 只能爆汗离开 继续打怪刷秘境气息的旅程 直到返程 虽然现在 七离已经可以露面了 但往日的谨慎还是改不了 尤其尹真总害怕 七离会被别人拐走一样 狐灵吊蓝飞到离空间门还有十里左右的时候 尹真还是让狐灵降落 剩下的一段改为不行 一人一呼淋到空间门 看了眼空间门的眼神 果然还是黄色 那就说明 之前的猜测应该是对的 秘境连接的影响还在 空间门还不会因为秘境里有钻石及一生兽 而改变颜色 到空间门门口的时候 一个青年男玉兽师 正对港少礼站岗的礼籍 神情亢奋地说着什么 真的 东北方向110公里处 还有一只双翼风飘龙 我的金刚就死在他的吐息下面 好 我现在就汇报 你跟我来 出了港少 礼籍看到了尹真 热情地打了声招呼 尹真点头回应了一下 第93章让伯乐摸马骨 那只双翼风飘龙 我已经和我的契约灵解决了 礼籍和男玉兽师顿时一脸看到鬼 满脸不敢置信的模样 怎么可能 你能进入秘境 说明你也是四级玉兽师 我的金刚可不是普通契约灵 它是五星的黄金级骷髅金刚啊 是啊 那可是钻石级一生兽 你上次也才侥幸跑回来报告 尹真没有用言语反驳 而是从空间戒指 逃出钻石级的灵盒 还有几片还黏着血的灵片 我看到了他的球员信号 赶到的时候 只看到一只双翼风飘龙 在攻击一只星星契约灵 地上留有一串脚印 通往西南方向 双翼风飘龙的尸体 在我汇报的那个山洞附近 石里的一个峡谷里 按照你们的坐标图 应该是12万点103900附近 尹真没有在隐瞒 现在他被一个假死的国柱 亲自守护着 虽然不知道原因 但他知道 这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偏爱 所以 他还是要展现出 被守护的价值 虽然南欲寿施还是不幸 但尹真说的是对的 他的确是丢下骷髅金刚 独自往西南方向跑的 顿时无法反驳 李吉也信了 因为尸体在 任何谎言在军方的调查组前 都难被掩藏 李吉深深地看了尹真一眼 上一次尹真碰到双一封飘龙 还匆忙过来报告 这一次 他直接杀了双一封飘龙 这代表了什么 难怪调查局的人 先前一直往秘境跑 李吉带着南欲寿施和尹真出了空间门 找到了住房基地的新负责人成青 就是贼叫真的那个 宁以七号基地负责人 而之前的陈涛 因为失职被降级了 办公室的成青 正看着以往的资料 看到尹真的瞬间左眉直跳 什么情况 这两位御寿施在李吉敬礼后 开始复述尹真和南欲寿施汇报的事 李吉说到 尹真已经解决了双一封飘龙时 成青深深看了尹真一眼 他没有意外秘境还有双一封飘龙 因为根据资料 法兰西的欲寿施 在清理对方 逃到宁丁一号秘境的一声兽时 表现得很懒惨 所以他并不奇怪 有遗漏 所以基地的装甲车一直在待命 随时准备进入秘境 现在他唯一奇怪的是 尹真一个四级欲寿施 居然解决了钻石级一声兽 怎么想都怎么不可能 于是在电脑的资料库中 搜索尹真的名字 随着回车键按下 瞬间几个大字 在屏幕中闪烁起来 S级机密 您无阅读权限 明明两个月前还能查的 成青脸色微变 但转瞬恢复了正常 等李吉说完 成青点点头 知道了 李吉 你去通知二联合调查组 跟我进密进去勘察一下 说着 成青又看向抱着狐狸的尹真 和南欲寿施 两位 如果情况属实 官方会给予你们二人奖励 你们现在可以先离开了 尹真没有多坐停留 直接坐上了返程的运输车 而那个南欲寿施 却又进了密警 虽然没了一只契约灵 但他还有其他的契约灵 该打怪还是要打怪 而且他也想等官方的调查结果 运输车上 尹真坐到最尾的位置 前面人隔得很远 抱着七里 尹真看着车窗外的雪地装甲车 驶入空间门 忍不住问道 小黎 我这样做有没有错 没有 这样做很对 我之前在洞穴里 也看到了别人的脚印 很显然 我们战斗的痕迹被人勘察了 一味的掩藏 已经没有意义 不如大大方方地承认 让金灵灵和王国柱 看到我们的特殊 这样我们会少很多问题 七里刚刚就想夸尹真来着 这丫头越来越成熟了 居然知道让伯乐摸到马骨 回到家刚打开门 尹真和七里 就看到云仪已经回来了 正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 云仪 你回来了 嗯 这次怎么样 云仪从沙发里探出头 疲惫的脸上 带着无尽关心的问道 还行 尹真换好拖鞋 抱着七里坐到云仪身边 主动帮云仪按压着肩膀 开始讲述云仪不在的这几天 发生的所有事 不同于尹真和七里的当局者谜 当她听尹真说 金灵灵将七里抓到楼顶谈话 她虽然很震惊 但很快就猜测出 金灵灵其实保护的不止有尹真 还有七里 不然金灵灵 应该直接在学校保护尹真 而不是在家看七里玩电脑 联系到七里在魔都 遇到过王震帮国柱 这个猜测更加合理 同时 她也放下了心 以前怕七里暴露 会吸引别有用心的人 现在有一个拥有 瞬间移动能力的国柱 在秘境外贴身保护 别说别有用心的人 哪怕神话级一生兽来了 尹真和七里 都比其他人安全 至于秘境里 试问有哪个黄金级预售师 能带队打败钻石级一生兽的 心情愉悦之下 云仪晚上又露了一手 做了改良版油豆腐等菜 然后在餐桌上 分享着秘境中遇到的事 现在的云仪很强 她的电气灵 在秘境中 只要不遇到首领极易生兽 那都是乱杀 听着云仪讲述着 电气灵在秘境中的表现 尹真和七里 心情顿时也好了不少 入口的油豆腐也更香了 一顿饭 所有的疲惫都消失了 狐灵 脏活累活 都是我们做的 你们累啥嘞 夜晚 就在尹真和七里 陷入梦乡的时候 成青也在尹真说的坐标附近 找到了死透的双一封飘龙 看着双一封飘龙身上 与前些日子 秘境另一处同款的雷击痕迹 她的疑惑解开大半 原来 尹真真的有问题 以前漏掉的那只狐狸 也真的不是普通狐狸契约灵 难怪别人都把契约灵 收在契约空间 就尹真在哪都抱着粉狐狸 不过现在她知道也没用了 尹真的信息 已经纳入S级保密程序 没有半点关系 现在的她 只需要将双一封飘龙的尸体 拉出秘境 然后向上汇报 让上级给尹真发 奖励就行 第94章毕业 尹真很快就收到了官方的奖励 50颗黄金级灵盒 以及又一枚建议勇为徽章 七里也问过 徽章有什么用 尹真告诉她 徽章相当于资历 当徽章多了 以后如果在官方行政岗位工作 就可以更快地晋升 接下来的日子 就进入了尹真上学 周末去秘境 云以偶尔去秘境 七里在家画画 金灵灵继续偷窥的节奏中 直到两个月后 尹真因为有全自动 狐灵废物养成器的帮助 已经到了四级后期 若陀龙王 蓝蓝 茵茵都用灵盒投喂到了黄金后期 只要每只再啃一颗黄金级灵盒 就能突破到薄金级 不得不说 七月灵香对御寿师 和野生一生兽的优势就在这 只要有资源 堆都能堆出等级 至于七里 早在秘境中 通过狐灵石最积攒的灵能 到了薄金后期 这两个多月的签到奖励 七里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非 七里感觉到了 来自系统的恶意 两个多月共九次签到 游豆腐 星号五百两次 雷电影衣服星号十一次 神之眼空间加五零立方三次 百岁寿灵两次 两块禽肉星号一百一次 也就是说 七里现在左右耳上的神之眼 各有175立方 年龄也到了八百岁 还要再长七百岁 才能到六尾狐 其中这些还好 最让七里感觉离谱的 是尹真的 星号 居然从比胡桃还小 金花道和甘雨差不多大小了 就离谱 后来七里特意查了一下 宁丁一号的特产 知道了有种植物叫多枝寒梅 看到图谱 确定是尹真第一次 在双一封飘龙洞穴采摘的江国 内心疯狂吐槽 难怪尹真后来 没事就找洞穴 原来在找这种出产于洞穴中 能丰凶的东西 被揭露的尹真不以为耻 凡以为荣 晚上就得意抱着七里一起泡走 同时还捏着七里的脸 得意地叫嚣 大不大 还比试我不 今天是尹真毕业的日子 宁丞中学的操场上 站满了学生和学生家长 学校领导在充当演讲台的 觉醒台上高谈阔论着 去年的觉醒一事后 宁丞中学设立了五个御寿师班 共有254名御寿师学生 能参加毕业仪式的 一共有176名 也就是说 接近大半年的时间里嘛 御寿师学生 折损了接近三成多 现在学校的老师 已经教完了所有御寿师学生 人类目前了解的秘境 以及一生兽相关的内容 世界总是陌生的 每天都有新的秘境 和新的一生兽出现 学是永远学不完的 以后只能靠学生们 自己摸索与探究 虽然我们失去了84名学生 但我们也出现了 以御寿师一班尹真同学 柳思岩同学 苏勤同学等优秀的御寿师学生 这大半年里 他们学习的同时 也积极提升着自己 比如尹真同学 还未毕业 就已经成为四级御寿师 掌声鼓励 哗啦啦的掌声中 有以王鹤的掌声最为响亮 柳思岩瞥了眼身旁的尹真 嘴巴咳了咳 最近她好气 八重神子老师 居然不画阿珍了 只画烟烟 不过八重神子老师 在画完少福烟烟后 好像改了皮信 居然开始画唇爱翻了 星座四月的烟烟 是你的谎言 更是让自己 滴了无数眼泪 哎 还是喜欢原来的八重神子老师 尹真最近虽然一切顺利 但心情还是有点不好 因为她都只给七离 谁是柳思烟了 七离居然还不在漫画里折磨烟烟 哼 就在两人一哼一哈中 学校领导终于宣布讲话结束 给每个毕业生发放毕业证书 然后宣布 宁城中学的毕业大笔 正是于明天在学校的操场举行 毕业大笔的冠军奖品 很丰厚 冠军可以获得50颗白银级灵盒 亚军30颗 冠军10颗 宣读完奖励 学校领导又添了一句 如果不愿意参加的 可以回教室和各班班主任说 学校领导话音刚落 人就妈了 台下刚领到学生证的学生 纷纷议论着 参加 参加个毛 二级预售师和三级 四级碰 怎么打 我可是听说了 尹真的那只狐狸 根本不是灵星 在秘境甚至敢死过 钻石级双一封飘龙 我最厉害的 就四星 白银级契约灵 怕不是上台 就被那狐狸一爪子拍成麻卦 走了走了 赶紧报名退出 我好回家看八重神的老师 今天更没更新 尹真笑着冲 还在生闷气的柳四烟挑了挑眉 毕业大笔开始了 山巅冷不冷啊 这是柳四烟在尹真召唤到 七里时为了激励尹真说过的话 现在回旋标回来了 柳四烟感觉一口玉气 堵在了胸口 尹真的狐狸 已经不是秘密 尤其是柳四烟这种 有家人在官方上班的学生 七里现在 在官方的名称已经不是零星普通狐狸 而是X星粉鹰雷狐 这名字就贼有官方特色 哼 不就是召唤的粉鹰雷狐吗 当初我看走眼了 哼 这次你赢了 柳四烟很委屈 漫画漫画输了 人生人生也输了 于是转头就准备离开 尹真忽然为自己的话 感觉有点后悔 急忙追上 奄奄放学一起吃饭吧 柳四烟意外地看向尹真 仿佛在看外星人一样 警惕地退后一步吗 但嘛 尹真看着眼前像对手 又像朋友的柳四烟 没什么 就是想请你吃一顿而已 柳四烟昂了昂下吧 哼 既然你邀请我了 那我就赏你这个面子 对了 我只去宁城酒店吃饭 你的钱够不够请 当然够 尹真见柳四烟答应 松了口气 虽然宁城酒店 只卖零食师做的菜 价格最低都要十万块钱一道 但现在的她 可是小富婆 银行卡里的存款 已经上八千万了 这还是买了无数黑铁道 白银零和的情况下的存款 而且 这是请这些年 一直激励着自己的柳四烟 尹真自然不会说不够 其实现在想想 她和柳四烟的不对付 其实就是两个要强的小女生而已 在当初 别人都以为她召唤的狐狸 是普通狐狸的时候 只有苏晴和柳四烟安慰过她自己 不同的是 苏晴是直接安慰 而柳四烟则委婉地让她不要放弃 一如当初自己获得了黑巢蟹的技能时 第一时间也没想到卖给别人 而是卖给了柳四烟 七里 啊对对对 相爱相杀 百合花开了是吧 小心地级一生 瘦肾和钉过来 第九十五章 马甲掉了 回到班级 学生们纷纷涌向讲台 向班主任请求 退出毕业大笔 究其原因 正如刚才操场上部分学生 私下议论的那样 一群二级和三级预售师 拿什么去和已经四级的影针一较高下 虽然白银级灵合影针 已经以弱陀龙王晋级的标准 给后续五只还未召唤的契约灵 准备了四百颗 但她并不准备放弃 毕业大笔奖励的五十颗白银级灵合 一个是因为她的性格就是这样 该自己的就自己的 不推不让 二个是五十颗白银级灵合 单论价值就值七百五十万 这么多钱钱 谁会舍弃啊 学校组织毕业大笔的初衷 是让学生们最后一次 在安全的环境中 锻炼自己的契约灵组合 但是这么多学生会退出 班主任也无可奈何 全班仅存的三十八个学生 三十四个退出了比赛 还剩下尹真 苏晴 柳四燕 和一个达到三级预售师的男同学 除了尹真 另外三个人不退出的目的也很简单 第一名既然争不了 那还有第二名和第三名 可以争一争 班主任登记完 退出毕业大笔的学生名单 看向班级里三十八张青色的脸庞 微微叹了口气 自从契约灵全部死亡后 他就拿起了教鞭 二十几年的执教生涯 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 多的时候四十个 少的时候七个 他的心里有很多话要说 很想祝所有人虔诚似锦 福寿绵长 但他又知道 这些话必不可能成真 无数话最终化为一句 希望大家能活到寿终正寝 下课 尹真和同学们纷纷起立 向着讲台上 传授了无数知识的老师 居了一躬 读书无用论 在这个世界并不存在 不说其他人 就是尹真 也在秘境中 活用了无数老师教授的知识 度过数次危机 所以这一礼 所有人都无比认真 直到两冰花白的老师离开教室 尹真收拾好书桌上的书 全部放入空间戒指 留恋地看了一眼书桌 这书桌将在今年的觉醒一世后 迎来新的学生 祝愿未来的人一切顺利吧 和同桌互相祝福后 尹真先出了班级 找到云怡和王赫 从他们手中接过妻离 然后说了 要和同学聚餐的事 云怡自然不会反对 只是让她早点回家 就和今天早上赶回宁城的王赫先 回家了 尹真抱着妻离 又找到苏秦和柳四言 在学校门口招了辆出租车 三人直奔宁城中心的宁城酒店 今天不光是宁城中学 预售师学生毕业 也是宁城二中 三中 二十中 各大中学预售师学生毕业的日子 一路上 他们看到无数穿着制服的学生 进入路边的饭店 就连宁城饭店 这种宁城窟一般的地方门口 都有学生聚餐 出租车在装修奢华的宁城饭店门口停下 七里抬起头看了眼 这个号称全宁城最好的饭店 嗯 她的评价是 不如海底捞 进入饭店 在服务员的带领下 三人一壶 做了一张四人桌 柳四烟自然也没客气 点了几道黑巢线 五动兔等白银集 一生受食材做的零食 苏秦和尹真又各点了一道 等菜的功夫嘛 尹真和柳四烟大眼瞪着小眼 还好有苏秦这个凡食灵在 苏秦来时 自然也知道了她自己在这顿饭上的作用 那就是避免这种尴尬到抠脚的画面 话说 小真 那几部漫画的作者找到了吗 都已经毕业了 估计以后再想找 就找不到了 七里浑身一抖 妈蛋 这傻女人 怎么聊这个话题 尹真抱着七里 垂眼瞥了一眼七里 晃了晃头 还没有 不过我有怀疑的对象了 苏秦看向柳四烟 烟烟 不会是你吧 柳四烟哼了一声 不满道 放名失龙的臭屁 是我能把我自己画得那么惨 反正毕业了 我承认 我是初前找过八重神子老师 画过尹真妮 但她后面 就从少福烟烟 开始就只画我了 虽然角色和我不像 但名字一直用我的名字 说完 柳四烟端起餐桌上的茶杯 瞎了一口 继续说道 八重神子的更新时间 与你不在家的时间高度重合 我原本怀疑是 尹真妮小姨 就是八重神子 但后面画我后 我又觉得不是你小姨 因为你小姨见过我 不可能画得不像 所以 你自己想想吧 尹真听完 心底顿时生出一股冲动 那就是 回家拿拖鞋 抽狐狸屁股 柳四烟没有理由撒谎 毕竟毕业了以后 两人再见面都是男士 学生时代的恩怨 也会随着今天的晚餐 烟消云散 以前如果说她只是怀疑 现在那就是肯定 七梨其实早就能变成人了 细细想来 云怡应该也知道 不然当初也不会说 小梨既然会开口说话 未来也说不定会变成人 再联系七梨 没事就光漫画网站 吐槽漫画吐槽的有板有眼 明显很有心得的样子 还有银行卡里 莫名其妙多出的钱 以及秘境中 七梨从空间倒出的瓜子壳 尹真深吸一口气 服务员已经往餐桌上 放散发着灵能的零食 清蒸黑潮蟹蟹肉 酱汁五冻兔 先不管了 我已经确定是谁了 菜来了 我们先吃饭吧 现在的七梨很慌 听着尹真和柳思烟对完答案 她很想逃 但尹真的手 已经拽住她脖梗的软肉 将她提了起来 看着尹真凶巴巴的脸 七梨立马患上委屈巴巴的脸 只听尹真咬牙切齿的声音 先乖乖吃饭 回家再和你算账 咦 小镇 你突然对你七月龄这么凶干嘛 苏晴看着七梨老实巴交的 蹲在餐桌上 柳思烟也是羡慕地看了眼七梨 自从知道小狐狸的能力后 她也恨不得能召唤一个粉色狐狸 于是点头认同道 是啊 这么好的七月龄 换我我宠她都来不及 你们不懂 吃完饭 尹真和柳思烟之间的隔阂 已经差不多消失 小女孩嘛 能有多大仇 而且尹真还要感谢柳思烟 因为柳思烟彻底帮她确认了一件事 一路无言 尹真抓着七梨的脖梗 在楼下驻足 提起小狐狸软软的身体 直到眼前可以上楼步 七梨点点头 王鹤已经在自己房间了 家里只有云仪的灵魂在 可以不打波 不 七梨疯狂启动法眼 观测着未来 第九十六章这筹 我记下了 现在七梨灵能很充足 足够她观测十五次 未来二十分钟的时间 十五次的未来中 每次她被提回家 还莫等落地 爪子就被尹真提住 随后就是一拖鞋抽到屁股上 虽然不疼 但侮辱性极强 咱是智慧与美貌的化身 绝对不能接受 被人用拖鞋抽屁股 别说隐真 就算雷电影来了 也不行 七梨在十五次的观测中 疯狂尝试用各种方法 包含欺骗 诱导 威胁直到第十五次 她终于找到了 不被打的办法 小珍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 但你先别生气 隐真停下了镜楼的脚步 继续提着七梨 恶狠狠地问道 你想怎么狡辩你 居然画我本姿势 这个我可以解释的 你替我慢慢道来 七梨努力 按照第十五次 未来中那样 编辑着语言 那时候我知道 咱们穷 贵一点的零和和零食 咱们都买不起 你和云仪 为了我的喜好 还得我买了台电脑 我很感动 感动至于我 也想为你们做点什么 我唯一能想到的 就是画画 但是漫画家 都有一个通病 那就是 会将最亲密的人 带入到漫画中 所以漫画中的角色 就和你像了 懂了没 隐真看着七梨 额头暗淡下来的法眼 并没有相信七梨的胡画 只是淡淡的勾纯 真的 真的 我不是故意画你的 只是后面 反应过来是已经来不及了 后来不也没画你了吗 说着 七梨举起一只爪子启示 我发誓 如果我说谎 我立马变成公狐狸 隐真瞇了瞇眼 七梨这个誓言 很耳熟啊 所以 这就是你一直瞒着 我你早就能变成人的原因 嗯嗯 行 先回家吧 明天还有憋大笔呢 七梨松了口气 看样子蒙混过关了 晚上 刚刚看了十五遍新闻的金铃铃 看到了令她振奋的一幕 对楼的影真拿着拖鞋 疯狂追着满房间跳的粉色小狐狸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不管是谁 只要抽狐狸 她金铃铃就一定会帮帮场子 于是 金铃铃兴奋地 指挥她的黄色人形狐狸 凯西 禁锢住那只狐狸 房间里的七梨飞在屋顶上 看着影真站在床上 跳起来要拿拖鞋抽自己 急忙飞到书柜顶上 停停 你刚不是信我了吗 为什么还想抽我 影真拿着拖鞋的手指指七梨 气喘吁吁的咬牙道 信你 别以为我没看见你额头上 发眼亮了 鬼知道 你在未来怎么哄骗我的 你下来 七梨知道自己大意了 影真之所以在楼下没法做 就是等上楼后 防止自己逃跑啊 你上来 你下来 看我抽不抽你 七梨勾勾狐狸爪子 你有本事上来啊 上来我就给你抽 龙龙 出来 影真咬牙 招出猪一样大的弱陀龙王 弱陀龙王一看 狱主要抽乱造谣的狐狸 想也不想 直接趴到书桌上 形成一个桥 我去 驼子哥 你坑我 七梨嚎了一声 立马准备换个位置 突然感觉自己全身 好像被无形的墙壁困住了一样 无论怎么挣扎 也动都动不了 他立马想到了 拥有空间系 契约灵的精灵灵 无命休矣 心中悲嚎一声 就看到光脚的影真顺 这弱陀龙王的被爬了过来 然后一把拽住他的狐狸尾巴 龙龙 精灵灵 对对对 就是这么抽 再用力一点 最好再在拖鞋上 注入灵能 狐狸也有生物立场 力气小了他根本没感觉的 其实 影真也没真想教训七梨 他只是想宣泄下脾气 宣泄自己成为漫画主角 宣泄七梨骗他的不满罢了 要知道七梨可 是他的手足姐妹 至爱亲朋 怎么可能真用灵能抽 虽然感受不到疼 但前找被影真抓着抽屁股 还是很羞耻的 于是七梨也卖力地嚎叫着 只求影真抽几下心疼 就不抽了 隔壁房间的云仪 听到七梨的嚎叫 立马穿着拖鞋 敲响影真的门 小珍 小离怎么了 听到云仪的声音 影真才放开七梨 脸上带着意犹未尽的神色 朝门外喊 没事 小离做噩梦了 哦 那你哄哄她 云仪说完又回了房间 没给七梨求援的机会 此时的影真气也出了 看向床上趴着的粉狐狸 心里又有点后悔 怎么说呢 她的感觉就像 自己考试考了零分 抽了一顿后 想起这娃是自家的 抽在娃身 疼在她心一样 于是 在若驮龙王 和金灵灵失望的眼神中 影真将那只可恨的粉色狐狸 抱在了怀里抚摸着 小离 疼不疼 七梨头一甩 不去看影真 我狐狸并非善类 将来如果可以解开契约 她非得也抽影真一顿 还有那个金灵灵 居然敢在关键时候控制住子 将来也要给她来的电疗 全且忍让 暂避锋芒 现在 自己还不能对她们怎么样 不过 这个仇 她记住了 见七梨不理自己 影真很果断地划跪了 趴到七梨的面前 小离 别生气了 对不起啊 我为这点小事打你 哼 七梨将头转向另外一个方向 表面一副生气的模样 其实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这样一来 画影真漫画的事 就过去了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了 不就是画漫画吗 以后你尽管画 只要不画我什么都好说 对了 还有不许画云仪 哼 七梨再次转头 避开影真的视线 拿念 我不信 除非你立字句 十分钟后 影真签上条件堪比 凡尔赛条约的字句 看着七梨眯着眼 将字句收入空间 内心陷入迷茫 不是 她不是教训七梨吗 怎么反过来 自己还要签这种 以后不许打她 不许扑A她 不许干涉她 画漫画的不平等条约 七梨收好字句 满意地拍拍爪子 瞥了眼 还在思考 发生了什么的弱陀龙王 小珍 龙龙说 她想回契约空间了 弱陀龙王 你放 第97章 毕业大笔开始 影真算是过关了 但是金灵灵 七梨决定立马报复回去 至于怎么报复 之前她还不知道 金灵灵在哪保护他们 刚刚突然地禁锢 她瞬间明白过来 金灵灵一直在偷窥她和影真 而最近的位置 就是对楼的房间 尤其是看到对楼的顶楼房间里 灯亮着 她却感应不到灵魂 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于是 七梨疯狂吃着空间里的海灵芝 恢复灵能 当对楼顶楼 预示的灯亮起 她又等了十分钟 疯狂观测未来 七梨蹲在窗台上 额头发眼不停闪亮 眼睛迷成一条线 狐狸嘴里也开着 我就不信你一个如狼的女人 洗澡的时候 真就只是洗澡 直到灵能枯竭 七梨才昂着头 让尹真带着自己去洗澡 洗澡时 尹真又说了一堆好话 甚至还把狐狸头埋到 离哄了一会儿 七梨才大方地原谅尹真刚才 用无想的拖鞋 愁伟大的狐狸小姐 至于对楼的精灵令 只能说 愁越结越深 如果她还不知道 七梨是故意等到洗澡的时候 观测未来 那她这个国著也别当了 好像 她已经不是国著了 第二天早上 尹真抱着七梨和王鹤 云仪最后一次去学校 学校的操场中间 已经圈了一个 面积400x800的场地 无数普通班的学生 已经毕业的预售师 学生家长 纷纷坐在棺台上 翘手等待着 不光有学校里的人 同时还有官方 各大私人公司 冒险队的人 也派了人来观看这场比赛 网界各大中学 都会举办毕业大比 一个是为了让学生们 更好地掌握契约灵的配合问题 另一个原因 就是为了展现学生们的资质 好让学生进入各种组织 平缓度过毕业后的迷茫期 现在亦是如此 学校领导继续上台 开始感谢官方 感谢宁城 感谢学生家长支持 尹真则和其他15个 准备咏夺第二和第三名的学生 在一旁抽签决定对手 别碰到尹真 别碰到尹真 除了尹真 所有人都默默祈祷着 尹真第一个 从老师手中的抽奖箱里 抽出号码纸 4号 按照规则 和他对垒的是 抽到三号纸的学生 尹真拿到抽签纸 看了眼站在一旁的苏晴和柳四燕 疑惑道 你们不先抽吗 柳四燕摆了摆手 我们再等等 看看哪个倒霉鬼会抽到你 尹真明了 将指还给老师后 默默回到场边的座位上 一个又一个 没抽到三号的学生 兴奋地坐回座位上 最终只剩大眼邓小眼的苏晴 和柳四燕两个人 垂死病中惊作气 倒霉鬼竟然是我们 苏晴 你先吧 不 你先 你天赋等级比我高 柳四燕和苏晴彼此推诿着 还是老师有点不耐烦了 苏晴才不情不愿地 将手伸进抽奖箱中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苏晴慢慢拿出纸条 只是一眼 便发出尖叫 怎么了 你抽到了 柳四燕立马激动地问 没有 我抽到了十一号 柳四燕绝望地看向抽奖箱 她已经不用抽了 旁边的老师 已经直接将她的名字 写在了尹真的名字后面 两人神色各异地 坐到尹真身边 尹真看了眼不停摇头的柳四燕 怎么这么丧的样子 以你的实力 还有契约零组合 第二名轻轻松松吧 柳四燕抬起头 如果我第一个就碰到你了呢 毕业大笔采取的是单向淘汰制 输了就没机会了 尹真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能在心里 向柳四燕说一声抱歉 学校领导终于结束了开场语 刚想宣布 为期七天的毕业 大笔正式开始 突然想到 这次学校里 因为出了一个四级预售师 导致网界最少有一百个三级 和二级预售师学生参加的毕业大笔 这届只有十六个学生参加 十六个人 哪怕一天四场比赛 也拖不了七天 学校领导都有点妈了 只能宣布比赛开始后 就匆匆下台 抽到一号和二号的是 另外几个班的学生 两人进入场地后 四个老师立马招出契约零 随时准备应对意外 场地中 两个学生也招出各自的三只契约零 精彩吗 不太精彩 两个学生的契约零有强有弱 巧合的是 两个人都培养了防御系的契约零 而对攻击向的契约零培养度不够 结果就是 两只老弱契约零往前面一挡 后面的四只 只能给各自的大哥加油助威 最后两人只能召唤合体 近身肉搏 最终因为一个学生 灵能不知倒地 而结束了比赛 总的来说 给七离的观感 还不如前世 在乡下看两个村子的土狗约架 按照顺序 下面就是尹真和柳四焰了 七离从尹真怀里起身 抖了抖耳朵 再甩甩尾巴 看到七离开始热身 吓得柳四焰立马求饶 小珍 投降输一半可不可以 不怪柳四焰怂了 要知道 七离可是搞死过 双一封飘龙的存在啊 她虽然有一个珊瑚石头怪 但白银级的珊瑚石头怪在能炕 也比不了钻石级的一生兽 尹真自然知道 柳四焰怕七离 换自己是柳四焰 知道七离的战绩后 也肯定选择投降 投降并不可耻 面对比自己强的 多的存在投降 盲目自信才可耻 可以 下面有请三号三级预售师柳四焰同学 和四级预售师尹真同学入场 场边老师见场地上的两个学生 已经下场 当即宣布 尹真抱着七离 缓步走进鄙视场地中 一路上 无数人的目光 看向尹真怀中的粉色狐狸 唐梅马 金玲玲 云怡 王鹤 至今很多人 包括云怡和王鹤 都只知道 这只粉狐狸很厉害 拥有极强的攻击力 但是还没人近距离看到过 七离释放技能的画面 所以很多知道内幕的人 来宁城中学观看毕业大笔 其实是 完全冲着尹真和七离来的 站在场地中 尹真放下七离 看向对事而立的柳四焰 不解的歪了歪头 你不是说 投降输一半吗 投降 虽然必定会输 但连反抗都不反抗一下 那可不是 我柳四焰的性格 柳四焰说着 随着柳四焰的召唤 身高三米 褐色的岩石身躯上 布满藤壶的珊瑚石头怪 尾巴卷曲 通体蓝色 拥有透明翅膀的幻羽龙 散发着冰寒气息 圆形身躯 四周布满冰刺的冰奈斯 呈三角阵形瞬间出现 小珍 虽然我会输 但你知道的 我想进官方工作 所以 这场出事我可不会不战而想 看着已经与冰奈斯合体 头发油精变白 浑身散发寒气的女生 尹真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同时间 比珊瑚石头怪大了一圈的 弱陀龙王 音音和蓝蓝也同时出现 只不过 只有少部分没看过 七里漫画的学生 还有跟随家长来的小孩 能看见蓝蓝 感受着弱陀龙王等 契约灵散发的灵能 唐梅玛脸色一变 该死 关于尹真的所有情报 都是错的 她的契约灵不止狐狸 其他都很强 正当她低吼的时候 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不然 你以为王老为什么要抱她 她看到一个浑身穿着黑衣 戴着墨镜和口罩的女人 唐梅玛皱眉 刚想问女人是谁 只见女人朝她做了一个 噤声的手势 别说话 看比赛 场中 珊瑚石头怪与弱陀龙王碰撞在一起 但体型 力气都被弱陀龙王碾压 只能节节后退 柳四烟的幻语龙 使用出招牌技能幻语术 瞬间一朵乌云在场地中升起 密布的雨帘从天而降 交在弱陀龙王的身边 同时 柳四烟也凝聚冰霜 将雨变成了冰刺雨 无数冰刺砸在弱陀龙王的身上 弱陀龙王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好肉 看到攻击无效 柳四烟迅速转变策略 和幻语龙一起向弱陀龙王身后的影针 发动攻击 幻语龙吐出的三道水剑 和三根冰刺一起飞向影针 擎贼仙擎王啊 聪明的选择 可惜 影针不慌不忙 在心里下达指令 蓝蓝迅速张开十五米半径的护盾 绿色的护盾 将柳四烟和他契约灵的攻击全部挡住 荡漾起微弱的涟漪 音音也飞到空中 雷电牢笼出手 先困住柳四烟 然后十五根雷针同时凝聚射出 柳四烟想挣扎开牢笼 却被电的浑身抖了一下 白色的头发不负刚才的柔顺 根根榨起 很像七里所处世界九十年代的沙马特 莫菲特 帮我 柳四烟个人挣扎不开 刚想求助 已经被若陀龙王按在地上 动弹不得的珊瑚石头怪 十五根雷针就落到他附近 一圈一圈的紫色电流 顺着雷针在地上蔓延 直到碰到他的脚 又是一阵苏马与静巒 柳四烟瘫软在地 无力地举起手 我输了 尹真立马停止攻击 将隆隆他们全部召回 走到已经解除合体的柳四烟面前 左手抱着七里 伸出右手 你不差 柳四烟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过尹真的手 努力拉着站了起来 苦笑一声 我以为我 怎么都能和你打上几分钟 结果只坚持了一分钟都不到 这还是你放海的情况下 能不能告诉我 如果你让粉鹰雷狐上 我能坚持多久 十秒 就他一个 我才能坚持这么短时间 是的 这十秒 是七里释放骤镜 杀声音 或者大秘法 天狐显真的蓄力时间 尹真没有多说什么 在老师的宣读声 和观众的掌声中 将柳四烟搀扶到场边的座位上 比赛结束得很快 尹真七月灵的能力 只是展露了一点点 所以 很多人以为是断位碾压 但是有些人不这么看 比如唐梅马 土戏龙龟没有使用技能 紫雷蝙蝠用了辅助攻击 与控制的两个技能 看不见的那个 则用了治疗与护盾一体的技能 可惜 对手太弱了 连粉鹰雷狐都没逼上场 正当唐梅马嘀咕的时候 一巴掌拍到了他的头上 愤怒地转头 就看身后除了脸上部分皮肤 什么都看不到的女人 正对着他 你敢打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管你是谁 就算你爸来了 我也照打 唐梅马 我告诉你 如果你再打探影针的事 别怪我让你也消失 金灵灵淡淡地双手还胸道 语气中是不容反驳的威胁 唐梅马的直觉告诉他自己 这个女人很危险 而且说的是真的 如果再继续打探影针 自己就真的会消失 因为他的手上 哪怕是七级玉兽师 只要在影针家附近出没的 也全都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 不然他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还要亲自到看台 唐梅马顿时浑身冷汗直流 你到底是谁 你去问王震帮 别问我 场中比赛继续着 不同于影针和柳四烟那么快 其他人因为等级相同 所以都打得难解难分 直到一方灵能枯竭 才能决定胜负 于是柳四烟更委屈了 他那么强的阵容 既有肉 又有元素搭配的幻语龙和冰奈斯 再加上三级后期的玉兽师灵能 怎么着都能进个前三 结果连半绝都没进 看着比赛场上 两只菜鸡互拙 柳四烟委屈地爆发了 啊 我运气怎么这么差啊 旁边下一轮登场的苏秦无嘴笑道 没办法 谁叫你抽中小珍 柳四烟哼了一声 对苏秦抬了抬下巴 那我祝你八进四的时候 也抽到小珍 说话间 柳四烟手机响了一下 看完手机上的短信以后 脸上瞬间多云转情 同时还握了握拳头 爷 影针好奇问 怎么了 柳四烟高兴地说道 我妈告诉我 官方看中了我的换羽龙的能力 决定让我去生产中心上班 这样我可以平时上上班 然后有空再和人组队去密警 生产中心 之前云仪也在里面上过班 不同的是 云仪负责长骏子 那么柳四烟则是负责换羽龙给植物浇水 这时份很安逸 也很安全的工作 工资也很不错 影针也替柳四烟感到开心 对了 小珍你呢 柳四烟兴奋之于问影针 这个问题 云仪也问过她 问她是找个工作 还是继续一个人 或者组队进秘境 影针想了想 我呀 我还是准备进秘境 第九十九章结束脸 柳四烟对于影针回答 并没有太意外 毕竟影针的粉鹰雷狐 都能搞定钻石级一生兽 只要秘境不再出现 暂时融合这种事 在同级秘境中 影针完全可以横着走 但这也意味着 两人再难有相见的日子 祝你以后一路平安 你也是 死 你们两个人酸不酸啊 苏秦刚想吐槽 场地中的两个同学 几乎同时凌厉枯竭倒地 经过老师判定胜负后 宣布十一号和十二号登场 苏秦只好抽着酸的 发疼的牙上场 苏秦如今也是 三级预售师中期的实力 再加上拥有赤炎归灵滑 铁甲雄光头墙 和新召唤的五星级 风系元素契约灵 风暴精灵 虽然赢得不太容易 但也赢了 比赛中 苏秦与大力培养的风暴精灵 直接将比赛场地 变成了雀魂集锦视频 把把自摸大四喜 全是风 飞沙走势中 对方预售师派出的两个 契约灵连苏秦 在哪都看不见 而赤炎归和铁甲雄 利用充足的经验 浑水摸鱼 先发现了对手预售师 一拥而上 差点把对方附体岩石系 契约灵的预售师 打成脑震荡 柳思烟看到苏秦获胜 撇了撇嘴 运气真好 如果是我碰到苏秦 苏秦根本赢不了 柳思烟这话可不是傲娇 苏秦能赢的关键 就是风带起的灰尘 遮蔽了对手的视线 如果是柳思烟 换雨龙一阵雨下去 再加上宾奈斯的冰冻气息 苏秦的风不光没作用 还会自己先倒霉 也是 引针点点头 苏秦下场坐回座位上 一边刻着灵果 一边小得意地说道 怎么样 我还算强吧 你这是赌命的打法 如果对方的契约零先发现了你 那你就输了 柳思烟道 苏秦黑黑一笑 眼住嘴巴小声说道 不会 悄悄告诉你们 我附体风暴精灵后 还能飞一会儿 引针点头 这就对了 预售师的第一要点 那就是 永远不要将自己 放在危险的位置上 后续的比赛还是一样 因为实力没有太大的悬殊 所以每一场 都是一方灵能枯竭 才决定胜负 第一轮比赛结束 学校领导 又是一番高谈阔论 而场边晋级的其他七个学生 纷纷吃着 能恢复灵能的灵果 然后第二轮抽签开始 捧着抽奖箱的老师身边 满是祈祷声 不要碰到尹真 不要碰到尹真 但不管他们怎么祈祷 幸运总会有一个 就在尹真率先抽了一张 二号纸条后 另一个抽到一号纸条的男生 脸瞬间变成了酱苦瓜 而其他人 则对男生投去同情的目光 因为一号和二号先进场比赛 所以两人也没回去 而是直接进了比赛场地 等到老师宣布比赛开始 男生先派出契约灵 对弱陀龙王进行了试探攻击 一看连防都破不了 果断在音音发动攻击前 选择了认输 观众并没有因为男生认输 而发出嘘声 只是有点感慨 尹真的实力实在太强了 同级的学生中根本没有对手 尤其这还是在 那只神秘的粉鹰雷狐 还没出场的情况下 如果粉鹰雷狐也下场 众学生 想让我们死就直说 就这样 一场原本应该声势浩大 持续七天的毕业大比 到了傍晚 就以尹真后来一路几乎没动手的情况下 就获得了冠军和50颗白银级灵盒 而苏晴也靠着风暴精灵 获得了亚军和30颗白银级灵盒 不过参与大比的学生们 也靠着自己的表现吸引了一众掌声 比赛结束 观众散场 但是参与比赛的人还没法离开 官方和民间组织的人 纷纷进入操场 邀请着学生加入 尤其是尹真 他的身边挤满了人 来我们官方探险队 34级待遇 以后你就是人民前线的第一人 来我们蚂蚁公司 我们公司专门为富人收集珍贵食材 工资高 福利后 每年年底还可以用全年工资参与抽奖 有99%的几率 可以获得三倍工资 来我们官方调查局 你真的想死 不要说尹真了 就连七里都被吵得有点头疼 感觉到怀中七里的不耐 尹真只好提高声音 抱歉 我想先一个人静静 暂时没有加入任何单位 或公司的打算 那你接一下我们公司的名片 好不容易在学校门口 找到云仪和王鹤 尹真将一把名片 塞到空间戒指里 才松了口气 真是的 好多人 我都没耐好好和柳四燕 苏清他们告别 云仪摸了摸尹真的头 没办法 毕业大笔虽说是学校 对学生契约领组合的最后一次检验 但也是一次面试会 无论官方还是民间 都会在这时候 招一部分学生当后背对 尹真叹了口气 我知道 柳四燕就去云仪宁 以前工作的地方了 那挺不错 我们回家 提前做的菜 已经放空间戒指里了 回家就吃饭 尹真点点头 跟着云仪和王鹤离开 直到街角 他最后一次转头 恋恋不舍地看向这个 他待了接近十年的学校 柳四燕 苏清 所有活着的同学 祝你们永远顺遂 云仪和王鹤静静地看着 他们也经历过这个过程 不同的是 他们有彼此 而尹真则是一个人 等等 云仪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自家这个小侄女 好像到现在连恋爱都没谈过 而以后 尹真决定 要去秘境闯荡 更难有解决异性的机会 一直听说 有预售师 因为独处久了 会对契约灵产生特殊的感情 而孤独终老 尹真以后不会 也这样吧 随即云仪拼命晃了晃脑袋 甩开这种恐怖的想法 还好有小黎在 小黎会变成人和小真交流 这种事肯定不会发生 个屁啊 一只会画摆和本子的狐狸 想想都可怕 第100章地震感知 吃完晚饭 尹真抱着七离 站在窗台前 一起看向天上的星空与双月 小黎 以后我天天陪着你了 嗯 明白再也没机会 单独画画的七离 无精打采地嗡了一声 呼得脑筋一转 小真 你们这世界没有大学吗 尹真低下头 抚摸着七离光滑的毛发 有啊 不过都是没有预售师资质 并在科研上 有天赋的人才可以上 怎么 那你有科研天赋不 能不能上大学 七离期待地眯起眼睛 抬头看向尹真的 星号 该死 以前都能直接看到鼻孔的 现在被挡住了 没有 上不了 七离闻声叹了口气 看样子以后 只能写小说了 通过在这一声叹息 尹真算是明白了 七离这是不想她天天陪着 才想让自己继续上学 瞬间脸一黑 抚摸小狐狸的力气 更重了点 夜空中 群星璀璨 双月凌空 七离问出 心中一直隐藏的疑惑 小珍 为什么有一个月亮是红色的 尹真摇了摇头 也将目光投向天上 永远只有一面 对着蓝星的红色月亮 不知道 书上没有说过 那太空中 有没有一声兽 太空 什么是太空 尹真猛逼地反问 七离惊了 你连太空都不知道 就是大气层以上的星空啊 嗯 就是天上的天上 懂了没 不知道 没听过这个词 不过你说天上的星空我知道了 星空中的确有一声兽 以前有人见到一声兽 从星空中飞到蓝星上 那些一声兽 最低都是神话级 气离微微叹了口气 不禁为这个世界感觉悲哀 难怪这个世界 没有卫星之类的东西 连太空都是一声兽的天下 而且还是 神话级一声兽的天下 想想魔度的一个明尸龙族群 就能造成那样的破坏 如果从太空再一次性 多下来几个一声兽族群 那人类还有救吗 小珍 我们努力突破吧 我可不想 哪天吃着火锅 唱着歌就突然被神话级一声兽给嘎了 嗯 尹真认真的点头 他也见过魔都避难所的惨状 自然也不想 以后不明不白的就死了 命运 从来不应该交给别人去掌控 正当一人一壶感慨的时候 气离突然感觉心里一慌 没有来的 突然感觉很不妙 急忙抬起头 小珍 我感觉不太对 怎么了 尹真知道气离的祥瑞属性 如果气离没感觉还好 只要感觉不妙 那肯定有事情发生 我看看 气离立马启动法眼 紫色的光运在他额头的法眼中流转 未来开始一切正常 但是15分钟后 大地突然开始震动 整个天地都开始摇晃 家里尹真的书柜 墙上的照片 桌子上的台灯 全都被剧烈的摇晃给晃到地上 尹真想抱着他 躲进卫生间 还是他让狐狸飞到窗外 拉了隔壁的云仪 一起跳到狐狸背上 在隔壁的王鹤也跳出窗 召唤出他那只浑身 拥有黄色火焰羽翼的家喽喽 飞到空中才看到 整个宁城的房子都在晃动着 无数人尖叫着 呐喊着从楼里跑到街上 令他欣慰的是 半漠式的官方依旧很可靠 倒塌的房子一栋没有 只有一些房子 因为地基土质问题 被晃动得整栋倾斜倒地 结束观测 七离急忙说道 小珍 是地震 很大的地震 还有15分钟 尹真来不及惊讶 听到后立马大喊 云仪快地震了 刷 就在尹真大喊的时候 一道白花花的身影 出现在房间里 身上还带着水滴 很显然 这具身体的主人 刚刚在洗澡 金灵灵一出现 什么都没管 只是看着正在往空间 塞东西的七离 你看到了 七离看是金灵灵 来不及给金灵灵 标准的S型曲线打分 只是点头 嗯 15分钟 刷 金灵灵又原地消失 只留地上香香的浓汤 和一对湿漉漉的脚印 尹真知道这是 守着他的国筑 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让七离能收什么收什么 还好七离的空间够大 而且之前还清了垃圾山 除掉堆放物资的地方 还有200立方 而且 空间不存在堆叠现象 可以随意摆放 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七离很快就将家里所有东西 都存到了空间里 至于王鹤 这个大帅比家里 只有一张床 收拾都不收拾 冒着被官方罚款的危险 直接召唤出体长24米的家罗罗 飞在窗户外边 就在准备云仪和尹真 准备上王鹤的家罗罗时 刺耳的警报 响彻整个凝城的夜空 不同于鸣尸龙 入侵的警报长鸣 这次是 一长一短不间断的拉响 刷 一个裹着睡袍的女人 末地出现在家罗罗背上 金灵灵 对看向她的王鹤 和云仪汗手示意 然后走到尹真面前 速度还行 小狐狸 还有具体多少时间 我看看 准备再一次观测未来 这次未来变了 十一分钟里 人们没了上一次观测中的慌张 井然有序地在地震来临 前跑到附近的地面避难所 十一分钟后 大地晃动 晴朗的天空瞬间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雷光中似乎有一道影子 隐藏在云层中 马弹 不会又是神话集 一生兽吧 准备刚想继续看青云层中是什么 观测时间到了 看向金灵灵 十一分钟 云层里似乎有东西 金灵灵的脸色瞬间变了 立马掏出手机 老东西 凝城可能要遭重 我建议 对周边五百公里内所有城市 全部发布预警 我知道 挂断电话 金灵灵面色凝重 看了眼 紧紧靠在一起的影针和云屹 不禁头疼 小狐猎 等五分钟 你再看一次 还有你 王鹤是吧 立刻往城外飞 王鹤虽然不知道金灵灵是谁 但明显了解了什么 为难地说道 城墙上有防空炮 别废话 有我在 说着 金灵灵召唤出一只 宛如薄杀的透明契约灵 误杀使用迷雾 透明契约 灵瞬间张开 宛如一张 漫步包裹住整个加罗罗 第101章 天灾集 加罗罗的飞行 丝毫没有因为 背上有四人一壶而吃力 渐渐煽动翅膀升空 朝城外飞去 天上此时已经乌云密布 所有的星星 和两轮月亮都消失不见 接近高耸的和平强势 金灵灵看了下手表 小狐猎 看 七离停止咀嚼嘴里 甜甜滑滑嫩嫩的海灵芝 观测未来 未来他们一路 坐着加罗罗出城 并没有被防空炮攻击 然后大地晃动 天上电闪雷鸣 一道雷光划过天际 一道蜿蜒的身影 在乌云中被雷光照亮 七离往双目中注入灵能 紫色的眼瞳 瞬间化为金色 远处模糊不清的身影 也被放大到眼前 无比的清晰 那是 七离呆恶住了 如果他没看错 乌云中的是龙 不是四角西那种龙 而是前世神话中的龙 但又不像 不同于前世神话中 鹿角 兔眼 肾腹 蛇颈 鹰爪 这一条龙虽然很像 但它的四肢更长 前爪 尾部 背后都覆盖着 几乎占据 大半身躯的奇状薄膜 就很飘逸的样子 又是一道明亮的雷光划过 那只掌 有近千米的龙正 扬着两条长长的胡须 追逐着一群百米级的四族 飞龙逆生兽 有的四族飞龙 来不及躲 被长相飘逸的龙 一口一个嘎嘣脆 吞入腹中 退出观测 七里瞬间感觉浑身的皮毛 都汗湿了 虽然都说是龙的传人 但是看到真正的龙 又有几个人 能不像夜宫那样吗 金灵灵一看 七里额头的紫光消失 立马问 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龙 一条近千米长的龙 正在捕猎其他龙形逆生兽 说着 七里语速极快地描述了一下 两种龙的特点 金灵灵听完七里的描述 顿时吸了口凉气 天灾级天祥或蓝龙 和地级双族飞龙 天灾级 七里不减 新定的一生兽等级 只神话级以上的一生兽 它们出现 不需要刻意攻击 就能带来灾难 所以定名为天灾级 金灵灵接着沉生解释道 不过目前出现的天灾级一生兽 都很少对人类展露敌意 无论是以前的 还是前不久 出现在欧罗巴的天地皇帝龙 都是这样 我们人类在他们眼里 或许只是 微不足道的虫子 甚至看都懒得看我们一眼 这次估计也是一样 天祥或蓝龙 应该只是在捕猎 自身携带的灾祸 影响到了宁城 七里内心惊骇 刚刚还在和尹真一起担心 哪天吃着火锅 唱着歌被神话级一生兽脚了 现在居然特么 又冒出天灾级一生兽 如果现实是游戏 七里绝对会毫不犹豫地 打出GG 站在前头的王赫文 也扭过头 那我们还跑吗 不用了 一个地级双族飞龙族群而已 在天祥或蓝龙面前 能坚持十分钟 都算我高看他们 说完金铃铃拿出手机 又开始拨打电话 王赫点头 操控加罗罗 转身飞回城内 悬停在家附近的半空中 此时警报声已经停止 整个城市彻底安静了下来 不光城民 被要求安静地处在各处 空旷的避难点 生怕惹到天灾及 一生受的注意 官方甚至就连电闸也关了 整个城市都陷入了黑暗中 不久 地震与雷鸣不期而至 天上也降下瓢泼大雨 仿佛要将整个 冥城给淹没 契离没有干等着 而是一次又一次地观测未来 天祥霍兰龙 真的如金灵灵所说 花了不到七分钟的时间 就将拥有二十三只数量的双族飞龙 给吃了得干干净净 然后又扭动身躯 钻入乌云中 临走时 还朝契离所处的方向 递了一个疑惑的眼神 契离当时吓了一跳 还以为天祥霍兰龙感应到自己 在看时间而发现了自己 万幸又和金灵灵说的一样 弱小的存在 在天灾级的一生兽眼前 就是蚂蚁 甚至连蚂蚁都不如 就像普通人类看到一群蚂蚁 会因为蚂蚁中出现一只红色的 而驻足研究吗 天祥霍兰龙钻入云层后 地震 雷暴雨都停了 天上的乌云也迅速散去 露出背后的星光和霜月 如果不是远处青岛的房子和遍地的积水 一切就仿佛天祥霍兰龙没来过一样 随后警报解除 官方立马派人对其他建筑进行检修 并派遇寿师指挥七月灵 将青岛的楼洞扶正 嗯 就很像搭积木 经过官方的检查 确定楼洞没有问题后 七离和尹真也回到了家中 七离将一件件家具从空间拿出来 由王鹤帮忙放回原位 金灵灵没有走 只是抱胸椅在墙边看着 当看到七离连椅子都不忘色空间里带走的时候 内心疑惑这狐狸 哪来的储物空间 终于忍不住吐槽 你就这么放心的 在我面前展示你 还有空间的能力 不怕我把你抓走研究啊 七离之所以当着金灵灵的面掏东西 那是因为刚刚金灵灵国体 顺移过来的时候 已经看到自己往空间塞东西了 不怕 哦 我给你看的大宝贝 说着七离走到客厅中间 晃了晃 隐藏在爪子毛发里 套在爪子上的空间戒指 瞬间一个大宝贝出现在客厅 大宝贝上还有一个电子屏幕 上面清晰地显示着倒计时 03.89 只是瞬间 在数字变成03.19的时候 七离又将大宝贝收了起来 金灵灵看到大宝贝的瞬间 瞳孔剧烈收缩 尤其是看到变化的倒计时 金灵灵狠狠地跺脚 鲁鱼 尹真 你们能不能好好管管七月灵 哪有人特磨 把已经启动的核弹给七月灵的啊 面对一个钱国柱 还是暗中保护的钱国柱的指责 云仪和尹真都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金灵灵喘了口气 安抚了一下受惊的心灵 还好粉狐狸是能交流 有灵智的七月灵 不然他真怕 哪天洗着澡 唱个歌就感受到三千度的热情 我是九级预售师 而且有顺义能力 再加上我也有神话剧七月灵 你的核弹不一定能伤得了我 金灵灵严肃道 七离人立而起 对着金灵灵晃了晃左掌 淡淡道 我只要有灵能 就有无数次试错的机会 而你的机会只有一次 第102 张土妹子不土 第三日 前天夜里发生的事 并没有对影真造成太大的影响 他如往常一样六点起床 脱下身上已经乐胸的睡衣 刚准备穿校服 才末地反应过来 自己已经不用上学了 默默地又趴到床上 看着木字形睡姿的七离 伸手抚摸着七离肚子上柔软的皮毛 看七离一动不动 还用手指斗了斗不明物体 梦中还在领全国最受欢迎 漫画嘉奖的七离瞬间醒了过来 直接原地蹦了两米高 你干嘛 我看你睡得香 起床了 我们不是说好 今天要去秘境吗 你又不用上学 早去晚去不都一样 七离嘀咕了两声 急急不愿地晃了晃身子 然后伸了个懒腰 就那么坐在床上 看着影真穿衣服 看到影真努力地 将抹胸套在胸脯上 七离不屑地撇撇嘴 小的时候想大 大了又嫌妨碍行动 呵呵 女人 影真穿上雷电影的衣服 对着镜子突然问道 小离 你说的那个掌握雷电的神明 长什么样子 我不是说过吗 就是一个土妹子 大概呢 嗯 七离沉音片刻 显化人形 影真不解 你怎么突然变成人了 你坐到椅子上 我等会告诉你 她为什么是土妹子 七离露出一丝坏笑 前世父母还在时 她帮邻居家的小妹妹 扎过麻花辫 之前还想帮影真扎来着 后来经历了一连串的事 就给忘了 现在嘛 肯定要把影真完美复刻成为电影啊 不得不说 影真的发质还是很不错的 也许是 她是御寿师的原因 头发很顺 很柔 也没有分叉 梳子 只是轻轻一梳 就能从发根梳到发梢 七离运用不太娴熟的手法 按照记忆中雷电将军的样子 帮影真扎了个大麻花辫 然后 再帮影真佩戴好所有发神 嗯哦 行好行好 哦 看着镜子中的影真和她背后的自己 经过大半年的生长 影真的脸已经渐渐长开 已经有了雷电影九分的样子 一样的贤妻良母 一样的土味十足 硬要说 现在的影真和雷电影有什么区别 一个是胸 雷电影的胸 可是三四亿 而现在的影真还是三二弟 另一个则是做饭 影真会做饭 能吃的那种 再看看自己那张脚侠的脸 七离只想说 蓝星版的名神组出现了 怎么样 是不是很土 七离搭着影 真的肩膀问 影真打量着镜子中的自己 疑惑地摇摇头 不土啊 很好看啊 没想到小离你居然还会扎辫子 我以后就用这个发型了 以后要麻烦你 经常帮我扎辫子了 七离 换了个发型的影 真很惊艳 连云怡和王鹤都赞不绝口 一点都不觉得土 后来七离才反应过来 这个世界的人大部分发型 都是怎么随意 怎么简单 怎么方便怎么来 麻花变这种耗石 耗工的发型 反而是稀有发型 吃完饭 七离和影 真踏上秘境之旅 准备继续去宁丁一号的雪山秘境 然而到了城门口才知道 宁丁一号空间门本来就有些不稳定 前天的天翔 霍兰龙一折腾 直接塌陷了 现在宁城的皇级秘境 只有山林地貌的宁丁二号秘境 莫办法 影真只能回城 继续转公交车去宁城的二号出口 然后再搭运输车去宁丁二号秘境 这趟运输车和以往影真做过的不一样 以往运输车的乘客 要么自己一个人坐着 要么和熟视的人才会交流 但这趟车上却很热闹 自身四级御寿师 契约灵能抗能打 寻求组队 本人唐三时 有十四次探索 宁丁二号秘境经验 充分了解 秘境内所有异生兽 正式开组 来有治疗 侦查感应类契约灵的御寿师 影真翻阅着手中 宁丁二号的资料 资料上说 这个秘境多重山峻岭 多树木丛林 有很多 善于潜伏偷袭的异生兽 比如山林泰盘蛇 山地血黄 绿蛇血腾 难怪这些人寻求组队 单个御寿师 靠着契约灵 很难在接触召唤附体后 应付这些神出鬼没的异生兽 当然 这对契历来说 一点问题都没有 在趋及避凶的感应能力面前 这些只会偷袭的异生兽 基本都是 秘境气息和灵核 运输车里的乘客 很快就各自组成了队伍 也有人发现了 从头到尾都没吱声的尹真 一个约莫20岁左右的男性 起身走了过来 你好 看你一直没说话 要不要加入我们队伍 到秘境中 也能有个照应 尹真看到七里的耳朵 抖了三下 这是他和七里 很早约好的信号 在外遇到人时 只要感知到恶意 就抖三下 如果没有则不动 摇摇头 谢谢 不用 男人看了眼尹真 眼睛中闪过一丝贪婪 继续劝说道 我经常去宁丁二号秘境 二号秘境很危险的 一个人进去很难全虚全倚的出来 所以大家都会组对进去 尹真抬眼看了眼男人 声音也变冷了几分 我说不用 男人两次被拒 不由又羞又恼 我两次请你 是看你像刚出学校的学生 想待待你 结果你这么不给面子 坐在中间的官方维稳秩序员 看到有人要闹事 立马起身 后面的男的 一次警告 立马回到自己位置 不然别怪我赶紧下车 男人恼怒地瞪了尹真一眼 不甘地回到原本的座位 男人走后 尹真瞥了眼男人 摸了摸七里 小声问 有几个 三个 七里爪子 指了下三人的位置 他们这个队伍 一共八个人 进去后解决了吧 他们三个的恶意 不光是对你 也是对其他人的 很像之前 在灰尘秘境遇到的那伙人 嗯 乱世 虽然人命如草剑 但是荼毒他人性命的人 最不可原谅 就在尹真下定决心的时候 眨眼间 那三个人全都消失了 就仿佛他们不存在一样 周围人全部陷入了震惊 那么大的三个人 忽然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甚至还有人正在和他们聊天 连官方的人也一脸惊诧 不知所措 唯独七里知道 发生了什么 我说 你能不能不要偷听我们说话 引针后排的座位 传来精灵令慵懒的声音 是你声音太大了 七里 啊对对对 九级御寿失吼 听力好了不起吼 第103章 开端 你怎么知道是他们三个 七里跳到座椅靠背上 看着后排刻瓜子的金灵令问 金灵令照出黄色的凯西 将瓜子壳倒到凯西的手上 凯西消失再出现 拍了拍手 收回凯西 金灵令又从空间戒指中 掏出一把瓜子 你个笨狐狸 你知道他们刚当在商量什么吗 什么 尹真和七里同时问道 他们准备把尹真里的契约灵全杀了 然后囚禁在秘境里当容不求 容不求知道是什么吧 不知道你问你的笨狐狸 尹真侧目看下七里 七里立马挥舞爪子 小离我不知道 你当我未成年 尹真哼了一声 七里急忙岔开话题 那刚才那三人被你传送哪了 金灵灵悠悠地又磕了个瓜子 他们既然喜欢瑟瑟 正好附近有一个悲风龙的巢穴 我就把他们送过去了 七里 尹真 为那三人默哀0.1秒 悲风龙 一种钻石及一生兽 这种一生兽的战斗能力不强 但和哥布林一样 脑子里只有瑟瑟 但不同于哥布林 喜欢雌性生物 悲风龙却喜欢正面刚雄性 包括人类男性 这也算是一种 恶人自有恶人魔了 总之 他们不配脏了你们的手 你们只管在 秘境突破就行 尹真认真的点点头 谢谢 金灵灵白手一笑 不谢 有空教我怎么咋麻花辫 我挺喜欢这个发型的 到了宁丁二号基地 车上消失了三个人 所有人只是走个程序 被问询了一遍 没有问出什么东西后 官方直接将三人的信息 上报为失踪 至于元凶金灵灵 早在车进入基地前 就让凯西带着他顺移走了 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尹真抱着七里 进入秘境 应演的 便是无数层栓叠脆的 重山峻岭 空间门入口 在一座山的山顶 只有一个观察上 里面站着一个军人 周围都是苍白的岩石 和类似松树的树 往下看 是密不透风的森林 和树条蜿蜒的小溪 群山最矮的 也有数千米 有陡有缓 群山中烟雾生腾 不时有一生兽飞过 看了一会儿 其他同车的人 也进入秘境 刚刚没了三个人的队伍 迅速与其他队伍合并 整辆运输车上的四十几人 分成了三个队伍 也有人好心过来 拉尹真进队 但都被尹真拒绝了 趁着其他人 还在熟悉队伍的时候 尹真抱着七里 顺着不算太陡的山坡 直接下山 因为这座山的山顶 就是空间门 很多近来的御寿师 都会选择这个 不陡峭的山坡下山 所以开始几十分钟 七里一个恶意的灵魂 都没感觉到 问 同级中的强者 该怎么快速杀怪累积经验 答 找没有其他人 一生兽多的地方 怎么找这种地方 首先就要远离空间门 于是下山后 七里照出狐林台这吊栏 一路向西 这个秘境很大很大 官方给出的地图 已经超过了一搭八六二平方公里 后面因为勘察对损失太过严重 就没再勘察过地图以外的范围 所以具体有多大 没人知道 两只狐林抬着吊栏 十三只薄金级的狐林环绕四周 但凡有飞行类的一生兽感靠近 狐林就会告诉他们 犯我公司大人的代价 吊栏中 七里和尹真 一人一壶对视而坐 悠悠地吃着摆在桌子上的零食 说是来秘境探险 不如说是来度假 话说 我这吊栏好像要重做了 怎么 七里咀嚼着嘴中的花生 看了眼外面腾飞的狐林 狐林越来越大 以前他们八只都能抬 现在两只爪子都快没地方放了 你有什么想法 七里从空间中掏出一张图纸 铺在桌子上 我想的是吊栏不变 不过狐林抓握的横杆要加长 我准备再定制一个板房 尹真拿过图纸看了起来 越看脸越黑 好家伙 七里的新图纸 简直就是一个可拆卸 可移动的房子 我是这么想的 反正以我的感知能力 王叔的那个帐篷 又基本没没作用 每次还要折叠收纳 就挺费事的 而且住得也不舒服 不如弄一个舒适的板房 赶路时我们坐狐林牌吊栏 晚上睡觉时就住板房 反正我空间大 一个50平方的两室一厅板房 还是放得下的 七里滔滔不绝地形容着 尹真想了想 感觉也非常不错 当即同意 狐林一路没停 飞了接近五个小时 在一处小溪边上降落 尹真下地后 就照出若驼龙王和音音 蓝蓝 七里收起吊栏 十五只狐林冲向一个幽暗的树丛 十几爪子下去 树丛的枝叶就被扫了得干净 露出一条长约六米 通体漆黑 三角头 已经隔屁的蛇 果然是离得越远 一生兽越多 刚降落的时候 就感应到它了 嗯 这种蛇的毒素 会直接破坏 灵能核心和灵核 我们还是小心点 说着 尹真一刀剁掉狐林 拖回来的山林太盘蛇的蛇头 然后在地上挖了个坑 将蛇头埋了进去 才处理尸体 白刀子 很快变成了红刀子 尹真一边处理 一边碎碎念着 这蛇的毒囊 可以解析出蛇毒的解药 价值五万一颗 蛇肉蕴含毒素不能吃 解决完尸体 尹真到小溪边 洗了洗合金刀 继续出发 还是一样的阵型 若陀龙王开路 狐林护着尹真左右 七里感应着四周 一路上 遇到一生兽杀一生兽 遇到灵果摘灵果 尹真身上的秘境气息 以老牛饮水一样 飞快地增加着 秘境外 一颗陨石突入大气层 砸在了霓虹 将霓虹 新建的雄本城 连人带城砸成了 深达数百米的大坑 陨石落地后 没多久又发生了 剧烈的爆炸 随后 又有几十颗陨石 砸向世界各地 有的落在了 城市及城市附近 有的则落在了荒野 人类还没从 连续降落的陨石雨中醒过来 没多久 各国守在秘境门口的军队 都观测到秘境中 空气中的灵能 正通过空间门 传输到蓝星 同时 全球各处地震不断 仿佛有什么 在撕裂这个世界 第104章 被围堵 秘境中一个月后 一个备扬的山坳里 若驼龙王 守在山坳的出口 一夫当关 脚步贴着大地的若驼龙王 证明了什么叫阎龙王 靠着几乎无限的灵能 一边挥舞着爪子 将身前的山林风狼 尽数拍到天上 一边瞄 地暴天星 对招数不尽的狼群 砸下石头 雷鹰拳线 飞在空中 和15只狐狸 一起攻击着天上 多如牛毛的飞行类一生兽 电流冲击 和雷电狐爪 配合着 一只又一只鸟 类一生兽 虽然身形迅捷 但依旧有不少 惨叫着从空中摔落 蓝蓝泽飞 在尹真的身边 张开森林的庇佑 阻挡招数不尽的攻击 而尹真已经和气力合体 变为雷电影版八重绳子 站在弱陀龙王的侧身 手中的梦想一星 不断充能 挥出一道道覆盖范围 200米左右的梦想一刀 被刀芒覆盖的狼群 来不及惨叫 就变为两截 也有个子矮的 和反应快的躲过一截 继续向着一人 击气约灵发动攻击 不行了 这样不是办法 尹真看着望不到头的一生兽 陈生说道 脑海中 七里也是一样的想法 自从前天 他和秘境气息前几天 毕竟仿佛打开了什么开关 无数一生兽 全都放下了彼此间的仇恨 从四面八方 向他们发起了攻击 他们也试过躲起来 但他们好像 被猎人上了标记般 周围的一生兽 依旧能够找到他们 于是只能像现在这样 每走一段路就停下来 找个一手难攻的位置 将追来的一生兽 清理干净 放昼镜 杀生鹰吧 先把这些一生兽清理了 七里感应到所有一生兽 都集中在600米范围内 在脑海中溅溢 嗯 又挥出一刀清理出一片空地 在若驼龙王和蓝蓝的掩护下 迅速到空地展开杀生鹰阵 15只狐灵除了3只 继续与雷鹰权献并肩作战 其余12只迅速落地 参与到骤镜杀生鹰的阵眼中 隐真显露5条狐尾 灵能不停注入法阵 瞬间 黑云显现 雷鸣不断 天地变色 周围的一生兽 顿时露出恐惧的表情 但似乎是本能 还是其他什么的 这些一生兽 哪怕夹着尾巴 依旧汗不畏死地 用着灵能 发出各种攻击着阵眼中的影真 但这些攻击 全都被若驼龙王和蓝蓝挡下 随着影真灵能注入完毕 无数紫色雷霆 从乌云中降下 范围800米内的一生兽 无论是天上还是地面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接受了雷霆的洗礼 5分钟后 周围一片寂静 原本围攻的100多只一生兽 无论是普通级 还是首领级 全都原地躺尸 影真和气离分离 为什么会这样 影真连收尸的心思都没有 原地坐下休息 气离从已经被灵合和材料堆满的空间中 掏出一堆灵果和灵合 交给影真和盈盈 他们恢复灵能 可能是我们杀的一生兽太多 惹众怒了 气离咀嚼着 新抽到的枣烟蜜糖 坐到一旁 好像也是 影真认同的点点头 在被一生兽 围追堵截之前 他处理狐灵脱回来的尸体 处理道刀都顿了 说着嘴里咬着灵果 影真从空间戒指中 取出底石开始磨刀 气离取出地图 比划了一会儿 这里离空间门 还有100公里 我们是直接飞过去 还是再杀两波 直接飞过去吧 从地上走 很容易误伤到其他御寿师 而且离合云仪 约定回家的时间 已经影真看了眼腕表上的日离合时间 已经过去两天了 我怕他会担心 嗯 正好前面 也是御寿师活跃的地段 一生兽 应该没这里这么多 影真磨刀的时间 七离忽然感应到 有八个人带着七月灵靠近 是这里吧 是这里 我三个月前在电视上看到过 如果发现 持续五分钟的雷云 如果上报 可以获得奖励 好多一生兽尸体啊 还有首领级的 有人靠近 没有恶意 七离事实提醒 还在磨刀的影真 影真点点头 不管他们 说完 影真找到最近的一个 山林风狼首领的尸体 白刀子静 红刀子出 无比熟练 且精准地将零和技能石 给掏了出来 动作间 七离也看到了 来的八个人 五男三女 各自带着七月灵 几人也看到了 正在分解尸体的影真 小声议论了起来 官方不是 说是自然现象吗 怎么会有人在 会不会是先我迷不到的 不可能 普通玉兽师 根本到不了这么远 这个女生 应该有很厉害的七月灵 我想起来了 三个月前 不是有人说 坍塌的一号秘境里 有一个女生的七月灵 甚至可以杀掉 钻石及一生兽吗 会不会是她 看 粉色的狐狸 粉鹰雷狐 就是她 溜了溜了 原来是大佬在 几个人 停下了脚步 顿石冷汗沉沉 还好他们决定先看看 而不是直接收割 一生兽的尸体 不然暗喻受尸的规矩 擅自处理他人 击杀的一生兽 那可是 可以直接动手的 按现场的样子 他们八个人 加起来估计 也不是对手 为首的人朗声道 无意打扰 我们这就离开 尹真抬眼 看了眼为首的男人 你们帮我处理下尸体 我只要联合 其他的闺女们 几人的面上 瞬间浮现喜色 忙不迭地点头 处理一生兽尸体 这种小事 还能白嫖到 一生兽材料 傻子才不敢 于是 几人纷纷让契约灵警戒 掏出各自的刀具 开始帮忙处理 处理的同时 身旁一个箭坛的女人 看着半径800米 直径1600米的窗衣 问道 这种程度的攻击 真的是你的契约灵释放的吗 嗯 影针翻过一只首领级血齿鹰的尸体 一刀子进去 既然已经不用保密 自然没必要 隐藏小黎的强大之处 女人扎蛇 感叹道 好厉害 一个技能 居然能覆盖这么大的范围 钻石及一生兽 都很难做到 第105章 世界的变化 话说 怎么会有这么多 不同种类的一生兽 聚集在一起 血齿鹰 不适合山林胎盘蛇的天地吗 山林胎盘蛇 又是山林蜂狼的天敌 另外一边 两个一起处理一生兽的人 聊了起来 还记得以前一个传言吗 只要短时间在秘境中 杀了太多的一生兽 就会吸引周围 所有一生兽的攻击 那女生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嘶 那得杀多少啊 你问他呗 我可不敢 万一粉鹰维狐给我来一下子 你们可能连我灰都找不到 齐里耸着耳朵 众人的议论声 一字不落地传入他的耳中 原来他和影针被一生兽堵截 还真是因为杀了太多一生兽 至于具体数量 应该是杀了第三百只以后吧 或许这是某种潜规则吧 当地球有入侵的时候 伟大的重圣和月光队员 会站出来抵抗 秘境一生兽的生存 遇到重大威胁的时候 也会群体抵抗 有了八个人的帮忙 几十只一生兽 很快就处理完毕 影针如约 只受了81个灵盒 然后就在众人轻佩 又好奇的目光中离去 吊栏中 齐里和影针聊了 他们可能在 秘境触碰到了某种禁忌的可能 虽然这个说法 就连七离都觉得扯淡 但事实摆在眼前 由不得他们不信 只能说 以后在秘境里 让全自动狐狸青怪小组悠着点 聊完以后 一人一胡 开始清点这次的收获 300多颗各式灵果 410颗灵盒 42个山林太攀蛇毒囊 4颗技能石 以及无数材料 两颗是山地风狼的疾风切割 一颗是山林太攀蛇的毒物笼罩 一颗是血齿鹰的火语剑 除了毒物笼罩兰兰用的上 其他都是没用的技能 对了 这次我还是不先突破吗 七离点点头 嗯 这一个月签到奖励有点黑 第一次奖励是100份早夜蜜糖 第二次是黑丝石套 第三次是百年寿灵 第四次又是100份早夜蜜糖 现在再奖励6次百年寿灵 就能变成六尾狐 至于为什么会抽到两次早夜蜜糖 这个须迷瓜娃子爱吃的东西 纯粹是因为童子姐说 她11抽抽到纳西达 啊不是 你抽到纳西达 关我这只狐狸什么事啊 七离有点崩溃 不过按照影针牌系统的尿性 现在影针已经可以突破五级预售师了 那说明四级灵能药剂也要来了 出了空间门 七离和影针瞬间感觉有点不对劲 现实世界的空气中的灵能居然更浓郁了 丝毫不比秘境中差 这种变化 周围的军人和来往的预售师却一副正常的样子 影针和七离都有些不解 到了军事基地的售票窗口 来时6000的路费 售票员直接收了影针15000 影针虽然不缺这几千块钱 但还是不解的问 怎么突然贵了这么多 女售票员丝毫没有气恼 只是微笑着回问 你半个月没出秘境了吧 看影针点头 售票员看没有其他排队买票的人 于是耐心的说道 半个月前 基地到宁城的路上 因为地震 列了一道1000多米宽 深几百米的口子 现在回宁城运输车 要多绕50多公里的路 地震 影针一脸问号 天翔或蓝龙又来过了 售票员摇头表示 她也不知道 见有人排队购票 便催促影针付钱 影针掏出15张千元华夏币买了票 带着满心的疑惑登上运输车 在气厉的建议下 做到倒数第二排 果然 他们刚坐下 背后就传来了金灵灵的声音 你们可算出来了 我还以为你们两个死在秘境里了 影针转过头 金国柱 话未说完就被金灵灵伸手挡住 我已经死了 叫我金姐就好 金金姐 你们什么情况 我们本来前几天就想出来的 但是秘境里一声兽好像疯了一样 不断追击我们 所以就耽误了 影针解释道 金灵灵摸了摸下巴 触发秘境的自保程序了吗 难怪 秘境自保程序 影针不解 金灵灵继续开口道 嗯 一种非官方的说法 有人将秘境比作为一个人 秘境墙就是家里的院子 而一声兽 则是院子里看家护院的狗 当狗死的太多时 人就会命令所有的狗保护院子 很浅显的说法 之所以这个说法一直没被公布 那是因为这种现象 有史以来能触发的人只有六个 能证实的只有两个 而其中一个就是王振邦国柱 他在六级御寿师时 在秘境的山谷中 无意遇到了蛇山现象 蛇山现象就是蛇到了繁育的季节 聚众 嗨嗨 于是他用核弹炸了那些蛇 后来他因为有预言戏七约灵 立马知道秘境将对他进行反击 于是第一时间跑了出来 七里 影针 六 你们比他还六 看样子 你们是硬生生杀出来的 牛啊 影针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都靠小黎和龙龙他们 话说 金姐 为什么空气中灵气浓郁了 为什么又地震了 金灵灵皱眉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刚进秘境后没多久 全世界各处都有陨石落下 我们国家也有三颗 一颗落在了贝加尔湖 一颗落在了东藏 一颗落在了弯弯 还好这些地方都没有城市 所以不像国外损失那么惨 比如霓虹 刚建好的熊本城又没了 死伤了几百万 不过自从陨石落下后 全球到处都开始地震 到处都出现了裂骨 这里回宁城的裂骨 还算小的 双喜城附近 甚至出现了宽三十公里 长五百公里的口子 全球的秘境 也同时出现了异常 灵灵通过空间 门溢散到了我们蓝星上 经过科学家检测 随着空气中 灵灵变多 很多核战场的辐射 都开始消失 或者说辐射 也被灵灵转变 我们的世界 好像恢复了活力 第106章 有的可能性 金灵灵的说法很乐观 但七里 却感觉到了不对劲 前世看过例如 《环太平洋》 《世界大战》 之类的电影 瞬间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跳到椅子靠背上 七里只是金灵灵的墨镜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 灵灵一散到空气中 其实是在改造蓝星 是为秘境 彻底与蓝星 融合做准备 金灵灵 想到其中的后果 想到无数黑级秘境中 涌出的神话 极易生兽 额头瞬间不满密汉 近万年的时间 历经一直以 空间门的形式出现 有这个可能吗 我也不知道 但我觉得 有这个可能 尹真也点点头 金姐 我也觉得 有这个可能 不妙啊 不妙啊 金灵灵嘀咕了片刻 抬起头 我出去打个电话 尹真 你也打个电话 给你小姨 这几天她很着急 说完 金灵灵的身影 就随着凯西的 出现瞬间消失 尹真也掏出手机 给云姨打了个电话 在电话中 尹真忽略掉 被围攻的事 只说手表坏了 不知道时间 才打萧云姨的担忧 挂完电话 金灵灵长叹一口气 老不死的 你到底看到 什么样的未来啊 感叹完 金灵灵又让凯西 带着她闪回运输车里 尹真已经挂断电话 正抱着七里 看向窗外 还好 目前全国各大城市 还没出现秘境 融入现实的报告 这些官方会盯着的 不过 我看尹真你身上的 秘境气息这么浓 要突破了 嗯 等一等 尹真点头 加油吧 金灵灵拍了拍尹真的见 等了两个小时 运输车坐了大半车厢的人 才开始出发 尹真和七里全程 看向窗外 一出全是水泥钢筋的基地 他们就发现 路边的树林更密了 而且杂草也开始变多 很多新增的植物 都是秘境中才有的 金灵灵道 这些都是秘境中意 散出来的灵能 所带来的变化 七里心中 愈发肯定自己的猜测 这个世界 好像越来越危险了 哎 躺平画漫画的日子 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啊 生活不易 狐狸叹气 运输车行驶着 直到离开基地四公里左右 空气中的灵能浓度 又变为蓝芯原本的浓度 说明秘境易散的灵能 并不是瞬间充斥蓝芯 而是有一个过程 再过几公里 运输车突然转向 从原本平坦的公路上 行驶到临时压出来的土路上 七里野影真也看到了车窗外 那道深邃的鸿沟 这个裂谷还算小的 现在全球最大的一个裂谷 在米国 东西走向五千公里 直接将米国用宽三百公里的海峡 分成了两半 金灵灵悠悠说道 那米国的地震 很惨吧 影真道 没多惨 最高阵级 才七级 还没天翔或蓝龙来时的八级高 金灵灵摇头 似乎很可惜的样子 七里不解问 很奇怪 这么大地形变化 怎么才七级地震 不知道 现在没有人有答案 金灵灵摊开手 七里又想到一个可能 蓝星到处都出现的地裂 其实是给 即将融合的秘境准备的 也就是说 蓝星要变大 但是蓝星很温柔 很心疼 活在身上的生命 动作已经尽可能的轻 不去伤害活跃 在身上的生命 嗯 什么奥特曼剧情 将乱七八糟的想法抛却脑后 七里没在想这个事情 反正自己现在是 薄金级的小卡拉米 就算天塌下来 也就用金灵灵 这种高个子挡着 回到家 尹真迎面没等到拥抱 而是遭到了云仪的训斥 金蜜镜就不能多带两块表 我差点准备 让人去蜜镜找你了 说着 云仪将新买的手表 递给尹真 对不起 尹真老老实实地道歉 接过手表 云仪笑了笑 摆了摆手 快去洗澡吧 一身胃 洗完吃午饭 尹真开心地在云仪脸上 啄了一口 便回房间 拿了换洗衣服 带着气力到浴室洗澡 小真 你好像又大了 嗯 可惜多枝寒梅 已经吃完了 不然还能再大一点 我记得你说过 多枝寒梅 是根据每个人的前置 决定提升的大小 你这前置很高啊 哼哼 羡慕不 还比试我不 吃完云仪 做的午饭 云仪闲着没事 下午便一起去了交易中心 这一趟秘境之行 尹真赚的不少 光三颗技能石 就卖了450万 42个毒囊 卖了200多万 再加其他7788的 一起卖了2000多万 七离神之眼 满满当当的空间 瞬间空旷了起来 随后又去了之前 七离定制吊篮的手工作坊 店家看到吊篮后 立马知道土豪来了 在看尹真帝 给他的板房图纸 和对吊篮改造的要求后 拍着胸脯 表示没问题 因为尹真要求板房 和横杆 都要最好的材料 所以价格 自然也不便宜 吊篮家装的横杆 和两个板房 加起来价格 有500多万 云一还价后 店家同意500万成交 交了200万订金 订好一个星期后来拿 两人一壶 又逛了一会儿才回家 耶 七离看着倒地时 一分钟的系统面板 再看看睡着的乳牛 撇撇嘴跳到窗台上 搓手 拜月 童子姐啊 黑了几个月了 咱能给点好东西了吧 这世界太危险了 童子姐 签到了 签到 提拔那种真好用 本周签到已完成 恭喜获得四季灵能 药剂星号1 神之眼空间 加100立方 下一次签到时间为 168小时后 呵 灵屁 七离嘀咕了一声 退出与系统的交流 这一次的奖励很合理 不光空间加了100立方 达到了450立方 还能再帮尹真突破 又能多一个帮手 就很nice 七离撇了眼对面 还亮的灯 默默拉上窗帘 然后变为人形 从空间里 掏出灵能药剂 刚准备网 尹真嘴里味突然想起上次的教训 于是敲咪咪观测了小未来 确定自己不会弄行尹真后 打开瓶塞 刚想未尹真 忽然想到 还特么有一个精灵灵 鬼知道自己观测未来后 她会不会过来 咻 白花花的精灵灵果然出现了 你又看未来了 第107章 第五次召唤 两人同时一愣 你再给御主下毒 你怎么又光溜溜的 沉默 七里看着金灵灵 残余着水珠的性感躯体 金灵灵看着七里手中 蕴含强大灵能的药剂瓶 我感应到你 观测未来 以为又有什么事发生了 既然没有 我就闪了 对了 慢点喂 别把你御主呛死了 说完 金灵灵咽现地看了眼 还在睡觉的影针 又瞬间消失 一如她刚刚来时 只留下两只湿漉漉的脚印 回到房间 金灵灵看看对面窗帘遮蔽的灯光 再看看呆呆傻傻 成天就眯着眼睛的凯西 你不会也半夜偷偷喂我东西吧 凯西歪歪狐狸头 表示听不懂 算了 七月灵和七月灵 看样子也有差距 而且 差距比人和一生兽都大 金灵灵走后 七里就当她没来过 继续小心地将灵能药剂 投喂到影针粉粉的樱桃小口中 喝吧 喝吧 七里慈性而魅惑的声音 不断念叨着 睡梦中的影针 喉咙滚动着 将药剂吞噬殆尽 随后 就是喜闻乐见的突破环节 七里看到影针身上的 秘境气息消失后 满意地点头 将药剂瓶扔到空间里 继续缩到被窝中 紧贴大白兔 就在七里闭眼的时候 影针睁开了眼睛 又接着闭上 伸蛇舔了舔残鱼甜味的嘴唇 翻身将小狐狸往怀里搂了搂 这笨蛋 四级到五级灵能差异那么大 我怎么可能还睡得着 不过 你不想让我知道 那我就配合你吧 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上 夜 又突破了 影针努力地管理着表情 将已经醒来的七里青青 抱抱 举高高 虽然影针在四级预售师 已经卡了四个月 但其实真正在秘境的时间 只有一个半月左右 一个半月从三级预售师到四级 不说前无来者 但也算进级速度最快的一批 听到影针突破到五级的喜讯 云仪也很开心 不过她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影针总在星期五的晚上突破 狐一地瞥了眼正在吃饭的七里 如果她还猜不到和七里有关 那她这个六级预售师就不当了 不过看影针的样子 估计心里也清楚 所以云仪也没有多问 吃完早饭 影针简单地穿了身风衣 打车前往五级召唤馆 现在 她的契约灵阵容 已经达到了完美状态 防御有若驼龙王龙龙 治疗护盾有兰摩罗兰兰 对空 对地雷因权限 更何况 还有一个几乎全能的气力 所以 到现在 她也没想过 自己想召唤什么种类的契约灵 不过 按照影针这几次召唤出来的提瓦特牌契约灵 七里可以肯定 反正出来的 肯定又是提瓦特的土著 现在七里唯一期待的是 这一次 影针会找出谁 是能扛能打的街溜子呢 还是街溜子呢 没办法 那个男人带来的安全感 是没有人能代替的 到了召唤馆 影针交灵盒排队 当影针将身份证和十颗黄金及灵盒 递到登记窗口的时候 工作人员诧异的下巴都要掉了 17岁的博金及预售师凝成二十几年才出四个 最近的还是十几年前的两个人 一个叫灵石吗 一个叫王什么的 已经登记完毕 你召唤完请等一下 预售师徽章制作需要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工作人员很客气地将身份证还给影针 嗯 影针点点头 然后跟着工作人员进入召唤大厅 和四级召唤是一样 整个大厅里又是只有负责记录的记录人员和两个安保人员 三人正在聊着天 乖乖 这么年轻的 18岁不到就博金及 而且召唤的全是X星契约灵 这种资料从来没见过 我看看 嘿 还真是 不过这丫头可以啊 建议永为奖章两个 魔独救援纪念章一个 这到公家上班 保底得是个主任级别 粉银雷虎啊 黄金及 官方不知道 七里等级可以超越预售师影针 就能劈死钻石级的契约灵啊 人家有这么强的契约灵 为什么不等预售师等级高点 也是 三个人对着电脑屏幕上的影针资料聊着 待影针进来的工作人员咳嗽了几声 提醒三人人正主已经来了 几人抬头 看到话题正主正 表情淡然地站在旁边 不由尴尬地散开 只剩登记人员还坐着 登记资料收到了没 收到了 那我往召唤阵放灵盒了 工作人员说完 让影针稍等 便拿着灵盒袋子到召唤阵上安装灵盒 影针则将七里摆在放置物品的桌子上 摸了摸七里的头 我去去就来 七里点点头 这还是他第一次没在包里 好奇地打量了一圈召唤大厅的全貌 嗯 怎么说呢 除了召唤阵 哪里都充斥着豆腐渣工程的感觉 摇摇晃晃吊灯 干裂的墙皮 劣质的桌椅 总感觉稍微有一点大动静 这个召唤大厅就会垮塌一样 但如果真不结实 那上个月天翔或蓝龙搞出的地震 应该把这里震塌了才对 就很怪意 影针抬脚走上召唤阵 召唤阵随之启动 灵合的各色能量流入召唤阵的线图 直到灵合的灵能全部注入 灵合化为积粉 整个召唤阵先是爆发白光 遮蔽了影针 已经苗条性感的身形 七里蹲在桌子上眯起眼 看着召唤上的白光转为蓝色 这个世界召唤阵会根据七月灵的主属性 显现不同的颜色 紫色雷系 黄色土系 白色冰系 绿色植物系 红色火系等等颜色 而蓝色就是水系 提瓦特水系符合七月灵飞人生命的 有哪些呢 是天里来了都得凹几个阶段的纯水精灵 是Doon Doon Doon的谁是莱姆 还是 第108章 塔塔罗特 蓝光持续着 两分钟后 当七里看到影针身边的七月灵时 顿时满头都是问号 这是啥 提瓦特有这玩意 七里刚刚从纯水精灵 想到撕裂星海肩膀的深海蛇平鱼 怎么也没想到影针居然召唤出一只 一只水塔 亦或者是海塔 一只身高1米5 头上左边带着蓝色羽毛与发带配饰 胸口带着蓝色宝石领结 通体上白下蓝 短胳膊的海塔 还别说 这海塔白白的脸上一对黑圆眼 小黑鼻子 六根像两边伸的胡须 细一看还挺可爱 就是这造型 怎么看怎么眼熟呢 出来这个世界的它 不像若驼龙王还叫嚣着 海塔只是静静地 无措地看着双手 好像那里有什么东西 突然没了一样 啊不 原神中有这玩意 七离急忙打开系统面板 姓名 塔塔罗特 种族 海塔 星级 六星 属性 水 等级 黑铁初七 技能 完全只塔 大幅提升对水元素的掌控力 哼哼啦 召唤出连接任意海底的法阵 以灵能压缩通道 即射出蕴含水箭的汹涌水铺 七离 六星说明 塔塔罗特和自己与若驼龙王一样很牛 看技能也很厉害 但是原神中没有塔塔罗特这个角色啊 难道是五点零或者六点零后出的角色 七离歪着头 很势不减 难道五点零过后 米忽悠已经不满足于 ZZZQ 已经开始为福瑞控准备福利了 登记人员也有点猛 以前也有人召唤过灵星 或者一星海塔七月零 但颜色与眼前这只不一样 那么该怎么定解 反正肯定不能再出粉银雷狐那样的错误 听说宁城中学给粉银雷狐定级的老师 可是被罚了三个月工资 他可不想被扣工资 于是将问题踢回给尹真 那个 尹真小姐 你这七月零应该不是普通海塔吧 尹真看看还呆呆的海塔 然后看看七离 七离点点头 不是普通海塔 一人一胡之间的小动作 无人在意 听到尹真这么说 登记人员手指在键盘上敲击 那我就定X星了 根据外表命名为白头水塔 又是X星七月零 你以后不会都照未知七月零吧 对于官方登记人员的起名水准 虽然描述很直观 但吐到华国各地的预售师不停诟病 但是没办法 预售师自己起的花里胡哨的名字 官方不认 尹真怂怂间 谁知道呢 登记人员又聊了几句 尹真只是简单的回应 他现在可没聊天的心情 他只想快点登记完 拿到预售师徽章 然后找个没人的角落 问七离认不认识海塔 等到登记人员录好海塔的外表信息 尹真也等到工作人员拿来的预售师徽章 看了眼通体绿色的徽章 及其背面的尹真 9511年生SS及天赋 便将徽章收进空间戒指 然后又将海塔收入契约空间 便于工作人员点头再见后 抱着七离离开 随着尹真走出召唤大厅 后面还传来工作人员比较惋惜的声音 这次他召唤居然没闹出什么动静 可惜了 我一直点着脚尖 随时准备报主机跑路 脚都点骂了 是啊 这个管子再不重新装修墙皮 都要自己掉了 说到底还是上面聪明啊 金玉齐离 败续其外 就用这种方式赚预售师的钱 钱不过去官方打工 双赢 七离抖了抖耳朵 这些话一字不漏地传入耳中 果然 我说那几个人 敢在随时要倒的房子里办公 这个世界的官方六啊 隐真摸了摸七离的脑袋 走出召唤馆 看左右无人问道 小离 你在说什么 七离摇了摇脑袋 没说啥 那个海塔我不认识 但很厉害 很厉害 嗯 具体的 你要进秘境试试 好吧 那我们先回去 把龙龙他们 全部喂到薄荆棘 对了 海塔的话 我叫他海海好 还是塔塔好 海海 兄弟们 我干哦 七离脑海里 瞬间出现老八干饭的画面 差点忍不住干呕 虽然隐真和云衣一脉相承的取名无能 但海海这种名字 还是算了吧 塔塔挺好的 回到家中 隐真当着云衣的面 召唤出萌萌哒的塔塔 下面就是七离的提问环节 哦 会说话不 音音 不会 得 又是一个不会说话的音音怪 就是这声音 好像狐狸啊 哦 有记忆不 音音 没有 说着 塔塔扭头看下影真 音音 玉主 请问有咖啡吗 我有点渴 七离 十分钟后 塔塔很是优雅端起茶杯 浅尝着云衣泡的茶 音音 虽然水质很差 但茶叶的鲜苦后干 却能给塔一种不同的感受 不错 这说话的语气 这优雅的姿势 除了李悦和风丹的两个老灯全体瓦特 还能有几个 七离狐狸嘴角疯狂抽搐着 他知道塔塔是哪个了 虽然不知道水龙王为什么会变成海塔 完全之龙也不知道 为什么变成完全之塔 但是这姿势 这语气 排除调研属性的李悦老灯 那就只有风丹的老灯那位莱特了 小黎 塔塔在说什么 尹真和云仪同时看向一头黑线的七离 她说她外面太干燥了 她想进契约空间 塔塔端着茶杯的爪爪一顿 将茶杯放回桌子上 盈盈 这位狐狸小姐 我们似乎并无仇怨 那个黑漆漆的 塔塔话未说完 就被尹真收进契约空间 只留桌子上还冒着热气的茶杯 小巨场 若干天后 若陀龙王 新来的兄弟 要不要悄悄给那只狐狸 来个狠的 塔塔罗特 我不与尚未掌握权柄的龙说话 若陀龙王 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 你是龙吗 塔塔罗特 没有人规定龙长什么模样 第109章 海塔海塔别哭了 现在的七离空间里 黄金及灵盒足足600多颗 可谓是十分之充足 收起塔塔后 引针召唤出音音和兰兰 龙龙 七离也配合地 从空间倒出一堆黄金及灵盒 放到桌子上 分成三堆 阴阴和兰兰各自安静地 吸取起灵盒中的灵能 而若陀龙王则嗅了嗅鼻子 然后瞥了七离一眼 哼了一声 一口将所有堆在他面前的灵盒 炫到嘴里 等待三肢突破的时间 尹真问道 小离 你不是不认识塔塔吗 怎么看你刚刚的样子 好像认识他 七离坐到桌子上 摊开胡肘 原本没想起来 但我刚刚想起来了 不过塔塔的形象 和我了解的有很大出入 不过这些不要紧 你们只需要知道他很强就行 这么说吧 他不比龙龙差 甚至可能比龙龙还强 没有预寿师能拒绝强力的七月灵 哪怕尹真也不外如是 当即开心 把刚刚收回契约空间的塔塔 又照了出来 塔塔一出来 两只痘痘眼 就死死盯着七离 委屈 茫然等种种情绪 在他的眼里流转 窗外 忽然下了雨 嗯哦 信号信号 哦 七离想到游戏中 那维莱特的设定 尝试着伸出胡肘 摸了摸塔塔的头 哦哦 水龙水龙别哭了 没用 哦哦 海塔海塔别哭了 还是没用 窗外雨依旧下着 哦 算了 你还是哭吧 正好凝成最近天气干燥 七离坐到一边 无聊地看着影针 给塔塔投喂黑铁级灵盒 果不其然 塔塔和弱托龙王一样 突破用的灵盒 都比蓝蓝和阴阴多 也是60颗黑铁级灵盒 还好当初早就准备了足够的量 不然还真不够塔塔一口气 突破到薄金的 姓名 影针 种族 人类 玉兽天赋 SS级 玉兽等级 五级初期 七约灵 七离 雷音权限 蓝摩罗 洛陀龙王 塔塔罗特 性格 认真 冷静 善良 努力 姓名 七离 种族 狐狸 星级 六星 属性 雷 等级 薄金后期 技能 狐灵实罪 吞噬怀有恶意的灵魂 熔炼成可以操控的狐灵 狂雷击 凝聚雷霆 形成可以击中目标后 会爆炸的雷球 骤镜 杀声音 灵护灵结成覆盖半径400米的 非阴影雷阵 引下神雷攻击阵内的敌人 腾云驾雾 千里眼 凝聚雷能增强视野距离 搭配狐狸之窗 可以看穿伪装 狐狸之窗 就是八重身子捏的手势 无名指 中指 大拇指向前挤压 小拇指和食指上翘 形成狐狸的头 霓虹传说中 可以透过狐狸的眼睛看到妖怪 此处为二摄 不要较真 躯极避凶 可感应800米范围内的善恶灵魂 大秘法 天狐显真 显露天狐之身 引动天雷 化为天狐之雷攻击敌人 浮旋排法眼 注入灵能 可观测20分钟内的未来 姓名 雷因权限 种族 元素 星级 五星 属性 雷 等级 薄金初七 技能 雷属性 对雷属性攻击拥有极大的抗性 雷针发射 召唤五个雷针攻击目标 目标被击中后会持续受到雷电攻击 电流冲击 积蓄电流 瞬间释放攻击敌人 雷电牢笼 召唤雷电形成牢笼 对触及牢笼的目标造成雷电伤害 姓名 蓝莫罗 种族 植物 星级 五星 属性 草 等级 薄金初七 技能 瓜娃子的庇佑 只有拥有童真之心的人才可以看到蓝莫罗 森林的庇佑 召唤一个草元素护盾 抵挡所有伤害 在护盾中的人与七约灵都会得到缓慢的治疗 藤腕缠绕 从地底召唤出藤腕困住敌人 姓名 若陀龙王 种族 炎元素 星级 六星 属性 炎 等级 薄金初七 技能 我即为炎龙王 对图属性攻击及物理攻击拥有极大的抗性 战争践踏 四族积蓄灵能拍在地上对周围敌人造成范围伤害 岩石坠落 召唤从天而降的图属性石头砸向目标 性灵 塔塔罗特 种族 海塔 星级 六星 属性 水 等级 薄金初七 技能 完全之塔 大幅提升对水元素的掌控力 哼哼啦 召唤出连接任意海底的法阵 以灵能压缩通道 即射出蕴含水箭的汹涌水铺 审判恩怜 指定一块区域 瞬间降下重水 砸在区域内 不计入字数 七里看着面板 陷入了沉思 先不说塔塔这个酷似吃薄底的 红发暗叶 英雄技能的技能名 傲娇呢 我预主那么大的傲娇属性呢 怎么突然没了 难道生活中没了柳四烟 尹真就不傲娇了 斯果然是相爱相杀的一对 可惜柳四烟选择躺平享受生活 而尹真选择了 将命运握在手里 两人在男友见面的一天 可惜啊 七里摇着头 叹了口气 尹真将突破的四肢 收入契约空间 塔塔本来还想反抗一下的 这从外面下的更大的雨就能看出来 但是尹真可听不懂她的海塔叫 还是将它收入了空间 塔塔一被收起来 外面的雨就停了 尹真坐回沙发上 云仪从戒指中掏出一达资料 开口道 这是徐城三个绿色威胁等级秘境的资料 准备什么时候去 过一段时间的 我想等吊篮和板房做好再决定 嗯 一直待在秘境 对心神都是巨大的损耗 适当的劳逸结合一下也好 正好这几天我也准备休息一下 云仪温柔地摸了摸引针的头 在引针休息的时间 蓝星的变化依旧持续着 秘境易散的灵能越扩散越远 无数焦土又重新染上了绿色 大地上裂开的隔阂也越来越深 越来越宽 也越来越长 科研者们短时间内还未观测出这种变化 给蓝星和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有人觉得这是好事 因为空气中灵能的变多 很多因为核战而荒芜的土地都恢复了绿意 生态正在修复着 但也有人提出了和契离一样的融合论 秘境正在与蓝星融合 官方召开了数次会议 官方主脑和王国柱交换意见 决定在不影响普通民众的前提下 扩充五倍 为此 十个九级预售师一起出动 收复了数作 有神话及一生受盘踞的油矿 尹真在家闲约了几天 这天到了约定去手工作坊 拿吊篮和板房的时间 清早尹真吃完早饭 就抱着契离出了门 走在路上 尹真的手机突然响起 抬手一看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尹真接听后并没有说话 对方等了一会儿 看尹真没动静 喂喂 尹小姐在吗 你说 我是宁城秘境研究院的 一级研究员追迁鹤 昨天夜里 宁城西南35公里处出现空间异常 经确定是一个绿色威胁等级空间门 里面环境为海岛类秘境 我们在五级预售师的名单上 看到了你的资料 加上我之前从王瑞副城主处知道 你的契约灵拥有跨级对战的能力 所以我代表官方邀请你担任我们研究队的护卫 自然 官方也会给予你相应的报酬 日薪一百万直至研究任务结束 并再加一百颗薄金级灵盒 你看怎么样 尹真捂住了手机听筒 小黎 你觉得可以接吗 研究员啊 可以接 正好我一直有个想法 想问一下他们能不能实现 好 我接了 挂断电话 尹真好奇地问道 你什么想法想问研究员呢 虽然龙翁喜欢契约空间 但我觉得不是所有契约灵都会喜欢 比如我自己 所以我一直在想 既然官方能制作空间设备 那可不可以将契约空间装在一个球里 然后将契约空间改造成契约灵喜欢的模样 对战的时候 直接按下球的开关 将契约灵召唤出来 既方便自己 又能让契约灵住得舒服 你觉得怎么样 七里挥舞着爪子 描述着自己的奇思妙想 我觉得很棒 但你这个想法 也太天马星空了 尹真摇摇头 所以才问研究员啊 笨 两天后 天气微热 到了和追千鹤约定的时间 尹真穿戴整齐 抱着七里合 也要去秘境的云仪 依依不舍地告别后 出门直奔宁城秘境研究所 宁城秘境研究所 位于宁城东北角的工业区 离尹真的家可不算近 坐公交车 最少也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反正出行费用追千鹤答应报销 尹真也没客气 直接打了辆出租车 宁城秘境研究所 从名字看 普通人只会以为他 就是研究秘境内的生态与气候 其实不然 这个凝聚了整个宁城 甚至东部大部分城市科研精英的研究所 同时还负责研究 易生兽与契约灵等等的研究 例如 现在尹真手中利用秀秀鼠空间囊改进的空间戒指 就是宁城秘境研究所与宁城科研院联合研发的 出租车驶入工业区 道路的两边不时有巡逻的军人 契约灵和装甲车 可见工业区的重要程度 到了秘境研究所门口 尹真拿着发票 在研究所门口军人戒备的目光中下车 他没有进去 而是掏出手机 给追千鹤打了电话 我到了 我的研究小组也上车了 稍等 没多久 一辆客车从研究所内开了出来 在守卫处停下进行外出登记 空当中 一个约莫26岁左右 穿着白大褂 一头短发的女人从车上走了下来 对着尹真伸出手 尹小姐 你好 我是和你联系的追千鹤 尹真 尹真浅浅地搭了一下追千鹤的手 松开手后 追千鹤点头道 工为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我的研究小组一共五个人 秘境中除了研究外的事 我们都会替你安排 我唯一的要求就是 你能尽量给我们提供研究样本 我知道 不过秘境有潜藏的规则 我不会一次性杀太多一生兽 如果杀的一生兽太多 你们必须暂停研究 立马退出秘境 追千鹤文言 左手中只服了服鼻梁上厚厚的圆框眼镜 秘境的反击机制啊 看样子你触发过了 你比传闻中的还要厉害 睡着 追千鹤看向尹真臂弯中的粉色狐狸 这就是粉银雷狐吗 研究任务结束后 你能不能带着你的粉银雷狐 让我研究一下 尹真的眼神瞬间变得锋利 直勾勾地盯着追千鹤 身形后退一步 右手直接按到腰间的刀柄 不能 追千鹤看尹真如此应急的模样 立马举起双手讨饶 别别 淡定 淡定 我可不是你的敌人 我也只是想知道 你的粉银雷狐技能的威力有多大 居然能劈死霜一风飘龙 既然你不愿意 我也不强求 原谅一下我这个科研者的好奇心 尹真看周围守卫全都看着他 也是慢慢将手从刀柄挪开 秘境中你会看到的 以后 请你别开这种玩笑 登记完 尹真也上了客车 车上除了司机 还有15个人 5个是和追千鹤一样 身穿白大褂的科研者 另外10个是全副武装的军人 车辆启动 追千鹤拉着尹真坐到他的旁边 10个军人是官方派给科研组的护卫队 都是5级预售师 他们也会跟我们进秘境 尹真点点头 这很正常 哪个官方敢让平民预售师 带着对华国 对人类都很关键的科研队 这个之前 追千鹤就在手机里说过 不过官方的预售师军人 大部分都是契约灵 几乎损失殆尽的预售师 所以他们负责保护还行 攻击那就比尹真这种 所有契约灵建在的预售师差远了 这也是追千鹤邀请尹真的原因 那他们的行动 身后座位的中年预售师文言说道 我们只负责保护科研组的安全 科研组在哪 我们就在哪 追千鹤介绍 这是保护组的组长长山 是很老道的预售师 曾经带队在 薄金级残火猎犬群的围攻下 硬生生抵抗了三天 熬到了救援 尹真一直低头看着七里 看到七里耳朵抖了两下 知道车上的人全都没有恶意后 礼貌道 你好 你好 长山点头应了声 便不再开口说道 追千鹤从他的助手 手中接过一份资料 递给尹真 这份资料 是官方目前对海岛秘境 勘察的所有资料 尹真看着的时候 追千鹤介绍道 我大概说下官方 对海岛秘境的初不了解 秘境内这几天气候很稳定 目前发现了少量绿皮人形异生兽 这些异生兽很奇怪 它们没有灵能 只是用着原始的石头武器 先潜队进去时 它们连枪械都抵抗不了 但是第三天 它们却也有了枪械 还有了手雷等武器 这次我们进去的首要目的 就是调查被命名为绿皮兽人 拥有武器的命名 看完资料 尹真抽了口凉器 将资料摊到腿上 让七里也看了一下 资料上说 先潜队进去时 先用强大的火力 占据了空间门所在的岛屿 但是在上第二座岛时 一场勘探 却变成了强探登陆 那些没灵能的绿皮兽人 不光拥有武器 还能驾驭飞行类的一生兽 往地面与海面上的 先潜队军人投手雷 这已经不是人类 与一生兽的战斗 而是人类与 另一个文明的战斗了 七里看了资料 顿时想到 前世某个文明的游戏 瞬间瞬身的粉毛 都炸了起来 战锤 秘境里的兽人 不会是会 Wike的兽人吧 如果是的话 那就太可怕了 再想想之前猜测的秘境 与蓝星在融合 如果真是Wike兽人 那人类肯定要玩球了 小黎 尹真看到七里兽毛 顿时也感觉不妙 长久的经验表明 只要七里兽毛 那肯定有大事发生 于是直接对着 还在打量七里的追千鹤道 千鹤研究员 麻烦停下车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忘了 嗯 司机 停下车 车门打开 尹真抱着七里跳下车 走到路边 背对客车掏出了手机 假装打电话 问 小黎 你发现什么了 第111章进入海岛秘境 现在不确定 我刚刚只是想到一个 很可怕的可能性 不过要先看到那些绿皮兽人 我才能确定 如果和你想的一样会发生什么 七里肯定地放大声音道 要么一次性将秘境内的所有绿皮兽人杀光 要么直接让高等级的御兽尸进秘境 把秘境弄坍塌 如果让绿皮兽人跑到蓝星 人类可能有王族灭种的危险 尹真艰难地吞咽了口口水 双目瞪圆 这么可怕 就是这么可怕 所以那些绿皮兽人 最好不是 我想的绿皮兽人 尹真深吸一口气 唰 突然尹真和七里眼前的场景就变了 又是楼顶的天台 身后传来金灵灵焦急的声音 你说的绿皮兽人 真有这么可怕 七里叹了口气 金灵灵果然在旁边 有 单个的绿皮兽人不可怕 当成千上万的绿皮兽人聚集在一起 就会诞生一个拥有绝对统治地位的兽人 面对侵略 或者他们要入侵时 又会诞生一个灵能场 灵能场越强 他们的智力越高 这样讲吧 当灵能场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只要兽人们想 就能完成 根据资料 先遣对金秘境的时候 绿皮兽人还是挥舞着实质武器 没几天却有了枪线 手雷 所以 我有理由这么怀疑 那有没有与他们沟通的可能 七里摇摇头 没有 这个种族专为侵略而生 金灵灵 我知道了 我会联系人 如果你确定了是你想的绿皮兽人 就立马通知我 到时候直接用核弹清理秘境 至于为什么不让秘境垮塌 金灵灵也想到了七里的猜测 如果秘境真与蓝星融合 那秘境里的绿皮兽人 也会到蓝星上 如果真是我想的绿皮兽人 他们见到核弹后会立马仿制 并和你们进行核战争的 那也是在他们的地盘上打的核战 说完 金灵灵又闪身不见 你还没把我们带下去啊 看样子 金灵灵这次也急了 七里撇撇嘴 这只是一个可能而已 还没证实呢 如果证实了 怕不是要高血压哦 没办法 七里只好抓起 尹真的衣领返回地面 回到车上 追千鹤没有问尹真 为什么突然消失 又从天上被狐狸带下来 尹真也强装镇定 帮七里问起了精灵球 啊不 契约球的可能性 追千鹤越听镜片后的眼睛越亮 然后就是漫长的思索 最后一拍手 天才啊 这种七思妙想 别说还真有实现的可能性 先用绣绣鼠的空间带 套住预售师的契约空间 理论上有实现的可能 不过难度太高了 这个我得回头和科研院的人研究下 尹真一愣 七里随口的一个建议 居然还真有实现的可能 一想到以后 预售师在秘境 瞬间扔出几个球 几个契约灵瞬间出现 尹真瞬间全身发麻 这不比一个个召唤的快 客车驶到城门口 一行人转到一辆车队中的运输车上 然后车队开始出发 又经过一个小时的颠簸 车队在一处遍地荒凉 土地都干涸地裂出口子的空地停下 尹真等人下车 远远地就看到一个透明的绿色空间门 周围正有军人不停搬运着车队运来的物资 建设基地 忽然 空间门传来引擎的轰鸣声 只见一辆坦克 拉着一辆已经严重受损的两栖装甲车 从秘境出来 两栖装甲车的表面全是弹痕和爆炸痕迹 等坦克停下 追千赫立马走了上去 仔细观察着两栖装甲车的弹痕 当看到装甲车正面的一个洞口时 低声嘻喃 这是炮弹造成的损伤 坦克上的车长看到研究员模样的追千赫 今天早上八点 另一个倒的绿皮兽人 居然开了几辆奇形怪状的两栖装甲车 进攻空间门本岛 这辆装甲车因为机械故障停在沙滩上 吸引了不少炮火 七离听得浑身毛发也瘦了起来 才多久 连两栖装甲车都仿制了 难道真是连坐马桶 得帝皇 都头疼的兽人 那绿皮兽人的装甲车呢 坦克车长自豪地拍了拍坦克的装甲 一炮 就把他们干得吸碎 嗯 谢谢你的倒知 追千赫已经收集到了想要的信息 皱着眉头 走到尹真面前 秘境很麻烦 你现在可以退出 不用 我们签了合同呢 尹真摇摇头 现在不是退不退出的问题 如果真的如同七离所料 那可是事关整个蓝星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哪怕是为了云仪 他也要进去看看 追千赫眯起眼看了尹真一眼 仿佛又一次认识他一般 好 我们出发 说完 尹真排头 随后是被十个军人包裹着的科研组 先后进入空间门 一出空间门 迎面就是海风咸腥的气息 还有淡淡的消烟味 空间门的出口在一个沙滩上 周围是几十辆坦克装甲车组成的防线 看炮口的对准的方向 是对面相隔十多公里的海岛 一个女指挥官看到众人迎了过来 对着追千赫进了个礼 我是先前队的指挥官武招 现在这里有我负责 都是官方的人 追千赫也还了一礼 武长官你好 闲话不多说 我需要你们提供几具完整的绿皮兽人尸体 最好有早上的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都在营地里 说完 追千赫带着人和武招进了 离海岸不到500米 由钢板组成外墙的营地 身为护卫 尹真自然也跟着 七里跳到尹真的肩上 对着远处的海岛 灵能注入双眼 紫色的眼瞳瞬间变成金色 原本只能看到轮廓的海岛 一点一点放大 直到七里看到了对面 海岛沙滩上的绿皮兽人 那是一群皮肤淡绿色 身高两米多 尖牙利齿 浑身肌肉球部的人形生物 有的手上拿着枪械 有的还拿着铁锤 正原地敲击着一个 越来越像装甲车的玩意 第112章帝皇 舅舅 当看到一群淡绿色的兽人中 还有一个更高 更壮更绿的绿皮兽人时 七里胡妈了 完了 帝国要下灭绝令了 哦 对了 这个世界没有坐在 金色马桶上的帝皇 七里转身 狐狸嘴凑到尹真的耳边 小真 麻烦了 你一会儿问一下那个五招 绿皮兽人的叫声 是不是娃哈哈 嗯 尹真认真的点头 进入营地 随着五招的命令 立马有十几个士兵 抬出五个黑色的袋子 并将袋子上的拉链拉开 露出里面的兽人尸体 这两个是我们出刀 秘境时遇到的绿皮兽人 这个 是用枪械反击阶段的兽人 这两个是今天早上 坐两期装甲车来的兽人 五招指着皮肤 越来越绿的五具兽人尸体 面色严肃地说道 这些兽人 从开始的青色 矮胖 变得更绿 精壮 我们怀疑 绿皮兽人再进化 我也这么认为 追千赫点点头 尹真问道 五长官 请问这些兽人的叫声 你们听到了吗 五招摇摇头 没有 当时战场上全是枪炮声 根本听不见他们的声音 好吧 五招和追千赫 同时看了尹真一眼 不知道 他问兽人的叫声干嘛 随后 追千赫让其他四个研究员 布置实验室 只见每个研究员的手腕上 都带着一个拥有一百立方米空间的空间手镯 瞬间 四个研究室 瞬间出现在空地里 追千赫一边戴上手镯和口罩 一边对尹真说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会一直待在实验室 你可以自己先逛逛 如果需要你 我们会放彩色信号弹 好 尹真点点头 因为他的确有事情要做 看着尹真离开的背影 追千赫戴上护目镜 你难道 为什么要让我第一时间带他进来呢 奇怪 小黎 他们也没听到受人叫声 接下来 我们怎么做 出了营地 尹真抱着七黎问道 我准备飞去那边的岛看一下 七黎深找指向远处的岛屿 好 一段时间过后 你放开我呀 你不带我 一人一胡 大眼瞪着小眼 七黎担心 尹真跟着去会被发现 到时候那些绿皮兽人 如果真是Walk 带着尹真 很可能出意外 但尹真也怕七黎出意外 一人一胡都不放心彼此 于是尬住了 最终 七黎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那就是 让尹真坐在狐龄牌吊栏里跟着 反正他现在操控狐龄的范围 已经到了一千米左右 而重新刷过伪装七的吊栏 和紫色半透明的狐龄 在天上五百米的距离 人眼在地面都看不见了 更别说更高空 于是找了个空地 七黎先召唤出八只狐龄 四只台吊栏 四只护卫 等他和尹真进吊栏后 狐龄跑着爪子升空而起 十多公里的距离 不到二十分钟就到 七黎从吊栏里探出头 在两千米的高空 使用千里眼观测着四周 秘境的大海很平静 没有一丝白浪 天气也很晴朗 除了空间门所在的小岛 目光所及 还有大小不一的十九座岛屿 最小的岛屿面积 也是空间门所在小岛的七倍以上 而与空间门距离最近的岛屿 在一众岛屿中 只能算面积中等偏下 看完大环境 七黎让狐龄降低高度到一千米左右 俯瞰着下方的岛屿 只见郁郁葱葱的密林里 有一片被砍伐过的空地 空地的上空二百米盘旋着十几只 被兽人骑着的一种 很像一手龙的飞行异生兽 地面还有无数坟包一样的土包 不时有绿皮兽人从土包里钻出来 很显然 那些土包一样的地洞 就是绿皮兽人的居所 然后兽人的体型 每一个土包 可以住五到八个绿皮兽人不等 而那一个空地 足足有一百多个土包 也就是说 这个岛屿差不多 有五百到八百个绿皮兽人 就在七黎观测的时候 忽然无数兽人钻出了地洞 围绕着一个绿的堪比菠菜叶子 体型比其他兽人大了一半的兽人 聚集在一片空地上 此起彼伏的呼喊声 哪怕在一千米的高空 气力和影针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呼喊声过后 气力就看到 那个最绿的兽人 用一堆泥土堆出一个坦克 而后 钻进去几个绿皮兽人 那个坦克 居然极度不科学地动了起来 还开了一炮 威力甚至与军方的坦克一样 然而 最绿的兽人 似乎觉得还不够 也不满意 又用树枝和泥土 堆出一个四根炮管的坦克 看到四根炮管同时开炮 别说拿着望远镜的影针 就连穿越者 系统拥有者七离 都呆滞住了 完蛋 真是战锤兽人 确定是你说的 娃哈哈兽人吗 是 影针急忙问 有解决的方法吗 我想想 七离陷入了沉思 按照战锤世界观中 随便拿几个垃圾 都能星际飞行的兽人来说 这个秘境中的兽人 还处于原始状态 而能让兽人保持原始状态 要么是因为兽人极度好斗 所以一直在内耗 这从七离这么久 除了只感应到兽人骑着的一生兽 就没感应到其他生命存在就是原因 要么是被囚禁 这从海岛上没有船只等 渡海设备就能看出来 按设定 如果兽人无法战斗 那么就会退化 变得懒惰 矮胖 不思进取 这个营地的兽人尸体 也能佐证 这种兽人 是一种几乎完美的生物 当他们受伤或者死亡时 会释放大量包子 这些包子会变成蘑菇 从各种腐烂的物质中获取营养 不需要多久 又会成指数级增长 要想消灭它们 只有杀死它们后 用高能武器 比如核弹彻底焚烧掉这些包子 不然它们将杀之不尽 直到冲破空间门 进入蓝星 第113章 勘测 说着 七离又发现了不对 这些绿皮兽人 虽然大部分特征 与战锤里的兽人一样 但是它们的身边 并没有皮精 鼻涕精这种辅助兽人 而且 它们也不会对装备 施展各色的Wike能量 虽然不知道原因 但七离没有轻举妄动 小珍 我们先不管它们 我们先把整个秘境探查一下 你画一下地图 嗯 尹真点头 从空间戒指中 取出一张白纸 尺子和笔 就在七离和尹真 坐着狐龄牌吊栏 在对秘境进行测绘的时候 营地的实验室中 追千鹤正研究着 绿皮兽人的尸体 记录 绿皮兽人不同于一般易生兽 绿皮兽人没有生育器官 它们的身体构成 更像动物和真菌的结合体 记录 绿皮兽人只有心脏和消化器官 结合遍布全身的叶绿素 不需要进食 只是晒太阳都能存活 神奇的种族 等等 追千鹤看到镜片上 正努力生根的包子 好奇地用刀切开以后 顿时倒抽了口冷气 那个被切开的 只有几微米的包子中 还有一个被切成两半的微小兽人 而这种包子 只是镜片上的一滴血中 就有十几个 追千鹤惊恐地亮腔着后退几步 因为包子的生长速度很快 就在他研究包子的时候 几微米的包子 已经又大了一倍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刚刚他还在好奇 绿皮兽人没有性别特征 怎么繁殖 现在他知道了 绿皮兽人的繁殖方式 几乎和蒲公英一样 不 比蒲公英更快 联想到绿皮兽人 正在不断进化 追千鹤连眼镜都来不及扶正 几乎是咆哮 立马对着门口负责 保护研究组的长山喊道 快 让五招封锁秘境 通知秘境外的人 只要进过秘境的 全部不许回凝城 官方的反应很迅速 很快 只要是 进过秘境的人 装甲车 还是途径的地面 都被仔细地排查 结果还真在几辆 进过秘境的坦克履带 携带的泥土中 发现了包子 官方的人 无论是五招 追千鹤 还是得到通知的凝城城主 所有人都冷汗层层 经过追千鹤的研究 发现 于是 官方立马组成 由拥有火系契约灵 预寿师 构成的清洗小组 对空间门里外控制的 所有区域 进行地毯式火焰洗地 尤其是秘境外 官方清洗小组 还把洗过的土地 翻了一遍土 又用火系契约灵 用火焰技能洗了一遍 金灵灵在远处 看着官方基地 不时闪过的火光 内心不由一颤 王老 绿皮兽人如果来到蓝星 代表着什么你我都清楚 你真的确定没问题 身旁穿着黑袍的王振帮 碾胡摇头 微微笑道 要相信小狐狸的气域 你看 他们不就发现了 绿皮兽人的繁衍方式吗 呼 金灵灵深深吸了口气 真想知道 你杀奈朵具体都预言到了什么 王振帮侧目看了金灵灵一眼 抬头看向天空 未来不是一成不变的 知道的越少 未来被干扰的也越少 杀奈朵的预言才能成真 金灵灵不耐地撇撇嘴 举手投降 好吧好吧 我不问了 不过这件事已经过半 我想知道 如果你没让那个研究员 带着尹真和狐狸进秘境 未来会发生什么 王振帮长长地叹了口气 沉重道 很多人 很多城都会消失在绿皮兽人无尽的进攻中 金灵灵听完 深深蹙眉 语气不满道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封锁秘境 然后送核弹进去洗地 还不到时候 秘境中 七里只是这狐狸飞着 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 尹真浮在吊栏里的桌子上 根据罗盘和七里口述的信息 不断完善着地图 七里看着下方 这个岛比刚才那个岛还要大一点 上面的绿皮兽人也更多 有的在晒太阳 有的在采蘑菇 低矮肥胖的身躯还是淡绿色 从地上随处摆放的石斧 木毛看 它们明显还处于摆烂阶段 七里大概数了一下地洞的数量 转头对尹真说道 这个岛上约有1200多个绿皮兽人 尹真握笔在纸上标注 嗯 记下了 然后探头看了下岛屿的地形 接着浮案继续在纸上绘图 探测完千里眼看到的19座岛屿 每座岛屿上都有绿皮兽人 数量从700到5000不等 幸运的是 其他岛屿上的绿皮兽人 都还处于原始状态 但是很奇怪 从影真画的地图上看 这些岛屿一起在茫茫海域上 组成了一个大大的圆形 而这个圆的四周 别说海盗 就连礁石都没有 就很像一个牢笼 为了验证这个猜测 七里指挥着 沿着罗盘指示的方向 晚上休息 白天操控着狐狸一直飞 直到两天后 前头的飞行的狐狸 一头撞在秘境墙上 然后将这个信息 告诉咀嚼着海灵芝 用千里眼 观测四周海面的七里 七里凝神看了一圈 无论是秘境墙里 还是外面 海面上依旧空无一物 别说海岛了 就连一声兽都没有 七里从桌子上跳下 拍了拍横躺在座椅上 睡懒觉的影真 小真 醒醒 到秘境墙了 拍了好几下 影真才揉着眼睛坐了起来 七里指了指 边上正摸着秘境墙的狐狸 我们到秘境墙了 影真看了一眼狐狸 低头看了眼腕表 上午九点 也就是说 从最后一个岛屿 顺着罗盘指针向上 除掉我们睡觉休息的时间 狐狸一共飞了三十个小时 按照狐狸一小时 飞四十五公里算 一共飞了接近一千一百公里 七里摇了摇头 一千多公里的距离 什么都没有 无论天上还是海底 别说海岛和一生兽 就连普通鱼类和飞鸟都没有 除了有绿皮兽人的海岛 这个秘境 可以说一个活物都没有 没有活物 死了 七里沉吟一声 她的心里 涌现一个想法 会不会真的有什么人 或者存在 将绿皮兽人关押在海岛上 亦或者有人清理过 绿皮兽人所在的星球 而海岛上的绿皮兽人 是幸存者 第114章 粉色狐狸版 越想七里越觉得有这个可能 毕竟有什么 比这种与世隔绝的地方 更适合关押 一旦无法与外界接触 就会彻底沦落为 懒猪的绿皮兽人呢 接下来 带着这个猜测 七里操控狐狸 围着秘境墙飞了起来 耶 吊篮停在海面上的冲气艇上 这个冲气艇 还是在灰城买的 在这个几乎无风无浪的秘境中 丝毫不担心 位置会偏离 吊篮里 影真丝毫没有睡相地呼呼睡着 七里钻出吊篮 飞到吊篮顶上 抬头看着没有月亮的星空 唉 连绿皮兽人都来了 以后不会再有秘境 有泰伦虫族 或者混沌亡灵吧 狐狸身躯抖了抖 太可怕了 童子姐 签到时间到了 本周签到已完成 恭喜获得群玉阁 粉色臭狐狸魔改版 下一次签到时间为168小时后 哦哦哦 群玉阁 存在与否 决定离月富婆宁光 是五星还是四星的群玉阁 不对 童子姐说了 这是魔改版 七里的脖子上 突然出现了一个 挂着东西的项链 因为狐狸看不到脖梗 七里只好变成人形 从脖子上取下项链 这是一根红绳编织而成项链 只有一个玻璃弹球大小的 浓缩版群玉阁 粗看和原神中的群玉阁 大差不差 上层是四层精致的 华国风格高塔 四周十字形布局 黄瓦长廊 链接着的四个双层小塔 通体黄瓦红墙 除了建筑外的地方 遍布水池 粉樱 下方是白色浮生石 组成的三层圆锥形底座 与游戏中不同 底座中间不是石心的建筑 而是一个圆形的柱状口 中间最高的高塔塔尖 与红绳串着的盖帽 连接在一起 童子姐 这玩意怎么玩 拔开 七里照做 手指指指拉着红绳 和群玉阁轻轻一拽 塔尖就与盖帽脱离 群玉阁 也随之在七里的手心变大 大大 大大大大 眼看群玉阁的体型 已经超过皮球 七里直接将群玉阁往远处扔去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皮球大小的群玉阁 悬浮着深空 直接变成了直径100米 高150米的宏大建筑 七里张着嘴 当初富婆姐姐 就是用这玩意 差点砸死了一个魔神 不对 这个比游戏中要小 接下来呢 上面有说明书 七里脸一黑 童子姐的态度 好像完原神时 进入蒙星世界 蒙星让帮忙找神童的自己啊 自己一般怎么说来着 找神童 你去网上找约妈妈啊 果然回旋标会回来的 七里叹了口气 变成狐狸回到吊栏里 小珍 起床了 换个姿势睡 干嘛呀 我刚梦到把你引针被七里咬醒 揉着眼镜 看着萌萌哒的狐狸脸 我给你看的大宝贝 七里人立而起 深找指向吊栏外面的群玉阁 不就是会飞的楼吗 还不如继续抽 引针瞥了眼群玉阁 刚想躺下 砰的一下 一个鲤鱼打挺 跳了起来 那是啥 楼怎么会飞 见识少了吧 来 我带你看看 说着 七里飞了起来 让狐狸看住船 自己抓住引针的衣领 带着它飞向群玉阁 随着群玉阁越来越近 不光是引针 就连七里也有点麻 原本群玉阁中间 耸立的小小高塔 直接变成高约60米的高塔 四周的四个小塔 也有20多米高 水池 庭院 樱花树 还有无数狐狸雕像 果然是粉色狐狸魔改版 就是不知道到底是谁改的 带着还张着嘴 沉浸在怀疑人生中的引针 飞到中间高塔的入口平台 直径30米的高塔大门 自动向两侧打开 进去后 是一圈保卫着塔中间空洞的木制护栏 四周全是空落落的书柜 其中一个书柜摆放着一叠纸 七里放下引针 飞过去 便成人 拿起纸看了起来 群玉阁粉色狐狸魔 改版使用说明书 群玉阁由浮生石打造 可以永久浮空 主体有各式房间四间 负二层为零能引擎油料舱 可以往负一层的零能 引擎油料舱 投放零核等高能量物品 操控群玉阁飞行 或者使用冷却时长100小时的 雷神裁绝炮 PS 使用雷神裁绝炮 务必保证零能引擎能量过80% 否则雷神裁绝炮 有炸糖的风险 雷神裁绝炮 难道是群玉阁底部的那个玩意 话说这个名字可真吐 不过童子姐这时候 奖励这么一个玩意 很难不怀疑童子姐也在关注着这个秘境啊 如此说来 这个原版群玉阁没有的雷神裁绝炮 很可能就是为了绿皮兽人准备的 有点意思 还以为以后的生活就是杀一生兽 引针突破 期待下一个契约灵 现在看来 自己似乎是某些存在推在前面 来解决蓝星的麻烦的 聪明如我 童子姐 你的狐狸尾巴要藏不住了 和引针先去上层参观了一下 除了上两层有空余的四间极大的房间 就只有装饰 负一层是一个大大的空房间 什么都没有 负二层有无数布满符文的精密装置 边上还有一个类似垃圾桶的东西 上面还有一个标注着竖直的指示条 按照说明书 这个垃圾桶 就是投放灵能等物的灵能引擎油料仓 中间是一个控制台 操纵杆上很贴心的 刻着前镜 倒退 边上是无数投射群玉阁四周环境的镜片 还有一个带着十字标志的圆镜 可以看到群玉阁下面的海面 这是雷神裁绝炮的瞄准镜 尹真拿着群玉阁的资料 仿佛没睡醒 依旧处在我是谁 我在哪的感觉中 七离从空间中掏出一把黄金吉灵盒 扔到垃圾桶里 旁边的树枝条从零变成了零 那一把黄金吉灵盒可是有五颗啊 树枝动都没动 而发射一次雷神裁绝炮 树枝要到八十以上才行 无奈地摊手 小禅 这武器得找官方才能启动了 群玉阁粉色狐狸魔改版 群玉阁的说明书封面的粉色狐狸四个字 你见过其他粉色狐狸吗 第115章 最讨厌预言能力了 参观了一会儿 尹真和七离同时发现一件事 那就是 他们的板房好像白做了 不过也不算白做 群玉阁虽然可以收放自如 但目标太大 在秘境中放出来 很容易被一生受围攻 而群玉阁的外围没有任何防御 放出来属实得不偿失 不过 那是对其他秘境而言 这个秘境吗 当然早用早享受了 于是 七离又飞到海面 将冲启艇和吊篮收了起来 然后招呼狐狸们一起到群玉阁上 可惜群玉阁里的房间 什么都没有 不过再怎么样 都比睡吊篮里舒服 更别谈外面的水池 还是自循环的温泉池 美美地和尹真泡了顿温泉 然后就在主楼 临时布置的房间里睡了一觉 第二天 七离等尹真先上狐狸台吊篮 按着说明书在操控台 按下缩小按钮 然后飞出群玉阁 群玉阁缩小后 自动返回七离戴着的项链上 看着还在高兴的七离 尹真看了眼手表上的时间 星期六又是星期五的夜离 难道七离有一个 只在星期五夜离打开的宝库 算了 玉兽师太聪明 也不是好事 小离 群玉阁的雷神裁绝炮 可以彻底解决绿皮兽人吗 应该可以 不过消耗的灵核 可不是你我现在能承担的 等把整个秘境探查一遍 确认没有其他海盗 我们就去找精灵量 说明书上 虽然没有说雷神裁绝炮的具体威力 就从一把黄金级灵核进去 连树植都没变得灵能引擎看 针填到了80% 那威力实在不敢想象 就这么 白天坐着狐灵牌吊篮探查 晚上群玉阁休息 花了十几天的时间 围着秘境转了一圈 直到返回原点 不要问七离和影真 怎么判断方向 根据之前的飞行距离 按照秘境必是原型的规则 判断出秘境的秘境墙 周长为6900多公里 再按照狐灵的飞行速度 计算出飞一圈需要153小时 不计入字数 接近16天的时间 七离和影真 回到空间门所在海岛的上空 远远的就看到无数红色 黄色 蓝色的两栖装甲车 正从海上冲击着人类军队组成的防线 红色的绿皮兽人版装甲车 速度更快 黄色的发射出的弹药威力更大 蓝色的则无比精准 车上的机炮几乎跟开了自苗一样 无数炮弹在沙滩 海边上爆炸 双方不时有装甲车 坦克被击中 很显然 绿皮兽人又进化了 吊篮在无人的树林降落 七离收起后 跳到影真的肩上 与枪炮轰鸣的海岸不同 这里的人虽然忙碌 但很安静 影真走到实验室 双眼血红的追千鹤 从显微镜前抬起头 扶了扶眼镜 你们回来了 追千鹤的声音很沙哑 原本梳理整齐的短发 此刻也乱糟糟的 嗯 我去勘测了一下 整个秘境的环境 哦 怎么样 秘境面积六千多平方公里 海里 天上都没有一生兽 一共二十个岛 除了我们在的这个岛 每个岛上都有绿皮兽人 哼 一个岛的绿皮兽人 已经都会用远程火炮了 追千鹤苦笑一声 坐到一边的椅子上 拧开一瓶矿泉水喝了起来 仿佛是为了印证追千鹤的话 空中突然传来炮弹的尖笑声 立马有数个预售师 指挥着契约灵 建立各种形式的护盾 无数炮弹在在护盾上爆炸 此起彼伏的爆炸声 顿时不绝于耳 过了约十分钟 炮击才停止 常山他们 守卫密不透风 硬生生没有一颗炮弹 能突破他们的防线 沙滩上的枪炮声 也越来越稀疏 挡住了 追千鹤站了起来 又一次站到显微镜前 用着各种实验材料 做着实验 梁九 尹真 你们为什么不先撤离 回到尹真的是返回的五招 根据追研究员的实验 绿皮兽人 可以以比蒲公英 更简单的方法无限繁殖 我们不能退 如果我们退了 蓝星也完了 尹真从空间戒指中 掏出测绘的图纸 这是这个秘境的地图 我有一个疑问 这个秘境根本没有野生的一生兽 为什么会是绿色威胁等级的 就在五招看着 无比详细的地图时 追千鹤开口 绿色 你们离开的第三天 这个秘境已经变成了彩色 五招点头道 也就是说 高等级预寿师 引发坍塌的办法 已经不管用了 现在更可怕的是 那些绿皮兽人 仿佛只要看到 就会模仿一样 刚刚那一波的绿皮兽人中 居然有兽人 也会用灵能攻击 而且威力丝毫不比 薄金吉一生兽差 果然 最可怕的来了 齐里一直担心的就是 绿皮兽人 通过Wike灵能场 运用矮寻思 掌握灵能的用法 没想到绿皮兽人 还是会了 五招看完尹真测绘的地图 暂许地点点头 你的图纸很详细 你地图作业课的成绩 肯定很好 我第一名 难怪 这份地图我 让人复制一份可以吧 当然可以 尹真点点头 一个数量 不到一千只的岛屿 就能把我们逼到这个份上 实在不敢想 如果隔壁岛屿 是那个数量 有五千只的岛屿 会怎么样 五招此时也是满脸的疲惫 双眼布满红丝 痛苦地揉了揉眉心 尹真道 我想出秘境一趟 追千鹤和五招英语 尹真带着七离 经过堪比三级生化防护的检测 与消杀 才走出空间门 又经过数道检测 尹真才离开 已经快要建设完成的军事基地 出了军事基地 不等尹真和七离交流 该怎么联系金灵灵 一身黑裙加斗篷的金灵灵 就瞬间出现 将一个空间手镯 扔给了尹真 撇撇嘴道 这是有人给你们的 他让你们做你们想做的事 尹真 七离 尹真按了下手镯上按钮 本世界的空间设备 没有低血的说法 空间戒指和空间手镯 都有类似按钮的设备 感应了下手镯里的空间 如山 如山一般的王者级 和地级灵合 这是 尹真刚想开口 金灵灵伸手堵住了尹真的嘴 噓 不要和我说 我也不知道原因 他只说这是你们应得的 他堵得了尹真的嘴 可堵不住七离 七离撇撇嘴 最讨厌有预言能力的契约灵了 你怎么知道 金灵灵松开堵住尹真的手 惊讶地问 七离不屑地抬腿挠了挠下巴 我可是聪明与美貌并重的狐狸 又不是傻子 我们刚有可能解决绿皮兽人的能力 你们就准备好灵合 除了预言或者预知 还有什么可能 对了 你们的七月灵能提前预言多久 没了 他的七月灵 因为看到了未来的某个东西 已经没有预言能力了 金灵灵瘫手 突然察觉到 自己花太多了 急忙住口 催促道 快去把那帮绿皮兽人解决了 如果再不解决 今晚秘境里的防线 就要被突破了 那秘境里的人 两小时后 他们会在岛上买满地雷 全部撤离 第116章N2 尹真和七离 再次回到军事基地 刚刚一人一胡 都急着找金灵灵 所以并没有察觉 空间门的颜色的转变 现在有不明人士提供的 大板灵合 原本淡绿色的空间门 此刻充盈着无数各色的光点 仿佛被漩涡牵引一样 围绕着空间门中间的某个点旋转着 这就是彩色空间门吗 尹真看着空间门 想起了他的父母 他的父母 也是进入了采集秘境才一去不返 人类对采集秘境 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 有可能 里面是各种危险的环境 有可能里面是一窝神话 极易生兽 也有可能 里面有像绿皮兽人这种 根本人类根本无法理解的种族 追千赫和他的组员 已经通过检查 走出空间门 迎面看到 还在对着空间门发愣的尹真 捋了捋额间凌乱的发丝 叹了口气道 尹小姐 官方军队已经决定从秘境撤退 我们的研究任务告一段落 你的护卫任务已经结束了 稍后用金会有人送到你的住址 尹真摇了摇头 不用 我并没有做什么 尹真的性格就是这样 该他的就是他的 不该他的他 不会乱拿 追千赫打了个喝歉 勉强笑了下 拍了拍尹真的肩膀 护卫任务并不讲过程 合同中也说了 只要我们安全出秘境 你的任务就算成功 好吧 说着 尹真准备进秘境 你还进去干嘛 官方军队已经组织退出秘境了 追千赫见状问道 我还有事要做 好吧 祝你顺风 下次我去秘境研究 还邀请你 看着尹真消失在空间门里的背影 追千赫布满红丝的眼睛 又一次闪过好奇 这次的进秘境的任务 处处都透露着问题 一般绿级秘境 都是交由三级研究员负责的 这次却让身为一级研究员的自己 进入初始等级为绿色的秘境 这本身就不合理 更不合理的是 上面还指定 让他邀请尹真一起 现在连军队都准备退出秘境 在空间门处 设立防守阵线 尹真这个五级预售师 却好像有任务一样 又进入空间门 转化为彩色的彩色秘境 这个尹真有大秘密啊 进入秘境后 尹真抱着七里 差点被迎面来的装甲车撞到 装甲车一个急刹车 里面的司机探出头 打亮了尹真一眼 急切地提醒道 这个秘境很危险 你们赶紧出去 啊 尹真也不知道怎么说 总不能说他一个五级预售师 能解决秘境内的绿皮兽人吧 说出来谁信啊 只好先让到一边 上面怎么想的 面对无限进化的绿皮兽人 居然还让人进来 司机嘟囔声 见尹真让开道路 心想该提醒的已经提醒过了 后面还有其他队友 不能堵着 便继续开车 直到离开空间门 看着一辆辆有序离开的运输车 和装甲车 尹真带着七离绕到林子里 放出吊篮 一千米的高空中 七离和尹真一起俯瞰着小岛 四十分钟的时间里 钢板组成的营地早已空无一物 军队确认绿皮兽人 没有短时间再发动攻击的意图 也在有序撤退 直到还剩五招带着二十几个人 还有四个绿色的 和人差不多高的铁皮箱子 五招指挥着二十几个军人 小心翼翼地将四个铁皮箱子拆开 露出里面的东西 四根通体黑色的圆柱体 那是什么 七离好奇地问道 同时千里眼开启 对着圆柱体上露着的几个字念了起来 N2小型区域爆破地雷 我尼玛 N2地雷 七离大脑几乎荡击 立马发出狐狸尖叫 N2地雷 尹真也拿出望远镜 仔细看了一眼 军方连这个都拿出来了吗 小真 这地雷威力怎么样 尹真不知道 七离为什么会这么惊讶 只是淡淡地解释道 还行 威力堪比小型核弹 对付神话级以下一生兽很有效 但是对神话级 N2地雷纯爆炸产生的威力 连神话级自身的生物立场都破不开 七离明了 想想也是 天鹰战士里 后期N2地雷对第十四使徒也没啥用 个屁啊 暗影真的说法 N2地雷连神话级一生兽的生物立场都破不开 那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可怕啊 妈了 狐狸彻底妈了 要知道神话级一生兽上面还有特么的天灾级一生兽 天灾级以上呢 所以 人类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呀 武昭将四颗N2地雷启动后 有远即近 从沙滩上一直埋到了空间门底部 然后所有人都离开了彩色空间门 那么问题来了 小真 如果N2地雷把空间门炸没了 我们怎么办 尹真 我感觉我们要快点了 小狸 我懂 七狸立马变成人形 摘下脖梗上带着的群玉阁扔到空中 群玉阁瞬间开始变大 直到变成应有的模样 七狸没有丝毫地耽搁 滴流着尹真的衣领 收起吊篮后 飞到群玉阁的入口 然后直奔负二层 尹真从精灵令给的空间手镯 一把把套着王者级和D级灵盒 七狸在一把把的扔到灵能引擎油料仓里 同时观察着 100颗的王者级灵盒 只能让数值表的数字变成1 10颗D级灵盒纸也能再加1 也就是说 将灵能引擎油量冲到80% 需要8000颗王者级灵盒 或者800颗D级灵盒 看着缓慢上涨的进度条 尹真也不管了 直接带着空间手镯 放在灵能引擎油料仓的入口 使劲将空间手镯中储存的各种灵盒 一股脑的倒到灵能引擎油料仓里 10 20 50 95 好了 要满了 不用倒了 七狸看着几乎填满的数值进度条 提醒 尹真这才停止轻倒 喘了口气 空间手镯里还有一半灵盒 七狸摸了摸下巴 也就是说 那人给了我们两次发射雷电裁绝炮 还多的灵盒 嗯 小狸 你知道是谁吗 小笨蛋 果然凶大了 脑子就小了 这还用想 除了国住院院长王振邦 还能有谁 七狸弹了下尹真的额头 坐到操控台上 按照说明书 稳稳地操控着群玉阁 向着所有海岛的中间区域飞去 尹真跺跺脚 我可不笨 第117章 雷神裁绝炮 群玉阁飞着 七狸透过可以观测四周的屏幕 居然看到海面上 有无数绿皮兽人款的两栖装甲车飘着 透过装甲车 穿透波浪留下的痕迹 可以看出绿皮兽人们已经开始跨岛联洞 按照绿皮兽人的规矩 越绿越强 而之前勘测整个秘境时 只有一直对军方发动攻击的那个岛上 有最绿的兽人 也就是说 如果让那个兽人 集合整个秘境的绿皮兽人 到时候产生的后果 谁都不敢想象 群玉阁的飞行速度很快 只是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飞到了150公里外群岛中心处 一路上 七离并没有飞太高 自然有绿皮兽人 看到了会飞的群玉阁 此刻的绿皮兽 人们还没意识到 不久之后会发生什么 只是抬头摸着脑袋 Wow 岛会飞 到了中心处 看着雷神裁决炮的发射按钮 尹真问 现在发射吗 七离眯了眯眼睛 他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王振邦既然给了尹真零和 那说明 他的预言中 自己和尹真应该解决了绿皮兽人 那为什么 官方会在空间门附近 安装威力堪比小型核弹的N2地雷呢 大胆点猜测的话 官方或者某些存在 其实是怕自己 不按雷神裁决炮的发射按钮 才将这种能威胁空间门的玩意 装在空间门附近 这是怕自己调皮罢工啊 有趣 这么玩是吧 七离低笑一声 童子 你到底是谁 元神真好玩 别打扰我 前到时间到之前 我会屏蔽你的语音 系统的声音有些慌乱 很像法庭上被众人质疑 不是水神的浮宁啊 你不怕我真罢工 没得到回应的七离 得意地勾了勾唇角 终于拿捏了这个系统一次 小样 终有一天 我会挖出你的秘密的 哼 我们一起按吧 看看这个雷神裁决炮 到底有多大的威力 居然需要那么多灵盒 七离说着 与尹真的手交叠 按下红色的发射按钮 瞬间 周围全是电流流淌的嗡鸣声 岛屿上的数千绿皮兽人 正在用无数枯枝烂叶之类的垃圾 制造两栖装甲车 一个绿皮兽人手指向了天空 只见群域阁的底部 正闪耀着刺眼的紫色光芒 接着 所有的绿皮兽人 都看向天空中的群域阁 一个更绿的绿皮兽人 打了响指 意思很简单 他也想有一个会飞的岛屿 然而 在他准备召集所有兽人 建立WaOic灵能立场的时候 一道紫光闪过整个天际 只见一道蕴含着紫色雷电的光球 从群域阁底部炮口直射岛屿 刹那间 万籁俱寂 没有爆炸 没有轰鸣 雷球撞击在岛屿上 化为紫色的波纹 瞬间放大 扩散 所有触及到波纹的存在 无论是岛屿 海水 树木 还是正WaOic叫的绿皮兽人 都刹那间化为虚无 雷球的冲击波 像是滴落的水滴 中间凹陷一块 所以 天上的群域阁 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带着雷电的冲击波 扩散着 就像吞噬万物的黑洞 冲击波所到之处 一个又一个海岛消失 海水来不及倒灌 十分钟后 在冲击波接触到空间门前 十米才停下 只是十分钟 天地一片寂静 方圆二百公里的 所有存在全部消失 海水疯狂倒灌着 填补突然出现的空洞 此等威力 如果在外界 影真艰难地咽了口口水 那那不能言语 好强的威力 看着所有的威胁消失 七里又弹了下影真的脑门 这就强了 好了 我们出去吧 群域阁飞行着 影真看着四周屏幕上 海水倒灌的奇观 难难道 难怪会叫雷神裁绝炮 这就是神明的裁绝吗 七里控制着群域阁 撇了撇嘴 就这 你知道别人碰到成群的绿皮兽人 会怎么做吗 怎么做 反正连战锤里的东西都出来了 七里也放开胆子吹 直接将整个星球给炸了 影真 妈妈呀 小丽以前的世界好可怕 飞到空间门前 看到雷神裁绝炮造成的吞噬 恰好停在空间门前 七里更不屑了 好巧 绿皮兽人出来了 给了自己一个群域阁 好巧 雷神裁绝炮的威力 正好能到空间门附近 收起群域阁 化成狐狸 带着影真 落地出了空间门 至于N2地雷 七里本来想让狐狸挖出来的 但是看到 N2地雷上那简易的半线 七里放弃了这个危险的想法 影真一出空间门 就看无数枪炮对着自己 急忙举起一只手 又过了三遍检查 确定身上没有携带包子后 影真才被放行离开 检查完 外面的天色已经黑了 基地里的士兵 建议影真可以找个地方 自己搭帐篷住下 明天跟随物资运输车回宁城 影真点头后 说想转转后 就走到了军事基地 无人的角落 刹那间 拉着凯西的精灵灵出现 两人两胡 像极了碰面的特务 怎么样 影真点点头 解决了 金灵灵一听解决了 瞬间也轻松了许多 那就好 要不要我带你们回城 可以吗 影真有些异动 我这可是神话级的空间黄糊 金灵灵说着 凯西向影真伸出爪子 影真只是一搭 她和七里的视角瞬间变化 出现在一个山头上 没来及说话 又是一闪 他们看到了宁城的和平墙 再一闪 他们到了和平墙上 然后就发现自己出现在了 小区自家天台上 35公里的距离 10秒钟都不到 厉害啊 这不比坐运输车来得方便 七里睁大了狐狸眼 重新打量凯西 那当然 靠着凯西 我可是省了不少坐车费用 就是太好灵能了 说着 金灵灵从戒指中 掏出一个蕴含着 强大灵能的灵果 递给凯西 我以前不明白 王国柱居然会让 最不容易死的你假死 现在我明白了 七里叹息道 金灵灵有凯西这种契约灵 一旦尹真出现任何危险 10秒的距离 就能带着尹真 跑到35公里之外 估计就连雷神裁绝炮 算了 金灵灵会直接顺移到群域阁上 第118章 一路向西 聊了一会儿 七里带着尹真 飞到窗户边上 从尾巴上甩出一只狐狸 让她穿到房间里打开窗户 再带着尹真跨越窗台 云仪不在家 隔壁大帅比家也没人 看了眼客厅里 还是和临走前一样 没有丝毫的改变 云仪应该还没从秘境出来 嗯 王鹤家也没人 尹真叹了口气 躺到床上 可惜了 本来以为是绿极秘境 还能增加一点秘境气息的 结果什么收获都没有 不是有研究员的工资吗 也是 洗澡澡 身上全是海星味 第二天 刚睡醒的伍钊 就被属下的汇报声吵醒 吴指挥 秘境空间门突然消失了 伍钊来不及穿好军服 急忙走出房间 一排板房的二楼上 武钊扶着栏杆 眺望着空间门的位置 那个本应该有空间门的位置 此刻已经空无一物 武钊的手指 不停敲击在金属栏杆上 两久 才呢喃一声 居然真消失了 那个影真怎么做到的 正当武钊想着各种可能的时候 楼下传来电讯兵的声音 吴指挥 上面发来通知 往东11公里 又有一个滤极威胁度 秘境出现 上面让我们休整一天 明天进去勘察 知道了 军事基地里没多久就传出号声 而家里 七里和影真正在床上对坐着 大眼瞪着小眼 出现这个场景的原因是 影真想休息两天 等云仪回来告诉云仪 她得去别的城市的绿色秘境 然后闲着无聊 想亲眼看七里画漫画 要不你出去转转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技能石 不 我想看你画漫画 你也可以买点护肤什么的 不 我想看你画漫画 小孩子的好奇心啊 七里叹了口气 想看就看吧 本来她就想画点什么 尤其是感觉系统有点傻憨憨的时候 吃完早饭 七里变成人形打开电脑 登陆U14漫画网的账号 再从空间中掏出绘画板 熟练地连接到电脑上 影真双手抱胸 坐在七里后面的床上冷笑一声 哼哼 我说你怎么画的 原来还特意买了绘画板 七里转过头 一脸认真的说道 先说好 以前的事 你抽也抽过了 待翻篇就翻篇 得了吧 抽你的时候 你已经是薄金级了 狙击枪都打不动你 我挤拖鞋 你能感觉到疼 影真侧过头 翻了个白眼 被挚爱轻碰打 我身体不疼 但心疼 胡言乱语 快画 我先想剧情 画点什么剧情呢 七里转动着手中的笔 在脑海中构筑着剧情 西童是个二级预售师 这天官方告诉她 某个彩集秘境里 有能拯救世界的秘密 但这个彩色秘境 只有二级预售师能进 为了拯救世界 西童毫不犹豫地接下了任务 和她一起静秘境的人有很多 但一生兽更多 很快 就连她的两只人形契约灵 也为了掩护她逃跑 陨落在老虎一生兽的攻击下 就在她绝望的时候 她看到了一只 被压在石头下面的猴子一生兽 那只一生兽说 你给我跳一个弹里摇 我就答应在这个世界保护你 就在一个猴子一生兽 也难以保护西童的时候 他们在一个峡谷 遇到了一只幻语龙 幻语也答应 可以保护西童 那就是让西童来一段钢管舞 后面西童又遇到了豪猪 鲤鱼王 他们一路探寻着 一路通过四肢一生兽的武力 和西童各式各样的舞蹈 成功找到了拯救世界的秘密 这部漫画叫什么名字呢 一路向西 不错 七里灵感爆发 雪白的右手握着笔 在绘画板上 先画出几个主角的模样 第一幅画了一半 妈蛋 怎么那么像尹真 急忙瞥了一眼 尹真已经黑下来的脸 迅速擦掉重画 第二幅画的是柳四燕 想了想又擦了 虽然没接触几次 但柳四燕的丫头 给七里的感觉还不错 而且 毕竟和尹真在学校 是相爱相杀的好基友 这时候再画 就有点不合时宜了 最终 七里选了一个人 当漫画主角模型 尹真看七里画的角色 顿时抽了口冷气 你不怕被他打 这是他吗 西童是18岁的女孩子 他看着都30了 结合9集预售诗诗 寿命会增加 鬼知道他现在多大 看着强词夺理的七里 尹真只能缓缓吐出一个字 6 随后 尹真就看到了 开启工作模式 在做死的路上 越走越远的七里 尹真看着七里认真地画着画 心里顿时产生了一个想法 如果七里不是契约灵的话 肯定会是一个很伟大的漫画家吧 刚刚七里说的剧情大纲 就连尹真自己 都想看看详细的细节 除了七里说的 乱七八糟的 弹力摇什么的舞蹈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柳四燕将幻语龙 收进契约空间 换掉身上的工装 和下班的其他人 一起走出生产中心 好无聊 早知道就先不躺平了 柳四燕走着走着 叹了口气 少年时 谁都有当英雄的梦想 可现实呢 柳四燕永远忘不了在秘境时 被首领级一生受攻击 向自己求救的路人 自己和契约灵拼尽全力 也只救下了半个人 他害怕 他害怕自己 也成为求救的人 尹真啊尹真 希望你顺风吧 可惜 八重神子老师 好久都没更新了 不会被尹真逮到了吧 可惜 明明那么喜欢 八重神子老师的作品的 柳四燕回到家 无力地坐到电脑前 仿佛身体本能一般 打开电脑 打开网页 打开关注 末地 柳四燕的眼睛一亮 第119章 国著的孙女 系统店前大跳扭跨舞 亲友五人强曲就是金 七里画着画 忽然连人带桌子晃动了起来 导致他一笔画歪 又地震了 尹真点头 这是他们从秘境出来后的时间里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场地震了 经常一天不震个十七 八场 仿佛一天就没过去一样 幸运的是 每次震级都不大 最高的一场 也就七级左右 持续时间也不长 每一次震动 最多持续十几秒 也不知道 云一什么时候回来 尹真说着 将一根吸管 插到团子牛奶的封盖上 然后作了起来 可能要等到突破到七级 预售师吧 七里接过尹真 递来的团子牛奶 放到桌子上的一旁 头也不抬地 继续画着 一路向西 为什么 笨 眼看后被预售师等级快 追到自己了 换你你也有压力 扭头看了眼 还有点猛的尹真 七里叹了口气 这丫头 怎么这么笨呢 这么说吧 我现在是薄金级 你有没有压力 毕竟从小就被灌输契约0等级 千万不能超过预售师 不然契约论有失控的风险的理论 尹真的心里微酸 原来如此 七里看尹真 有点低落 化身之心大姐 一边画画 一边开倒着 你也不要纠结 家长都是这样 但云仪并不会因为你超过他而伤心的 他只会替你开心 骄傲 两人聊着天 又是一天过去 追千鹤派人送来了尹真的工资 1700万外加100颗薄金及零盒 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消息 宁城十几天前 又出现一个绿色威胁等级秘境 武昭带人在秘境里 建立了一个勘测基地 在一定范围 已经确定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一生兽 上次武昭见识过尹真的测绘地图 想要邀请尹真 再对秘境进行一次大致测绘 送走工作人员后 尹真将零和袋子 交给七粒存到空间里 然后坐到七粒后面的床檐上 我们要去吗 七粒晃了晃脖梗 拿起团子 牛奶喝了口 香香甜甜 奶味十足 难怪那个宅女喜欢喝 在家 已经待了两个多星期了 签到也签了三次 一次奖励了团子牛奶星号100 第二次奖励了百年寿灵 第三次奖励神之眼的空间 加上勘察绿皮兽人秘境 中途签到获得的寿灵 现在 她还需要抽中五次百年寿灵 才能到六位 两个神之眼空间加起来 也到了五百立方 现在的系统傲娇得很 七粒现在无论怎么撩骚 系统签完到 就像闭脉了一样 直接哑巴了 去吧 反正我已经画得差不多了 后面定时发表就行 嗯 我给云姨留一封信 等你好了 我们就出发 次日 吃完早饭 尹真将信放在桌子上后 便带着七粒出门 走出电梯 今天天气不错 又是休息日 很多人带着家人 孩子 在小区的空地上 晒着太阳 就在尹真走出楼房的时候 大的带着楼房又晃了一下 而小区里的人 仿佛已经习惯了震动 连跑都不带跑的 震动过去 该干嘛干嘛 尹真刚走没几步 就看到金灵灵迎面走来 身旁还跟着一个 穿着蓝色衣服 身形高挑的冷脸女生 女生不光身材好 长相也很漂亮 一头短发 精敏而干脸 身上有着一股 上层人家 小姐的气质 金灵灵看到两人 你们这是准备去秘境 嗯 在家待了两个多星期了 尹真点头道 然后好奇地 瞥了眼金灵灵身边的女生 是去新出的那个秘境吧 官方开放了 还没 有人邀请我 进去帮忙测绘地图 闲聊了两句 金灵灵挣了正神色 那你先等会 我们上去一趟 我有事和你谈 尹真见状知道 金灵灵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讲 便跟着金灵灵 进了金灵灵 用来偷看的房子 金灵灵的房子布局 和尹真家一样 就是装修风格 嗯 很简朴 不知道是不是看到 气离不屑的眼神 金灵灵解释了一下 原本我房间布局 可是很奢华的 要不是老是地震 我把东西全收起来了 绝对能惊掉你们的下巴 说完让众人坐下 金灵灵没有客套 直接介绍了一下 坐在他身旁的女孩 她叫陈亚罗 五级玉寿师 她的爷爷是陈显龙国柱 彼此打了个招呼 尹真还在好奇 金灵灵为什么要介绍 一个国著的孙女 给自己认识 七离的心理 却已经和明镜一样了 七离直接开口 你们想让她 当我们和官方联系的桥梁 聪明 金灵灵拍了拍掌 陈亚罗也没对一个狐狸 突然说话 而露出太大的表情 就像 她已经提前知道一样 只是安静地坐着 七离感应了一下 陈亚罗的灵魂 只有善意 没有恶意 你一眼看向金灵灵 她以后跟着我们进秘境 金灵灵看了眼七离 这臭狐狸 真是太聪明了 居然三言两语 就猜出了 自己带陈亚罗来的目的 难怪王老让自己 不要和狐狸说太多话 嗯 放心吧 她可不会拖你们后腿 最终 尹真和七离 还是同意了 让陈亚罗跟着 不是因为陈亚罗 是SSS及天赋的 五级预售师 也不是因为 他们的确需要一个 与官方交流的传话筒 而是因为 陈亚罗的契约灵中 也有与金灵灵相同的 空间黄狐 虽然还是薄金级 还只能带着人 顺移一千米 但在一百米 都是生命的距离的 秘境来说 这一千米 可是有太多用啊 坐在陈亚罗 用国助家属特权征兆 开往秘境的运输车上 尹真和陈亚罗 隔着过道而坐 陈亚罗悄悄侧目 打量着 抱着七离的尹真 就是这个长相漂亮的女孩子 和她的七月灵 已经悄无声息地 救了一次世界吗 还有那只狐狸 好可爱 好想也像尹真一样抱着呀 咦 那只狐狸在看我爱 七离闲着无聊 隔着过道问 你是自愿来的 还是被你家老灯逼着来的 陈亚罗缓缓摇了摇头 我自愿来的 你是国助孙女 明明可以享受 全程带练的好日子不过 为什么要跟着我们 到秘境冒险 七离继续问 第120章之人 我不需要那种 废物养成式的带练 陈亚罗表情不改 但眼神中 却是出现了鄙夷 很显然是在鄙夷那些 看着带练突破的二代们 又是个倔强的小丫头啊 我和小珍 还是第一次见到顶级二代 话说你们顶级二代中 是不是有很多强强名女 霍霍百姓的败家子啊 陈亚罗文言一愣 尹真立马捂住七离的嘴 道歉道 不好意思啊 我七月龄不太会说话 陈亚罗苦笑 没想到那些人的名声 连七月龄都知道了 不过哪里都有害群的马 米里的老鼠屎 也不是所有人都是败家子 大部分人 你怎么知道的 七离摇着脑袋 挣脱尹真捂住自己的嘴 我看漫画网上的那些漫画 隐晦地说 你们国著或者高官的子女 无恶不作 就差指名道姓说你们吃人了 陈亚罗 七月龄还看漫画 他还自己画 尹真无地自容地捂住脸 无语地说道 陈亚罗一听 七离居然自己画漫画 不禁来了兴趣 哦 我休息的时候 也会看漫画打发时间 我特别喜欢八重神子的作品 听说他前些天又更新了 都还没来得及看 小狐狸 你画过什么作品啊 一看陈亚罗 居然是自己的粉丝 七离立马要爆出自己的作品 少女 呜呜呜 尹真捂住七离的嘴 尴尬地笑了笑 他瞎话的 还没发表过 哦 随着话语的增多 尹真和陈亚罗也熟悉起来 聊了学校 聊了毕业 陈亚罗是陈显龙国著的 唯一的孙女 也是从上京官方中学刚毕业的学生 以五级预售师的等级 同样也获得了毕业大笔的第一名 可谓是上京所有童年中的翘楚 毕业后 一直和朋友在绿集秘境练集 直到被他爷爷叫回家 交给了他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 让他来宁城 来到宁城后 他见到了已经死掉的金陵灵国著 金陵灵国著看到他以后 讲述了任务的内容 说简单也简单 说难也难 就是让他跟着尹真 平时充当尹真和官方的传话筒 如果有紧急情况发生 他死了 也要保证尹真的平安 本来还有点不服气 未来可期的御寿师 凭什么要保护一个普通御寿师 当金陵灵将尹真的情况 口头复述给他的时候 陈牙罗震惊了 会说话 会变人 能短时间看到未来 能在黄金级 就用雷劈死钻石级一生兽 能独自解决人类的大麻烦的契约零和人 他不是笨蛋 蠢猪 睿智 金陵灵都在假死保护 那说明 尹真必然会影响未来的走向 想到这一层关键 陈牙罗毫不犹豫地接下了任务 陈牙罗脑 补得全对 但是 七里却想到了更深的一层 是什么会让信任自己和尹真的王国珠和金灵灵 居然选择一个国珠的独孙女 放到自己和尹真身边当智人呢 首先肯定不是借刀杀人 因为金灵灵说过 陈显龙和王振邦两个国珠的关系非常好 当初王振邦就想让更擅长防守的陈显龙 来保护尹真的 但因为男女有别 才选择了擅长逃跑的金灵灵 所以 未来发生了什么吗 有趣 七里瞇了瞇眼 就听陈牙罗突然问道 话说 尹真 那个八重绳子 画的几部作品的主角 和你好像啊 你是不是认识八重绳子 不 认 识 尹真几乎是咬着牙说道 然后就抱紧了可怜巴巴的小狐狸 眼睛时不时飘向狐狸的屁股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驶 运输车 车顶的机炮中途开了几炮 射杀了几只闯入安全范围的低级一声兽 才听到了还在修建的军事基地 防卫的军人 看到下车的尹真和陈牙罗 还想询问 看到陈牙罗将一个牌子带到驳梗后 就什么话也没说 只是登记了一下姓名 就放他们进了军事基地 尹真并没有先去见五招 而是直接进入了绿色的空间门 空间门周围 已经被清理出一片空地 竖起了钢铁墙壁 一对军人和数量装甲车 坦克正守护着这个基地 而远处是一片郁郁葱葱 藤蔓遍布 白雾缭绕的原始森林 陈牙罗去和军人们的领导沟通了一会儿 拿了一份地图返回到尹真的身边 展开以后 是军队现在已经勘测过的区域地图 从地图看 秘境应该属于半岛地形 三面环海 海上特别标记了一生兽众多的字眼 既然三面环海 那就说明官方勘察的主力全在北方 我们去海边看看 嗯 出了基地 陈牙罗照出三个契约灵 一个裹着红围巾 身材苗条 眉清目秀 看上去有点害羞的女性狼人 一个和金灵灵的凯夕一样的空间恍惚 一个长相可怖 全身长满利刃状尖刺的犬形契约灵 陈牙罗指挥着狼人 凝聚出两封透着香味的信 一封交给尹真 这是孤独狼人的技能 你拿着这封信 这封信有效时间十天 在十天里 我们无论隔多元 我都能定位到你的位置 尹真点头 将信放进口袋 然后陈牙罗将孤独狼人 收进了契约空间 显然 孤独狼人并没有战斗能力 凄离瞬间想到了技能组合 可以啊 知道位置 然后瞬间传送过去 一刀子解决 再闪人 陈牙罗差点跳脚 小狐狸 你虽然长得很可爱 但能不能说好话 我的刀是对准一生兽的 不对准人 开个玩笑 活跃下气氛 凄离笑笑 知道了陈牙罗真正的属性后 也不掩藏 伸出五根狐尾 轻轻一甩 十五只硕大的紫色狐狸 被甩出尾巴 出现在四周 尹真也同时照出 其他四个小伙伴 嗡嗡 啪嗒啪嗒 喵 我终于出来了 银银银 狐狸小姐 尹真契约 零共四个 七里一狐惹两个 第121章 优雅的舞者 若陀龙王和塔塔罗特一出来 就盯着尹真怀中 人畜无害的小狐狸 然后同时重重哼了一声 七里则对他们吐了吐舌头 略略略 谁让你们不会说话 看着尹真照出来的三个契约灵 看过七里漫画的 还想看得到蓝了 陈牙罗张了张嘴 虽然没有见过这些契约灵 但他只是看一眼就知道 没有一个好惹的 瞬间满脸亚然 你居然有四只契约灵 有战斗能力 不怪他这么惊讶 因为天赋如他 也有两只毫无培养价值的 一星契约灵 而尹真照出的三个 身上划过电荷的雷音权线 扣着鼻子 但身形硕大 土元素 充沛的弱陀龙王 哪怕是看着人畜无害的塔塔罗特 身边也不满水元素气息 最可怕的是 尹真怀里的狐狸 一尾巴甩出十五只 拥有薄金级灵能气息的狐狸 更别谈能跨街杀死一生兽的雷击 没有一个好惹的呀 最关键的是 尹真回了一句话 呃 还有一只尹身的 你看不见吗 说着 尹真让蓝蓝张开护盾 陈牙罗茫然了 这SSS级天赋不要也罢 这人还要自己保护 别闹了好吗 陈牙罗妈了 接下来 他们按着地图和罗盘的指引 向着东部的海边走去 路上 七离夫在尹真的尖头假妹 忽然睁开眼睛 前方一点方向 有三个灵魂 不是人类的 陈牙罗文言 顾不得惊讶七离 还有探测技能 立马从空间手镯中 掏出一把散发着蓝芒的刀 警戒地看向七离所说的方向 尹真点点头 先等等 塔塔的技能威力还没试过 让塔塔解决 塔塔 别喝团子牛奶了 嗯 音音音 遵从你的指示 美丽的御主 跟在尹真身边的塔塔 将手中的团子牛奶 一吸而尽 然后将瓶子扔给了七离 行了一个十分绅士的礼后 扭着身后的两条尾巴 在两只狐灵的掩护下 走向七离指引的方向 你就让一个没测试过技能的七月灵 这么过去 陈牙罗诧异地问道 呃 以前都这样的呀 尹真摸了摸脑瓜子 七离回头看了眼 尹真的头发越来越长了 陈牙罗无语 哪有人在实战中 检测七月灵技能威力的呀 塔塔没走多久 三只双眼星红 全身盔甲 肩上还有两根锋利的尖刺 八足的甲铐一生兽 就从一颗十人环抱的 高耸大树的树根下钻了出来 对着塔塔 就是一阵威吓的鸣叫 并且叙事攻击 见到三只一生兽 塔塔不慌不乱 扶空而起 伸出左肘 对准三只一生兽 一道蓝色的圆形法阵 在找前出现 三只一生兽察觉到危险 瞬间同时摩擦着口气 张开一道黄色的透明护盾 音音 潮水啊 我已归来 瞬间 蓝色的水柱 从塔塔手中的法阵 对着三只一生兽 击射而去 水柱带着无数水箭 冲击在三只一生兽的护盾上 只见护盾像是被尖刀触碰的宝纸 瞬间就被冲破 化为灵能粒子 接着就是三只一生兽的身体 直接被水柱带着 撞在身后的树上 甲铐 血肉 全被水柱刷离体 最终只剩三颗灵核 还在远处 塔塔落到地上 满意地点点头 又啪哒啪哒扭动着屁股 返回尹真身边 音音音 性不如命 尹真拍了拍气力的头 小黎 塔塔在说什么 假妹的气力睁开眼睛 她说活干完了 能不能让她回契约空间 塔塔急了 本来就圆不溜秋的眼睛更圆了 音音音 狐狸小姐 你又乱翻译 不能 海边一生兽比较多 多一只契约灵 就多一份力量 尹真瞪了塔塔一眼 然后又掏出一瓶团子牛奶给塔塔 胡萝卜加大棒 玩得真溜 塔塔满意地 接过团子牛奶 瞥了眼胡言乱语的七离 哼了一声 尹真过去 捡起三颗薄金及灵核 陈牙罗这才开口 你的塔塔好厉害 三只薄金及一生兽 居然一击都扛不住 还好 尹真没有谦虚 毕竟这是事实 接下来的路上 陈牙罗又见识到了 若陀龙王的地暴天星 雷音权限的雷电探针 至于七离 又有若陀龙王 又有雷音权限 现在 加上一个塔塔罗特 还有十五只狐狸 自然不需要他出手 陈牙罗看着都不需要 亲自战斗的尹真 内心感叹 人与人的差距 真的比人和狗还大 小真 你这样是不行的 人不能太过依赖 七约灵的主动作战能力 万一遇到的异生兽 有瞬间移动能力 这样你会很被动的 那我该怎么做 尹真请教道 小狐狸 附近有异生兽吗 有 十一点方向 三百米 有红色印记的树下 三只 七离感应了一下 然后看向感应到的位置说道 陈牙罗深吸一口气 小真 看好了 玉兽是应有的姿态 说完 陈牙罗连召唤附体的咒语 都没念 直接与他的那只 全身是刀的狗狗 无限刃狼合体 只见陈牙罗身体瞬间被一层紫色的皮质包裹 背部 肩上 瞬间多出八根刀片一样的尖刺 手背关节处 也长出两片长刀 配合他高挑的身形 就很撒 陈牙罗与七月灵合体后 一手搭住空间恍惚的手 整个人瞬间出现在了七离所指的树下 三只准备伏击猎物的甲壳虫一生兽 也发现了 他这个突然闯入的外来者 立马开始用爪子 尖刺 攻击陈牙罗 却见陈牙罗如同优雅的华尔兹舞者 在三只一生兽的群弓下 辗转腾挪 一次又一次地避开一生兽的物理攻击 一次翻转中 他寻着时机 将右手上的尖刀 直接对准扑向他的甲壳虫一生兽的口气刺入 再拔出 带出一片绿色的血迹 剩下两只一生兽 见状恼怒地利用口气摩擦出尖锐的声音 一根根岩土尖刺 从地底钻出 似要将陈牙罗扎个透心凉 而陈牙罗只是足间在一根尖刺上一点 整个人又是一个翻身踩到一只甲壳虫一生兽的背上 手背上的长刀 另一个甲壳虫的口气 然后转身 再低腰 一刀扎入身下一生兽的口气 全程陈牙罗没有使用任何技能 纯粹靠着本身的战斗意识和契约灵附体后的刀 宛如优雅的舞者一样解决了三只一生兽 第12章 引真的战斗风格 陈牙罗拔出刀 站在一生兽的甲铐上 甩了甩刀尖上绿色的血液就像闭目的演员一样闭眼抬头向天 优雅 太优雅了 就连七里也忍不住在心中为陈牙罗鼓掌 可惜的是陈牙罗穿的是轻便的休闲装 而不是舞蹈服 一道淡淡的光芒消逝 陈牙罗与无尽刃狼解除合体 从甲壳虫的一生兽身上跳了下来 心中有无数疑问的引针立马迎了过去 好厉害 我从来没看过有人这么战斗 陈牙罗捋了铝额间散乱的短发 轻轻一笑 这是我老师教我的一种独特战斗术 讲究的是眼观四路 而听八方 运用灵巧的走位和柔软的体型 在战斗中寻找目标的弱点并攻击 正如我说的 预兽师的契约灵再强 但预兽师不可能一直与契约灵合体 本身还是很脆弱 所以这种战斗术 很适合预兽师保护自己 并更多地开发战斗潜能 让预兽师不是那么依赖契约灵 尹真点点头 原来如此 对了 你刚刚召唤护体的时候 为什么不用念咒语 就能与契约灵附体啊 刚刚尹真很细心地观察了 陈牙罗从开始战斗到战斗结束的所有细节 自然也注意到 陈牙罗连咒语都没念 就与无尽刃狼完成了召唤附体 不得不说 这个问题 七里也想知道答案 每次尹真念咒语时 七里都感觉看了一次巴拉拉小魔仙 四只爪子都能尴尬地抠出一栋别墅 咒语本来是为了方便让预兽师与契约灵建立沟通通道 稳定地完成召唤附体仪式 但如果预兽师和契约灵之间感情很好 能做到心意相通 那不需要咒语也能完成合体 尹真搂起七里 一人一胡四目相对 若陀龙王 塔塔罗特等等 我们呢 尹真 你们太好灵能了 尹真 来一个 七里 走你 刷 粉色光芒一闪 八重神子出现 果然不需要咒语就能完成合体 尹真以前无数次念咒语时都能感受到七里的嫌弃 他自己也尴尬 但是没用 老师就这么教的 现在知道 不用念咒语就能附体召唤 自然开心不已 终于不用被小黎嫌弃了 婴婴婴 哇 你与小狐狸合体后的样子居然都变了 好漂亮 陈牙罗看着眼前的粉发活儿女人 灵能气息更强了 长相也变了 发型变了 胸也变了 肉眼可见的小了一圈 还多了一对狐狸耳朵 不对啊 从来没听说过 玉兽师与七约灵合体后 玉兽师的面貌会变化 惊讶归惊讶 陈牙罗并没有追根跑底 毕竟这个世界 到处都有千奇百怪的事 确定可以不需要念咒语 就能合体后 尹真和七里分离 我这个战斗术 你要学吗 陈牙罗问道 那个 我能学 尹真自然是想学的 不光因为他自己 也想能那么优雅的战斗 主要是因为 他合体时也感觉到 七里对陈牙罗的欣赏 陈牙罗肯定的点头 当然可以 这并不复杂 不过教你之前 你展示下你的战斗风格 我好决定从哪开始教 战斗风格 七里和尹真 同时回忆了一下 尹真的战斗风格 一般情况是 狐灵和雷阴拳线牵制 蓝蓝保护尹真 骆驼龙王扛住 七里疯狂输出 特殊情况是 尹真拔刀 或者尹真和七里合体拔刀 哪有什么战斗风格 那就给他看吧 于是 七里扫描者周围的灵魂 最终找到一个 那是一个绿色皮肤 头顶带着透明的脚 体型硕大的老虎一生兽 看到它时 老虎一生兽 正在一棵大树下 啃食着一个甲壳虫一生兽 四周是无数断裂的树根 和绿色的枝叶 很显然 这里不久前经历过一番大战 察觉到 两人外加契约灵门的靠近 绿老虎从甲壳虫尸体中 抬起沾满绿色血液的脑壳 看到若驼龙王那堪比 大卡车的体型时 绿老虎瞬间摆出攻击的姿态 还警告一位十足地吼了一嗓子 若驼龙王不懈地瞥了眼 和四米二火车差不多大的绿老虎 如果不是没有指令 现在它冲上去 就是一个天动万象 教绿老虎怎么做一生兽 陈亚罗从绿老虎身上转移目光 到已经再次召唤附体的尹真身上 小心 嗯 就在陈亚罗期待尹真 进行一场美妙的战斗时 只见尹真整个人脚步动都没动 只是将右手放到胸口 突然一个刀柄出现 尹真的手握住刀柄 从下向上 随着散发着紫芒的刀身 在尹真的胸口凭空拔出 陈亚罗的心猛地狂跳 灵魂本能地恐惧起来 好恐怖的灵能 而那只对若驼龙王咆哮的绿老虎 也感应到了 生命刻在灵魂中的本能 使它瞬间尾巴一夹 转身就要跑 梦想一心刀尖离体 尹真对着 已经逃跑的绿老虎 一刀挥出 刹那间 天地一暗 一道紫色的刀芒 从下往上 对着苍皇逃跑的绿老虎 笔直地飞了过去 带着一道深深的沟壑 沿途无论是岩石 还是树木 全被一分为二 一百米 二百米 绿老虎感受到身后 急速追来的危险 只是一个回头 飞奔跃起的身体 在空间变成两节 体内的灵合 也因为被刀芒划过 而发生剧烈的灵能爆炸 绿老虎的两半身体 喷洒着血液 瞬间被炸向两边 而残余的刀芒 并没有因此而停下 又往前飞了十几米 直到将一棵大树 劈成两半 陈牙罗目瞪口呆地看着 先不说人 怎么能从胸口 拔出刀这种事 就说二百米的距离 一刀秒了一生兽 这特么是什么战斗风格 没人叫过呀 陈牙罗悠悠地看了 眼面不红 气不喘 身上灵能气息依旧浓郁 明显还能再批出 无数次这种刀芒的影针 以及他手上光芒 已经消失的紫色太刀 整个人都骂了 你的战斗风格 就是一刀秒吗 特殊情况会用梦想一新 平时小离他们就能解决 陈牙罗 果然人与人的差距 比人和狗还大 第123章调查 询问 这一招叫什么 梦想一刀 梦想一刀 陈牙罗呢喃着 很美的名字 果然和梦一样 只是一刀 居然就有这么大的威力 脑补了一下 影针手握着紫刀 在异生兽群中 宛如华尔兹舞者一样 一边躲避着异生兽的攻击 一边对着四周的异生兽 回出梦想一刀 刀芒过后 异生兽的生命 如同韭菜一样被收割 那是多么美的画面 随即陈牙罗想到一个问题 影针如此离谱的技能 金灵灵并没有和自己说过 也就是说 金灵灵可能都不知道 而自己却不光知道了 还看到了 不会被杀人灭口吧 妻里看着心事重重的陈牙罗 瞬间明白了 她在担心什么 连飞带跳落在影针的肩上 道 放心吧 如果怕你知道 我们就不会给你看 影针也是认同的点头 不说陈牙罗是金灵灵带来的人 就从先前的聊天中 她对陈牙罗的印象就很好 至于藏东西 连雷神裁绝炮都被人算到了 现在藏与不藏 已经没有意义了 陈牙罗看一人一壶真挚的眼神 也放下了心 清冷的小脸也笑了起来 那战斗术 你还学吗 既多不压身 我当然学 接着 陈牙罗就开始教影针 首先就是步伐 影针认真的按着陈牙罗的指导 一边跟随着若陀龙王前进的脚步 一边在周围的树根 石头等突出雾上 左右弹跳练习 就像有人喜欢看跳舞 但没兴趣看舞者怎么练习舞蹈一样 七里看了一会儿 就兴致缺缺地打了个哈欠 说了一声后 飞到若陀龙王的背上 驼子哥 走稳点 喵 爬 若陀龙王察觉到 七里已经落到了自己身上 故意晃了晃身体 但七里趴着的地方 是若陀龙王背上的尖刺之间 别说晃 除非打滚 才能把七里甩下来 试了几次后 若陀龙王发现 拿七里没办法 总不能对自己背上 用天动万象吧 只要任由七里趴着 龙王颠啊颠 七里睁开眼 不是因为有一声兽 而是因为嗅到了海洋的气息 若陀龙王挥爪 拔开一团树枝繁多的树木 眼前就是金色的沙滩 与蔚蓝的海洋 七里感应了一下 哇 海里面的灵魂可不少 只是感知范围内 就有四十几个灵魂潜在海里 难怪陈牙罗说 海里面一声兽众多 若陀龙王停在沙滩边上 很快一身汗水的影针 和陈牙罗都走了过来 七里从若陀龙王的身上 飞到影针面前 海里一声兽的确很多 得到提醒 影针没有忙上去 而是决定休息一会儿 从早上进秘境 到现在也大半天了 连口水都没喝过 陈牙罗从空间手镯中 掏出一张黑色的毯子 铺在若陀龙王清理出来的树林空地上 七里也从空间中取出油豆腐 杏仁豆腐 金丝虾球 团子牛奶 一起分享 一个湖里有空间 已经不足以让陈牙罗感觉惊奇了 吃着还带着温度的食物 陈牙罗心里只有一句话想讲 为什么影针来秘境 会那么像浇油啊 某个青色威胁等级秘境内 云仪和她的好友 正一起指挥着契约淋雨一群 被堵在洞穴内的喷水鸟 缠斗着 水流 电光 火光 岩石 各式的攻击与防御彼此交线 云仪看到电气龄的雷电 顺着喷水鸟吐出水柱 传递到水妖鸟的身上 水妖鸟瞬间被电的惨叫不止 便让电气龄继续发动雷电攻击 只见 浑身棕毛冒着白色雷光的电气龄再次扬蹄 额头上的独角闪烁雷光 没多久 洞穴内就没了水妖鸟的叫声 两人都没有第一时间进去 而是掏出灵果和灵盒 各自和契约灵补充着灵能 云仪的好友 梅丽坐到云仪的身边 说道 阿云 我刀断了 护符也用完了 准备回程补几下 好久没回家了 我也准备回去一趟 梅丽知道 云仪是想她那个侄女了 心里也是叹了口气 她曾经也有家人 不过都在魔都 压力很大吧 被自家侄女这么追着 云仪想到尹真 一边喝着水 一边露出笑容 压力自然有 不过看着她一点点成长 所有的压力就消失了 她和她的契约灵越强 我才越放心 是啊 这该死的世道 梅丽抬起头 看看秘境的天空 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 两人收拾好洞穴中的喷水鸟后 一起出了秘境 秘境门口 四个身穿黑色制服的人 一直等待着 看到云仪的瞬间 四人对视一眼 仿佛确定了目标一样 赢了上去 其中一人对着云仪展示证件 我们是东部秘境调查局 林云女士 我们有事 需要你协助调查 宁城东部秘境调查局总部内 云仪看着眼前询问的男人 淡淡地说道 我说了 小珍的父母 跟随唐国住进秘境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些小区的邻居和监控 都能作证 唐眉马也看着云仪 表情没有变化 这些粉色相加 内含心形和心形的结构的水晶 那尹真父母有没有 让尹真持有 或者服用过这种圆形水晶 这是什么 我没有见过 云仪的表情同样也没有变化 唐眉马的眼睛 死死盯着云仪的表情 发现没有丝毫变化后 不甘地皱皱眉 你要知道如果骗我 就代表着 你骗了我父亲 骗了一个国住 我再次确认一下 你确定没有见过 唐眉马抬高了音调 站起身 身上也散发出八级玉兽师的灵能 身后同时闪亮六个召唤阵 仿佛一言不合 就会照出契约 灵公积云仪一样 云仪感受着灵能的压力 丝毫不拒 只是双手紧握椅子的扶手 咬牙道 尹真自他父母 跟着你爸消失后 就是一直由我抚养 我很肯定 我没见过 你一直问尹真的父母 我倒想问问 你爸组织的探索 对在秘境全面 为什么尹真父母的补偿金 至今没有发下来 梁九 唐梅马坐回椅子上 淡淡地开口 他们只是失踪 并没有死亡 第124章麻辣的陈牙罗 哼 有你们这种人 真是人类的不幸 云仪冷笑一声 靠在椅背上 你放尊重一点 唐梅马旁边的一个人拍案而起 怎么 实话我都不能说 官方都给予了抚恤金 身为探索组织者的 唐章维堂国助 却至今没有 给探索队的家属 任何一个交代 知道这些人 是冲着引针来的 也是金铃铃防备的人 现在掌握了主动权 云仪自然不客气 一通话语 连唐梅马都接不住 那一次的损失太大了 他父亲根本付不起 仅200名八级欲授尸的赔偿金 以及后续的损失 这事放到明面上说 唐梅马的父亲唐章维 无论怎么样都不占领 不过唐梅马还在强词夺理 林小姐 当初合同上也写了 意外受伤及死亡才有赔偿 而现在 尹真的父母并没有被确认死亡 所以合同无法生效 如果你能拿出尹真父母伤亡的切实证据 我们家会按照合同 给予补偿 秘境消失 两岁小孩都知道意味着什么 喝推 云仪丝毫没有保持在王鹤 尹真面前的淑女形象 直接一口谈吐像 强词夺理的唐梅马 但因为距离太远 只是落在了地上 唐梅马的脸色铁青 刚要发怒 就见宁城的副城主 王瑞推门走了进来 十分钟后 云仪出了秘境调查局 而刚被官方中央首脑 训斥过的唐梅马 则站在办公室窗口 看着云仪 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上了一辆出租车 他掏出手机 按下一个号码 手机接通 爸 我怀疑当初有人拿到了那颗 能召唤六星契约灵的惊石 手机里传来一个老人疲惫的声音 证据 他不光契约灵有问题 一个月前 宁城出现了一个秘境 秘境中的绿皮兽人 几乎可以无限繁殖 迅速净化 掌握科技与灵能 当时宁城秘境勘察队 都已经撤出秘境了 他进去后再出来 当夜秘境就消失了 是有古怪 不过 就算查清了那女孩 能召唤六星级 契约灵又能如何 无非证明 我给别人做了嫁衣 唐梅马说道 如果那种金石 不是一次性消耗品 而是一种依附在 人身上的道具呢 电话中一阵沉默 这么说来 难怪有人警告你 不许调查那女孩 你想查的话小心点 别被人 老唐 我们去清角占据新东矿区 得神话 及一生兽个体 王老 稍等 我打个电话 没马 最近我很忙 王震帮着老东西 和疯了一样 天天拉着我去清角 上京周边的一生兽 挂断电话 唐梅马眉头微皱 几次警告自己的神秘玉兽师 被王国柱缠上的父亲 突然消失的秘境 传说能召唤六星契约灵的金石 秘境中 海边的沙滩上 正在举办一场捕鱼比赛 与普通的捕鱼比赛不一样 尹真 陈牙罗捕的鱼 是一种长相丑陋 全身包覆结实的铠甲 双旗 堪比飞翼 嘴部长着三叉戟一样的器官 腹部生有四足 体型 堪比香祸的鱼 十六只被尹真和陈牙罗 命令为飞翼刺鱼的一生兽 跟着海浪 挥舞双旗 像鸟一样地飞到了高空 然后将嘴上的三叉戟 对准了沙滩上 体型最大的弱头龙王 开始俯冲 俯冲的同时 这些飞翼 赐鱼还在三叉戟与双旗上 附加了风元素 俯冲的速度更快 空中甚至出现了音爆声 与马赫环 若驮龙王抬着头 看到越来越近的飞翼赐鱼 被气得浑身发抖 喵喵喵 西红柿 特么就打我一个是吧 兰兰张开森林的庇佑 将所有人与契约灵都照在里面 音音音 哼哼哼啊呀 狂雷击 嗡嗡嗡 电流冲击 瞬间 七里就可以配合默契的塔塔 音音用紫色电球 水柱 电流组成防空网 然后 十五只狐狸 迎了上去 只是瞬间 就有七只飞翼刺鱼 就或者因为电流冲击双旗受损 或者被雷球炸没了半截余身 或者被水流蕴含的水箭 冲没了脑袋 摔倒地上 尹真也独自向着天空 挥了一刀 窃下了两只飞翼刺鱼中的倒霉弹 而陈亚罗 只能戒备着 没办法 他近战很厉害 但是让他远程攻击 那只能说抱歉了 总不能让他掏出一把机枪扫射吧 问题机枪的子弹 也打不穿 薄荆及一生兽的生物立场啊 最终 扎到蓝蓝护盾上的飞翼刺鱼 只有六只 蓝蓝的护盾 闪烁了几下 就将飞翼刺鱼 弹到一边 全部顺势像插秧一样 插到了沙子里 若陀龙王气急 终于是我的回合了 喵喵喵 天动万象 天理常缺 蔚蓝的天哀空中 瞬间出现两颗硕大的石头 对着两只黎若陀 龙王最远的飞翼刺鱼落下 沙尘过后 只留下两个坑 同时 若陀龙王也将踩住最近的 一只飞翼刺鱼的鱼尾 然后用巴掌 将另一只钢 要从沙子里爬起来的飞翼刺鱼 又护到沙子里 落地的凤凰不如鸡 飞翼刺鱼也一样 经过一个多月的了解 这种一生兽的攻击模式 只有一种 先用双骑飞上天 再运用灵能加速 并给三叉戟 施加能增加穿透的技能 然后瞄准目标扎下 如果能防住 掉到地面的飞翼刺鱼 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 而隐真的契约灵 正好能防住 当然 飞翼刺鱼数量多了就另说 看着隐真的契约灵 将所有飞翼刺鱼解决 陈牙罗也理解 为什么隐真开始的 战斗风格是那样了 不禁为遇到 隐真的一生兽默哀 首先要顶着小狐狸小狸 身是塔塔 和阴阴的攻击 突破防御墙的 离谱的弱陀龙王 然后是十五之搏 金极狐灵 后面还有一个护盾强度 也离谱的蓝蓝 就算一路冲到隐真面前 隐真一个拔刀 来一个梦想一刀 想想都发麻 同级的一生兽 除了拥有高强度远程能力 或者空间能力的 还有什么能威胁到隐真呢 而现在 他几乎是躺着分享 本来独属于隐真的秘境气息 他也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第125章 再出秘境 至于秘境气息被蹭 隐真和气力悄悄交流过 按照他们的清怪速度 隐真的秘境气息根本不缺 相反 他们缺的是 足够支撑 弱陀龙王 他们突破的灵核 按照现在 所需的灵核估算 哪怕后面四个召唤的契约灵 都是五星 那隐真也至少需要 至少五百多颗薄金级灵核 而因为天赋的限制 从对应薄金级的绿色秘境开始 能进入的预售师 就直线变少 所以从薄金级灵核开始 灵核的价格 也逐渐水涨船高 最简单的例子 因为大部分的预售师 都是C级天赋 都能晋级到4级预售师 所以黄金级灵核 只卖40万一颗 而B级天赋预售师 比C级少了一半 所以薄金级灵核 则卖200万 以隐真目前的财力 根本不能支撑他 突破6级预售师后 再从别的途径 获取薄金级灵核 只能自产自用 当然 就算这么说 陈亚罗也坚持 按照其他人 蹭秘境气息的价格 以一只薄金级一生兽 20万的价格 蹭着秘境气息 这一点陈亚罗 和隐真很像 都是该是自己的 就自己的 不该是自己的 不会不劳而获 至于隐真苦恼的灵核 陈亚罗则露出了 身为土豪的一面 拍着胸脯表示 他不缺 和陈亚罗 一起收拾完沙滩上 非一次于尸体 隐真将 新获得的16颗灵核 交给七离存入空间 小离 有多少个了 我看看 七离粗略数了一下 空间中的薄金级灵核 210颗薄金级灵核 还有197颗黄金级灵核 将手中刀 用不擦干净的陈亚罗 将刀插回腰间的刀鞘 不无羡慕地说道 一个月零时七天的时间 居然能收获这么多 你们厉害 很快吗 以前在黄金级秘境时 我们两个星期就能有这么多 这个秘境一生兽太狡猾了 七离撇撇嘴 这些天 开始还好点 海里出来的一生兽 还是薄金级的 全被消灭后 后面除了黄金级 还赶出来 薄金级的全部跑出了 七离的感应范围 将近200只薄金级一生兽 哪怕有陈亚罗分走 秘境气息 现在尹真也刚到五级 预售师中期 后期还遥遥无期 陈亚罗笑了笑 小狐猎 你这是炫耀吗 人家普通预售师 一年都不一定 能有你们一次的收入多 人家静秘境 都是先调查一生兽踪迹 确认一生兽种类 然后根据习性 特征准备各种计划 再与一生兽对抗 哪有你们这样 一路横推的 你不也忙了 先前遇到的甲壳虫 陈亚罗冲着 气力翻了个白眼 我又没说 我是普通预售师 无尽认狼 怎么也是五星期约灵 那你静秘境一天 能获得多少同级的零合啊 四级的时候 最多十二克 五级时 最多八克 陈亚罗有点不好意思地 竖起手指 比了个八的手势 其实这是正常的事情 每个薄金级一生兽个体 或者族群 都有自己的领地 领地内 除了不在食谱上的 要么赶走 要么留下低等级的一生兽 当被用粮 所以经常要走很远的路 才能遇到一群薄金级一生兽 像引针这种横推 宛如抓小鸡一般的作战方式 陈亚罗闻所未闻 毕竟不是所有七约灵 都有七里这样离谱的感应能力 就算一生兽 躲在海底 都能被狐狸掏出来 好了 在秘境里 待了四十几天 然后就出去修整一下 引针揉了揉七里的脑袋 七里点点头 空间里 已经塞了大半的鱼肉和材料 也是要清理一下 至于五招 委托画的地图 这个秘境实在太大了 虽说这个秘境 在半岛上 但他们这四十几天 一直沿着海岸线走 从东到西 再到北 始终没有看到镜头 只能放弃 下次再说 让陈亚罗也体验了一把狐狸牌掉栏 直接飞回空间门 好巧不巧的 引针刚进空间门的基地时 看到了五招 五招正在听着手下的汇报 看到引针后 眼睛一亮 引针 吴指挥 打了招呼过后 得知引针指示 画了四百多公里的海岸线图 五招并没有失望 只是感慨地说道 这个秘境很大 我们勘察队 也只探明了空间门周边 六十公里的范围 至少可以确定没有绿皮兽人 那种离谱的玩意 嗯 如果有那些绿皮兽人 这个秘境 就不会有那么多医生兽 引针看向已经开始拆基地的军人们 好奇地问 这是准备撤了 五招点头 嗯 这个秘境不适合生产任务 所以我们准备在空间门外留一个防御基地 闲聊了两句 五招让人复制了 一下引针的底图 然后给了十颗薄金及灵盒当奖励 便带着人离开了 引针也和陈亚 罗出了空间门 左右无人后 七离问道 亚罗 你为什么不像精灵灵一样 直接刷刷刷回城 刷刷刷 陈亚罗一愣 随即想到了 七离说的是瞬间移动 脸顿时一黑 别闹 从这里到宁城 有将近四十公里的距离 我的大黄 带人一次最多 瞬移五百米 而且大黄的灵能 支撑五次这种移动 比金国柱的凯西 还差得远呢 话说间 运输车启动 带着沉重的屡带生 离开军事基地 还是黄沙遍地 现在居然长满了树核草 陈亚罗看了眼窗外 上面推测秘境的灵能意 散到蓝星 可能是在让秘境 与蓝星融合做准备 也不知道是服饰货 七离和尹真对视一眼 因为这个推测是 七离最先提出的 并告诉精灵灵的 看样子 王国柱他们听进去了 七离眯起眼睛 思索片寸 如果只是当前出现的空间门 与蓝星融合 我觉得是好事 尹真问 怎么说 我一直有一种猜测 蓝星九千多年前天灾不断 致使本身空间与维度不稳 连接其他世界的空间门 证明了这一点 而现在 蓝星的环境 通过秘境溢散的灵能 正在恢复 是不是代表着蓝星的空间 和纬度也在恢复 七离人立着 胡爪摸着下巴 越说越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 第126章 纠缠之缘 陈亚罗顺着七离的思路 深深思索着 也就是说 蓝星不断的地震 是在将灵能连带秘境 一起拉到现实修复自己吗 这行为 简直和重病的人自己抓药一样 这可能吗 万物皆有灵 如果蓝星有意识 他也不会希望 身上总有乱七八糟的东西跑出来 七离悠悠说道 这话很为新主义 但在这个离谱的世界 唯物主义并没有用 不过我这个猜测还得看以后 如果随着秘境溢散的灵能充斥蓝星 并且有秘境与蓝星融合 那么空间门就不会再出现 七离的猜测 无疑是最好的那种 千万年来 对人类困扰最大的 不是时不时出现的天灾及异生兽 而是各地不时出现的空间门 以及空间门里跑出的异生兽 总是刚清理完 又冒出一堆 图号人力物力 如果空间门不再出现 那么每一次的清理 都不再是无用功 直到将异生兽 驱逐出人类的土地 陈亚罗将这份期盼隐藏 摇摇头 但愿吧 可惜我爷爷他们 至今还没接到 有秘境与蓝星融合的报告 说话间 又是转瞬即逝的地动山摇 回到宁城 先去打车去了趟交易中心 看着从空间手镯中 不断取出各种材料 贩卖的尹真 陈亚罗眼里满是好奇 不断地问东问西 很显然 他是第一次来交易中心这种地方 看到工作人员 将尹真取出的鱼肉放到秤上 陈亚罗嘖嘖称奇 难怪你在秘境连 飞一次鱼的鱼肉都要包下来 原来可以卖钱啊 尹真点点头 当然 只要能吃 总有人会买 旁边的工作人员称重后 领着尹真去交易窗口 报出数额后 窗口里的工作人员 也将400多万华国币 转入尹真报出的银行卡中 看着尹真 将从秘境获得的材料变成钱 陈亚罗顿时感触良多 他以前在秘境 只取看到的铃果 和易生兽身上的铃盒 易生兽的肉和材料 却从来没有在意过 他还算好的 有的人甚至连铃盒 都要人帮忙挖出来 卖完东西 尹真看了眼万表上的时间 已经下午四点了 亚罗 我准备休息几天 你住哪 金国柱帮我安排了住处 就在他的隔壁 你不用担心 随后两人打了辆出租车 回到小区 在尹真和契利上楼后 陈亚罗才挪开目光 来到金灵灵的房子 推开房门 客厅中 金灵灵正悠闲地坐在沙发上 喝着冰奶茶 小亚罗 怎么样 陈亚罗叹了口气 坐到金灵灵对面 拿起一杯 还没开封的奶茶 得到金灵灵的示意后 打开喝了一口 备受打击 在秘境里 根本不是我保护他 而是他保护我 他的契约灵 不止小狐狸 塔塔 龙龙他们全都很强 很强 如果毕业大比的时候 随便碰到一个 我都不可能是第一名 而且我最引以为要的战斗术 在尹真面前 简直就像笑话 想想尹真挥出一刀 陈亚罗到现在还有点发麻 那真是五级御寿师 能干出来的事 金灵灵挑挑眉 打击这么大 细细说说你们 在秘境干了什么 陈亚罗组织了 一下语言说了起来 从近秘境到奶香一刀 再到尹真学习战斗术 不猎非一刺鱼 甚至说了七里 对蓝星的猜测 金灵灵 晃着搭在左腿的右腿 静静地听着 眼睛挑向了对面 刚亮起灯的房间 是尹真还是臭狐狸呢 居然一下子就看穿了王老 安排亚罗的目的 开始毫无保留地相信我们 既然如此 那我也帮你们 解决一个麻烦吧 说着 金灵灵的身形消失 五分钟后 才在陈亚罗的面前出现 金国柱 怎么了 金灵灵只是 毫不在意的摆摆手 没什么 只是抓了几个老鼠 去喂白龙屯而已 隔壁房子已经 简单装修过了 要是在门口鞋柜上 你拿了直接入住就行 陈亚罗心里一惊 白龙屯可是盘踞宁城北部 杨子江的神话极翼生兽 个体虽然温和 没有侵略性 但是对闯入领地的人 可不客气 云一一个星期前就回来了 看到尹真刘 在桌子上的信号 便没有再去秘境 唐美玛的询问 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压力 不过 他的心中也有了猜测 默默地坐在卧室的书桌旁 翻看着自己曾经的日记 当看到尹真父母 进入秘境的那一段时间的日记时 他的表情发生了变化 抬头看向摆在桌角的相框 看着相框中 两个一模一样的女孩 云一隔着玻璃 抚摸着其中一个 姐姐啊姐姐 你居然用梦摸 屋外传来了尹真开门的声音 云一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啊 云一和上日记本 直接扔到了空间戒指里 恢复了表情 急忙起身 我一个星期前就回来了 尹真和七离坐在椅子上 听着云一树说着这些天的事 从秘境到唐美玛的事 七离两只爪子 推开已经喝完的团子牛奶 眼睛眯成一条缝 等等 他给你看了蓝色和粉色 终有心形和爱心结构的圆球 云一点点头 七离瞬间显现人形 让尹真从空间手镯中拿出纸笔 按照记忆的中的三月期 嗨嗨 纠缠之缘画了起来 七离越画 云一的表情越精彩 是这个吗 七离举起画纸给云一看 是 小离 你怎么知道 有意思啊 有意思 越来越有意思了 七离得到答案 头脑风暴疯狂开启 尹真一直召唤原神中的角色 那个美马询问云一 有没有见过纠缠之缘 这绝不是巧合 而尹真的身上 并没有纠缠之缘 是肯定的 毕竟自己连都见过 但是 除了七七 秦团长 狄鲁克尹真也能吃纠缠之缘 望着尹真和云一 好奇的目光 七离继续变回狐狸 怎么说呢 这个东西 叫纠缠之缘 打住 别告诉我 我不想听 云一听到七离要开始揭秘 直接起身 从冰箱里 拿了食材走进厨房 现在 他已经被盯上了 知道的越多 尹真越危险 虽然尹真有国筑保护 但难免会狗急跳墙 第127章 消失的记忆 云一走进厨房后 没多久 就传出刀切针板的声音 尹真的表情很凝重 一如喷发前的火山 平静的外表下 藏着危险 这娃越来越像土妹子了呀 七离夺步 走到尹真面前 在一屁股坐下 看着这个 他一直守护的女孩 安慰道 别担心 金灵灵不会让云一 出现危险的 我知道 不然云一不会顺利回来 尹真摇了摇头 伸手摸了一下 七离的狐狸脑袋 小离 相信我 我真没见过纠缠之缘 可是你和龙龙 他们又能证明 我和纠缠之缘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他的心中 很是烦闷 人都是害怕未知的 尤其是会给自己和家人 带来危险的未知 七离也明白 从雷阴泉线被尹真召唤出来时 他就肯定尹真身上 肯定有什么特殊之处 尤其那个瓜娃子系统没事 还会奖励一点好东西给尹真 一切的一切 都说明尹真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女生 七离眯着眼响了片刻 结合所有已知的信息 他的心中 渐渐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想清楚后 七离粉色的狐狸身体升空 身着反过来摸了摸尹真的头 露出暖男般的笑容 安啊 现在反正有精灵灵他们顶着 时间中会使答案发芽 现在你最重要的是继续成长 当你成长为 九级预售师或者更高 所有的问题 都将不再是问题 尹真感受着小爪子的触摸 虽然心中感觉有点奇怪 但还是宽心了不少 纠缠之缘 虽然真的可能在自己身上 但自己都未见过 就算唐梅马 及其背后的人 怀疑自己 无依无据 加之精灵灵的守护 他们又能将自己怎么样 尹真深吸一口气 将七离揽到怀中 感受着七离软乎乎的身体 还有独属于 七离身上诱人的舍香 谢谢你 小脸 谢什么 我们可是 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七离的狐狸脸 来回蹭着开着游 名神祖不一定是狐与神 也可以是狐与人 安抚好尹真 云一端上了色香味俱全的饭菜 饭间 云一犹豫了片刻 还是决定说出一些信息 小真 有些事情你没问 我也没说过 你的父母 不光是很优秀的八级预售师 他们也有很特殊的 X星期约灵 尹真的母亲灵血 除了正常作战的契约灵 还有一只能 在梦境中改变人记忆的梦默 而尹真的父亲尹怀 则有一只能将人短时 移动到固定坐标的空间水晶兔 这些都是云一翻看日记本的时候发现的 少女时期的日记本 总是记录了一些难以启齿的心事 她也如其他人一样 翻看一次都觉得羞耻 但被唐眉马审问后 她鬼使神差地想要看看 尹真父母离开的那段时间 自己写了些什么 这一看 她发现了很多 已经遗忘或者被混淆的记忆 尹真的父母 在晋级八级御寿师时召唤的 并不是普通低星契约灵 她居然忘了尹真父母召唤的梦默 和空间水晶兔 听着听着 契离心中有了答案 这个答案也不难猜 契离放下嘴边的油豆腐 总结道 也就是说 尹真父母在秘境时 真的获得了纠缠之缘 并且尹真的母亲 曾通过空间水晶兔的能力 在某个时间段回来过 没有让你们看见 并修改了云以你的记忆 红着眼的云以点点头 男男道 我也这么认为 可是她为什么连告别 都不告别一声 还要修改我的记忆呢 想起姐妹情深的尹真母亲 云以机遇滴泪 都深深地憋了回去 而尹真只是表面平静 眼眶也已被泪水打湿 淒离叹了口气 说个很残酷的事实 我觉得 他们可能知道自己 不能再与你们见面 也知道纠缠之缘 会给你们带来麻烦 才迫不得已地 做出这种选择吧 可以想象 尹真的父母 得到了纠缠之缘 但肯定也遇到了极大的危险 知道无法撤出那个彩色秘境 而且周围也没有其他预售师 只能通过这个方式 将纠缠之缘送出秘境 至于为什么 将纠缠之缘给尹真 而不是给探险队的领导人唐张维 这其中肯定还有隐情 这一顿饭味道虽美 但两人一壶吃得很沉重 吃完饭 尹真帮着云衣洗碗 气力则打开窗户 飞到了精灵灵房间的窗前 正在看电视新闻的精灵灵 看到气力敲窗有点意外 起身打开窗户 臭狐狸 你乖大马 气力落在窗台上 严肃地说道 我要引真父母 最后一次进秘境的探险行 以及官方调查 可以超越五星级谣言的所有资料 我知道的都和你说过了 你还要这个大马 精灵灵有些意外 我要详细的 精灵灵看气力 一脸认真的模样 沉思片刻 有点难 这些资料一直存放在 唐张维馆里的秘境调查厅 而且只有书面版 保密等级也被设为了最高级 如果调阅的话 唐张维父子肯定会知道 他们在心虚 七里斩钉截铁的道 我们知道 精灵灵叹了口气 那你们就这么看着一个 导致两百多名八级玉兽师死亡的人 占据高位 精灵灵感受到七里的愤怒 但也只能无奈地说道 小狐狸 面对一生兽的时候 国住院的国住们 还能移至对外 但是私下里 我们并不是铁桶一块 就连王牢也只能借由 清除一生兽的理由 一直牵制着唐张维 七里懂了 派系 永远的派系斗争 随便来几个天灾级一生兽 人类都没了 这时候 还有派系斗争 七里有一肚子草想吐 精灵灵想要摸一下七里的头 却被七里躲开 小狐狸 和你的狱主一起变强吧 变强了 所有的威胁都不复存在 七里没有得到想要的 也没有多问 精灵灵一直在保护影真 这是自己能感应得到的 就是刚才 精灵灵的灵魂就消失过 一同消失的 还有在楼下晃荡的两个灵魂 而这种情况 在能感受到精灵灵的灵魂后 出现过无数次 刚想飞回家里 七里忽然转头 如果有人不管牙罗 在秘境里为男小珍呢 他们能威胁得到你们 精灵灵哑然一笑 第128章 气抖冷的精灵灵 看着飞远的粉毛狐狸 精灵灵再次叹了口气 奶奶的 保护人真是一个累活 尤其被保护的人还和狐狸一样聪明 嗯 好像还真就是一只狐狸 麻烦麻烦 幸好未来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 两个神兵一般的存在 他们的愤怒 唐家 你们吃得消吗 七里回到影真房间 影真正捧着一个相框发呆 七里看了眼 相框中是一副年轻版云仪 与一个肩上 骑着小女孩的英俊男子的合照 年轻版云仪 一身素雅的白裙 胸部平平 很难想象影真是怎么活下来的 一头齐腰的黑色长发 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 不同于云仪的温婉 照片中女人更俏皮一点 照片中的男人高大帅气 俊朗的五官带着幸福的笑容 只是穿着一身得体的黑色休闲服 但是丝毫掩盖不住他淡雅的气质 尤其是那张帅脸 和现在的影真有五分相似 而男人肩上的小女孩 虽然还是个小团子 只是看她正嘟着嘴生气的脸 就知道是影真 妻离看着独自哀死的女孩 微微摇了摇头 她比自己幸运 至少还有云仪的相伴 而自己呢 小真 我们努力变强吧 变强了 就会知道所有真相 影真将相框放入空间戒指 点了点头 只有变强 才不用担心云仪在被人审问 只有变强 才能知道父母为什么连遗言 都来不及交代 影真走到窗边 抬头看了眼天空上的星星与月亮 小黎 今天好像是星期五 星期一 我们再去秘境 嗯 和影真一起洗完澡 今天的影真 明显还沉浸在她父母的事中 没有玩到的心思 洗完澡 就穿上新买的黑色蕾丝内衣 钻进了被窝里 七离则是看着系统的倒计时 等啊等 终于等到了千道时间 过去的四十几天 她非求附体 除了抽到一次百年兽灵 就全是吃的 什么提瓦特尖弹 黄油松茸 福内乌冬 根本吃不完 也不知道真是自己飞了 还是系统 因为被自己发现了部分秘密 存心报复 看到千道时间清零 七离这次成心的败月 搓爪爪 童子姐 千道 本周千道已完成 恭喜获得百年兽灵 下一次千道时间为168小时后 还是飞啊 七离叹了口气 果然就不应该调戏系统的 虽然还有两次百年兽灵 就能六尾狐了 但鬼知道自己 真超越影真一个大等级 会发生什么 默默地钻进被窝 紧紧贴着尹真柔软的三四翼 闭上了狐狸眼睛 清早 迎着明媚的阳光醒来 尹真侧身逗了逗狐狸湿润的鼻子 看到七离睁眼 才起床穿衣服 小离 起床了 帮我扎辫子 看到尹真心情不错 七离没有因为冲竹逆龄的美梦被打扰而生气 只是显化人形 笑着帮越来越像雷电影的尹真扎起麻花辫 她没有将尹真改造成雷电影的想法 尹真就是尹真 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让尹真靠死成雷电影 也只不过是七离自己的恶趣味罢了 七离手熟地帮着尹真分开三股头发 来回交叠着扎着麻花辫 我们这两天干嘛 尹真端坐在椅子上 看着镜子以及身后明媚的女生 你不是喜欢画画吗 这两天时间给你画画 七离心中一喜 画画 哪个漫画家会拒绝呢 那你呢 我陪孕一去交易中心逛逛 顺便看看有没有适合你们的技能史 陈亚罗起床后看到了尹真发来的短信 约好下周一的早上碰面后 便在小区周边逛了起来 在街角看到一个报刊亭 想起八重绳子的最新作 一路向西 她还没拜读过 便上前询问了下有没有合集 报刊亭老板一听有人问 一路向西 直接转身拿了一本封面画着少女 豪猪 猴子 幻语龙 鲤鱼王的漫画书出来 陈亚罗爽快地付了钱 结果漫画书后一愣 封面上的少女 为什么感觉和精灵灵国著好像啊 一路 陈亚罗边走着 一边沉浸在八重绳子编织的世界里 当看到名为西同的女孩 在拯救世界的道路上 不停尾声各种一声兽 她也深有感触 如果真的有能拯救世界的方法 别说只是跳擦边舞 就是身允她都愿意 爹 电梯门打开又关上 陈亚罗看到电梯回到一楼 有别人进来 她才回过神 啊 居然忘记出去了 再次返回十九层 陈亚罗捧着漫画书走出电梯 迎面撞上了皱着眉的金灵灵 手中的漫画书也脱手摔到地上 是你啊 我看 有人到了十九楼又没出来 以为又是姓唐的派人来 陈亚罗急忙道歉 金博助走 不好意思 我刚刚走神了 刚想俯身捡起漫画书 金灵灵却快踏一步 将漫画书捡了起来 没事 什么漫画书能让你连电 金灵灵看着手中的漫画书 脸越看越黑 身体也跟着抖了起来 金灵灵不停翻动着漫画书 看着与自己相似的人物 在漫画中 做着各种羞耻的事 气得牙齿搁吱作响 特么的 这个臭狐狸 要不是你以后不好惹 老娘非得抽你一段 陈亚罗本来就怀疑 八重神子 是按金灵灵的形象化的 西童这个角色 现在看金灵灵的表情 明显知道八重神子 但是金灵灵明显很生气 只能小心地问 金国柱 你认识漫画的作者 认识 我可太认识了 金灵灵冷着脸 将漫画收进空间戒指 这本漫画 你不准看 陈亚罗猛逼得张张嘴 不过金灵灵的 要求她可不敢当面违背 只能弱弱地点头 等气呼呼的金灵灵回房间后 陈亚罗等了一会儿 又下楼买了一本 金灵灵回到房间 越想越气 正好看到尹真和云仪出门 便一个闪身 来到正在画画的七离身后 小狐狸 你已有取死之道 七离手中的画笔一顿 急忙伸手将绘画板遮住 扭头装作无辜的样子 阿猎 你怎么了 第129章 精神胜利法 一本漫画书 狠狠地被扔在床上 七离只是看了眼封面 就知道金灵灵 为什么这么生气了 嘴角抽搐着 露出尴尬又不识茫然的笑容 本狐狸什么都不知道 装 你就装 金灵灵双眼盯着皮肤雪白 面容娇好 又不失调皮的七离 思索着 能不能像尹真一样 抽一顿这个调皮的狐狸 但是想到王国柱的沙奈朵 只是看了未来的尹真和小狐狸一眼 就失去了预言能力 金灵灵只能无奈地叹口气 这次就算了 以后不许画我 如果你实在想画什么人 你等等 说着 金灵灵突然身形消失 半小时后再度出现 手中还捧着一大照片 七离不解的歪歪头 这是唐章维和他家人的照片 你要画画他们 七离接过照片 照片一共16张 有老有少 有胖有瘦 唯独没有女的 我又不画大男主 都是男的 我怎么画 你可以把他们娘画吗 我看你画画挺好的 别娘画都不会吧 金灵灵使用了激将法 七离中了激将法 画唐章维及其家人 虽然有点像精神胜利法 但是闲着也是闲着 有现成的素材 不用才是傻子 怎么可能 正好我脑子里有一个剧本叫 鬼灵妇 用在他家人身上正好 说完 七离挪开盖着绘画版的手 将之前画的画 全部删除 对了 他家怎么全是男的啊 金灵灵看着七离不断地删画 嘴角一阵抽搐 特么的 还好碰到陈牙罗那丫头看漫画 不然市面上 又多一本自己的作品 找凌云的那个男的 都叫唐美玛了 你觉得 他们家还有女性吗 本来想留下看看 七离怎么画唐章维全家 但是尹真和凌云已经快走出小区了 金灵灵只好说道 小狐狸 你慢慢画 我去保护你的御主了 回来时给我看一下你的画 说完 金灵灵人不舍得消失 留下七离 按着十六张照片 挨个画成娘画版角色 七离冷笑着 用金灵灵和小珍的形象 自己还有点心理负担 既然又明显不是好人的唐家荡角色 那自己可以大放拳脚了 然后 秋月张维有六个可爱的女儿 温柔的大女儿 秋月石马 傲娇的二女儿 秋月眉马 一番故事后 秋月张维的兄弟和她的女儿登场 七离越画越嗨 直到尹真和云依回来了 都差点没注意到 还是金灵灵站在后面 双手抱胸 不停点头称赞 才知道他们快回来了 小狐狸 你脑子里不会都是颜色吧 这种剧情 你都能想得出来 这才乃到哪 我还有追名眉马的调教日记 秘密调查局绝不会输 其实鸡堂莉莉亚没话呢 七离不屑地撇撇嘴 在绘画板上落下最后一笔 剩下的明天再画 金灵灵揉了揉腿 眼神怪异地看着 一脸正经的七离 一个狐狸 为什么这么懂人类的家庭伦理关系 此时的她 极度怀疑 杀奈朵是不是看到了什么 少儿不移的画面 比如以后的小狐狸 和尹真在洗澡什么的 才永久失去预言的能力 房门的开门声响起 金灵灵留下一句 尽快发表 便再次消失 七离有点羡慕地撇撇嘴 顺意能力真好啊 想去哪就去哪 元神中八重绳子的杀声音技能 就是顺身移动 怎么到现实里 就变成阵法了呢 本狐狸啊 也想想去哪就去呢 小狸 我们回来了 屋外传来尹真的声音 七离将电脑关机 变成狐狸飞出卧室 出去逛了一圈 看两人的表情 显然心情还算不错 昨天饭桌上的氛围 虽然可以理解 但那种沉闷的感觉 七离还是有点不舒服 毕竟嘛 人都喜欢爱笑的人不是吗 尹真出去 并没有找到特别适合的技能石 所以什么都没买 倒是云仪给电气灵 买了一颗单体攻击类技能石 天降雷霆 效果是 召唤一道从天而降的雷霆 算是七离骤镜杀声音和大秘法 天虎显真的弱化版 也不算没有收获 第三天 尹真与云仪约好两个月后见 便再次依依不舍地告别 玉兽师家庭就是这样 除非亲属等级一样 不然就像尹真和云仪 永远离多见首 父母再不远游 有强力七月灵的御寿师 甘愿沦为普通人的原因 不是尹真心硬 尹真也很想安安静静地陪着云仪 但是当他召唤到七离起 他便不能再当一个普通人 尤其现在还有一个时刻盯着他的唐眉马 一个能帮助他召唤出七离这样七月灵的纠缠之源 无论再不在他身上 唐眉马都不会让他好过 恐怕死于审讯都是最好的结局 小区门口 尹真怀中抱着七离 再次与送别的云仪告着别 七离耳朵耸动 在他的感知里 周边有二十个怀着恶意的灵魂 抬眼看向四周的高楼 在其中一栋的天台 他看到了正在眺望的金灵灵 金灵灵似乎感应到了他的目光 微微点点头 七离明了 两个月后见 两个月后见 云仪与尹真相拥着告别后 尹真与陈牙罗坐进出租车 随着云仪的背影在后视镜中越来越小 七离也感觉到二十个灵魂分成四团 正一路跟随着 四辆车 二十个人吗 七离眯着眼 这是从云仪那获得不到有用的信息 而外界又有金灵灵的保护 所以准备在秘境中动手了吗 有趣 七离一声冷笑 正在和陈牙罗闲聊的尹真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低头摸着七离小声问道 小离 你怎么突然冷笑一声啊 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七离只是眯着眼睛 没有多说 没什么 只是要有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离被最新定名为宁雾一号秘境 最近的是C号出口 离尹真住所最近的一个出口 所以很快就到了和平墙 宁雾一号 已经对所有预售师开放 作为宁城最近时期 唯一一个能进的绿色威胁等级秘境 要去的人自然如过江之际 无数五级预售师 排着队出城 准备做运输车 自然的 陈牙罗再一次展现了国助家属的特殊之处 一张国助家属的身份卡 直接带着尹真优先登记 连车票都不用买 优先上车 而七离 则一直将注意力 放在跟来的二十个灵魂上 第130章 无聊啊 无聊 秘境中 阴雨飞飞 微风伴着细雨 仿佛要将世间所有的污秽 洗涤一净 这点雨对身体得到灵能强化的 五级预售师来说 就像春日的朝阳一般 毫无影响 尹真知道 七离讨厌灵雨 出了空间门后 就立马脱掉身上的普通风衣 换上了能防雨的战壕风衣 再扣紧塑腰战壕风衣的扣子 将七离塞到了风衣里 戴上风衣的兜帽 犀利的雨淋在衣服上 对她没有任何影响 陈牙罗也换好了 适合雨天穿的战壕风衣 看到小狐狸在尹真的衣灵口探出头 瞬间很想吐槽几句 你对你的小离真好 如果你有小离这样的契约灵 你也会对她这么好 如果说七离唯一的缺点 大概就是 经常会画色色的漫画吧 尹真甩掉衣袖上的水 低头摸了摸 坐在自己三四意上的七离的脑袋 满心满眼的都是宠妮 陈牙罗苦笑着摇了摇头 换我的话 我可能也会像别人一样 直接将小离关到契约空间里 到死都不会认出 小离是X星契约灵 当她知道 当初尹真的觉醒仪式 照到小离 尹真在其他人都认为 小离是灵星普通狐狸后 还坚持培养小离 直到秘境的雷痕 暴露了小离的威能 才改为X星粉英雷狐石 她也抱着一丝小小的期待 去了宁城召唤馆一趟 将她一直关着的 两只二星七月灵照出来 结果惹来了工作人员的吐槽 你这两只七月灵 无论种族特点 技能 最重要的是颜色 都和资料上的一模一样 就是二星七月灵 我们不可能搞错的 就在失望的陈牙罗 收起七月灵 转身还没出召唤馆的时候 还听到召唤馆里 工作人员的吐槽 怎么最近老有人觉得 我们看错了呢 嘘 那可是陈博柱的孙女 可能也是因为粉银为糊的是吧 我们又不是宁城中学的老师 宁城中学 某两个几个月没工资的老师 我特么乃知道只是颜色不一样 差距就这么大 东南西三的方向 他们上次就已经去过了 沿途的一生兽 有一只蒜一只 最后都化为秘境气息 和灵盒等材料 进入两人的空间手镯 这一次 他们决定换一个方向 踩着泥泥的泥水 陈牙罗与尹真 向着秘境的北方走着 周围其他的御寿师 越来越少 尹真和陈牙罗也召唤出契约灵 护在左右 雨已经停了 满是五人河豹大树的森林里 空气中满是冲刷泥土 与树叶后的清新气 七里飞出尹真的衣领 显出五条虎尾 将十五只狐灵全部甩出后 感知全开着 那二十个人并没有跟来 或者说 他们可能并没有跟上 周围一千米左右的感应距离 只有感知的边缘有十几个灵魂 正在包围三个灵魂 很明显是其他御寿师 正在捕猎一生兽 如小山一般 每走一步 都能引起地面震动的 若陀龙王在前方走着 其他小只和尹真 陈牙罗一起坐在 若陀龙王的背上 不是他们偷懒 而是七里的感应范围里 除了御寿师和契约灵 根本就没有一生兽 此情此景 七里只想说 第四天灾民不虚传 整个宁城注册在即的 五级御寿师 有七十多万 就算有百分之一进了秘境 那也是七千 这么多御寿师 现在全在一个秘境里 那是何等的恐怖 又与一对御寿师 擦肩而过 尹真扶着若陀龙王背上的 尖刺站了起来 揉了揉作的发麻的腿 叹了口气 都走了三百公里了 居然一只一生兽都没碰到 宁城毕竟是人口大成 这个秘境 又是宁城最近几年 唯一开放的绿色威胁等级秘境 很正常的是 前两年上京周边 就一个红色威胁等级秘境 那场面 估计你都没见过 几十万一级御寿师 在一个秘境里 差点没把秘境的一生兽 给杀绝种了 陈牙罗硬喝道 若陀龙王不辞劳累地走着 周围依旧是巨树高耸的森林 空气中渐渐飘着层层薄雾 七离飞在半空中 感知能力全开着 小离 拿点团子牛奶 听到尹真的声音 确定没威胁后 七离飞回若陀龙王的背上 从空间中取出四瓶团子牛奶 一瓶自己的 两瓶交给尹真和陈牙罗 还有一瓶则递给了塔塔 音音 谢谢 坐在一侧的塔塔 接过团子牛奶 熟练地用爪子 将吸管插入瓶口 美美地喝了一口 七离米眼点了点头 转头朝后面的尹真喊道 小禅 塔塔说想进空间了 塔塔抱着团子牛奶 畅饮的动作一顿 两只痘痘眼满是猛逼 音音 阿爵 我不是 我没有 狐狸小姐 你别乱说 我好不容易才出来放放风 塔塔不停音音叫着 就插翻过若驼背上的尖刺 亲自和尹真解释了 不行 尹真的声音传来 塔塔则在松口气 朝着七离哼了一声 继续喝团子牛奶 七离咧开胡嘴 笑着飞高 胡啊 就该给生活找点乐子 不然也太无聊了不是吗 飞到一千米的高空中 七离一边喝着牛奶 一边运用千里眼 环视了一圈 还是一样的环境 前后左右入眼的 皆是密密麻麻的绿植 并没有特殊的底形 坏消息 那二十个人还是没追上 也不知道 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好消息 他终于发现一声兽了 立马降下高度 小珍 向北八百米的树上 有十几只一声兽正在靠近 尹真立马暴风吸掉牛奶 很有道德地 将瓶子扔到地上 走你 反正团子牛奶的瓶子 是陶瓷做的 也不算污染环境就是了 在他们身后的四十公里处 二十个穿着制式特战服的人 正聚在一起 他们的身边 还欢聚着近六十只各式契约陵 为首的一个年轻人 满脸英质 三脚眼 阴沟鼻 浑身散发着我是反派的气息 一只善于坨重的肯塔牛的背上 坨着沉重的电子设备 电子设备上 还有一根高耸的网状天线 旁边一个男人 正对着连接电子设备的 移动电脑操作者 很快屏幕中出现一个光点 男人抬起头 唐队长 再次捕捉目标的手机信号 在北四十公里 偏东五公里的位置 唐楚点点头 从衣兜里掏出一个没有标签的瓶子 旋转打开后 取出一粒药丸 放入口中 不到三秒 唐楚整个人浑身一震 脸上浮现愉悦的表情 伸出后头舔了舔嘴唇后 咧嘴邪笑 出发 第131章 来了 对于唐楚实用官方早就严令禁止的药丸 其他人早已见怪不怪 身为从小就被唐家养大的他们 尔里只有命令 眼中只有目标 其他的他们不用管 也不用想 寂静的森林里只有契约灵采断树枝 踏过泥浆的声音 唐楚被几十只契约灵纵心拱月般地 坐在一只马形契约灵的背上 一边悠然自得地抽着烟 一边看着手中唐眉马给他的资料 这份资料他已经看过无数遍 唐眉马让他跟随影针进秘境时 也耳提面命过细节 他的目标只有影针 抓住影针 不择手段地问出粉蓝金石的下落 至于陈显龙国著的孙女 陈牙罗 秘境中死个玉兽狮 不是很正常的是吗 而且 这两人都还没男朋友啊 唐楚的嘴角流露出猥琐的笑容 至于会被两个丫头反杀 那只狐狸的厉害 他自然也知道 可是再厉害的狐狸又怎么样呢 就算能杀死钻石级 一生兽又如何 这次 他们可是带了无数护盾灵符 还有秘密武器啊 若托龙王的岩石坠落 战争践踏和大巴掌 雷音权限的雷电探针和电流冲击 塔塔罗特的水流冲击 再加上凄厉的狐狸 附体无限刃狼的陈牙罗 和引针的奶香一刀 秘境里的一生兽 无意何之敌 但凡被凄厉感知到 就算掘第三尺 或者躲到树梢 都有狐狸把他们抓出来 眼前 一个数量有70多只的一种 甲壳虫一生兽族群 正在一只体型 约有一层楼高的甲壳虫的带领下 正虎视眈眈的看着一行人 这种甲壳虫 与凄厉他们先前遇到的并不一样 不光体型更大 颜色更黑 长相也更猙獰 这么大的族群 在这个秘境 引针还是第一次见 自然不能放弃 于是排好队形 相距三百米 甲壳虫们在首领的带领下 口中对着最前的弱陀龙王 一起喷出绿色粘液 兰兰迅速张开森林的庇佑 将粘液全部阻挡在护盾外 带着强腐蚀性的粘液 冲击在淡绿色的护盾上 四处飞溅 所落之处 立马滋滋作响 冒起白烟 兰兰的护盾 只是抵挡了一波攻击 就因为耗尽了灵能 呼呼闪闪地消失 引针立马掏出一把灵盒交给兰兰 让兰兰先恢复灵能 而在甲壳虫发动第二次骑射前 十五只狐狸就冲入甲壳虫的虫群中 若陀龙王和塔塔 也立马跟上发动攻击 引针则和七离合体 迅速拔出梦想一心 擎贼先擎王 偷人先爬墙 一生兽也不外如是 只要没了首领 他们就会立马陷入无序状态 一刀 天地刹那间陷入沉寂 紫色的刀芒 斜着切断沿途所有的事物 直向正扑向究竟的狐狸的甲壳虫首领 刀光如雷 迅影如剑 只是眨眼的功夫 刀芒就划过两只拦路的甲壳虫 带着深深的沟壑 即将命中甲壳虫首领 眼看蕴含着电荷的恐怖刀芒 要落在自己的腰部 甲壳虫藏在头部甲壳下面的眼睛 瞬间露出惊恐的表情 来不及躲闪 腰部传来剧痛 甲壳虫首领的腰几乎被切开一半 绿色的血液和内脏 疯狂地从伤口流出 惨叫一声 甲壳虫的身上突然泛起绿光 变成光粒子汇聚到伤口处 两米多身的伤口 立马在光粒子的作用下 迅速地愈合 居然还有治疗技能 满身刀片的陈牙罗 跳到一只甲壳虫的背上 俯身将刀插入甲壳虫的口气 又搅动了两下 在一道绿枝喷到身上前 又瞬间点脚跳开 影针也看到了这一幕 想也没想 又是连续三刀 因为治疗无法移动的甲壳虫首领 只能瞪圆惊恐的四眼 等待着死亡 就算甲壳虫有奶量 但是在代表极致的攻击 梦想一刀面前 除非瞬间痊愈 不然再能治疗也是徒劳 这一次 三刀先后落在甲壳虫首领的身上 甲壳虫首领带着不甘的眼神 成功被断为两劫 其他甲壳虫一生兽 也在陈牙罗和弱陀龙王 他们的攻击下 化为一具具尸体 没多久 刚刚还满是虫鸣与爆炸伤的森林 再次恢复了寂静 合体解除 影针和陈牙罗去收割战利品 七离则挨个给龙龙 塔塔他们分发补充灵能用的灵盒 音音 你的 驼子哥 你的 看着爪子往外掏灵盒的七离 骆驼龙王哼了声 灭了一眼 蹲在地上 喵喵 我可是阎龙王 这种程度的战斗 消耗的还没我从地底抽取的灵能多 七离 塔塔 你呢 塔塔优雅地坐在一段树根上 微微摇了摇头 音音音 森林里的水很足 我也没消耗多少灵能 狐狸小姐 请再丢一瓶团子牛奶 谢谢 七离无语 从空间中掏出两瓶团子牛奶 一瓶递给塔塔 咱六星的都这么替小珍省灵盒的吗 说话间 七离打开一瓶 倒入若驼龙王的嘴里 让他尝个胃 正在吸取灵盒的音音和兰兰一愣 顿时觉得手里的灵盒不香了 看两只失落的模样 七离赶忙安慰 安拉安拉 你们也会更强的 我们可是提瓦特组合呀 比如兰兰你 本来就是神明眷属 将来肯定很厉害 音音也不怕 安慰好梁小枝 塔塔放下手中 吸了一半的团子牛奶 音音 狐狸小姐 你似乎保留着被召唤前的记忆 请问我的来历是什么 你的话 有点厉害呢 墨地 七离感应到了几十个灵魂 出现在南方 也就是他们来时的方向 其中二十个灵魂 在七离的感知中 是不怀好意的黑色 七离耳朵抖了抖 来了吗 看样子 除了那二十个灵魂 其他淡白色的 就是那二十人的契约灵了 音音 音音 狐狸小姐 你怎么不说了 安静 七离扭头凶了塔塔一下 额剑的法眼 开始散发紫色光芒 第132章 吊栏上的作战会议 尹真顺着甲壳虫 手领尸体的副枪 取出完好的灵魂和技能时 灵魂注入技能时 绿色的技能时 顿时散出无数温润的光粒子 技能时的颜色 会跟随技能的特性而变化 比如 当初七离吞食的狂围击 就是代表雷系的紫色 而技能时的技能 预兽师也可以通过注入灵能使用 不同于七月灵 可以吸收技能时觉醒技能 一颗技能时预兽师只能用几次 并且即消耗灵能 人人明明拥有灵能 却无法完全掌握灵能 这是人类很无奈的地方 无数科学家和学者都在研究 怎么让人像一生兽一样运用灵能 可惜至今 没能出一个结果 不然人类的处境绝对会好很多 陈牙罗将自己挖出来的灵盒 放到影针面前 看着闪烁的绿色光粒子问道 是刚刚虫子首领 释放的治疗技能的技能石吗 影针点点头 治疗类技能石 往往多过千万 我们也算队友 怎么分 陈牙罗摆了摆手 杀这只甲壳虫首领我 可没出力 正好你的蓝蓝不是植物系的吗 可以把技能石给它用了 蓝蓝的护盾 自带治疗效果 与它无用 影针摇了摇头 你刚刚也帮忙 杀了很多普通甲壳 怎么算 技能石都有你的一份 知道影针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的脾气 陈牙罗只能叹了口气 本来蹭蜜镜气息 就已经不好意思了 再占影针便宜 他自己也接受不了 只能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这样 你不收我蹭蜜镜气息的钱 这个技能使你自己处置 如何 可以 就在影针将收获的 72颗薄金及灵盒 存入空间手镯时 一直观测未来的七里 爆出了粗口 卧槽 准备得这么充分 知道七里很少爆粗口 除非急了 影针立马折回问道 小黎 怎么了 七里语速飞快地说道 有歹人靠近 冲着你来的 应该是唐眉马的人 说完 他额头的法眼 再度泛气紫光 瞬间光芒又消退 七里咬着牙说道 你们快把手机 扔到空间手镯里 影针和陈牙罗不明所以 不过一听和唐眉马有关 立马照做 将随身带着 随时接收官方紧急通知的手机 扔进空间手镯 只是眨眼 七里的表情缓和了许多 小真 战场收拾完了 影针点头 嗯 我和牙罗打扫干净了 未来你看到了什么 七里没有多说 只是先让影针收起龙龙他们 然后掏出吊篮 让他们坐进来后 指挥狐灵抬着 一直往天上飞 直到飞到2000米左右 七里才缓缓开口 他们一共20人 都是五级预售师 并且每个都有三个以上 能战斗的七约灵 通过追踪你们的手机信号 一路追着我们来的 见面就是杀招 他们的准备十分充分 我的大秘法 天狐险真都没能击穿 他们护服释放的护盾 而且 他们还有一种 启动十分缓慢的设备 覆盖距离大概是100米 他们启用了以后 我和龙龙他们 都被强制传送 回了契约空间 七里想起 刚刚在未来 被传送到黑七七 又寂静无声 仿佛漂浮在太空中的感觉 不禁浑身一抖 以后还是让小真 多放龙龙他们出来吧 那种地方待久了 别说契约灵 人都可能会发疯 也不知道 龙龙和塔塔 刚刚是怎么做到 和自己心平气和的说话的 陈亚罗文言 顾不上惊讶 七零能未卜先知 而是瞪大了眼睛 静能机 这是科研院前两年 通过神话级一生兽 黄金狮子断角 研发出的静能机 可以封进一定区域内的灵能 唐眉马怎么会有 御寿师召唤七约灵 需要通过灵能 维系七约灵的存在 当一个御寿师灵能 彻底枯竭的时候 或者灵能被切断 七约灵自然会被强制 送回七约空间 七零眯了眯眼 难怪 不对 科研院一直是 李连连国柱在管 为什么静魔机这种 能保护人类活种的 东西会被拿出来 小狐猎 他们难道敢当着我的面 拿出静魔机 陈亚罗紧促着眉心说道 随即苦笑一声 拍了拍脑门 七零都说出来了 那自然是拿出来了 最重要的是 李连连国柱 一向与自己的爷爷 金灵灵 王国柱交好 现在看来 要么是科研院内部出了问题 要么是李连连国柱出了问题 七零心疼地看了眼 头疼的女孩 第一个未来 这女孩还想和 唐美马的人谈判 要不是反应得快 及时传送 差点就被人一枪秒了 就这样 还少了截胳膊 对方知道 你的身份 还对你下了死手 七零悠悠说着 法眼再次闪亮 恢复后 七零狐嘴咧开 语气也变得森严 刚才他们是猎人 我们是猎物 现在 我们和他们的位置对调了 他们是猎物 我们才是猎人 尹真看着下面 已经被语物遮蔽的树林 他们找不到我们了吗 嗯 七零点头 妈撒着下巴 看有什么比较省力的办法 将下面的猎物清除干净 留情 他可不会留情 他可还记得 第一次观测未来时 对方头领 看向尹真的眼神中 藏都藏不住的猥琐 变成秘境树木的肥料 将是那些人最好的结局 就在下方 唐楚看着团灭的甲壳虫族群 催促手下追踪尹真 手机信号的时候 吊栏里正开着会议 陈亚罗知道了 七里还有观测未来的能力 能打 能跑 能交流说话 还能观测未来躲避风险 这种世间 居然有如此完美的契约灵 心中瞬间对尹真充满了羡慕 羡慕归羡慕 召唤契约灵这种事 不是人力可以控制的 人在召唤契约灵前 只能虔诚地焚香沐浴 细数自己做过的好事 祈求自己能召唤一只好的契约灵 不然别无他法 陈亚罗认真地思考着 七里点头 偷袭的话也不行 风险太大 我刚才看过 对方只要一察觉到攻击 就立马会展开至少四层护盾 我大密法天虎显真的三道雷机全部轰出 也只能打碎两层 要知道我雷机可是能击穿钻石及双翼风飘龙的 第133章 计划 群玉阁的雷神裁掘炮 还有一次发射的灵盒 但是用来对付下面的小卡拉米 无疑是90岁老头 取18岁萝莉 太过浪费 而且 裁掘炮的威力过于巨大 将近200公里范围的攻击半径 不是可能 而是肯定误伤到风涌金秘境的其他预售师 于情于理 都没有使用雷神裁掘炮的理由 一筹莫展之际 七里眯起眼睛 看向正在图纸上 画着各种作战示意图的尹真和陈亚罗 从契约灵的控制距离 陈亚罗的瞬移距离 再到契约灵控制狐灵的距离 从对方可能有的武器 契约灵到时间等等因素 简直就是标准的学员派 我有一计 尹真抬起头 揉了揉眉心 看向眼睛中满是精密的七里 小黎你有什么计划 陈亚罗也放下手中的笔 聚精会神的准备听听小狐狸的高剑 我们吊着他们 继续向北 一直到秘境墙 原因有二 一个长时间的追踪 对方的精神会被损耗 而且 对方竟然连静能机这种东西都带着 说明 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所以我们并不用担心 他们不会跟着 第二点 小真 你还记得这个吧 我们将他们 引到没有其他预售师的地方 直接让他们过而通节 七里对着尹真抬起左掌 露出粉色毛发中 隐藏的空间戒指 尹真立马猜到了七里的计划 云医给你的核弹 可是那颗核弹虽小 但爆炸半径也有六公里 就算可以空投 但核弹的倒计时只有三秒 我们也躲不开爆炸 此处对前文进行了数字修改 而旁边的陈亚罗 一如当初的金灵灵 恨不得拆开尹真的脑子 看看是不是中了狐狸的迷魂术 家人们 谁懂啊 居然有人敢把核弹放七约零手上 刚刚七里同情的眼神告诉他 未来的自己肯定遭遇了不测 性命攸关 现在可不是吐槽的时候 小真 你给小离的是哪种型号的核弹 HE30T 云医告诉过尹真核弹的型号 尹真回忆了一下说了出来 陈亚罗将桌面的纸 翻到干净的一面 手中握笔 在纸上疯狂计算起来 根据重力加速度 三秒时间 核弹只能下落45米左右 而HE30T创造的核爆归零地半径为400米 我可以附体大黄 空间黄糊 顺移800米 凌空丢下核弹 计算了一通 陈亚罗摇了摇头 苦笑一声 还是不行 无论怎么算 我们都逃不出爆炸范围 看着图纸上密密麻麻的数字 七里笑了笑 淡定 不用浪费脑细胞 我的计划 不用你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我的计划很简单的 如此 这般 七里让尹真掏出手机 指挥狐狸们 一路向北慢速飞着 始终与身后的唐厨等人 保持着十公里左右的距离 时不时还让狐狸们停下 用千里眼看看对方与树林中 一生受作战的画面 知道了七里的计划后 尹真和陈亚罗也放宽了心 也跟着拿望远镜 看远处的天雷 地火 空中虽然偶尔有不知死活的飞行类 一生受靠近 但都被狐狸们打退 这个秘境很大很大 全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原始森林 到处是高达百米的参天大树 一直掉了唐厨等人四天 他们还没飞到秘境墙 但是却意外地看到了一个湖泊 湖泊很大 面积约有四十平方公里 阴晕着水雾的青岸色水面上 遍布四座只有草与灌木丛的小岛 清晨的阳光洒在湖面上 又有七色彩虹出现 七里并没有在湖里感应到灵魂 就很可惜 如果水里有一生兽 又能给接下来的计划 增添几分乐子 吊栏上 尹真和陈牙罗吃完早饭 吸着团子牛奶 探头看着如此绝美的风景 不时发出赞叹 好漂亮 七里则发不出不一样的感叹 这可真是一个好目的 尹真和陈牙罗也反映了过来 是啊 忽略掉湖岛上的灌木 方圆六公里多的距离 没有任何遮蔽物 没有什么地方 比这个湖上更合适引爆核弹了 密林中 唐厨等人面色疲倦 双目星红 四天四夜 他们不光要追踪尹真的手机信号 还要应对数不胜数的一生兽 地底的 树上的 天上的 妈的 可惜飞行队不是我掌控 不然早就特么骑着飞行七约灵 逮住那个壁池了 唐厨咒骂着 又吞下一颗药丸 整个人愉悦过后 露出癫狂的表情 看向正在操控信号追踪器的手下 到底还有多远 手上看着电脑上闪烁的图标 汇报 还有五公里 尹真的手机信号 两个小时内都没有移动 应该再休息 哼 我特么 还以为他是铁人 四天四夜 等老子抓到他 和和唐楚嘴角露出猥琐的笑容 随即一阵颤抖 恢复了平静 加快速度 别再让他跑了 唐楚猜测 尹真和陈牙罗 知道他们 在抓他们 所以这些天一直追着 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人都有累的时候 想必他们实在受不了了 才原地 停了两个小时休息吧 不够呀 女孩们 我们来了 五公里的距离说远不远 很快唐楚等人就到了湖边 看着广阔的湖面 唐楚再次问了下手下 确认尹真的信号 就在两公里外 而两公里外 唐楚从空间手镯中 掏出一个高倍数望远镜 此时湖面的水雾 在阳光的照射下已经散去 唐楚清晰地看到 湖中心数作湖岛 而其中一个湖岛上 正架着两顶白色的帐篷 唐楚应笑着 舔了舔嘴唇 居然躲在湖岛上 聪明是挺聪明的 可惜啊 这一下 看你们怎么跑 唐楚的手下们 纷纷收起不识水性的契约灵 分成五匹 坐上五个冲气艇 有两边的人滑桨 悄悄地向着 有帐篷的湖岛靠近着 在接近湖岛的时候 听到拥有感应 那契约灵的手下说 帐篷里的确有生命存在后 唐楚无声地笑了起来 手下小声问 队长何故发笑 唐楚摸了摸下巴 得意地说道 我笑影真无谋 陈牙罗少志 明知道我们在追他们 结果睡觉 连放哨的契约灵都不留 第134章 正道的光 天空中的狐灵背上 风吹过陈牙罗 和他肩上的七里 看着五个 正向着湖岛靠近的 五只冲击艇 也在咧嘴笑着 他的计划很简单 利用两个帐篷 和尹真的手机 先将唐楚等人 吸引到湖中心的岛上 为了避免唐楚等人 有感知类的契约灵 特意还在帐篷里 留了尹真和陈牙罗的衣服 和两只狐灵 然后他和陈牙罗 在一千米的高空上等着 而在三百米 和一千八百米的高空上 还有两只狐灵飞着 在网上 就是悬停在 两千六百米高空的群域阁 计划总归是计划 气力不放心地又问一次 牙罗 你确定你附体大皇后的灵能 能支撑你带着我在三秒时间里 顺移四次 陈牙罗认真的汗手 我肯定 别说三秒顺移四次 他甚至在两秒内顺移过四次 所以 这话说的 他很有底气 为了防止万一 气力观测了下未来 确认没有问题后 下方 五个冲气艇 从五个方向靠到狐岛上 气力吸了口气 跳到陈牙罗的怀里 按计划 开始 陈牙罗瞬间招出空间黄狐 并与其合体 合体后的陈牙罗脸上身上 包覆着空间黄狐身上的肉质铠甲 身后多了条尾巴 头上冒出两只狐儿 变黄的脸上 也冒出数根狐须 陈牙罗抱着气力 瞬间一个闪烁 气力深爪从空间戒指中倒下核弹 90厘米高的大胖小子出现后 瞬间失重 笔直地朝着狐岛落下 核弹屏幕上的数字 也开始倒计时 0.03分0秒 气力来不及收起狐狸 陈牙罗又一个顺身 带着他出现在空中1000米 爪子上握着红色布条的狐狸背上 0.02分10秒 陈牙罗目光向上 捕捉到1800米高空 同样爪子上握着红色布条的狐狸 再次闪烁 0.01分20秒 到了狐狸的背上 在高的天上 就是壮丽辉煌的群牙罗 陈牙罗感受着体内所剩不多的灵能 咬咬牙 再次瞬移 0.02分40秒 群牙罗的入口 气力没等陈牙罗站稳 直接冲着坐在操控室的尹真呐喊 飞 尹真听到气力的声音 想也没想 就将代表升高的踏板踩到了地板上 群牙罗立马加速朝着更高的空中升起 并远离湖泊 湖岛上 唐楚各自照出契约灵 寧笑着掀开一个帐篷 你好 唐楚我来了 回应他的并不是怯生生的小姑娘 而是一片寂静 当他看到里面只有散乱的衣物 还有一只因为脱离控制 已经呆滞的狐灵时 他刚想说什么 天地一片敞亮 他看了圣光 下一秒 他成了天地间的飞灰 正道的光 洒在了大地上 淒零悠悠地 看着操控室里的屏幕 看着那升腾起的蘑菇云 情不自禁地哼了起来 至于还没逃离爆炸范围的群域阁 开玩笑 如果群域阁能被小当量的核弹给炸了 那也不配差点把魔神砸个半死 虽然这是粉色狐狸版本的缩小版 但想必也不会比原版差太多 之所以逃 只是不想尹真和陈牙罗以后 变成三头六臂的哪吒而已 避开屏幕上刺眼的光线 尹真还是有点不放心地问 牙罗 你说核弹对他们有用吗 陈牙罗也迷着眼 他们除非有神话级契约灵附体 不然在归零地 核爆中心区域只能乖乖变成飞灰 核弹爆炸的冲击波 在萧米的前一刻 终究还是追上了群域阁 群域阁连抖都没抖一下 借着冲击波的推力 群域阁的速度又快了几分 飞离了核爆影响范围 天上 看着屏幕中 几乎水几乎被蒸发殆尽的湖泊 还消失不见的湖岛 湖岸边燃烧的树林 陈牙罗忍不住发出一声感慨 与你们为敌 他们是多么不明智啊 任谁也不会想到 主导这一切的 不是尹真这个御寿师 而是七离这个契约灵吧 正如七离所说的 我只要有灵能 我就可以失败无数次 而我的敌人 他不会有任何成功的可能 屏幕中 除了湖岸树林燃烧的大火 天地又恢复平静 尹真从操控室的座椅上站起 刚准备上楼梯 七离急忙拉住 你不怕辐射呀 辐射 现在的核弹 为了杀伤一生兽 不破坏环境 爆炸时核反应就结束了 不会残余辐射的 陈亚罗看七离关心尹真 帮尹真解释了一下 御寿师的灵能 虽然用处不大 也也能抵御辐射带来的影响 不怕的 尹真也宠溺地摸了摸七离的头 并将它暴露怀中 打 七离猛了 合着他这半天白 担心了呀 走出主楼 两人一胡走到边角小塔边上 俯瞰着群玉阁下的森林 七离运转千里眼 水 帐篷 人 全都消失了 就连他来不及收回的五只狐灵 也没了踪迹 唉 可怜的狐灵 连名字都还没起 解决了 别说人 连毛都没有 七离解除千里眼 毕竟是人类最终的武器 可惜空间装备再合爆下 也不可能幸免 没有了竞能机 就没法指控唐家 以全谋私了 陈亚罗有点不甘地叹了口气 如果空间装备坏了 那他们的空间戒指 和空间手镯里的东西呢 七离有点好奇地问道 因为空间装备的损坏 储物空间就会塌缩 所以里面的东西也会化为虚无 陈亚罗解释 七离明朗 这意味着 他们忙了接近五天的时间 损失了一颗核弹 将什么收获都没有 而且 他们还彻底与唐家敌对 果然啊 哪里都要有那么一个反派 七离并没有因为彻底得罪 一个国助及亲盟友而心慌 反而觉得后面的日子 越来越有盼头了 至于会不会出现 超出他能力的意外 哼 七离表示 真有那种意外出现 他直接原地一躺 看某个装死的系统 出不出来解决 第135章 秘境中的城市 两人一壶静观了 核爆现场片刻 便回核爆中心的归零地 又检查了一番 确认无人幸免 也没有任何装备 残留以后 继续开始炼击之旅 至于还在冒火的森林 因为面积太大 想管也管不了 不过还好因为森林湿气重 那些火烧了没多久 就自动熄灭 原本陈亚罗以为七离的狐灵 是不可再生资源 还在替七离惋惜的时候 就见他们轻了一波一声售后 看到五只更强的狐灵出现 就不说话了 毕竟这一批薄金级的狐灵 还是七离薄金初期时召唤的 现在七离早就薄金后期了 之所以没把狐灵更新换代 纯粹只是懒得话而已 继续向着北方 若驮龙王驮着众小枝 踏着沉重的步伐走在前方 尹真则和陈亚罗跟在后面 学习着武者一般的战斗术 不停地在沿途的树枝 石头 树根上辗转藤挪 颇有几分学不会就往死里学得倔强 七离无聊地 趴在若驮龙王的头上 在这个密不见光的树林里 已经一天没有一生兽出现了 鼠尸无聊透顶 驮子哥 塔塔 你们在七月空间里寂寞吗 喵喵 还好 就是讨厌看不见光的环境而已 音音 不寂寞 就是没有水喝 很令她烦恼 因为观测未来时 切身体会过在七月空间的幽闭感 最近七里没有在逗她们 所以 塔塔和龙龙的语气也变了 几人像是认识许久的老友一般闲聊着 音音 狐狸小姐 你还未告知过我的过去呢 塔塔捧着团子牛奶 坐到若驮龙王的脊背处 甩着身后的两条丝带一般的蓝色尾巴 好奇地问道 七里转头看了她塔一眼 你的话 你和龙龙不一样 龙龙是阎龙王 而你很复杂 音音 哪里复杂 你物种变了 龙龙好歹还是龙 你怎么就变成海塔了呢 七里也不知道 未来会怎么样 她自己已经拥有了 和八重神子相似的能力 在这个没有神明的世界 塔塔是否真的会那位莱特一样 拥有水之权能 龙龙是否也更高一层 掌握岩石的权柄 蓝蓝是否会变成绝王术 至于音音 嗯 定位好像和自己重合了呢 本周千道已完成 恭喜获得风达星号600 下一次千道时间为168小时后 本周千道已完成 恭喜获得百年寿灵 下一次千道时间为168小时后 本周千道已完成 恭喜获得兵分马卡龙星号200 下一次千道时间为168小时后 一个月的时间 七里的千道 就像白人出轨非洲人生下的儿子 黑到家了 除了一个百年寿灵 让他离六尾湖更近了一步 其他都是无用之物 当然 也不是什么用都没有 塔塔就很开心 和分达差不多口味的风达 还有五颜六色 口感细腻 味道独特的缤纷马卡龙 那可都是风担特产 这些天塔塔 成天就跟在七里的后面 睁着可爱的痘痘眼 就拆明说 狐狸小姐 请给我一瓶风达 帮我止止渴 搞得七里又想让影真 把塔塔收到契约空间里 又一个早晨 吃完早饭 七里收起群玉阁 两人一壶 乘坐狐狸牌吊篮 降落地面 至于板房 摆脱 有更舒服的群玉阁不住 为什么要住板房 原本七里还担心群玉阁 在秘境里 容易被一声兽攻击 结果证明 是他高估了这个秘境的一声兽 之前晚上 他还心惊胆战地 派着15只狐狸 守在群玉阁周边 结果一个晚上 不要说一声兽了 连鸟都没有 飞行类一声兽 你去群玉阁飞 刻么四千多米高 谁没事放着地面上的猎物不逮 费力不讨好地去你呢 除了吊篮 尹真释放出龙龙他们 说实话 契约空间 真是个神奇的存在 不光可以让契约灵缓慢修炼 还能治疗契约灵的伤势 最重要的是 龙龙他们 哪怕已经鸡肠碌碌了 只要在契约空间待一晚 明明什么都没吃 第二天 又能生龙活虎 啥 塔塔说在空间里想喝水 那是他单纯想喝水而已 今天是静秘境的第三十二天 离与云一约定的日子 还有二十八天 中午 清理掉三个早就被契约发现的 三只树藤一样的蛇类一生兽 若驼龙王挥爪 拍开拦路的树藤 众人眼前的画面突然一变 久违的阳光晒在众人和小只们的身上 戴影针和陈亚罗适应阳光后 看到眼前的场景 全部愣住了 眼前的场景 直接打碎了两人的三观 就连七里也嫩嫩不能言语 这是 他们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城市 或者说是一座死城 只见眼前是拥有无数高低不同楼房的城市 每一个未倒塌的房子上都缠满了粗壮的藤蔓 在楼顶长出榕树一样的参天大树 城市里的道路也被绿草挤破遮盖 路边还残留着汽车一样的铁皮 沿街的道路两侧也有商店模样的房子 还悬挂着满是绿台的街牌 隐真久久才回过神 秘境里居然有城市 牙罗 官方有记载吗 陈牙罗晃了晃头 他的心里也宛如地震过一般 连声音都颤抖了 没有 从未 从未听说过 秘境中出现城市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人类有可能会遇到另一个文明 而对浑身都是麻烦 生存与否全看天灾及易生兽心情的人类来说 这可能是个好消息 也可能是个更坏的消息 七里感知全开 接近一千米的范围内 并没有出现代表人或者易生兽的大团灵魂 我没有感觉到灵魂 我们进去看看吧 尹真 点头 让弱陀龙王朝着最近的街道走去 随着弱陀龙王踏足早已裂开的城市道路 尹真和陈牙罗从弱陀龙王的背上跳了下去 七里也飞到最近的一个门面的门头招牌前 从空间中取出一块尹真穿过的衣服 小心地擦拭了一下招牌上的青苔 招牌外面被一层树枝一样的材质包裹着 只是轻轻一擦 就将青苔全部扶去露出泛黄的树枝外壳 七里爪子轻轻一敲 早已风化的树枝外壳就被敲碎 露出后面的文字 顿时 七里的眼睛几乎瞪得和同龄一样 这是 是